曾经掌管整个银河系的河神 却被所有人嘲笑是最垃圾的天赋 只因此天赋必须在河里才能发挥出作用 然而觉醒河神天赋的我却不被反省 因为在觉醒时身体产生了强烈的排斥 导致天赋一变成为概念神 不仅自带河神领域 还附带全属性加成 就连使用技能都没有任何消耗 甚至当物品掉入河神领域时 可复制金银两种装备 银装备效果是原物品的两倍 金装备的效果更是原物品三倍 看着幸灾乐祸的周围人 我冷冷一笑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概念神 银河也是河 甘炒牛河也是河 此时刚觉醒完的我 迫不及待地回家想告诉父亲 却被告得知父亲正在参加会议 我隐约能猜到这次重要会议的内容 因为我的父亲是郑北军大同领导 其立下的战功大道跟古代一样 能实现世袭网替 而此次的会议 多半是要撩废除我的世袭位置 门外的我直接冷哼了一声 儿子 我知道你察觉到了什么 但是这里人多不方便说话 跟我去趟同龄府 片刻后来到同龄府 父亲植入正体 儿子你放心来 位子我一定会为你保下来 北京长城前有一条护城河 等到大战开启 你的河神职业并不是没有用武之地 以我的能力 哪怕河神是C级职业 也能将你培养成顶天立地的强者 闻言我淡然一笑 爹 我觉醒的河神好像有点不一样 说罢当即便施展出河神领域 一条小河出现 见此父亲脸色一洗 自成河域 儿子你初始技能竟然如此厉害 河神职业最坑爹的地方 便是太过依赖河流 而你竟能自成河域 那河神最大的限制便迎刃而解 随即我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而且还有别的附加属性 接着我便控制河神领域 向父亲的脚下流去 父亲瞬间脸色震惊 你刚刚才觉醒的一个一级职业者 竟然给我一个九转的职业者 带来了30%的提升 就在父亲沾沾自喜时 我开口问道 爹 你的斩天剑侠能否给我看看 我还有一个半生技能 父亲想都没有想 直接将斩天剑侠取了出来 随即九把剑出现在我面前 九把剑合称斩天九剑 随即将其中一把剑抽出来 接着放入了河神领域之中 下一刻一道荧光和金光 同时在河神领域中浮现 我拿起两把剑开始吟唱 这位年轻的小伙子 你掉的是这把金斩天剑 还是这把银斩天剑 还是这把普通的斩天剑呢 吟唱结束之后 金银斩天剑属性和装备效果 全部被增 结果银斩天剑的父亲一脸震惊 你复制出来的银斩天剑 竟然在属性加成和装备效果上 是普通斩天剑的两倍 那金斩天剑呢 结果金斩天剑的属性父亲 又被吓了一跳 属性竟然比原先提高了三倍 哪怕他是华夏最强者 也被震惊到 刚刚觉醒就掌握了 两个逆天的技能 此时会议室之中 十多位人族高层正在议论纷纷 陆川还真是沉不住气 觉醒了垃圾职业之后 反而变得飞扬跋扈 连如此重大的会议都敢打断 这也不是一个晚辈该干的事情 我该想想要如何说服斩天战神 镇北军大统领之位 不可能让一个职业为和神的人继承 这是对华夏所有子民的不负责任 可是斩天战神为华夏立下了无数丰功伟绩 再加其实力强的可怕 我等最后还是柔情劝说 万万不可让其对我们心生借底 斩天剑放在众人面前 众人剑此立即惊呼 三把斩天剑 而且银斩天剑的属性是普通的两倍 那把金色的更厉害 属性竟然是普通的三倍 斩天战神是如何弄到三把斩天剑 斩天战神得到了两把更强的剑 实力必然会暴涨 北境军区的防线也将更加安稳 斩天战神 你的金银斩天剑从何而来 当初为了打造出斩天剑 我华夏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 父亲笑了笑 这金银斩天剑是我而送我 文言其中一人激动发言 公子这金银斩天剑究竟从何而来 能打造出如此神剑的 已经能称之为华夏第一驻剑师 只要打造金银斩天剑的人露个面 恐怕我华夏第一驻剑师的名头 就得拱手让人了 这让陆军灵笑得何不拢嘴 终老你不必妄自斐驳 华夏第一驻剑师依旧是你 这金银斩天剑 是我而用半生技能复制出来 众人满脸震惊 什么 用半生技能复制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 一个刚刚才觉醒职业的心愿 怎么可能复制出九转装备 而且复制出来的效果还是原版的树备 和神有复制装备的技能吗 为何我从未听说过 看来斩天战神为了让陆川世袭网替 真的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可陆军灵只是笑了一下 儿子 好好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本事 随即我便施展和神领域 一条条河水涌现而出 很快便淹没了在场所有人的膝盖 众人见此立即惊呼 领域技能 一个刚刚才觉醒的心愿 竟然掌握了如此稀有的领域技能 有了这个领域技能 和神最大的限制便迎刃而解 看来陆川所觉醒的和神职业并不简单 等等 我的全属性好像提升了30% 我的也升了30% 我们之中 哪怕是等级最低的也是七转职业者 而陆川区区一个一级的职业者 竟然让我们的全属性提升了30%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其中一人惊呼道 破线级 传说中的破线级技能 这和神领域不仅是破线级技能 而且还是群体增益型领域 逆天 这技能简直逆天 一旁的钟老皱起了眉 陆川 你的和神领域法力消耗大不大 同时给我们十多人进行增幅 你能支撑多久 我当即愣在了原地 法力消耗 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用技能原来是有法力消耗 钟老被这句话逗笑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可是青云军区的学霸 怎么可能连这么基础的东西都不知道 然而我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些技能作为品阶最高的技能 消耗往往是正常技能的数倍 而你的和神领域竟然是无消耗 看着人族高层的木凳口呆的样子 陆军灵很是满意 玩厉害吧 仅仅是一级就如此逆天 等他日后成长起来 成就必然在我之上 斩天战神 复制金银斩天剑的技能 能否让陆川给我们露一手 好让我们开开眼 我儿的第二个半生技能也是破线级 所以我想让他复制华夏第一神剑 说罢从斩天剑侠取了出来一柄长剑 众人顿时惊慌失措 郑国神器天子剑 斩天战神竟然要陆川复制这一把剑 天子剑可是秦始皇的配件 真的能让一个一级职业者能复制出来吗 斩天战神这也太乱了 为了给陆川测试技能 竟然将郑国神器天子剑都拿了出来 钟老更是激动的双眼发红 就像一个陷入蜂魔的歹徒一样 有什么乱来不乱来的 万一成功了呢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天子剑最强的从来不是属性加成 而是装备效果 天子剑一出 方圆十万里的所有有方单位 全属性翻倍 每当天子剑现实 必然能起到逆转战局 一锤定音的显著效果 若是陆川真的将经营天子剑复制出来 将会大幅增强华夏的国力 让华夏毫无悬念的利于人族之巅 其中一位人族高层呼吸都急促几分 钟老说的对 万一陆川真的复制出两把更强的天子剑 如此逆天的事情 他光是想想就激动的浑身发动 随即父亲将天子剑递给了我 儿子 不必有太大压力 你现在才一级 哪怕复制不出来也没关系 等你等级提升上去 我们也必然会等到金银天子剑现实的一天 随后我一脸慎重地接过天子剑开始吟唱 年轻的小伙子 你掉的是这把金天子剑 还是这把银天子剑 又或者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 吟唱结束之后 金银天子剑的属性和装备效果全部被增 当即众人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卧槽 金银天子剑真的被复制出来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破线级技能吗 哪怕陆川只有区区一击 也能将华夏第一神剑复制出来 斩天战神 快看看 金银天子剑的效果如何 陆军灵文言激动地接过金银天子剑 接着立马发动了金银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众人再次瞪大双眼 我的全属性提升了900% 只差一点就能十倍界王权 陆川复制出来的金银天子剑 竟跟金银斩天剑一样 在装备效果上得到了倍增 普通天子剑全属性提升100% 银天子剑全属性提升200% 金天子剑全属性提升300% 再加上斩天战神的被动 剑到圣体 能让剑类武器的属性加成和装备效果 提升50% 三把天子剑给我们带来的属性增益 足足有900% 太恐怖了 若是三把天子剑同时出现在战场之中 我华夏将士必然能战无不胜 有了这三把天子剑 我们应该效仿秦始皇一统人族 废除杨文 统一华夏语言 你们急什么 我儿子才一级 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 现在向其他国家宣战 确实有很大可能横扫八皇 可在一统人族之后 我们的损失估计会非常大 与其付出惨重代价一统人族 还不如等我儿子彻底成长起来 阴眼压制是一统人族 这才是我想看到的华夏盛世 斩天战神说的对 是我们太过激动 一时之间忘了分寸 路川才一级就有如此大的作用 在我有生之年 必然能看到华夏一统人族的一天 此时父亲转身看向我 儿子 你的和神传说能持续多久 法力消耗又如何 我撇了撇嘴 也是无消耗 至于金银天子剑能维持多久 得用时间来验证才行 不过在复制出金银天子剑之后 金银斩天剑便消散 我弟和神传说 暂时还无法同时复制两件物品 可父亲却笑了笑 不必灰心 你现在才一级便能将金银天子剑复制出来 等你的等级提升上来 和神传说所能复制的物品数量必然会增加 甚至复制出来的效果也会更强 人族高层也全都笑了起来 斩天战神说得对 等你的等级提上去 和神传说的限制会越来越小 而且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小统领你身后不仅是华夏最强者 还有整个华夏 我们以举国之力培养你 必然能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起来 我笑着看了看众人 他们已经将我称之为小统领了 看来我世袭网T的事情已经稳了 儿子 接下来我会安排人带你升级 若是寻常的辅助职业 哪怕有人带 升级速度也快不了多少 毕竟经验的分配是根据贡献度来 光屏组队的保底经验分成 想要提升起来非常的困难 而你却不一样 你所掌握的技能都是破限级 不管等级多高的人带你 你的贡献都非常高 能分到大量的经验 至于练级的地方 就暂时在火马秘境吧 这个秘境不仅夭兽的密度大 甚至引起大动静时 所有的火蚁都会蜂拥而至 只要实力足够 刷怪升级的速度非常快 我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在父亲的安排下前往火蚁秘境 火蚁秘境前 陆军灵所安排的人马已经准备就绪 骑士法师弓箭手分别都是30人 再加上10个牧师 而且这100人的等级都在60级 全都达到火蚁副本的最高等级限制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身材魁梧背负双斧的狂战士 足足有80级 而我一个一级职业者 就犹如众星捧月一般 被这80级狂战士保护得非常好 很快就其他闯副本的人发现 卧槽 火蚁秘境好像是40级的副本 为何会有100个60级的职业者一起前往 甚至还有一个80级的狂战士 夜狼军团的团长这阵仗会不会太大 其中一人开口道 我看到小统领了 难怪能让夜狼军团的团长出手 随即众人直接进入火蚁副本 随之迎面铺来一股热风 见此夜狼军团团长楚州一声令下 30位60级的弓箭手 和30位50级的法师 开始火力覆盖 而我则在人堆中施展和神领域 在众人不断地刷怪下 我的等级也开始不断暴涨 夜狼军团团长楚州也震撼不已 我是80级的职业者 竟然也享受到了30%的全属性增益 我本以为 小统领在火蚁秘境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只能在夜狼军团的保护下乖乖看着 可谁能想到他的作用 竟比大多数70多级的辅助职业还要强 这是一位法师开口 火蚁潮雪有岩浆流出来 这是进入第二阶段的征兆 火蚁王很快就要出现 火蚁秘境可是大型团队 没想到我们短短40分钟就达到了第二阶段 有和神领域30%的全属性加成 或许应该能破火蚁秘境的通关记录 忽然一股猛烈的火焰窜出 庞然如山的火蚁王当等于赫然出现 可还未等他发起攻击 便有60个蓄力攻击轰在身上 随着火蚁王死之后离开 火蚁秘境的传送也随之浮现 众人惊呼 49分54秒 我们破记录了 上一个打破记录的是白熊军团 成绩为50分54秒 我们足足快了整整一分钟 而且还是在团长没有出手的情况下 小统领的和神领域真的太强了 仅仅是一级 就能给60名60级的输出职业带来显著提升 不然我们也没法打破通关记录 而我在通关火蚁秘境后 不仅等级提升到了21级 就连技能和神领域的加成也到了50% 甚至就连和神传说也得到了提升 从原来的复制两个物品变成了三个 而且我也获得了全新的破线级技能 元素化 可让和神领域中的友方目标进入元素化状态 免疫30%的物理伤害 并且当元素化目标受伤时 可消耗和神领域为其迅速恢复伤势 在我感受着自身的变化时 楚州像一脸微笑地走了过来 小统领 短短50分钟就让你升到了21级 若是多刷几次火影秘境 应该很快就能升到30级 到时候就可以去转职神殿进行二转 火影秘境外众人惊呼卧槽 白熊军团刷了上百次的通关记录被打破 而夜狼军团带着小统领升级 仅仅一次就将通关记录刷到49分54秒 夜狼军团什么时候如此牛逼了 竟然随随便便就打破了白熊军团的记录 大家快看 是白熊军团的人 只见不远处有一位80级的军团长 并且同样率领着100位60级的职业者 此时的白熊军团团长礼仪有些无法接受 我的通关记录竟然被打破 若不是刚刚有钥匙 但小统领升级的就是我们白熊军团 没想到趁我离开自己 自己的通关记录竟被夜狼军团的人打破 白熊军团的其他人纷纷疑惑 夜狼军团什么时候这么厉害 难不成展天战神为了让小红领升级快一些 特意借了数十件好装备给夜狼军团的人 否则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打破我们辛苦刷出来的记录 就在这时 我和夜狼军团的人被传送到了秘境广场 看到夜狼军团的人出来 白熊军团的人更加不解了 身上的装备跟昨天没什么变化 也没有上好的装备加持 夜狼军团是怎么打破我们的通关记录的 这也太不合理 此刻楚州有些得意的笑了笑 李团长 你的通关记录已经被我夜狼军团打破 但小统领升级的事情就不必劳烦你 柯里依却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小统领你怎么21级了 卧槽 昨天觉醒仪式才刚结束 小统领就已经21级了 就算有人带也不可能升这么快 若是对于副本的功课没有任何贡献 仅凭组队的保底分成 小统领是不可能升到21级的 可要是这么说来 夜狼军团能打破我们的记录 全都是小统领的功劳 此时楚州厚着脸皮怒怼 你别管 反正你白熊军团的通关记录 已经被我夜狼军团破了 最有资格带小统领升级的 必然是我夜狼军团 随后李懿看向我微微一笑 小统领 我白熊军团作为记录保持者 刷火以秘境的速度 绝对比夜狼军团快 文言楚州怒骂 你放屁 你怎么不看看 现在火以秘境的最高记录保持者是谁 这样我着实有些头疼 别争了 我一次跟一个军团 谁也不偏心 听到这话李懿笑了笑 小统领说的对 一次跟一个军团 谁也不偏心 说吧他立即带着我进入了火以秘境之中 计入火以秘境后 李懿当即开口 小统领 能否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本事 他很好奇我一个C级职业核神 是怎么让夜狼军团打破记录的 我点了点头后施展起核神领域 很快便覆盖了在场所有人 这让李懿震大喊卧槽 50%的全属性增幅 难怪夜狼军团的人能破五记录 那楚州被靠小统领还装起来了 由于白熊军团的成员配置跟夜狼军团差不多 又在50%的全属性提升下 30分钟后就达到了第二阶段 当火以王出来的瞬间就被秒了 时间被定格在了32分30秒 白熊军团的人惊呼道 小统领的技能太变态了 之前的50分54秒 是我们刷了上百次才刷出来的 而且用的还是100位输出职业的极端阵容 此时我的等级也顺利的升到了30级 而接下来想要继续升级 就要先去转职神殿完成转职任务才行 值得一提的是技能也得到了提升 目前元素化技能免疫物理伤害 从30%增加到了50% 河神领域全属性加成 从50%增加到了70% 河神传说 从复制三件物品变成了五件 看到这样的升级速度里一步有感慨到 想当年他为了升到30级辛苦了两年半 而且若不是有我的辅助 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刷新火以秘境的记录 毕竟火以秘境是存在等级限制的 等他的等级再高一些 哪怕有压制境界 也无法再进入火以秘境之中 一旁的白熊军团的人不由失望 可惜小统领30级了 不然我们还能继续刷火以秘境 肯定能将通关记录刷得更高 此时的青云军校内 一群学生正在激烈地讨论 你们有没有通关影猫秘境 我的通关进度到21%就打不下去 不是吧 你们可是有五个S级职业组建成的队伍 而且阵容搭配还非常合理 竟然只打到了21% 这时班主任敲了敲桌子 影猫秘境的推荐等级是1至5级 越往深处 夭兽的等级变越高 你们昨天才觉醒职业 无法通关也是正常的 只要等级和实战经验积累起来 以你们的资质 通过影猫秘境肯定是手拿把卡 班主任说的对 我们昨天才觉醒职业 还处于成长阶段 无法打通影猫秘境也是正常 话说小统领自从觉醒仪式结束后 我就没看到过他 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当即有人站出来嘲笑 还叫小统领呢 陆川觉醒了C级职业和神 哪怕他父亲是华夏最强者 也保不住他继承位置的资格 要我看 那陆川肯定放弃刷怪升级 直接躺平享受生活去了 此时另一名同学忍不住开口 据我所知 夜狼军团和白熊军团 都在斩天战神的安排下 带着小统领升级 由这两个军团来带小统领升级 就算是投猪都能飞上天 这些人可真是势力眼 在我觉醒职业前 他们都对我充满了敬佩 甚至视为偶像 可得知我觉醒和神职业之后 不少人对我的态度急转直下 此时笑话柳如烟问道 小统领在两大军团的帮助下 究竟能升到几级呢 如烟不用想这么多了 你绝对是这一届升级速度最快 哪怕小统领有两大军团带 也跟你比不了 有同学在一旁附和 说得对 你的双S级元素法师 刷图能力太强了 再加上双S级圣目师的蓝量恢复 短短一上午 就将影猫逆境攻略到了60% 不出意外的话 你将是这一届最强的学生 只要发挥不失常 必然能拿下高考状元 根本不是那个叫陆川的废物能比的 在我觉醒合神职业之后 柳如烟由于觉醒了S级元素法师 自然成了新的焦点 此时柳如烟呢难道 高考状元吗 如今陆川觉醒C级职业 我觉醒了S级职业 总算可以摆脱万年老二的名号 此时班主任开口宣布事宜 刷副本的事情下午再进行 你们可以将影猫秘境收获的材料 在任务店卖掉 从而获得修炼资源 有修炼资源的帮助下 你不仅攻克影猫秘境的速度会变快 升级速度也会随之提升 由于任务店和转职神殿挨得很近 不少学生都看到了我的身影 不免有人大呼小叫 大家快看 小统领似乎在往转职神殿走 往转职神殿走 你是不是看错了 职业者只有升到三十级时才能二转职 小统领跟我们一样 都是昨天才觉醒职业 怎么可能短短一个上午就升到三十级 就是就是 也不知道小统领这个时候去转职神殿 究竟是图什么 此时转职神殿内 我对着前台的小姐姐轻声说道 给我安排一下二转的觉醒仪式 什么 二转的觉醒仪式 小统领 二转得先升到三十级才行 你昨天才完成觉醒仪式 不等他把话说完 我直接爆发出三十级的气息 瞬间把前台小姐姐震惊的目瞪基带 没想到小统领一个上午就升到了三十级 请稍等 我这就给你安排二转的觉醒仪式 不过在进行觉醒仪式之前 得完成天道所安排的觉醒任务才行 觉醒任务的难度 往往跟职业的潜力有关 你一上午就升到了三十级 恐怕觉醒任务的难度会很高 文言我一脸淡定 直接接过了二转任务 任务内容 十分钟之内单人通关金刚熊秘境 这让我一脸疑惑 金刚熊秘境 这可是推荐等级为五十级大型团队副本 并且跟活影秘境一样 人数得在一百左右才能进入 可转职任务却要我单人通关 而且还是在十分钟之内 这难度未免也太大 接取完转职任务后 我便离开了转职神殿 不多时我就回到了家中 随即父亲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儿子 你升到三十级了 我随意地点了点头 对啊 我三十级了 厉害了 你比我当年还要厉害 想当初我为了升到三十级 花了整整两个半月的时间 儿子 你升到三十级之后 技能效果提升如何 可有掌握什么新技能 我呵呵一笑 技能效果的提升肯定是有的 和神领域全属性加成 从50%增加到了70% 和神传说从可以复制三件物品 变成了五件 父亲文言立即大笑 好好好 等吃完饭了 必须要给那些老东西好好展示展示 此时的北京大会堂内 不少西装革履的人在激烈讨论 一个上午过去了 你们觉得小统领能升到多少级 小统领的技能是破线级的 对于白熊军团的增幅非常大 刷一个上午的火影秘境 怎么说也该升到二十多级了 火影秘境的最快通关记录 我已经打听到了 到昨天还是50分57秒 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 白熊军团就在小统领的帮助下 将记录刷到了二十分二十七秒 比起之前快整整三十分钟 由此可见小统领的作用非常大 这时敲门声响起 紧接着父亲和我走入了大会堂之中 三十级 小统领一个上午就升到三十级了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 小统领 你升到三十级可有掌握什么新技能 原先的两个破线级技能提升如何 我笑了笑回应道 技能效果的提升自然是 河神领域全属性加成 从50%增加到了70% 河神传说从复制三件物品变成了五件 瞬间人族高层们全都激动无比 对了 斩天战神 小统领昨天复制出来的金银天子剑还在吗 有没有出现属性衰弱的迹象 他想记录出河神传说更多的技能数据 这样有利之后的战争布局 父亲呵呵一笑 在我的感知之中 金银天子剑还在 而且并没有任何衰减迹象 根本不像是复制出来 此话一出众人立马目瞪鸡呆 小统领的河神传说竟然这么持久 寻常四转附魔师的临时性附魔 打断了他们 对了 我还领悟了一个新技能 是防御性的 说罢便施展了自己第三个破陷级技能 好奇怪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构造正在发生变化 我对其解释道 这个技能名为元素化 能免疫百分之五十的物理伤害 当受到伤害时还可消耗河神领域 实现迅速恢复伤势的效果 可钟老却皱了皱眉 免疫百分之五十的物理伤害 这比例太夸张了 不知是不是破陷级技能 下老你给我来一拳 试试着技能效果 文言下老一拳打在钟老身上 我这一拳将力道控制在了五千斤 你感觉如何 钟老面色平淡 不痛不痒 你的力道还可以大一些 瞬间下老火力全开 双拳不断落在钟老的身上 一拳比一拳的威力大 只听扑通的一声 钟老的肉身破开一小片 血肉犹如水花般飞溅而出 剑撞下老连忙上前 钟老你没事吧 我没事 经过刚刚的测试 小统领的元素化也是破陷级 哪怕你是八转气攻师 元素化也能免疫百分之五十的物理伤害 而且还能降低人的痛觉 这对战斗的提升非常大 下一秒元素化的恢复效果生效 钟老被打破的肉身 被一股奇异的水元素包裹 短短两秒便恢复如初 好恐怖的恢复力 再加上百分之五十的物理伤害 元素化的作用实在是太大 而且元素化跟核神领域一样 是群体增益技能 能起到扭转战局的效果 两者相加 只要熟练到一定程度 我们将进入不死不灭的状态 恢复好的钟老缓缓开口 小统领你升到三十级 可有去转职神殿 接取二转任务 我以脸自信 那是自然 不过内容却是要在十分钟之内 通关金刚熊秘境 众人满脸震惊 十分钟之内通关金刚熊秘境 这转职任务的难度未免也太大 金刚熊秘境的推荐等级是五十级 虽然妖兽的数量没有活以秘境多 但里面的金刚熊 个个都皮糙肉吼 攻击力极强 想要将其速通是非常难的事情 这些金刚熊除了敏捷以外 其他的属性都很高 因此最优的打法是拉扯 尽可能避免硬碰硬 可为了将通关时间控制在十分钟 根本不可能拉扯得动 更过分的是 金刚熊逆境的最快通关技能 是两小时四十三分 小统领的转职任务 却要在十分钟之内通关 这不欺负老实人吗 然而父亲却笑了笑 职业者的潜力越大 转职任务的难度变越大 我儿子不愧是人族 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众人文言也是皱起眉头 斩天战神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如果转职任务无法完成 那么小统领将止步于三十级 虽然以小统领的三个破线级技能 哪怕止步于三十级 也能对华夏做出无比巨大的贡献 但哪个天才能忍受自己止步于三十级 父亲文言更加愤恨 叹什么气 我直接安排一百位军团长一起压制境界 陪我儿子刷金刚熊秘境不就行了 如果我儿子出生于其他家庭 确实会止步于三十级 此生都无法完成二转任务 可陆川是我的儿子 我身为斩天战神 有的是办法让他完成转职任务 众人眼睛一亮 说得对 如此豪华的阵容 去刷推荐等级为五十级的金刚熊秘境 再加上小统领的三个破线级技能 十分钟通关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一口气调动一百位军团者 会让北京军团产生不小的动荡 不过跟小统领二转比起来 这些动荡根本就不算什么 可我却出口浇灭了他们的信心 我的转职任务 不仅要在十分钟之内通关金刚熊秘境 还得独自一人完成才行 文言父亲脸上的笑容都凝固了 独自一人完成 推荐等级为五十的大型副本 儿子你是认真的吗 我撇了撇嘴 转职任务上就是这么描述 我也没有办法 众人一脸震惊 这转职任务是不是出问题了 金刚熊秘境可是百人级别的大型副本 不满足人数要求是无法进入的 小统领 要不你重新去一趟转职神殿 要真任务出问题的话 说不定能刷新一下 转职任务是天道下达的 不可能会出错 况且我当年的二转任务 也是单挑团队副本 文言众人纷纷惋惜 十分钟单刷金刚熊秘境 这真的是三十级能完成的事情吗 难道小统领真的要终身无法二转 就此只不于三十级吗 这时我却对着父亲笑了笑 爹 只要把将军库中的五雷天星服借我 十分钟单刷金刚熊秘境应该不是问题 这五雷天星服可是个好东西 不仅没有等级限制 且等级越高威力越强 唯一可惜的就是 五雷天星服是消耗性装备 用完就废 并且五雷天星服非常珍贵 哪怕是底蕴最深厚的背景军区 也只有九雷 还是在关键时刻专门用来对付敌国强者 和难以解决的世界急爆 就算如此 父亲还是从储物空间中掏出了一枚五雷天星服 见此我会心一笑 立马发动和神传说 年轻的小伙子 你掉的是这枚金五雷天星服 还是这枚银五雷天星服 还是这枚银五雷天星服呢 吟唱结束之后 我的手上便复制出了金银五雷天星服 众人立即惊呼卧槽 和神传说还能这么用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别高兴得太早 一次性装备和普通装备 在构造上有非常大的区别 也不知和神传说所复制出来的五雷天星服 会不会有效果 父亲见此也急切说道 儿子 你赶紧试一试 若是和神传说 连消耗型装备也能复制 别说是一枚五雷天星服了 就算是五枚我也可以给你 文言我点了点头 随后将法力注入金五雷天星服之中 瞬间轰隆隆的电闪雷鸣声响起 树道粗大的雷电交汇而出 犹如雷龙一般 众人见状面露喜色 成功了 和神传说连消耗型装备也能复制 而且这金银五雷天星服 同样产生了倍增的效率 之前小统领说过能复制五件物品 这岂不是一口气复制出五对金银五雷天星服 五雷天星服的威力本就巨大 再加上效果翻倍的能力 十分钟打通金刚熊秘境有非常大的希望 此时一旁的钟老开口了 小统领 你稍等片刻 我这就将另外四枚五雷天星服给你拿来 在我将五雷天星服接过后 便开启和神传说迎唱起来 帅气的自己哦 你掉的是四枚金五雷天星服 还是四枚银五雷天星服 还是四枚银五雷天星服 迎唱结束 四对金银五雷天星服的装备效果翻倍 有了五对五雷天星服 再加上和神传说的复制物品加持 我有很大底气完成转职任务 于是我立即前往金刚熊秘境的路上 片刻后我出现在了秘境内 瞬间十四头金刚熊的目光看了过来 其中一个开口嘲讽道 区区一个三十级的职业者 竟然单独来到了我们的领地 当真是找死 说完便立即向我冲了过来 由于赶时间 我果断使出五雷天星服 请客间五道粗大的雷电交汇在一起 三十级职业者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他好像使用的是消耗型装备 不然三十级的职业者怎么可能秒杀我 既然如此 那威力那么大的消耗型装备必然非常的珍贵 想必他的身上也没有几件 必须要在赶在他传送出副本之前将他杀掉 随即十三头金刚熊一起向我奔杀而来 见此我再度使用一张金五雷天星服 三头金刚熊瞬间被轰成渣 虽然五雷天星服的攻击范围并不小 但想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最好还是将他们聚在一起 不过妖兽在二转之后会产生些许灵质 恐怕再吃几次亏就不会上当 紧接着我一连使用三枚金五雷天星服 将身前的十头金刚熊全部劈死 可很快又有二十八头金刚熊向我冲杀而来 见此我便施展起了和神领域向外扩张 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圆环 当金刚熊踏入和神领域时 五枚引五雷天星服陆续释放 十八头金刚熊直接被垫的外交领 很快逆境进入了下一阶段 五十六头金刚熊同时现身 不仅数量翻倍 等级还全部都是五十级 剑撞我立马施展和神传说 年轻的帅小火妖 你掉的是五枚金五雷天星服 还是五枚引五雷天星服 还是五枚引五雷天星服 吟唱结束后 五对金银五雷天星服出现在我手中 当五十六头金刚熊身处和神领域时 直接将金银五雷天星服全部打出 树到雷光乍现 整个金刚熊秘境宛如诸神地狱一般 这人是什么来头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高品质消耗型装备 快使用十甲抵御攻击 我们绝对不能输给一个三十级的人类 但可惜五对金银五雷天星服的威力极其恐怖 再加上核神领域的元素传导效果 哪怕五十六头金刚熊施展的防御 吊穴的速度依旧非常快 仅仅两分半 五十六头金刚熊便倒地不起 上百件材料和装备爆出 同时秘境再次进入下一阶段 瞬间一头庞大的金刚熊陡然冲杀出来 那恐怖的压迫感 就犹如一片山脉横压而来 整个秘境都在随着他的脚步剧烈的颤抖 我赶忙再次施展起了核神传说 再度复制出五对金银五雷天星服 当金刚熊王踏入核神领域时 瞬间大量雷电从天而降 大量的伤害数值在金刚熊王的头顶出现 可金刚熊王血量高达恐怖的三百万 而银五雷天星服却只能造成一万点伤害 金的则是两万 若想将金刚熊王打死 得再施展十九次核神传说 不过还好核神传说是无消耗技能 根本不用担心灵力枯竭 紧接着我再次使用核神传说 又复制了五对五雷天星服 这是金刚熊王愤怒开口 一个三十级的人类 竟然能让我用出这一招 你确实了不起 尖刺施甲 此技能免疫百分之五十的元素伤害和物理伤害 并且在受到物理伤害时还会反弹百分之十的伤害 好在五雷天星服是元素伤害 你反伤的效果对我没有用 只可惜在尖刺施甲的防御下 我的伤害直接就少了一半 好在五雷天星服是无比纯粹的元素伤害 尖刺施甲最恶心的地方并没有体现出来 不过在尖刺施甲的防御下 陆川的伤害量直接就少了一半 使用核神传说的数量得翻一倍才行 轰隆隆 轰隆隆 陆川并没有气馁 化作人形火箭炮 一道又一道的雷龙冲击而出 凭借着核神领域的传导智能 再加上金刚熊王的敏捷属性并不优秀 基本上是百分百命中 不过五雷天星服的后座力极大 用数量太多了 对于他的蓝量和身体 都是非常大的负担 甚至会出现手指崩裂的情况下 好在元素化能通过消耗核神领域的方式 让他迅速恢复伤势 蓝量上的问题 凭借着脆影套装的精神属性加成 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凡人的蝼蚁 为了杀死我 消耗这么多顶级装备 值得吗 金刚熊王不仅承受着大量的伤害 还被麻痹效果控得行动迟缓 早就恼羞成怒了 飞檐吐息 他大嘴一张 数颗岩石 犹如炮弹般轰击而出 吓得陆川连忙躲闪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enghoangsearch.com 遇到无法躲避的飞时 则会使用脆影套装的第三个套装效果 瞬移1到10米 并解除所有负面效果 不过这个技能 有5分钟的冷却时间 基本上只能使用一次 属性差距太大了 若是我被伤到了 很有可能会当场暴毙 陆川继续使用 金银五雷天心服 对金刚雄王狂轰烂炸 翠影套装的套装效果1 在描述上 能免疫超过自身生命值10%的伤害 可这个技能并不是破限级的 面对高达60级的金刚雄王 失效的可能性非常大 他可不敢去躲 扑通 落水声响起 陆川躲闪不及 被飞檐吐息击中了右臂 还好元素化的恢复能力非常强 残缺的右臂 犹如水罐瓶中一般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 不知道我复制一件翠影装备出来 能不能让套装效果的冷却时间刷新 或者减少一些冷却 翠影之靴 是翠影套装中 敏捷属性家的最多的装备 影响套装效果 三冷却刷新的可能性很大 陆川施展和神传说 复制出了金银翠影之靴 至于同时复制整个翠影套装 是不可能的 翠影套装共有五件 直接就把它的复制数量占满了 根本就无法输出 装备上 金 翠影之靴后 翠影套装的套装效果 三如愿以偿地刷新了 套装效果三 每一分钟 可进行一次一到三十米的瞬移 并解除所有负面效果 不仅刷新了冷却 瞬移距离还提升了 冷却时间 更是变到了一分钟 陆川两眼发亮 找到了套装效果的bug 而且 还是只有它才能卡的bug 传说级套装 想要集齐本 就是无比困难的事情 而将其中一件传说级装备 替换成同根同源 并且品质更高的装备 可谓是从未在传说套装上发生过 又一颗飞檐吐戏攻来 陆川凭借着极致的判断力 用翠影套装的套装效果 三躲了过去 并且立马将 银翠影之靴换上 套装效果三又刷新了 只不过 银翠影之靴所激发出来的套装效果三 并没有 金 翠影之靴那么优秀 当 银翠影之靴的套装效果三进入冷却时 陆川并没有傻傻的等待 金 翠影之靴的一分钟套装 效果冷却 而是用和神传说 重新复制了一对金银翠影之靴出来 直接刷新套装效果三的冷却 凭借着极致判断力 和不断地刷新套装效果的冷却 金刚雄王的飞檐吐息 根本就伤不到他 这是什么怪物 怎么一直在换鞋子 而且还是一金一银地换着穿 这是在炫富吗 最重要的是 你的套装效果没有冷却时间的吗 为何能一直用 而且 这些消耗型装备 从我出现到现在 就完全没停过 简直毫无人性 金刚雄王都傻眼了 翠影套装的装备效果三 可不仅仅是躲避飞檐吐息那么简单 还在跟他不断拉开距离 再加上金银五雷天心服的些许控制效果 他根本就无法近身 陆川无比煎熬地度过了五分钟 高平帅地使用金银五雷天心服 硬生生将他的蓝条都给耗尽了 当他用出最后的金 五雷天心服时 就犹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金刚雄王轰然倒地 整个身子都软了起来 金刚雄王以阵亡 金刚雄秘境通关成功 此次通关时间为九分五十八秒 金刚雄王生死之后 爆了非常多的装备和珍贵材料出来 这些材料对于寻常的职业者 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 不过对于陆川而言 纯粹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要多少有多少 九分五十八秒 太极限了 还差两秒 就得重新挑战金刚雄秘境了 若不是金银翠影之靴的替换 能刷新翠影套装的套装效果 能让我多一个位移技能 恐怕我会死在金刚雄王的手中 陆川如释重负 直接摊坐在地上 法力耗尽的感觉并不好受 他得好好休息 一下才行 至于通关金刚雄秘境的材料和装备 就算他看不上 用来增加一下军库的底蕴 也是不错的 没必要浪费 金刚雄秘境外 十分钟过去了 小统领竟然还没出来 难不成小统领死在金刚雄秘境了 别乌鸦嘴 小统领的技能 可都是破限级了 如果真的死了 不仅展天战神会伤心 北境军区也会损失惨重 可小统领身为三十级的辅助型职业 根本不可能在推荐为五十的百人大型副本中 支撑这么久 就算还活着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呀 白熊军团的人 一直守在外面 皆是担忧无比 得找人族高层 调取金刚雄秘境中的直播录像才行 万一小统领真的死在金刚雄秘境就不好了 李懿心急如焚 打算用对讲机联络人族高层 如果陆川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 就算将整个金刚雄秘境毁掉 也要将其保下来 就在这时 金刚雄秘境的最快通关记录刷新了 金刚雄秘境最快通关记录 九分五十八秒 记录保持者 陆川 军团长 金刚雄秘境的通关记录刷新了 九分五十八秒通关 而且 记录保持者是小统领 白熊军团的人 全都傻眼了 九分五十八秒通关 小统领是三十级的辅助型职业 怎么可能通关金刚雄秘境 而且还是以如此快的速度 李懿的脑瓜子嗡嗡的 手中的对讲机都落在了地上 会不会是重名了 金刚雄秘境的妖兽 各个都皮糙肉厚 BOSS级的金刚雄 在施展 尖刺施甲时 还能免疫百分之五十的物理伤害 和元素伤害 小统领 作为三十级的辅助型职业 有没有单独的作战能力都不清楚 恐怕连一头金刚雄都应对不了 更别说单刷金刚雄副本了 可在十分钟前 进入金刚雄秘境的 只有小统领一人 而且以组队的方式破记录 记录保持者 都是团队的名字 不可能是个人的 你的推测 完全不符合常理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uenhuanshuge.com 不成小统领 真的在九分五十八秒 通关了金刚雄秘境 这可是推荐等级 为武师的百人团队副本 由于金刚雄皮操弱后 还掌握着防御能力极强的 石甲技能 之前的最快通关记录 不过是两小时四十三分罢了 而小统领自身一人 不仅通关了金刚雄秘境 还将通关记录 刷到九分五十八秒 这是怎么做到的 白熊军团的人 震撼的下巴都快掉 在地上了 开挂了吧 一个连二转都没有的职业 是如何完成此等壮举的 难不成展天战神 掌握了什么低等级 也能用的大杀器 让小统领在十分钟之内 通关了金刚雄秘境 周围的路人 也是震撼无比 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陆川是如何做到的 刷 一道传送门浮现 疲惫的陆川 从其中肚步而出 小统领还活着 看来金刚雄秘境的通关记录 确实是小统领破的 李懿兴奋地叫了起来 陆川的出现 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他并不清楚 陆川是如何做到的 也不敢随意打听 他只知道 陆川能二转了 由衷地为对方高兴 牧师呢 赶紧为小统领恢复蓝量 没看到小统领累了吗 在他的安排下 白熊军团的牧师全部出手 几个喘息 便将陆川的蓝量回满了 舒服 陆川捏了捏拳头 在极致疲劳之后 满血复活的感觉非常爽 儿子好样的 你不愧是我的骄傲 那替换金银翠影之靴 不断刷新套装效果的打法 实属是惊艳到我了 陆军临飘然而至 一脸欣慰地将陆川抱在怀中 刚刚他用军用通讯器 将陆川的通关过程 完完整整地看了一遍 若是陆川真会遭遇不测 他会毫不犹豫地 将金刚熊秘境破开 强行救人 哪怕金刚熊秘境毁掉之后 陆川将永远失去 尝试二转的机会 他也不会有半分的犹豫 而陆川不仅克服了重重困难 还将金刚熊秘境 刷到了前人 无法达到最快通关记录 这让他很是欣慰 爹 我可以去转职 神殿转职了 陆川对自己的二转非常期待 好 我陪你一起 陆军临点了点头 北京大会堂 人族高层们 正在观看着陆川的通关录像 正常来说 他们只有在调查可疑人员时 才会这么做 毕竟每一个职业者 都是有隐私的 要尊重每个人的隐私权 可陆川的情况太过特殊 哪怕 和神传说 能无限制复制精英五雷天心服 陆川终究是三十级的职业者 基础属性太低了 死在金刚熊逆境的风险非常大 为了在陆川遇到危险之前 斩天战神陆军灵能 及时将其救出来 他们全都在全神贯注地 观看着陆川的直播录像 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生怕片刻的疏忽 导致北京军区 失去了人族 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小统领的 和神传说 太强了 无限制的复制精英 五雷天心服 哪怕只有三十级 也能轻松应对 第一波的十四头金刚熊 面对第二波的 二十八头金刚熊时 做法也非常聪明 用和神领域 形成一道环形盒 让五雷天心服 产生元素 传导效果 同时攻击二十八头金刚熊 第三波的 五十六头五世级的金刚熊 哪怕掌握着 十甲 能免疫百分之三十的元素伤害 依旧在 五雷天心服的火力压制 和环形盒配合下 全部身亡 人族高层们 对于陆川的表现 皆是称赞有加 不过第三波的 五十六头五十级金刚熊 防御力实在是太强了 小统领哪怕有精英 五雷天心服 也消耗了三分钟的时间 再加上 杀前两波金刚熊 所消耗的时间 小统领只剩下五分钟了 短短五分钟 想要杀掉 BOSS级的金刚熊王 恐怕不太现实 不过 这只是小统领的 第一次刷金刚熊秘境 等挑战的次数 多了 速度必然会快起来 金刚熊王的属性太高了 以小统领三十级的属性 必然是凶多吉少 这一次只能说是 积攒一下经验 为之后的挑战做铺垫 金刚熊王出来了 这种妖兽 本就防御力和攻击力极强 再加上 BOSS光环的血量加成 和 尖刺石甲 百分之五十的元素 伤害免疫和物理伤害免疫 任何团队 在攻伐金刚熊王时 都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还好小统领的攻伐手段 只有五雷天心服 打的全都是元素伤害 如果小统领打的都是物理伤害 金刚熊王 哪怕站着不动 仅凭属性上的优势 也能用 尖刺石甲 将小统领反弹致死 直播画面之中 陆川和金刚熊王开始交战 竟因五雷天心服彭佛 不要前一板 释放出一条又一条的雷龙 玄幻书格HTTPS 3W.玄幻Suge.com 小统领的伤害很可观 而且随着语速的增快 和神传说 复制金银五雷天心服的速度 也随之增快了 再加上金银五雷天心服的 些许控制效果 哪怕金刚熊王施展了 尖刺石甲 小统领也有在十分钟之内 战胜金刚熊王的可能 人族高层们 不知不觉间停住了呼吸 七代卓陆川一次性完成转职任务 不好 金刚熊王施展 飞檐吐息 这是远程攻击手段 金刚熊王的属性 比起小统领高太多了 如果小统领不小心中了一发 飞檐吐息 必然是凶多吉少 小统领的反应好快 竟然用翠影套装的套装效果 三显之 又显得夺过了金刚熊王的 飞檐吐息 不过翠影套装的套装效果 三是有冷却时间的 足足有五分钟 小统领没法用出第二次了 翠影套装的套装效果 一并不是破限级的 根本就挡不下金刚熊王的攻击 如果金刚熊王的准心再好一些 恐怕小统领会当场生死 得让展天战神盯好一些 一定要在小统领发生意外之前 将其从金刚熊秘境中救出来 就在人族高层提心吊胆的时候 直播画面的陆川 开始用金银翠影之靴 不断刷新翠影套装的冷却时间 小统领竟然将一个复制名额 转移在翠影之靴上了 小统领究竟想干什么 不过 使用五雷天心服 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少复制一对精英 五雷天心服 对于输出的影响并不大 等等 小统领怎么又用出 翠影套装的套装效果了 之前不是使用了吗 翠影套装的套装效果 是有冷却的 而且长达五分钟 小统领为何能连续使用两次 甚至是三次 你们仔细看 小统领的翠影之靴 在不断变换颜色 和神传说复制出来的装备 只是比原装备强几倍 本质上还是同灯同源的 以更换翠影之靴的方式 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 小统领不仅能冷静思考 还有勇气 做出如此异想天开的尝试 和神传说还能这么用 为何我没有想到 和神传说的潜力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 竟然能以置换装备的方式 刷新套装效果的冷却时间 这个作用 在寻常职业者身上 用处并不大 毕竟能不能及其套装 都是个问题 可小统领不一样 小统领作为斩天战神的儿子 基本上每个阶段的传说 套装都不会缺 能将套装效果成倍的发挥出来 传说套装的套装效果 本来就强 若是能成倍发挥 对于自身战力 将是无比巨大的提升 人族高层们震撼不已 对于陆川的评价越来越高 金刚雄王阵亡了 通关时间是9分58秒 小统领仅仅一次就通关了 推荐等级为50的百人大型副本 绝对是古往今来 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在此之前 金刚雄秘境的最快通关记录 是两小时43分 还是由100位高等级职业者刷出来的 小统领只有30节 连二转都没有 不仅通关了金刚雄秘境 还将通关记录 刷到了9分58秒 本以为小统领的二转 转值任务 是不可能完成的 可谁能想到 小统领一次就做到了 小统领的潜力极大 等二转之后 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ealge.com 人族高层们欢呼了起来 不少人一把年纪了 还激动地抱在一起 转值神殿旁 跟陆川同一届的学生 依旧有不少人 在人物殿中 兑换着修炼资源 你们说中午的消息真不真呀 小统领真的要二转了吗 不清楚 反正小统领二转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哪怕放眼整个人族时 也没有一人 能在觉醒职业的第二天 就完成二转 说的也是 一天不到就二转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不该在这件事情上纠结 展天战神 是华夏千年来的资质最强者 觉醒的还是SSS级的九剑仙 就连展天战神 完成二转 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陆川一个C级的河神 不可能比展天战神还要强 唐二一定是被 转值神殿的前台小姐姐耍了 而且 是以如此拙劣的方式 真是可笑 亏小统领的职业 还有个神字 结果啥也不是 比被耍的唐二还要可笑 谈论至此 不少学生笑了起来 尤其是一些对自身职业的类型和潜力 并不理想的学生 在陆川身上得到了些许安慰和优越感 小统领现身了 而且还在展天战神的陪同下 进入了转值神殿 看来小统领今早确实是来做考察的 发现问题之后 把展天战神都叫过来了 可展天战神 不应该管这么小的事情呀 这可是华夏的最强者 也许跟小统领有关 毕竟转值神殿的问题 是小统领发现的 展天战神轻 自来解决 也说得通 小统领的五道潜力太差了 只能凭借着展天战神的大背景 走管理路线 不过没有实力的支撑 等哪天展天战神老了 实力大不如前 小统领的管理之路 恐怕就到头了 陆川和陆军灵的出现 迅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就连展天战神都出现了 看来中午的时候 小统领确实是来转值神殿考察的 根本就不可能二转 夏宇冰庞佛 吃了一颗定心丸 一旁的唐幽笑道 宇冰 你是不是长时间被陆川压在身下 有心理阴影啊 你是SS级的元素法师 小统领不过是C级和神 在五道之路上 绝对是比不过你的 以你的容貌和资质 我觉得跟小统领挺般配的 有展天战神撑腰 小统领暂时不缺权力 如果未来还有你撑腰 小统领说不定能继续世袭网替 而且在展天战神的帮助下 你不会缺修炼资源 成长速度必然非常快 到时候 你作为陆家的最强者 也许能像武则天一样 一言九鼎 执掌整个北京军团的 如果他是战斗型职业 这个计划他可不舍得 告诉夏宇冰 而是自己执行 悠悠在说什么 你这样我不理你了 夏宇冰交撑着 暗地里却在思考 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虽然陆川的职业不行 可背景和容貌 都是无可挑剔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唐优善孝道 等你以后成统领夫人了 可别忘了你的好闺蜜 你在瞎说什么 我还没想好呢 两个女孩嬉笑打闹了起来 转职神殿中 展天战神好 小统领好 前台小姐姐 看清来人便冒吼 当即行了军礼 态度无比恭敬 陆军领孝道 我儿的转职任务完成了 赶紧给他安排 二转的觉醒仪式 小统领这么快 就完成二转的转职任务了 连一个小时都不到呀 前台小姐姐惊讶无比 转职任务难度 都是非常大的 寻常职业者 在转职任务上 耗费数月的时间 甚至终身无法完成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陆川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 完成转职任务 转职任务的难度 应该很低 并且得到了北京军区的帮助 毕竟 C级和神 就是一个潜力极低的职业 转职任务的难度低点 也是正常的 可陆川的潜力 真的非常低 又是如何能在一个上午 从一级升到三十级 他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 索性不想了 小统林请跟我来 在他的引导下 陆川来到一处 空旷安静的房间之中 房间的地面 被粗大如蛇的阵纹 和明亮如星的符纹所覆盖 半空中之中 还悬浮着一颗 蕴含着无穷能量的巨型金石 小统林 这个便是二转觉醒大阵 使用方式 跟你昨天的一转觉醒大阵差不多 只要将手放在觉醒石上 闭目养神就行了 玄幻书格 https3w.玄幻onshuge.com前台 小姐姐介绍完后 便主动离开房间 让陆川能安安静静地完成转值 每一次转值 实力必然会得到质变 相当于玄幻小说中的突破大境界 我的和神职业品阶极高 三的技能都是破限级的 也不知在转值之后 实力会得到多大的提升 陆川将手放在二转觉醒石上 亦是在不知不觉间 来到一处未知的空间 未知的空间之中 有成千上万条河流 在悬空流淌着 每条都神异无比 蕴含着无穷伟丽 无法追溯源头 也无法推断 会流向何处 一条幽蓝色的河流之中 有一万亡灵在其中沉浮 鬼哭狼嚎之声 震天悍地 一条五彩斑斓的河流之中 有一万情侣的投影 在其中显化 疯狂撒狗粮 其中甚至有少儿不移的画面 一条血黄色的河流 身处黄泉路和冥府之中 虫蛇蜜泊 腥风扑面 里面竟是不得投胎的孤魂野鬼 一条翠绿色的河流之中 春意盎然 蕴含无限生机 亿万灵药 在其中迅速成长 极尽升华 这些河流 仅仅是万千河流中的冰山一角 陆川甚至在其中看到了银河 亿万星辰如河水般流淌 让他觉得 自己无比渺小 犹如一粒尘埃一般 就连银河 都在我的观想之中 难道有朝一日 我会成为银河的河神 而且在我的感知之后 银河还不是万千河流中 最强的一条 有些河流太过强大 太过缥缈 以我的等级 连窥探其本质的能力都没有 陆川越看越心惊 发现河神职业的潜力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恐怖 恭喜宿主二转成功 获得奈何权柄 身处黄泉路和冥府之间 呈血黄色的河流 犹如真龙遨游起来 似乎在欢呼 在雀跃 最后 盘旋在陆川的身边 得到奈何权柄之后 陆川的肉身极尽升华 犹如脱胎换骨一般 姓名 陆川 等级 三十 职业 河神 二转 力量 2600 敏捷 2600 体质 2600 精神 2600 恭喜宿主河神领域升级成功 河神领域 破限界 开启河神领域时 以自己为中心 自成水域 并且不断对外扩张蔓延 身处水域之中的所有有方单位 可得到100%的全属性加成 恭喜宿主河神传说 升级成功 河神传说 破限界 当物品掉入河神领域时 可复制出一金一银 银的装备效果 是原物品的三倍 银的装备效果 是原物品的四倍 可同时复制五件物品 恭喜宿主掌握奈何圈柄 领悟新技能 奈何领域 破限界 可将河神领域自由转化成奈何领域 身处奈何领域的敌人 受到伤害时 可让其额外受到20%的灵魂伤害 奈何传说 破限界 二转成功了 我的全属性直接提升了十倍 河神领域的全属性加成 达到了100% 如果无视河神领域扩张蔓延的时间 已经能跟镇国神器天子剑 相提并论了 河神传说 也不再是数量上的提升 银的装备效果 是原物品的三倍 银的装备效果 是原物品的四倍 得到了质变 而奈何领域和奈何传说 同样是破限界的技能 前者能让敌人额外受到极其吸收 且极难应对的灵魂伤害 后者能让敌人随机遗忘一项技能 如果我在对战精刚雄王时 能用奈何传说 让其遗忘 尖刺石甲 或者 飞檐吐息 这两个关键性技能 我通关金刚雄秘境 必然会变得轻松许多 让通关记录变得更快 路川兴奋地捏了捏拳头 细细感受着实力暴增所带来的变化 与此同时 转值神殿外 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奈何一向 犹如神龙一般 盘踞九天 血黄色的河水之中 虫蛇遍布 孤魂野鬼 在其中备受煎熬 无比的诡异 一道微风拂过 途经奈何一向时 化作阴风 让在场之人 皆是几股声寒 好恐怖的一向 这条血黄色的河 似乎是传说之中的奈何 潜力极大的职业者 在觉醒职业和二转的时候 往往会有惊人一向 应允而生 如今转值神殿中 有奈何一向 冲天而起 也不知是哪位大佬的 转值一向 周围的人摇望着奈何一向 全都是震撼不已 刚刚小统领 走入了转值神殿 这奈何会不会是 小统领的二转一向 夏宇宾有些错愕 自己都有些不相信 自己所说的话 应该不是吧 我从未听说 哪个河神能执掌 传说中的奈何 唐优摇了摇头道 而且 小统领跟我们一样 都是昨天才觉醒职业的新人 根本不可能 一个上午的时间 就升到三十节 而且一天不到 就完成二转任务 成功二转 夏宇宾道 可是在北境军区之中 有头有脸的职业者 我都有所了解 根本无法推断出 有哪位职业者 在转值之后 能跟奈何扯上关系 能跟奈何勉强扯上关系的 似乎只有职业为 河神的小统领一人了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唐优的脑子 都有点乱了 难道转值神殿的前台 没有骗我 小统领真的一个上午 就升到了三十节 并且接取了二转的 转值任务 唐二难以置信 目光死死注视着 转值神殿 结合转值神殿前台的 说辞和笑话推测 难不成小统领 真的完成二转了 太荒诞了 我是不是没睡醒呀 所有学生的呼吸 都沉重了几分 在众人的注视下 陆川不紧不慢地 走出了转值神殿 盘踞九天的奈何意向 庞佛见到主人的宠物一般 以陆川为中心 不断盘旋着 再雀跃 再欢呼 卧槽 奈何意向 就像宠物一样 再渴望小统领的关注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huansewch.com 小统领 真的完成二转了 奈何意向 就是因为小统领 才应运而生的 同样是昨天才完成 觉醒仪式的学生 我一个上午才升到二级 而小统领 已经升到三十级 并且完成二转了 一个C级职业 竟然能执掌传说中的奈何 这合理吗 奈何也是合 小统领的和神职业不简单 绝对不是什么C级职业 同学们皆是震撼不已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转直神殿的前台 没有骗我 他所说的都是真的 没想到如此荒诞的话语 竟然成为了现实 唐二就像出殿了一样 整个人都僵住了 小统领的职业 背景 容貌都是最顶尖的 我依旧不是不如他 而且是远远不如 下雨冰溃然一探 他还没得意多久 就被陆川再次压在身下了 非常不好受 而且 唐优所说的计划 也注定会泡汤了 以陆川一上午 升到三十级的潜力 没有自己的扶持 也能顺利世袭罔替 就算自己嫁入陆甲 也不可能比实力更强的陆川 有话语权 小统领二转之后 比起之前更帅了 唐优两眼发亮 唯一可惜的就是 小统领升级太快了 哪怕雨冰是这一届升级最快的 一个上午 也就升到三级 而小统领 已经三十级了 如果大的等级悬殊 我们根本无法跟小统领组队刷副本 更别说培养什么感情了 奈何一向 还真是张扬 陆川微微一笑 身为斩天战神的孩子 清云军校的学霸 家校草 他早就习惯了万众瞩目的生活 将奈何一向收入体内之后 他跟奈何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儿子好样的 没有让我失望 等到了北京大会堂 一定要让我见识一下 你这奈何的神意之处 陆军临心未无比 施展御剑术将陆川带到了北京大会堂之中 北京大会堂 人族高层们 就像等待孩子出生的父亲一样 期待和紧张都写在了脸上 小统领的转职任务这么难 转职之后的好处应该非常巨大 你们快看 转职神殿上空 有一条血黄色的长河 弹聚九天 就像神龙一样 难不成这是小统领的转职意向 小统领的潜力太大了 就连转职意向都如此惊天动地 这好像是传说之中的奈何 难不成小统领在二传之后 能执掌这条传说中的河流 小统领和展天战神来了 当陆川和陆军临来到北京大会堂后 人族高层全都无比热情地迎了上去 小统领 你在二传之后实力提升如何 可有掌握什么新的技能 钟老无比急切地问着 我的河神领域 全属性增幅达到了100% 陆川施展 河神领域 河水很快便淹没了在场所有人的双脚 全属性增幅100% 而且还是破限级技能 跟华夏第一神剑天子剑都有的一比了 小统领刚刚二传 河神领域就得到如此显着的提升 等日后三传 四传 五传 恐怕河神领域的增益效果 会将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远远甩在身后 小统领的河神领域 确实是强 不过领域的展开 需要一定的时间 没法像天子剑一样 一出现 就能让方圆10万里的有方单位 得到100%的全属性加成 不过等小统领的等级提升上来 河神领域的扩张速度 也会随之变快 增益效果和增益范围 都有可能超过天子剑 人们高层皆是两眼发亮 爹 借天子剑一用 我在二传之后 河神传说不再是量变 而是质变 路川很期待 新经营天子剑的效果 河神传说得到了质变 斩天战神 快将天子剑 借给小统领 河神传说 在质变之前 执掌三把天子剑的斩天战神 已经能让我们全属性 提升900%了 在河神传说质变之后 执掌三把天子剑的斩天战神 将给我们带来 多么巨大群体增幅 人族高层 再度沸腾了起来 路川给他们的惊喜 实在是太大了 儿子 接好了 路君临将天子剑取出 无比慎重地递给路川 年轻的老爹哟 你掉的是这把 金 天子剑 还是这把 银 天子剑 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 河神领域 闪耀出金银之光 在路川吟唱结束之后 金银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开始翻倍 斩天战神 快看看金银天子剑的效果如何 人族高层门的目光 根本无法从金银天子剑上挪开 哪怕他们并没有探查 金银天子剑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也依旧觉得 新的金银天子剑 比起之前的金银天子剑 要强大许多 好 路君临接过 银 天子剑 很快便被震撼到了 装备属性和装备效果 全都提升了三倍 现在 银 天子剑 就相当于之前的 金 天子剑 卧槽 小统领的河神传说 真的得到了质变 之前的 金 天子剑 能让人全属性 提升300% 再加上斩天战神的被动 剑类装备的装备效果 提升50% 一把 金 天子剑 就能让我们全属性 提升450% 而现在的 银 天子剑 效果就跟之前的 金 天子剑一样了 那新的 金 天子剑 装备效果和属性加成 必然会更强 人族高层兴奋无比 玄幻输格 https 3w.suanfrancoach.com 当陆军临接过 金 天子剑时 脸上的效益更成 装备属性和装备效果 全都提升了4倍 河神传说 荡真是神技 能大大提升我华夏的抵御 他作为SSS级的九剑仙 足足有10个装备栏 因此 三把天子剑的属性加成 他都能享受到 执掌三把天子剑时 不仅他的实力 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华夏的军队 也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念及于此 他同时催动 三把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耀眼的金光 从人族高层的体表 冲天而起 犹如瀑布逆流一般 极其壮观 三把天子剑的属性提升 达到了1200% 再加上小统领的 和神领域 我的全属性提升1300% 这个属性加成太恐怖了 而且还是群体型增益 若是倭寇和丑国 再跟我们大战时 我华夏将士 突然全属性提升1300% 瞬间扭转战局 碾压一切 将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事情 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本来只能让 方圆十万里的有方单位 全属性提升100% 而小统领 和展天战神的配合下 天子剑的全属性加成 从100% 提升到1200% 这提升太大了 小统领和展天战神 都是国之栋梁 感受着三把天子剑的 全属性增益 人族高层 皆是赞不绝口 陆军灵感凯道 这些都是我儿子的功劳 如果没有经营天子剑 以我一己之力 只能让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提升50% 根本就不可能达到1300% 展天战神的被动 剑到圣体 确实是厉害 不过跟小统领的 和神传说比起来 还是差太多了 忠老孝道 不过展天战神的 剑到圣体 不仅能提升50%的装备效果 还能同时拥有10个装备栏 跟小统领的和神传说 非常有配合 是寻常人根本就无法复刻的 如果没有 剑到圣体的存在 三把天子剑的全属性提升 也就800% 1200有不小的差距 下老笔一道 也就800% 这句话 你是怎么说得出口的 普通天子剑的100%全属性加成 就已经让其他国家眼红无比了 更别说800%的全属性增幅 中老老脸一红 连忙岔开话题 小统领 你在二转之后 转值神殿 有奈何一项 应运而生 你可有掌握 跟奈何相关的技能 奈何是传说之中的河流 小统领的二转技能 应该非常出色 人族高层的注意力 很快就被转移了 执掌奈何之后 我能将河神领域 随意转换成奈何领域 身处奈何领域的人 若是受到伤害 我能让其承受更多的伤害 路川施展 奈何领域 一部分清澈见底的河神领域 逐渐变成血黄色 蛇虫鬼魂在其中剧烈翻腾着 奈何领域 我倒想试试 这奈何领域的效果如何 夏老哈哈一笑 主动走入 轮奈何领域之中 夏老 上次是你帮我测试 小统领的元素化 这次就让我来帮你测试 奈何领域吧 中老毫不犹豫地 掏出一把长剑 可以 夏老点了点头 静静地利于奈何领域之中 连防御的姿态都没有 他是八转气攻师 力量属性和体质属性都很高 而中老是八转驻剑师 并不是战斗型职业 借助一些外力是正常的 只要能测试 出奈何领域的作用 他跟上次的中老一样 哪怕受些伤也在所不辞 扑斥 中老一剑 砍向夏老的大腿 五千点伤害数值 浮现而出 紧接着 奈何领域中的虫蛇和鬼魂庞佛 发现了猎物一般 对中老打出了一千点灵魂伤害 这一千点的伤害 竟然比中老的五千点伤害 还要疼 夏老咒没到 我身为气攻师 肉身早已是千锤百炼 哪怕是断了一个手指 我也能面不改色 而这奈何打出来的伤害 竟然要让我的灵魂 产生了撕裂感 就像一个苦练横练功夫的人 恰好被打到了脆弱的地方 这种感觉太怪异了 灵魂产生了撕裂感 看来奈何领域的额外伤害 是灵魂伤害 灵魂虚无缥缈 灵魂伤害 更是无比罕见 难以防范 治愈起来也非常麻烦 寻常职业得六转 七转才能接触到这个层次 而小统领才二转 就已经能让对手 受到灵魂伤害了 小统领的奈何领域 也是破线级技能 钟老身为八转职业者 对夏老造成伤害时 奈何领域依旧对夏老师 加了20%的灵魂伤害 小统领又掌握了一个 破线级的神技 能让对手 集体承受更多的伤害 若是奈何领域覆盖敌军 和神领域覆盖华夏将士 此消彼长之下 将是多么巨大的优势 不少人足高层 主动至深奈何领域之中 要亲自体会一下 奈何领域的效果 它们基本上 都是八转和七转的职业 自然有人掌握着 治愈灵魂的手段 因此 只要将伤害量控制得好 就不会出问题 这奈何领域不简单 我刚刚在承受伤害之后 想通过躲避的方式 让奈何领域的额外伤害落空 可我明明躲开了 依旧承受了20%的额外伤害 太诡异了 虫蛇和鬼魂的攻击 都没有打中 可伤害依旧生效了 真的吗 钟老 你再砍我一刀 我亲自试一试 好 钟老点了点头 一箭砍在夏老的大腿上 五千 就在奈何虫蛇和鬼魂 要对夏老发动攻击时 夏老凭借急速 直接脱离了奈何领域 可20%的额外灵魂伤害 依旧落在了夏老身上 一千 夏老不可思议的 太诡异了 奈何领域的额外伤害 就像一种不讲道理的规则 只要在奈何领域之中受伤了 就必然会承受 20%的灵魂伤害 虫蛇和鬼魂的攻击 就像走个流程一样 根本就不重要 奈何领域 不仅是破限级技能 还如此不讲道理 不愧是传说之中的河流 人族高层们 对奈何领域的评价更高了 陆川道 我还掌握一个叫 奈何传说的技能 最好用野外的妖兽 来测试一下 用野外的妖兽测试 难不成你的奈何传说 能对我们产生 不可逆转的影响 人族高层相识一笑 奈何传说的技能描述中 能让人随机遗忘一个技能 我并不知道 在遗忘之后 还能不能让其重新恢复记忆 所以 用野外妖兽来做测试 要安全一些 陆川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随机遗忘一个技能 你在二转之后 竟然掌握着如此神异的手段 小统领稍等天客 我这就抓一只野外妖兽过来 夏老冲出了北京大会堂 等其回来时 宁如实质的气径 捆绑着一头六十级的银月羊 小统领 快试试你的奈何传说 因为游戏跟现实相融合的缘故 人类可以看到 妖兽的属性面板 和技能面板 银昌 银月羊 等级 六十 技能 银月冲击 火箭投锤 月灰投影 月影步 银月羊的技能 再进步再多 正好被我的奈何传说所克制 陆川施展奈何传说 奈何之水 迅速渗透进银月羊的体内 银月羊的技能面板中 月灰投影 犹如冰雪般消融 人类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明明有四的技能 为何只有三个了 六十级银月羊 奋力挣扎着 可面对下老的气境捆绑 根本就无济于事 作为二转妖兽 有人类孩童的灵质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厉害 真的让银月羊 遗忘了一个技能 可惜 奈何传说的遗忘技能 是随机的 如果能指定性的 让对手遗忘关键技能 用处将会更大 知足吧 让人遗忘技能的大手段 放眼整个人族史 都从未出现过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幅onsearch.com 在实战之中 小统领必然能打对手 一个措手不及 而且 小统领才刚刚掌握奈何传说 这个技能 还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若是对手的技能很多 并且运气不好 随即遗忘了一个不起眼的技能 奈何传说的作用 似乎并不大 人族高层们 仔细分析着奈何传说 给出自己的看法 先是下奈何传说 能否有撤回的功能 如果能撤回 跟人切磋的时候 也能用这一招 陆川意念一动 银月阳技能框中的 月灰投影又回来了 接下来 陆川再次对银月阳 施展奈何传说 银月阳所遗忘的技能 从月灰投影 变成了银月冲击 这是什么手段 我刚将月灰投影想起来 结果最关键的银月冲击却忘了 六世纪银月 阳惊恐无比 就像见鬼了一样 小统领让银月阳 遗忘了最关键的技能 奈何传说的技能遗忘 确实是随机 不过并不代表不可控 如果小统领 对遗忘的技能不满意 可以反复使用奈何传说 直到对手遗忘 最关键的技能为止 若是遇到技能 再进步再多的对手 必然会被奈何传说天克 若是遇到技能 非常多的对手 也没关系 只要时间充足 对方最关键的技能 早晚会遗忘 而且 如果奈何传说 持续的时间非常久 让敌国强者 遗忘了关键性技能 哪怕其活着离开战场 也会对其实力 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 夏老啸呵呵地 将六世纪银岳阳 送往大牢之中 儿子 你已经18岁了 作为北境小统领 还有着如此逆天的潜力 也到掌权的时候了 陆军林将一块 雕刻着白虎的印章 递给陆川 这是北境将军印 能随意调动 一星到三星的军团 接下来 你想抽掉人手 直接用这枚将军印 自行安排就行 你的军区系统之中 很快也会有 执掌将军印的信息 哪怕没有待在身上 也没关系 既然有了将军印 升级的事情 我就自行安排了 陆川执掌大权后 并没有的膨胀 执掌将军印 确实可以随意调动 一星到三星的军团 可自己作为北境小统领 身份非常敏感 若是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事情 很快就会被陆军林注意到 当然了 他也没必要 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平白无故地 给自己增加污点 在需要的时候 抽掉自己需要的人手就行了 得知坦然 不愧是我展天战神的儿子 见陆川如此淡定 陆军林更加欣慰了 一旁的人族高层 同样对陆川很是欣赏 一个18岁的少年 突然得到如此大的权力 往往会激动不已 甚至日后的性格和形式作风 都会有所变化 就像爆发户一样 而陆川拿了将军印 庞佛理应如此一般 异常的淡定 这份心态 可不是寻常少年人该有的 接下来 该考虑升级的事情了 尽快升到六十级 并且完成三转 我将再次执掌一条河流 有五雷天心福在 我连推荐等级为五十的百人大型副本 都能单刷 并且破了所有人的记录 可五雷天心福中就是消耗性的装备 连装备蓝都不占 用五雷天心福来刷副本 是无法给我提供经验值的 而且 没有转职任务所提供的权限 我自身一人 也无法进入经验最多的大型副本之中 我的技能群体 增益能力极强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升级 还是得跟北京的军团合作 一起刷大型副本 陆川规划着 接下来要干的事情 查阅了一会 北京秘境大拳后 他打算去冰屑秘境升级 推荐等级越高的秘境 最低的等级要求 往往也会越高 哪怕他的技能都是破限界 也不可能直接去等级最高的秘境升级 冰屑秘境作为 推荐等级为六十的百人大型副本 最低进入等级是三十 自己刚好符合 并且 冰屑秘境获取经验的速度 也比起同层次的 秘境要快一些 在不缺材料和装备的情况下 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跟他一起 刷冰屑秘境的军团 自然是冰屑秘境的通关记录保持者 冰雄军团 由记录保持者来带自己升级 效率必然是最高的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onsearch.com 冰屑秘境前 一百位冰雄军团的职业者 已经准备就绪 同样是三十位战士 三十位弓箭手 三十位法师 十位牧师 非常标准的刷副本阵容 这一百人都是八十级的 比冰屑秘境的推荐等级要高二十 领队的冰雄军团团长 等级达到了一百 得压制等级 才能进入冰雄秘境之中 这百人是当场将冰屑秘境 刷到两小时十一分的队伍 如今在冰屑秘境前集合 是要再次刷新 冰屑秘境的通关记录吗 强者走到哪里 都是备受瞩目 冰雄军团的出现 很快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小统领突然要我们 刷冰屑秘境 难道军库 缺少有关冰屑秘境的材料吗 可刷材料就刷材料 为什么要我们等小统领 前段时间 我们明明刷了很多冰屑秘境的特产出来 材料方面不应该缺 而且 小统领只让我们派出一支百人队伍 人选还要指定了 当初破冰屑秘境通关记录的人 难不成小统领 要我们带他升级 不可能吧 小统领今年才十八岁 似乎昨天才完成觉醒仪式 而冰屑秘境的最低进入等级 就是三十 小统领是无论如何 也无法进入冰屑秘境的 可小统领让我们等他的目的是什么 没理由平白无故地浪费我们时间呀 兵雄军团的人皆是疑惑不已 小统领究竟想干什么 兵雄军团团长白玉轩有些烦躁 他敬重的人 是斩天战神 而不是一点战功都没有的陆川 若不是陆川在军方系统的权力非常高 哪怕他是军团长 也不得不服从 他根本不会来冰屑秘境浪费时间 不过在陆川现身之后 他还是规规矩矩地行了个军礼 也齐刷刷地对陆川行军礼 人到齐了 便随我进冰屑秘境吧 陆川点了点头 迈不向冰屑秘境走去 我没听错吧 小统领竟然要我们跟他去冰屑秘境 冰屑秘境的最低等级 要求是30 小统领昨天才觉醒职业 能进得去吗 兵雄军团的人全都蒙了 为了解惑 一起对陆川施展探测术 30级 小统领升到30级了 不可能吧 小统领昨天才完成觉醒仪式 怎么可能一天不到就升到30级了 可是小统领的等级面板 是做不了价的 他确确实实是升到了30级 达到了进入冰屑秘境的最低要求 而且小统领30级了 还要继续升级 代表小统领已经完成二转任务了 假的吧 一天不到升到30级 并且完成二转任务 小统领觉醒的究竟是什么职业 这跟职业有关系吗 展天战神的职业是SSS级的九剑仙 可升到30级依旧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SSS级已经是潜力最高的职业 小统领的职业没理由潜力 比展天战神还要高 兵雄军团的心中充满了疑问 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跟上 白玉轩下令后 兵雄军团的人连忙跟了上去 不敢耽搁陆川的时间 来到兵线秘境之后 凌冽的寒风吹来 让陆川体温都降低了一些 推荐等级高的副本 不仅妖兽的等级高 副本环境也非常恶劣 因此大多数副本 会有最低等级限制 免得等级低的职业者 连妖兽都没遇到 直接死于恶劣的环境之中 而他在二转之后 全属性提升了10倍 再加上脆影套装的属性加成 哪怕冰蟹秘境的环境非常恶劣 对于他的影响也非常小 咔咔咔 冰块破裂声 此起彼伏 100至50级的冰蟹 破冰而出 每一头都跟装甲车一样 看上去非常坚硬 小统领多加小心 这些冰蟹的等级 比起你高太多了 稍有不慎 就会发生意外 你最好跟牧师们站在一起 牧师不仅保护能力强 还身处团队最安全的地方 你待在那里绝对安全 白雨轩简单交代一句 便打算对100只冰蟹发动攻击 路川开口道 稍等片刻 就在众人略感疑惑时 和神领域迅速覆盖了 所有人的双脚 我的全属性提升了100% 难不成小统领 将天子剑带到冰蟹秘境来了 天子剑是国之重器 滑下第一神剑 哪怕小统领是斩天战神之后 也不可能将天子剑 带到冰蟹秘境之中 这增益效果 名为和神领域 跟天子剑无关 这是小统领的技能 我们可都是80级的职业者 而小统领才30级 就让我们的全属性 提升了100% 完全打破了常理 我也掌握着 让人百分比提升属性的技能 可我在30级时 可没法对80级的职业者生效 难不成这是传说中的破线级技能 对100位80级的职业者 都能提供如此显着的增益 难怪小统领能一天不到 就升到30级 感受和神领域的增益 兵雄军团的人 全都震撼不已 30位法师和30位弓箭手 一起发动攻击 在和神领域100%的全属性加成下 打得这100只兵屑 苦不堪言 还未接触到兵雄军团的前排 就全部阵亡 第二阶段开始 200-55级的兵屑 破冰而出 依旧还未接触前排 就死在了狂轰滥炸之中 第三阶段开始 400-55级的兵屑 破冰而出 数量再度翻了一倍 这400只兵屑 凭借着更多的数量 和更强的防御力 顶着60位远处 输出职业的伤害 来到了30位战士的身前 不过30位战士 防御力极高 兵屑不仅没能冲破防御 还成了60位远处 输出职业的活靶子 爽 全属性提升100%的感觉太爽了 小统领的和神领域 不仅群体增益效果强 持续时间还非常久 明明小统领只有30级 对我们的战力提升 比10位80级的牧师还要多 在小统领的帮助下 我们通关兵屑秘境的速度 将提升一倍 玄幻书格 https 3w.x1c.com 兵雄军团的人 全都杀爽了 就像网瘾少年一样 恨不得兵屑出现的频率 和数量更多一些 10位牧师 在得到100%的全属性提升下 辅助能力也随之变强 同样发挥出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在他们刷怪时 路川的和神领域 不断对外扩张着 当兵屑踏入兵雄军团 用不着的和神领域时 就会迅速转化 成奈何领域 这血黄色的河水 是什么东西 竟然有虫蛇和鬼魂 在其中沉浮 太诡异了 这血黄色的河水 是小统领 用和神领域转换出来的 在之前的兵屑秘境中 可从未出现过 应该是小统领的技能 别管那么多 我们只需身处 和神领域之中防守 等这些兵屑主动来 送去就行了 离开了和神领域 可就享受不到 全属性提升100%的感觉了 兵雄军团的人 非常迷恋和神领域 自然是不愿离开 当上百只兵屑 身处奈何领域之中 并且遭受到了攻击 他们很快便发现 了奈何领域的神意之处 当兵屑受伤时 血黄河水中的虫蛇和鬼魂 将会随之对其发动 而且 伤害数值 是我们原伤害的20% 还是非常罕见 非常难以防范的灵魂伤害 兵屑皮糙若厚 寻常的物理伤害 和元素伤害 很难将其打疼的 灵魂伤害的量 哪怕并不高 也能让兵屑感受到 刺痛心扉的感觉 对行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100%的全属性加成 20%的额外伤害加成 小统领的辅助能力 竟然如此之强 小统领的技能 怎么跟之前的和神 完全不一样 简直是最强辅助职业 兵雄军团的人震撼不已 在和神领域 和奈何领域的帮助下 他们杀兵屑的效率 变得更高了 咔咔咔 一座高达300米的冰山 拔地而起 放眼望去 竟然是一只兵屑的背部 明昌 兵屑王 BOSS级 等级 80 血量 5000万 技能 冰刺突击 冰山垂击 生死蜕变 冰霜吐夕 冰霜铠甲 冰屑王现身了 之前 我们要一小时 才能打到兵屑秘境的BOSS阶段 如今在小统领的帮助下 我们25分钟 就让兵屑王现身了 赶紧发动攻击 尽量将兵屑秘境的通关记录 刷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程度 说得对 陪小统领刷副本的机会 是不可多得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兵雄军团的人 兴奋不已 30位法师 和30位 弓箭守火力全开 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值 不断在兵屑王身上浮现 兵屑王察觉到 自身血量掉的比较快 联盟施展冰霜铠甲 抵挡50%的物理伤害 和魔法伤害 并且降低伤害者 30%的攻击速度 和施法速度 这个技能真是恶心 挡的伤害多就算了 还会降低我们的攻速 不过在小统领的帮助下 我们的伤害 比起之前高太多了 兵屑王恶心不了 我们多久了 30位法师 和30位弓箭守 有些不爽 不过早就细以为常了 抵御伤害 再加上降低攻击速度 和施法速度 在这双重效果的加成下 兵屑王的坦度 将得到无比巨大的提升 确实是恶心 陆川感慨一句后 果断施展奈何传说 奈何之水 犹如落入海绵一般 附带着虫蛇和鬼魂 钻入了兵屑王的身躯之中 紧接着 兵屑王的冰霜 铠甲脱落 技能面板中的 冰霜铠甲 也随之消散 运气不错 第一发奈何传说 就让兵屑王 遗忘了如此关键的技能 冰屑王猛了 莫名其妙 失去了一段 无比重要的技艺 冰屑王的冰霜铠甲脱落了 赶紧打 冰屑王作为80级的 BOSS妖兽 按理来说 智商应该不点 可为何会做出 如此愚蠢的举动 笑死我了 可能这次刷新的冰屑 王要蠢一些 就是专门让我们破纪录的 冰雄军团的人 全都笑了 你们仔细看 冰屑王技能面板中的 冰霜铠甲消失了 也就是说 冰屑王并不是主动 解除了冰霜铠甲 而失去了这一个技能 失去一个技能 之前刷冰屑秘境的时候 可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难不成跟小统领有关 小统领的血黄之河 不仅能让敌人承受额外伤害 还能让敌人遗忘技能 太逆天了 冰屑王遗忘了冰霜铠甲 我们通关冰屑秘境的速度 将大大加快 大家赶紧输出 小统领能让冰霜铠甲 遗忘的时间并不确定 如果打到一半 冰屑王又将冰霜铠甲 想起来就不好了 冰雄军团的人 全都兴奋不已 每次刷冰屑秘境 他们都会被冰屑王的 冰霜铠甲恶心 难得冰屑王 遗忘冰霜铠甲 他们自然要狠狠地输出 出一口恶气 冰刺突击 冰屑王被打得身躯摇晃 恼怒不已 只见他将小山般的屑钱 重重地插在地里 一排排冰刺 犹如海浪般冲击而出 整个冰屑秘境 都摇晃了起来 30位战士 各自施展防御型技能 犹如城墙一般 将冰刺突击 统统挡下 不让冰屑王伤到后排 换作之前 他们要损失不小的血量 如今在河神领域 100%的全属性增益下 损失的血量 很快就被牧师奶回来了 打到现在 基本上还是满血 继续输出 冰屑王马上就要进入第二阶段了 冰雄军团的团长白雨轩 是一位冰系法师 他在施展冰锥天降之后 一根长达200米 粗如水桶的冰锥 刺入了冰屑王的体内 打出了500万的伤害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王suge.com 紧接着 奈何领域 追加20%的灵魂伤害 直接让冰屑王清空血条 进入第二阶段 冰屑王在第二阶段时 会自动触发 生死蜕变 进入冰雕状态 攻击冰雕状态的冰屑王将 为其恢复血量 直到其满血为止 将其打到冰雕状态 就可以不管了 只要不承受伤害 血量不回满 就永远不会苏醒 可在冰屑秘境中不同 不将冰屑王杀死了 就无法通关冰屑秘境 哪怕冰屑王的 生死蜕变 非常恶心 回到满血之后 还会得到30%的全属性提升 他们依旧要帮其完成 生死蜕变 白玉轩苦笑道 又是一个恶心的技能 若不是为了刷记录 和刷特有材料 我真不想跟冰屑王交手 一点都不痛快 直接进入第二阶段 拥有第二条命 我也能接受 可冰屑王进入第二阶段 还得身为对手的我们帮忙 实在是太操弹了 冰雄军团的人 皆是溃然一探 打伤害 是要消耗体力和法力的 尤其是在刷通关记录的时候 以削弱自己的方式 让冰屑王快速复活 并且 让其实力得到提升 光是想想就觉得恶心 陆川开口道 别急着动手 看我的 他作为斩天战神的儿子 能轻而易举地查看 所有秘境的通关记录和注意事项 哪怕是第一次进入冰屑秘境 他也知道 冰屑王的生死蜕变 是什么样技能 他打算用奈何传说 破解冰屑王的生死蜕变 难不成小统领 能破解冰屑王的生死蜕变 冰雄军团的人 没有急着攻击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冰屑王 在他们的注视下 冰屑王的技能面板 不断变化着 一会冰刺突击 消失 一会冰川锤击 消失 每一个喘息 冰屑王都会随机遗忘一个技能 当冰屑王的生死蜕变 消失时 冰雕状态的冰屑王 轰然倒地 失去了所有的生机 冰屑王已阵亡 冰屑秘境通关成功 通关记录为40分34秒 卧槽 小统领真的掌握着 让人遗忘技能的大手段 看来冰屑王遗忘冰霜铠甲 就是小统领的杰作 若不是小统领的大手段 我们不可能这么快 就将冰屑王打到第二阶段 在冰屑王尸战生死蜕变 需要我们帮其复活时 小统领直接让冰屑王遗忘关键性技能 让我们直接通关冰屑秘境了 我们之前的最快通关记录 是两小时11分 在小统领的帮助下 直接刷到40分24秒 快了一个多小时 这是何等巨大的提升 这两小时11分的通关记录 是我们刷了上百次 才刷新出来的 而小统领 跟我们一点磨合都没有 仅仅一次合作 就远超之前的通关记录 之前刷冰屑秘境时 基本上一半时间刷小怪 一半时间打BOSS 而冰屑王在遗忘 生死蜕变和冰霜铠甲后 我们刷BOSS的时间 比刷小怪快了一半 冰雄军团的人皆是目瞪口呆 冰屑秘境外 冰屑秘境太难刷了 每个阶段腰兽的数量都会翻倍 几百只几百只地冲过来 根本就应对不过来 对于血量和法力的消耗太大了 是啊 好不容易停到了BOSS级阶段 冰屑王还掌握着冰霜铠甲 这么恶心的技能 不仅能免疫百分之五十的物理伤害 和元素伤害 还能降低我们百分之三十的攻击速度 和施法速度 这还怎么打 一百位职业者 灰头土脸地传送了回来 其中有十来个身负重伤 差点就要交代在冰屑秘境了 冰屑秘境就是这样 BOSS级冰屑王的技能非常恶心 想要通关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当初刷冰屑秘境时 同样吃了很多苦头 不过冰屑秘境恶心归恶心 经验给很多 其中的特有材料 也非常有价值 算是有利有弊 当然得有利有弊 如果刷冰屑秘境 比起其他秘境 一点好处都没有 谁愿意刷呀 冰鸟军团的人笑了起来 他们的团长 刷到了一套史诗级套装 打算借此打破冰雄军团的通关记录 冰屑秘境最快通关记录已刷新 40分24秒 记录保持着 冰雄军团 冰屑秘境的最快通关记录刷新了 40分24秒 这通关速度太夸张了 我今早才来过 那时候的通关记录还是2小时11分 短短一个下午 就变成40分24秒了 快了一个多小时 而且最快通关记录保持着 依旧是冰雄军团 冰雄军团太强了 40分24秒就通关了 换作我们连boss的影子都看不到 周围的人全都看待了 冰鸟军团的团长王毅皱眉道 冰屑王除了冰霜铠甲以外 还掌握着一个非常恶心的技能 冰雄军团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40分24秒就通关 说的对 冰雄王的生死蛻变非常恶心 好不容易将其杀死后 还要将其打复活 并且再杀一遍 这个过程是非常耗费时间的 如果实力没有超出冰雄秘境太多 在冰雄王进入第二阶段时 得趁机将生命值和法力值回满才行 不然根本无法通关 寻常的团队 刷冰雄秘境 消耗十多个小时 也是常有的事情 冰雄军团能将通关记录 刷到40分24秒 一定是刷的次数太多 发现了冰雄军团的bug 一旁冰雄军团的成员附和了起来 觉得冰雄的军团的运气太好了 当冰雄军团的人 传送回现实后 王毅连忙问道 白团查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bug bug 你觉得我40分24秒的记录 是用bug刷出来的 白雨萱觉得有些好笑 王毅比一道 难不成不是吗 你冰雄军团的通关记录 今早还是两小时11分 不利用bug 你们怎么可能刷到40分24秒 比之前快一个多小时 有小统领在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而且40分24秒 并不是我们的极限 我们还要将通关记录 刷得更快 白雨萱哈哈一笑 跟陆川再度进入了 冰雄秘境之中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王suge.com 小统领 今年才18岁 昨天才完成觉醒仪式 怎么可能是 小统领的功劳 等等 刚刚小统领跟冰雄军团 进入冰雄秘境了 也就是说 小统领一天不到 就达到了冰雄秘境的 最低等级要求 王毅目瞪口呆 他打破脑袋都想不明白 陆川是如何在一天 都不到的时间 就进入冰雄秘境的 而且 冰雄军团还在 陆川的帮助下 通关速度比起之前 快了一个多小时 冰雄军团的副团长到 团长 冰雄军团的人 找到冰雄秘境的 bug了 我们再想破记录 恐怕不太现实 王毅道 确实如此 不过来都来了 还是刷几次冰雄秘境再走吧 最起码要破 我们自己的通关记录 好 经过短暂的商议之后 冰雄军团 进入了冰雄秘境之后 他们的通关时间 是两小时07秒 比起冰雄秘境 今早的通关记录 快了4秒 可惜了 如果冰雄军团 没有找到bug 冰雄秘境的通关记录保持者 就是我们了 你们快看 冰雄秘境的通关记录 我们才刷一次 冰雄军团 已经刷4次了 而且一次比一次快 假的吧 让我看看 冰雄军团的人 看向通关记录 整个人都骂了 冰雄秘境最快通关记录 已刷新 37分17秒 记录保持者 冰雄军团 冰雄秘境最快通关记录 已刷新 34分13秒 记录保持者 冰雄军团 冰雄秘境最快通关记录 已刷新 30分24秒 记录保持者 冰雄军团 冰雄秘境最快通关记录 已刷新 26分48秒 记录保持者 冰雄军团 26分48秒 这特么是人能刷出来的 就算是bug 也不应该刷这么快啊 我们两小时通关 冰雄军团26分钟通关 比我们快了四五倍 如果冰雄军团 不将这个bug分享出去 这个通关记录 将无人可破 冰雄军团的人 都有些怀疑人生了 王毅道 既然白雨轩不肯说 等小统领出来了 我一定问得清楚 他觉得 冰雄秘境的bug 一定是陆川告诉冰雄军团 不然世上 哪有这摇巧的事情 陆川作为北境小统领 手心手背都是肉 能告诉冰雄军团 为何就不能告诉自己呢 爽 冰雄军团的人 传送回现实之后 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能将冰雄秘境的通关记录 刷得这么快 若不是陆川的辅助 他们这辈子 都不可能将冰雄秘境 刷得这么舒服 小统领 你是不是在冰雄秘境发现了bug 不然冰雄军团的通关速度 又怎会如此之快 王毅快步来到陆川身前 周围的职业者 全都竖起了耳朵 想偷听冰雄秘境的bug 是怎么卡的 在副本之中 bug是可遇不可求的 而且 当bug被人发现时 用不了多久 就被天道修复 并且 用bug完成的通关记录 也会失效 因此 他们想在bug修复之前 在冰雄秘境中 狠狠地大赚一笔 bug 我哪有这么好的运气 第一次进入冰雄秘境 就发现bug 陆川挑眉一笑 一旁的白雨萱 同样是笑了起来 小统领 看来 我的通关速度太快了 让冰雄军团的人 误以为我们卡了bug 难道不是吗 不利用bug 你怎么可能将通关记录 刷到26分48秒 比之前快了一个半小时 王毅急了 觉得白雨萱和陆川 在戏弄自己 白雨萱到 你好好看看 小统领的等级 如果我们靠的是bug 小统领的升级速度 不可能这么快 小统领的等级 一个昨天 才觉醒职业的新人 一天都不到 能升到几级 王毅施展探测术后 整个人都梦了 六十级 小统领一天不到 就升到六十级了 一天不到六十级 这升级速度太快了 升到三十级时 得完成二转任务 才能接着升级 而小统领 一天不到 完成了二转任务 并且升到六十级 已经能前往转职神殿 接取三转任务了 在兵械秘境之中 小统领得做出 多么巨大的贡献 才能分到如此多的经验 如此恐怖的升级速度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放眼整个人族史 都从未出现过 难不成小统领体质特殊 在十八岁之前 就觉醒了职业 看来白团长所言非虚 兵雄军团能将通关记录 刷到二十六分四十八秒 靠的不是所谓的bug 而是小统领 真的有大本事 也不知小统领的技能是什么 一个二转职业者 竟然能让等级为八十的百人队伍 带来如此巨大提升 兵鸟军团的人 全都震撼不已 天色不早了 今天到此为止吧 陆川升到六十级后 得完成三转任务 才能获取经验值 自然没有继续刷兵线秘境的必要了 好的小统领 白羽轩咧嘴一笑 下次需要刷副本 尽管叫我们 保证随叫随到 快乐的时光真是短暂 一个下午 小统领就从三十级升到六十级了 小统领的辅助能力太强 让我们的实力全程倍增 升级速度自然快 也不知下次跟小统领合作 会是什么时候 以小统领的成长速度 恐怕很快就将我们甩在身后了 兵雄军团的人 都有些意犹未尽 想继续跟陆川下副本 我没听错吧 兵雄军团带人生计 竟然还带上瘾吗 寻常低等级的职业者 对于兵雄军团而言 完全就是累赘 是不屑于带的 而小统领的等级 比起兵雄军团要低很多 可依旧成了香波波 如果你能让兵械秘境的通关记录 从两小时提升到二十六分钟 你也是香波波 兵雄军团也愿意带你 玄幻书格 https 3w.x1coge.com周围的职业者 对陆川充满了羡慕 小统领 需要刷副本 也可以通知我冰鸟军团 同样是随叫随到 王毅露出和善的笑容 他觉得 在陆川的帮助下 所有推荐等级为六十的副本 冰鸟军团都能破纪录 自然要争取一番 好 陆川点了点头后 便坐上军车 离开了这里 姓名 陆川 等级 六十职业 和神 二转 力量 六千 敏捷 六千 体质 六千 精神 六千 恭喜宿主和神领域升级成功 和神领域 破限界 开启和神领域时 以自己为中心 自成水域 并且不断对外扩张蔓延 身处水域之中的所有有方单位 可得到160%的全属性加成 恭喜宿主和神传说升级成功 和神传说 破限界 当物品掉入和神领域时 可复制出一金一银 银的装备效果 是原物品的三倍 金的装备效果 是原物品的四倍 可同时复制十件物品 恭喜宿主奈何领域升级成功 奈何领域 破限界 可将和神领域自由转化成奈何领域 身处奈何领域的敌人 受到伤害时 可让其额外受到50%的灵魂伤害 恭喜宿主奈何传送升级成功 奈何传说 破限界 奈何领域钻入敌区 可让其随机遗忘三项技能 今天下午的提升非常大 四维属性 每一项都达到了六千 而且和神领域 和神传说 奈何领域 奈何传说 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了 和神领域的全属性加成 达到了160% 和神传说的复制数量达到十件 奈何领域 让敌人额外承受50%的灵魂伤害 奈何传说 直接让敌人随机遗忘三项技能 这四个技能 若是组合起来 必然能起到扭转战局的大作用 陆川细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很是满意 随着等级的提升 他的属性和技能效果都在提升 因此 也随之越来越快 在第五次刷兵械秘境时 通关记录达到惊人的26分48秒 北京大会堂 人族高层们正在处理军中的事宜 而陆军林的心思都在陆川身上 对此人族高层们也没有说些什么 反而非常理解 换作他们有陆川这样的孩子 心思也很难回到工作上 斩天战神 小统领去哪个副本升级了 钟老随口问道 陆军林孝道 跟兵雄军区刷兵械秘境去了 通关记录一次比一次快 原本兵械秘境的最快通关 是两小时11分 仅仅五次 就被我刷到了26分48秒 26分48秒 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提升 如此惊人的通关速度 恐怕只有小统领能做到 破线级技能就是厉害 哪怕小统领 进入了推荐等级 为60的百人大型副本 依旧能发挥出无比巨大的作用 也不止一个下午的时候 小统领能升到几节 以小统领的五个破线级技能 刷副本师的经验分成 应该非常高 人族高层们对陆川的提升 很是期待 晚饭都没到 我儿怎么就回来了 难不成升到60级了 陆军灵笑了笑 他作为镇北军大统领 能随时查看到 所有高层的定位 自然也能看到陆川的 不太可能吧 等级越到后面 所需要的经验便越多 小统领一上午 从一级升到30级 就非常惊人了 怎么可能一个下午都不到 就在完成二转任务的同时 升到60级 等级越高 所需要的经验 确实是越多 可在击杀高等级夭兽后 所获取的经验 也会越多 小统领刷的 都是超出自身等级的副本 再加上高额的经验分成 一下午升到60级 并非没有可能 钟老说的有道理 人族高层一轮纷纷 我回来了 就在这时 陆川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众人连忙将其迎接了进来 并且施展探测术 60级 小统领真的升到60级了 一天不到 升到60级 小统领再次打破了人族的记录 小统领 你的技能提升如何 快给我们露一手 人族高层的目光 激动不已 全都落在了陆川的身上 核神领域 陆川施展技能后 清澈的河水 很快便淹没了众人的双脚 160%的全属性加成 比起二转时 提升了60% 玄幻输格 https 3w.xhwansearch.com 小统领还未三转 核神领域的增益效果 已经超过镇国神奇天子剑了 难怪兵雄军团的通关速度 能提升这么多 在160%的全属性加成下 破记录是应该的 160%的全属性加成 再加上三把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和斩天战神剑到圣体的被动效果 能达到1360%的全属性加成 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人族高层皆是两眼发亮 陆军灵孝问道 儿子 你的河神传说呢 能同时复制多少件物品了 陆川道 十件 同时复制十件物品 很好 非常好 你现在才60级 等你河神传说的复制数量 继续提升上去 说不定能将华夏所有顶尖装备 都复制一遍 大大提升华夏的国力 陆军灵星位无比 那五眉五雷天心服 你就一直留在身上防身吧 反正有河神传说在 这五眉珍贵的消耗型装备 也不会被消耗掉 由你保管 是最合适的 对了 我的奈何传说 已经能让敌人同时遗忘三个技能了 你们谁想尝试一下 陆川饶有兴致地笑了起来 刷了五次兵械秘境 使用了三十多次奈何传说 他对于这个技能 已经得心应手了 他能确保在抹出众人的技能后 一面之间让其想起来 同时遗忘三个技能 奈何传说的提升 竟然如此巨大 快对我们试试 人族高层们主动走入 了奈何领域之中 反正陆川是自己人 哪怕奈何传说的效果非常强 他们也敢于尝试 只有足够了解陆川的技能 他们日后才能更好的安排战略 陆川施展奈何 传说之后 所有人都遗忘了三个技能 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 原来这就是遗忘技能的感觉吗 哪怕我竭尽全力去回想 也没有任何的头绪 难怪银月阳在失去技能之后 整个阳都猛了 哪怕我们见多识广 突然遭遇这种诡异的技能 也得猛 下了 你也遗忘了三个技能 是的 这种遗忘技能的感觉 就像老年痴呆提前到来一样 太难受了 卧槽 小统领一个照面 就让我们所有人 都遗忘了三个技能 整体遗忘三个技能 如果奈何传说出现在战场之中 必然会让敌军大乱 军阵之中 很多配合 都是用关键技能来建立的 如果关键技能 被奈何传说遗忘 敌军的配合和战斗力 必然会大幅度削减 同时遗忘三个技能 如果对手的技能并不多 让其遗忘关键技能的概率非常大 再加上奈何领域的额外伤害加成 这此消彼长之下 原先势均力敌的战斗 将变得一点悬念都没有 人族高层们 越想越惊喜 下了 奈何领域的提升大不大 钟老直挺挺地站着 第一次如此渴望被打 好 我这就给你一拳 下老控制好力道后 在钟老身上 打出了5000的伤害数值 紧接着 奈何领域中的虫蛇和鬼魂动脑 对钟老造成2500点的灵魂伤害 50%的额外伤害 奈何领域果然变得更强了 敌人只要身处奈何领域之中 所有伤害都将增加50% 而且还都是灵魂伤害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再加上奈何传说的群体 一望三个技能 敌人还用完吗 除非实力悬殊非常大 不然根本就没法打 还好小统领生在华夏 是斩天战神的孩子 如果小统领出生在别国 对于华夏 将是无比巨大的威胁 人族高层们震撼不已 陆川升到60级之后 提升实在是太大了 不愧是我的麒麟子 听着人族高层们 将陆川夸上天 陆军林引以为傲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儿子 你已经60级了 30级脆颖套装 已经不合适了 赶紧将清零套装换上 明昌 清零头盔 品质 传说 等级要求 60体质加1000 精神加2000 玄幻书格 https 3w.xf1search.com 装备效果 精神提升40% 法力恢复速度 提升40% 明昌 清零肩胛 品质 传说 等级要求 60体质加1000 敏捷加2000 装备效果 减少40%的全属性伤害 明昌 清零胸甲 明昌 清零腰带 明昌 清零之靴 装备五件 清零套装 可激活套装效果 力量加3000 精神加3000 敏捷加3000 体质加3000 套装效果1 变化出清零翼 拥有飞行能力 移动速度提升200% 套装效果2 清零加深 防御力提升200% 套装效果3 每五分钟 可进行一次1到100米的瞬移 并对敌人追加一次清零雨季 陆军领报 儿子 这清零套装 是我特意为你挑选 跟翠影套装一样 有一个位移型的套装效果 你若是不喜欢 也可以换一个60级的传说套装 北京军库中 还有不少 陆川单刷 金刚熊秘境的录像 他到现在都记得了 那更换翠影之靴 不断刷新套装效果的操作 实在是太秀了 因此 陆川的下一个套装 他也希望 能有一个位移型的套装效果 大大增加陆川的保命能力 不用换了 这清零套装我 挺喜欢的 陆川将清零套装换上 实力立马得到无比巨大的提升 不愧是60级的传说套装 我升到60级 总属性也就24000点 而清零套装 直接让我的总属性 提升27000点 比我自身的属性 还要高一些 再加上那些百分比增益效果 能给我的实力 带来无比巨大的提升 有了传说级的清零套装 他在揭取三转任务时 也将多几分把握 第二日 人物店 跟陆川同一届的学生 正在用材料兑换效率资源 升级太难 刷怪太累 真不知道小统领 是如何一个上午 就升到30级 并且 在中午完成二转的 这种事情 我光是想想 就觉得不真实 就算有人带 升级速度 也不应该这么快 完全不符合常理 学生们一轮纷纷 苦笑连连 他们越是努力 便越能体会到 陆川一上午升到30级 是多么惊人的事情 大多数人辛苦了一整天 才升二级 能一天升到三级的 已经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职业的潜力得在SS级 小统领昨天中午 就完成了二转 也不知现在几级了 夏宇斌呢喃着 他是这群学生中 升级最快的 可等级只有4 跟陆川有着极大的差距 唐优感慨道 小统领的成长速度太快了 等高考的时候 必然是小统领 降维打击的时刻 而且 以小统领的背景 和成长速度 中部高考 已经无所谓了 就算参加 也不过是走个流程 你说的对 寻常职业者 能在高考时升到10级 就非常难得了 而小统领觉醒 第二天就升到了30级 并且完成了二转任务 等到高考开始时 小统领的等级 必然会更高 到时候 哪怕小统领 一个技能都不用 光凭属性优势 都能横推一切 夏宇冰光 是想想就觉得可怕 彻底失去了 将陆川压在身下的心思 差距实在太大了 哪怕他是众人眼中的天才 在面对陆川时 依旧是自残行贿 连追赶的信心都没有 玄幻书格https 3w.suancoge.com 紧接着 他发现了更加惊人的一幕 陆川竟然再次进入了 转职神殿之中 小统领再次进入 转职神殿了 难不成要接取 三转的转职任务 接取三转的转职任务 应该不可能吧 小统领没理由 一天就从一级升到六十级 唐优难以置信 下意识地反驳了一句 转职神殿 小统领好 前台小姐姐 对陆川行了个军礼 态度非常恭敬 我来接取三转的转职任务 陆川说明了来意 三转的转职任务 小统领 难不成你升到六十级了 前台小姐姐目瞪口呆 对 陆川点了点头 将六十级的气息 释放了出来 两人的声音并不大 却无比清晰地 传入了旁人的耳中 犹如晴天霹雳 小统领前天才完成 觉醒仪式 现在就升到六十级了 假的吧 这升级速度太夸张了 我今年都二十三了 才勉强完成二转任务 而小统领 已经升到六十级 要接取三转的转职任务了 在场有六十级的职业者吗 是用多少年升到这个等级的 我六十级 今年三十岁 用了十二年的时间 而小统领才十八岁 就跟我同一等级了 同样来转职的职业者 全都愣住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陆川六十级的气息 是货真价实的 他们不得不相信 三转转职任务 接取成功 请宿主在十分钟之内 单刷九命数妖 九命数妖 这好像是野外的 BOSS级妖兽 陆川微微皱眉 野外的BOSS级妖兽 寻找起来 可没有副本中的妖兽这么方便 若是运气不好 九命数妖 可能要一两个月 才能刷新出来 而且转职任务 要求他单刷 在九命数妖刷新出来之后 北境军区的人不能动他 只能将其限制住 等自己来解决才行 野外妖兽跟副本妖兽不同 等级往往是忽高忽低的 没有规律可言 若是野外妖兽 长期不清理 还对不断对外扩张 对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 根据军方资料的记载 九命数妖 往往会刷新在黑夜森林之中 而镇林军团 便是专门维持黑夜森林稳定的军团 念及于此 陆川开始联系镇林军团的团长 当黑夜森林 出现九命数妖时 立马将其控制住 并且联系我 不得伤其分毫 收到 镇林军团的团长 叶之秋 哪怕无法理解陆川的指令 依旧会毫不犹豫地执行下去 陆川走出转职神殿后 陆军灵连忙问道 儿子 你的三转任务是什么 陆川道 十分钟之内 单杀九命数妖 我已经通知镇林军团了 等九命数妖刷新时 立马通知我 九命数妖 这野外的 BOSS及妖兽 等级一般在70到90之间 每次出现 都会在暗夜森林 引发兽潮 让整个镇林军团 都忙得不可开交 如果是八十级以上的九命数妖 镇林军团应付起来 会非常麻烦 需要其他军团 及时地增援才行 陆军灵的面色有些凝重 你的三转转职任务 难度依旧很高 如此 下次刷新的九命数妖 等级过高 你可能得再等下一次才行 唯有应对等级最低的 七十级九命数妖 你完成转职任务的概率 才会大一些 陆川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不过九命数妖 一般要一两个月才刷新一次 为了不耽误三转的进度 哪怕九命数妖的等级非常高 我也想尝试一番 这个自然可以 当时 我会保护好你 只要九命数妖 危及到你的性命 我会瞬间 将其秒杀 乳军灵的眼中 闪过了一抹杀意 对了 华夏出现了一个竞争型副本 名额为五千人 只有十八岁的职业 才能进入其中 竞争型副本的好处非常大 名次靠前 将觉醒非常强力地被动 见到圣体 就是在竞争型副本的 一次又一次多亏中 进化出来的 为了选拔出 进入竞争型副本的人选 高考就会提前开启 前五千名将获得 进入竞争副本的资格 反正九命数妖的刷新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下高考 陆川微微一愣 高考要提前开始了吗 若不是陆军灵 他不可能这么快就收到消息 高考一般是在 觉醒一世的三个月后进行 这个时候 大多数的学生 都升到了十几 玄幻书格 https 3w.suansearch.com 而提前开启高考 恐怕只有潜力非常高的学生 才能升到五级 不过高考比的从来不是分数 而是排名 只要大家的等级都低 其实影响并不大 我一个六十级的职业者 去跟等级再个位数的学生竞争 会不会太欺负人了 陆川现在的思维属性太高了 哪怕不算上传说级套装 加起来也有两万四千点 寻常三级的职业者 总数性能有120 就非常不错了 他哪怕什么技能都不用 站着让这些学生打 这些学生也伤不到自己分毫 任何花里胡哨都是毫无意义 这次高考的状元 只能是他没有任何的悬念 陆军临报 高考将在一个星期后进行 这段时间你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学习一些通用型技能 至于和神的技能书 北京军库之中也有 不过之前的和神 可都是实打实的C级职业 在技能强度上 跟你是完全没法比 而且之前的和神 没有一个是等级超过六十级的 年仅十八的你 已经是人族史上 等级最高的和神了 同类型的职业者之间 也是存在传道授业的 只不过 通过等级提升反馈出来的 技能会立马掌握 而传授的技能 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掌握 一些太过强大 且职业适配性低的技能 甚至钻研几十年 都未必有成果 像剑士 战士 弓箭手 法师 牧师之类的热门职业 在时间的沉淀下 技能书多如繁星 可以随意挑选 而陆川的和神 作为一个潜力地 难成长 且非常稀有的职业 所能选择的技能书 就非常少了 闲着也是闲着 血点技能倒也不错 陆川的技能 大多数都是欲强则强的 这个欲强指的不是对手 而是队友和自己 在不使用五雷天心服的情况下 他想要触发奈何领域的 额外伤害加成 只能用平A 根本就没有伤害型的技能 这也是他弊端之一 有必要弥补一下 我把和神的技能书 和通用型技能书的清单发给你 有想学的 直接安排人送过来就行 陆军灵的手指 在通讯器上按了按 一张琳琅满目的表格 很快就出现在陆川的通讯器中 水边术 水铁炮 激流 吃钱的和神 自行领悟的 都是普普通通的水系技能 且非常依赖和流 而我有和神领域在 这些技能的限制 通通都会消失 可以放心学习 陆川没有犹豫 让北京军库的人 将和神的技能书 通过送过来 有了这些手段 哪怕没有队友 不使用五雷天心服 他也能用水边术和水铁炮 触发奈何领域的 额外伤害加成 检测到跟职业相近的技能书 领悟速度提升500% 还能提升领悟速度 说不定我能在高考时 就掌握一两个 普通和神的技能 陆川两眼发亮 就心思都投入到了 技能的学习之中 经过一整天的钻研 水边术领悟进度 达到了30% 保持这个势头 很快就能将这门技能 彻底掌握 在钻研水边术的过程中 陆川在和神职业的帮助下 还在下意识对水边术进行改良 等水边术炼成后 说不定会蜕变成一个 更加强大的技能 在这段时间 陆川一直在北京大会堂中学习 若是遇到疑惑之处 人族高层都会争着解答 时间转瞬即逝 恭喜宿主成功掌握水边术 水边术受到你的指引 产生了蜕变 和神的鞭挞 可让和神领域凝聚出鞭子 抽击敌人 造成大量元素伤害 当用奈何领域凝聚鞭子时 将造成大量灵魂伤害 成了 陆川两眼发亮 想找个人 试下新技能的威力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huansearch.com 小统领 你这么快就炼成一个技能 钟老微微一惊 我的水边术 在炼成之后 自行蜕变成了 和神的鞭挞 陆川施展技能后 和神领域探出15条大腿粗细的水边 钟老用手摸了摸 感慨道 这水边挺粗的 质感跟触手一样 柔韧且富有弹性 就是不知威力如何 小统领 你抽我一下 让我感受 一下你新技能的威力 好 陆川等的 就是这句话 五条大腿粗细的水边 一起抽在钟老的身上 啪啪啪啪啪 2000 2000 2000 五个伤害数值 同时在钟老身上冒出 一个照面 就打了一万点伤害 每条水边1000点伤害 若是15条水边骑出 将打出三万点伤害 小统领 作为六十级的职业者 能一个照面 打出三万点伤害 已经非常可观了 再加上奈何领域的 额外伤害加成 这三万点伤害 将提升到45万点 看来小统领学习的 水边数 确实是蜕变了 之前的 水边数 可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人足高层 很是惊喜 学习技能之后 技能产生蜕变的情况 是非常少的 而陆川第一次使用技能书 就产生了蜕变 运气未免也太好了 和神的鞭挞 在奈何领域施展时 还会产生特殊变化 陆川将一部分 和神领域 转换成奈何领域 15条血黄色的水边 犹如蛇一般 立起身上 竟然能根据 和的领域产生变化 快对我试试 夏老跃跃欲试 啪啪啪 2000 2000 2000 由于灵魂伤害的痛感 要强一些 陆川只调动了 三条奈何水边 不过6000点灵魂伤害 落在夏老的身上 哪怕夏老是 八转气功师 也依旧是微微哆嗦 那伤害对于夏老而言 不算什么 可痛感就犹如 剪指甲时 不小心剪掉了一口肉 痛得非常强烈 三条奈何水边 打了6000点灵魂伤害 而且也能触发奈何领域 50%的额外伤害加成 如此纯粹的灵魂伤害 哪怕伤害不高 也能给对手的精神 带来极大的折磨 人族高层们 对 和神的鞭挞 评价都很高 掌握一个攻击型技能 我的短板总算是弥补了 距离高考还有三天 我尽可能在此之前 多掌握一个技能 陆川手捧 水铁炮 的技能书 再度投入到了学习之中 与此同时 中考提前开始的消息 已经传开 所有的学生 都在筹备着高考的事情 清云军校 除了陆川以外 所有的高三学生 都在操场基建 听着校长的演讲 华夏出现了一个竞争副本 只有18岁的觉醒者 才能进入 名额是5000人 为了选出竞争副本的名额 将进入竞争副本之中 因此 这次的高考比 以往都要重要 这段时间 万万不可懈怠 要竭尽全力地提升自己 校长为了不耽误 学生们升级的时间 这次演讲 比起之前精简了许多 高考竟然要提前开始了 我们得尽快 在高考之前升到五级 在高考时 拿到更高的名次 夏宇宾有些紧张 事关前超 必须要全力以赴才行 我们队伍的职业潜力 都是SS级 在高考之前 全部升到五级 应该不是问题 唐优给队友们打气后 再度进入了 隐猫秘境之中 高考在即 在氛围的影响下 所有人的学生 都卷了起来 全心全意地 投入在提升之中 就连吃饭洗澡 都是争分夺秒的 东进军区 东进大同龄府 儿子 你的运气不错 刚觉醒 就遇到了18岁 才能进入的竞争型副本 有了年龄的限制 你的竞争对手 全都是同龄人 这跟全打进老院 脚踢幼儿园 有什么区别 东进大同龄 他跟陆军龄一样 同为华夏四大战神之一 被世人称之为雷龙战神 第二 北京小统领的职业是什么 他的父亲是展天战神 也不知我能否成为全国状元 肖凡有些不自信 他的职业是 SSS级的龙穴骑士 按理来说 应该有同皆无敌的信心 可SSS级职业之间 也有强弱之分 肖腾和陆军龄 都是SSS级职业者 可陆军龄 依旧能后来者居上 成为华夏最强 最年轻的战神 通过血脉传承 他的职业跟雷龙战神一样 都是SSS级的龙穴骑士 可陆川的血脉传承 更加可怕 如果职业跟陆军龄一样 都是SSS级的九剑仙 自己能否拿下全国状元 还真不好说 肖腾笑道 北京小统领的情况 我打探过 虽然很多都加密了 哪怕是 我也没权限知道 可北京小统领的职业 却是无法作假的 稍微有点权力的人 都能打探清楚 肖凡连忙问道 北京小统领的职业 究竟是什么 他此刻的心情有些矛盾 他希望自己在职业上 胜过陆川 成为全国状元 同时也希望陆川 能继承陆军龄的职业 让华夏的未来更加强盛 北京小统领的职业是 C级合神 跟斩天战神的 SSS级九剑仙 可谓是八杆子都打不着 我之前还羡慕陆军龄 作为华夏最年轻的战神 战功竟然大到跟古代一样 让自己儿子能世袭网替 可陆川实在是太不争气了 竟然觉醒了C级的合神职业 一点培养价值都没有 不管斩天战神的战功有多大 其世袭网替的资格 也很难保住 肖腾感慨不已 将目光看向肖凡 而你的职业跟我一样 都是SSS级的龙穴骑士 只要不夭折 日后必成战神 只要你的实力足够强 哪怕没有世袭网替 也能板上钉钉地 成为东径军区的下一任大统领 真是命运猛人 北京小统领 作为斩天战神之后 所觉醒的职业 竟然这么弱 看来这一届的全国状元 必然是我 得知陆川的职业后 肖凡信心大增 别高兴得太早 18岁的战神之后 并不是只有你和陆川 梵天战神和狂蛮战神 同样有18岁的后人 我觉得 这18岁才能进入的竞争型副本 并非随机出现 而是在四位战神之后的影响下 应遇而生的 肖腾顿了顿 突然笑了起来 不 准确来说 是三位战神之后 陆川一个C级的和神 怎么可能让一个竞争型副本 应运而生 他有些得意 在战功和实力上 他确实是输给了陆军林 可在后人上 他胜过陆军林太多太多 梵天战神和狂蛮战神的后人 职业评分也是SSS级吗 肖凡有些错愕 肖腾道 都是SSS级 而且 职业跟梵天战神和狂蛮战神 恰好对上 能跟你一样 接受最好的培养 都是SSS级也如何 在我看来 能比SSS级龙穴骑士强的 只有SSS级的九剑贤 哪怕另外两位战神之后 也是SSS级的职业者 我依旧有信心 将全国状元拿下 肖凡捏紧双拳 双眼之中 有战役之火 熊熊燃烧 在得知陆川的职业后 他作为SSS级职业的 无敌之心 越发坚定 不错 不愧是我雷龙战神的孩子 肖腾摸了摸肖凡的脑袋 北京大会堂 恭喜宿主成功掌握水铁炮 水铁炮受到你的指引 产生了蜕变 水龙弹 可让河神领域 凝聚成龙形轰击敌人 造成大量元素伤害 当用奈何领域 凝聚水龙弹时 将造成大量灵魂伤害 水铁炮炼成了 而且跟水边术一样 产生了蜕变 水龙弹的技能描述 河神的鞭挞 差不多 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 陆川跃跃欲试 小统领 学了两个技能 全部都发生了蜕变 快让我见识一下 你新技能的威力 钟老感慨一番后 再度充当人肉测试器 反正他的等级高 一陆川的实力 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 让他伤筋动骨的 水龙弹 陆川施展技能 一条活灵活现的水龙 从河神领域 中炮射而出 直挺挺地撞在钟老的身上 五万 五万点伤害 这绝对不是水铁炮能打出来的 小统领的技能 果然蜕变了 钟老惊喜无比 根本不在意 这点血量的流失 水铁炮是远程攻击技能 蜕变之后的水龙弹 攻击范围应该会更大 小统领 你快对窗外 用一发水龙弹 夏老连忙将窗户敞开 好 陆川点了点头 一发水龙弹 向窗外射去 冲击了千米之远 攻击轨道 才出现了下滑的迹象 紧接着 他在奈何领域中 施展水龙弹 一条血黄色的水龙 紧随其后 小统领的水龙弹 不仅威力强 攻击范围还非常广 而且水龙弹 河神的鞭挞一样 都能通过奈何领域 转换成灵魂伤害 人族高层们赞不绝口 觉得陆川拿下 全国状元的事情 更稳了 水龙弹的威力更强了 范围也更大 不过在法力值的消耗上 比起河神的鞭挞 要高很多 不过 河神的鞭挞 只有攻击河神领域旁边的敌人 而 水龙弹能攻击 河神领域千米之外的敌人 陆川自行领悟的技能 都是不耗蓝的 而通过技能书学习出来的技能 却要消耗一些 不过 他作为六十级的职业者 法力值非常高 再加上传说级套装的属性加成 支撑两个技能的法力消耗 绝对是游刃有余的 陆军临孝道 高考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始了 提前去青云军校报到吧 好 陆川点了点头 乘坐军车来到了青云军校 刚下车 同学蜂拥而至 无比热情 小统领组队吗 我们的队长是SS级弓箭手 已经升到五级了 其他的队员是S级职业者 基本上都升到了四级 就一个SS级领队 你们觉得小统领看得上吗 小统领 跟我们组队吧 我们是由SS级职业者 组进而成的队伍 至于那些中下游的队伍 连跟陆川发起组队邀请的底气 都没有 不想自取其辱 小统领 我的职业是SS级元素法师 还差一半的经验 就可以升到六级了 只要在高考时 不刷鞋妖兽 升到六级 绝对不是问题 下雨冰脸蛋红红的 同样对陆川 发起了组队邀请 玄幻书格 https 3w.寻和onsearch.com 他的人设 一直都是偏高冷的 不可能主动跟男人搭讪 可为了取得更好的高考成绩 他不得不豁出去了 同学们不好意思 我不组队 陆川毫不犹豫地 拒绝了所有的组队邀请 以他的实力 参加高考 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根本不需要团队配合 没必要让人分自己的经验 这样吗 真的太可惜了 小通灵已经强盗 不需要团队配合了 我们连抱大腿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和神该有的待遇吗 被一群S和SS级的队伍 争着组队 就连笑花夏雨冰 都发起了组队邀请 结果小通灵全都拒绝了 陆川向来是说一不二 在拒绝之后 同学们也不敢软磨硬泡 主动疏散开来 安静 班主任正色道 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 你们会进入全国统一的人造副本之中 杀的妖兽等级越高 所获得的积分便越高 高考地图会显示各个区域的妖兽等级 自行前往合适自己的区域刷罐 若是在高考之中身亡 可就真的死了 千万要量力而行 遇到危险 及时用传送符结束考试 组队的学生注意 积分和经验的分配 跟你们平常经副本时差不多 根据自身的贡献来分配 希望你们都能考个好成绩 话音刚落 一道巨型传送门浮现 学生们一脸紧张地进入其中 被随机传送到高考场地的各个位置 宿主进入高考场地 等所有学生进场之后 才能自由活动 请稍等片刻 陆川进入考场后 在规则限制下 无法迈动脚步 只能先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 不远处 七只漆黑如墨的影猫 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似乎只要行动限制解除 就会毫不犹豫地扑杀过来 明昌 影猫 等级 2 力量 12 敏捷 20 精神 15 体质 10 技能 暗影找机 好弱 这应该是刚开考的送分题 对手太弱了 陆川完全提不起精神 所有考生已进场 三秒后将开始自由活动 3 2 1 喵 倒计时结束之后 七只影猫冲上来 陆川就像踢豆腐一样 双脚快如风 碰到一个就死一个 没有任何的悬念 成功击杀七只二级影猫 获得14级分 太弱了 得前往等级高的妖兽区域才行 不然一点意思都没有 陆川看了眼高考地图 发现等级最高的妖兽区域 也就30级而已 比起他自身的等级差远了 没有任何人会想到 一个60级的职业者 竟然会参加高考 只用拳脚 不用技能的话 30级的妖兽 应该能勉强跟我过两招 陆川毫不犹豫地 走向最近的30级妖兽区域 凭借着传说级套装 和60级所提供的敏捷属性 到100公里之外的30级妖兽区域 路途上所遇到的妖兽 他也没有浪费 拳都一拳一个 就像捏豆腐一样随意 对赶路没有任何的影响 清云军校 一众校领导聚在一起 时刻观察着学生们的积分变化 这次的考场 聚集了华北省的所有学生 也不知我清云军校的学生 能否跟往常一样名列前茅 今年的好苗子很多 足足有四支 有SS及职业组绩而成的队伍 而且全都在中考前升到了五级 校领导们笑呵呵地查看着 这四支队伍的积分 皆是眼前一亮 才进入考场三个小时 这四支队伍的积分 全都超过了400 其中 由夏宇冰领队的队伍 积分达到600分 表现非常突出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uangsearch.com 可惜中考提前开启了 这一届学生的分数 注定没有上一届好看 不然 等这些SS级的学生 升到了十级 所能获取的积分 必然会更多 校长在欣慰之后 便是溃然一探 唯一可惜的 便是小统领王 明明升为战神之后 很有可能继承父亲的 SSS级九剑仙职业 可偏偏命运动人 小统领所觉醒的职业 不仅跟展天战神 毫无关联 还是C级的合神 也不知三个小时过去 小统领所在的队伍 获得多少积分了 若是青云军校 能处一位SSS级的职业者 在高考中 取到极高的分数 对于他的仕途 将有很大的帮助 只可惜他所有的期待 在觉醒一世之后 便成了失望 陆川的班主任开口道 小统领进入学校时 很多学生都争着跟他组队 不过全都被拒绝了 因此 小统领并没有队伍 是单独进入考场的 校长差一道 小统领作为C级职业合神 竟然能被学生们争着组队 高考的考场 是全国统一的 哪怕陆川是战神之后 也不可能为其特意改变环境 合神作为极度依赖河流的职业 在河流极少的高考考场之中 陆川能发挥实力的地方非常少 就算陆川在斩天战神的帮助下 身上的装备非常好 高考成绩也很难突破终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旧有很多学生 向陆川发起组队邀请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战神之后 还真是受欢迎 看来斩天战斗 对于华夏的影响力非常大 哪怕小统领是C级职业合神 对于高考 没有任何的帮助 也依旧愿意帮其一把 而小统领也很有大局观 清楚自己在发挥不出作用的情况下 积分分成非常低 也没有连累同学的想法 统统拒绝了 校长感慨不已 他觉得陆川什么都好 就是职业不太行 班主任笑道 校长 你别这样想 要不你看下小统领的积分 他的注意力 一直在神秘的陆川身上 通过积分的快速增长 他觉得学生们所说的 一天不到 升到三十级 并且完成二传 很有可能是真的 清云军校出了一条真笼 陆川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小统领的积分 他一个C级职业合神 连一个队友都没有 能拿到多高的积分 校长放眼望去 发现陆川的名字 排在最显眼的第一名 积分达到了惊人的三千点 比夏宇冰 有五个SS级职业组建而成的队伍 还要多 而且领先了2400 足足五倍 这怎么可能 就算能借助装备的属性加成 小统领身为合神 也不可能三个小时 取得如此高的分数 三个小时三千点 就算是高考 没有提前的SS级职业 也难以做到 唯有SS级才有可能 校长震撼不已 想要查看陆川的直播录像 却发现自己没有权限 竟然查看不了小统领的直播 展天战神 这是在公然作弊吗 校长眉头紧锁 若是他清云军校的学生 被查出作弊 必然是他人生中污点 可陆川作为战神之后 以他的权力 还奈何不得对方分厚 念及于此 他将目光看向班主任 黄老师 你可是小统领的班主任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班主任斩钉截铁道 小统领没有作弊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suge.com 没有作弊 不作弊 一个C级的和神职业 怎么可能三个小时 就得到3000级分 如此异常的数据 SSS级的职业 能难以做到 更别说小统领了 校长有些不悦 自从陆川觉醒和神职业后 他就很少关注了 作为清云军校的校长 他每天都很忙 不可能在一个毫无潜力的学生身上 浪费时间 哪怕这个学生的背景极大 是战神之后 班主任正色道 我是小统领的班主任 所了解的信息 比起你要多一些 根据班里的同学所述 小统领觉醒职业的第二天 就升到了30级 并且完成了二转 如今这么多天过去了 等级必然会更高 哪怕什么技能都不用 也能横推考场 而他的话 并没有几个人相信 引起了很多校领导的质疑 校长校问道 黄老师 你的消息 不过是道听途说 你有亲自探测过小统领的等级吗 班主任摇了摇头道 小统领升为战神之后 防探测的手段数不胜数 我根本无法查看小统领的等级 小统领在展天战神的保护下 哪怕升为校长的年 也无法查看小统领的高考直播 这是一样的 校长冷哼道 说到底 你的消息 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 而且 来源还是一群18岁的学生 非常不靠谱 一天升到30级 并且完成二传 放眼整个人族史 都从未发生过 更别说发生在一个 C级的和神身上 哪怕小统领的父亲 是展天战神 升级速度 也不可能这么快 陆川在学生口中的升级速度 确实是太一场了 在校长有理有据地反驳 班主任内心动摇 也开始怀疑起 传闻的真实性 不必纠结太多了 我们就当小统领这个人 不存在就行 把第二名当成第一名 校长有些头疼 陆川三个小时 就获取了3000级分 等高考结束了 成绩必然会更高 等成绩上传在教学系统 进行全国排名之后 必然会遭受非常多的质疑声 到时候他出面 便是跟展天战神对着干 不出面 将是这场作弊的帮凶 承受很多的非议 不管怎么做 都不利于他的试图 只希望其他学生 能跟小统领遭遇一下 让我通过直播看看 小统领作弊的手段是什么 万一我真要跟展天战神对着干 也能多几分底气 考场之中 考试依旧在继续 下御兵手握法杖 凝如十只的火焰 犹如浪涛般拍击而出 瞬间将九之七级的 红眼魅兔坟灭灭 御兵真厉害 五级就能两招秒杀 九之七级的红眼魅兔 保持这个势头 挑选前四的名校 应该不是问题 唐优欢呼了一句 连忙施展法力侵权 为下御兵恢复法力 下御兵属于高伤害 高消耗的炮台法师 配合上唐优的法力侵权 完美弥补了高消耗的短板 可谓是如虎添翼 三小时六百积分 放眼整个华北考场 应该也能名列前茅吧 下御兵美滋滋地想着 疲劳都缓解了几分 为了刺激学生们的刷怪速度 以此取得更高的成绩 学生们可以随时查看积分的排名 只不过这个排名 仅限于当前考场 若想知道全国排名 还得通过国家的统计才行 我的队伍在华北省排名第二 不过比起第三名指领先了三十积分 得更加努力才行 夏宇宾看完自己的队伍排名后 目光很快便定格在第一的陆川身上 三千分 小统领三小时就获取了三千积分 真的假的 他的队员连忙将脑袋凑过来 皆是目瞪口呆 小统领的分数太夸张了 比我们高了五倍 而且小统领没有组队 这三千分是一人独享的 等高考结束 根据个人成绩来排名 我们跟小统领的悬殊将会更大 看来当日的奈何意向 确实是因小统领而起 不然小统领又如何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 类似的一幕 在华北考场中不断发声 每个打开实时排名的学生 都会因为陆川断崖式的领先 震撼不已 作弊也应该有个底线 高考都提前了 还三小时刷到三千分 这是把我们当白痴吗 利天玉恼怒不已 他出自黄丰中学 所处队伍的实力 跟夏宇宾的队伍差不多 都是由SS及职业者组建而成的 并且都升到了五级 他们正是华北考场之中 实时排名第三的队伍 比起第二名只差了三十几分 作弊做得这么明显 不会被中断考试吗 为何陆川的积分还在增长 你们不知道陆川是谁吗 陆川可是展天战神的孩子 可能继承了其父SSS级的九件先职业 积分高点也是正常的 原来是战神之后 那没事了 没事个毛线 就算是战神之后 拥有SSS级的职业 也不可能在高考提前的情况下 三小时获取三千分 玄幻书格HTTPS 3w.玄浮王Sealge.com 而且在陆川的排名信息之中 似乎并没有组队 这三千分都是单刷出来的 丽天玉的队员一轮纷纷 对陆川的成绩充满了质疑 陆川一定是作弊了 等我们跟他遇到时 便跟其切磋切磋 用直播的方式 证明他作弊 取消他的成绩 到时候 我们将是华北考试的第一名 在此之前 我们先将华北考场的第二名落下 丽天玉争强好胜 满脑子都是拿第一 在他黄蜂中学时 便一直拿第一 是公认学霸 哪怕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也不希望自己的人生 这么快就出现第二 三十级妖兽区域 白蛇潭 总算是到了 陆川步入白蛇潭之中 感觉空气都潮湿了几分 些许腐烂的气味 在半空中弥漫着 这一路走来 他仅仅是顺路刷怪 并没有刻意地找怪 因此 三小时过去了 只获取了三千积分 而进入三十级的妖兽区域 便是他真正全心全意 刷怪的时候 嘶嘶嘶 远处传来清脆的蛇名声 一头长达百米 水桶粗细的白蛇 犹如利剑般扑沙而来 鸣昌 白蛇 等级 二十四 力量 二百二十 敏捷 二百五十 精神 一百九十 体质 二百三十 技能 伏击 剧毒之牙 绞杀 还是好弱 属性点低的没法看 陆川就像驱赶苍蝇一样 随意挥了挥手 就将二十四级白蛇的脑袋拍爆 红白之物见得到处都是 成功击杀二十四级白蛇 获得两千四百积分 来高等级的妖兽区域 果然是对的 仅仅是边缘区域的妖兽 都能获得这么多的积分 都快赶上我赶路时 所杀的所有妖兽了 陆川两眼发亮 大不留心地 向白蛇潭的深处走去 在他的双拳下 所有扑沙而来的白蛇 脆弱得像面条一样 随便挥动拳头 残破的蛇区就会四处横飞 这是什么怪物 怎么我的二舅 被他碰一下就碎了 我们的所在副本 明明叫高考考场 为何会有如此高等级的职业者 你管这叫高中生 陆川的实力太强 把所有的白蛇都杀破了胆 想要逃离白蛇潭 不过在高考规则的影响下 白蛇们被一堵空气所阻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陆川不断逼近 在此之前 他们恨不得将空间限制撕碎 却品尝鲜嫩多汁的考生 可现在他们哭天喊地 跪求空间限制能放自己一条生路 就在白蛇们无比绝望时 BOSS级的白蛇王现身了 他的体型比起其他的白蛇 要庞大许多 身躯上还有些许妖艺的纹路 明昌 白蛇王 BOSS级 等级 30 血量 10万 力量 440 敏捷 500 精神 400 体质 460 技能 隐匿伏击 剧毒之牙 绞杀 毒物吐息 他在施展隐匿伏击 是 动静会变得非常小 犹如落叶在地面滑动 想要 以此偷袭陆川 呼呼呼 微弱的破空声 从身后传来 陆川反应极快 右拳犹如百中一般 躲避袭击的同时 一拳打在白蛇王的身上 一万 显眼的伤害 树直浮现 白蛇王犹如破麻袋一般 重重地撞在空间屏障上 发出一声闷响 卧槽 一拳一万点伤害 直接把大王10%的血打没了 这个职业者 究竟是什么等级 从头到尾 连技能都没用过 打我们 就像打蚯蚓一样 白蛇们更加惊恐了 若不是白蛇 王在BOSS光环的加持下 血量比起寻常的妖兽 会高很多 陆川一拳下去 可就不是掉10%的血 这么简单了 不想等死 就随我杀 白蛇王施展 毒物吐息 口中吐出滚滚墨绿色的毒物 周围的花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败着 玄幻书格 HTTPS 3W. 玄荷王suge.com 白蛇们紧随其后 在毒物之中穿行 维持 剧毒之牙 时 牙齿散发着冷冰气般的寒光 河神的鞭挞 陆川的河神领域 凝聚出十条水边 猛地向前抽去 白蛇们触之急死 肉身跟毒物一起消散 当水边抽到白蛇王身上时 十个显眼的 两万 浮现而出 白蛇王当场暴毙 成功击杀BOSS及白蛇王 获得五万点积分 五万点积分 这白蛇王真是给力 陆川笑了笑 在将白蛇谈的白蛇 杀干净之后 果断前往下一个 三十级的妖兽区域 青云军校 第一名 陆川 积分 十五万 第二名 夏宇冰小队 积分 九百 第三名 利天玉小队 积分 八百九十 校领导们 看着实时排行榜 下巴都要脱臼了 我是看错了吗 小统领的积分 得到十五万了 这作弊 做得太过分了 我们要不要终止 小统领的考试 高考场地 虽然是人造副本 可作弊的难度非常大 当被检测出作弊者时 还会直接清空成绩 并且逐出考场 可小统领的数据 都如此异常了 高考考场 竟然连报警的迹象都没有 展天战神 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夏宇冰小队 和利天玉小队的数据 都在常理之中 而陆川一个人 就达到了六位数的积分 比起第二名的夏宇冰小队 高了一百多倍 放眼整个人阻止 也从未发生过 这种离谱的事情 一位校领导问道 校长 高考考场检测不出问题 我们要不要人为 取消小统领的高考资格 校长沉吟了片刻 开口道 先看看展天战神的想法 若是人为取消 小统领的高考资格之后 惹怒了展天战神 恐怕整个青云军校的高层 都要换人了 一旁的校领导 附和道 说的也是 还是先看看 展天战神的想法 小统领的数据 为了自己的颜面 主动取消小统领的高考资格 校长手指飞快 隐晦地说出 陆川好像作弊了 并且将实时排名 发给了陆军林 可陆军林并没有怀疑 陆川作弊的意思 反而在夸赞自己儿子 看上去很是欣慰 彭佛青云军校 能有如此优秀的学生 是青云军校的荣幸一样 校领导问道 展天战神的态度如何 展天战神很高兴 好像这15万点积分 真是小统领平 本事打出来的一样 怎么连自己都骗了 既然展天战神表明了立场 我们还是不要烫 这趟浑水了 做看此次高考结束吧 15万分 至少要将一片 30级的妖兽区域杀光 才能得到 而高考往往在 觉醒一世的三个月之后进行 若不是陆军林当年三个月 就升到了30级 高考考场 也不会出现30级的妖兽区域 因为根本用不到 而陆川作为C级职业和神 怎么想 也不可能轻控一片 30级的妖兽区域 而且还是在不组队的情况下 夏宇宾小队在前往适合的妖兽区域时 偶然遭遇了一头17级的剑齿狼 被追杀了几百米之远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ankwanshuge.com的尽快甩掉它 不然被耽误了刷积分的时间就不好了 前面是另一片区域 只要进去 剑齿狼就会被拦住 夏宇宾等人 连忙冲入白蛇潭之中 那头17级的剑齿狼 被空间屏障拦了下来 只能干瞪眼 提前高考还是不太好 高考场地 不会因为我们的提前而产生变化 很多区域都没法刷拐 赶路将耗费大量的时间 唐优松了口气 对了 我们所在的区域 推荐等级是多少 如果等级太高 得赶紧离开才行 万一又遇到等级太高的妖兽 就不好了 我看看 夏宇宾查看高考地图 刚刚缓和的翘连 很快便惊恐了起来 推荐等级为30的白蛇潭 我们竟然误打误撞地 走到这片区域来了 宇宾 你可不要吓我 我们的运气太差 竟然误打误撞地 进入了30级的妖兽区域 一头17级的剑齿狼 就将他们5人追得满街跑了 如果遇到一头20多级的妖兽 恐怕得提前结束高考 提示 白蛇潭的妖兽已被清空 经系统检测 你们从未在白蛇潭猎杀妖 或者猎杀的妖兽过少 拥有一次刷新白蛇潭妖兽的权利 是否使用 为了防止抢怪 或者学生跑了半天 发现目标区域没怪的情况发生 高考考场的副本设定之中 特意增加了 主动刷新区域妖兽的功能 让学生能尽可能公平地完成考试 降低运气成分 什么 白蛇潭的妖兽被清空了 夏宇宾突然意识到 白蛇潭的血腥味特别重 放眼望却 到处都是白蛇的蚕食 并且死相无比凄惨 究竟是谁有如此大的能耐 竟然将推荐等级为30级的妖兽区域 杀干净了 唐优震撼的同时 又有些心存感激 若不是这位高手清空了白蛇潭 他们可能会遭受白蛇的追杀 比之前还要狼狈 清空白蛇潭 能在高考时升到30级的 似乎只有小统领一人 夏宇宾查看实时排名 被露川的成绩震撼得郊区一颤 15万分 比我们的900分多了100多倍 短短5个小时 就积攒了如此夸张的分数 就连当年的展天战神都无法做到 虽然30级的妖兽区域 是在陆军林高考之后才加进去的 陆军林想刷都刷不了 可陆川能在5个小时 获得15万积分 足以让无数人望尘莫及 小统领太强了 不愧是一天不到 就完成二转的男人 今年的全国状元 必然是小统领 唐优感慨一番后 突然惊呼道 不好 我们的第二被立飞宇小队抢 得赶紧将刷积分反超回去 夏宇宾等人不敢懈怠 再度忙碌了起来 又杀了一群七级的妖兽 这下应该反超夏宇宾小队 立飞宇畅快地笑了起来 不得不说 夏宇宾小队确实是有实力 不过比起我们 还是略训一筹 当他查看实时排名时 整个人都呆住了 15万分 这怎么可能 陆川的数据如此异常 难道高考考场 还没有判断他作弊吗 就算考场判断不了 教育机构的人 不会强行终止他的高考吗 老大 不用想这么多 等高考结束时 陆川的成绩 多半不会生效 到时 我们必然是华北省最强的队伍 立飞宇的队友 纷纷笑了起来 陆川的成绩 太不真实了 因此他们并不放在心上 话虽如此 可我非常瞧不起作弊的家伙 若不是他 我名字 能在第一名上挂很久 根本不会待在第二上 立飞宇非常不爽 当他率领队员继续刷怪时 发现一位英俊的少年 正在不远处烤鱼 时不时还撒上一把孜然辣椒面 看上去很是惬意 高考的时间有限 这人竟然在考场之中烤肉 完全就是在自暴自弃 在浪费时间 立飞宇嗤之以鼻 他为了取得更高的成绩 无时无刻都在争分夺妙 肚子饿了 自然是用压缩饼干来解决 不可能将时间浪费 在无关成绩的事情上 遇到这种奇葩 他下意识地使用了探测数 可除了名字以外 什么都查看不了 姓名 陆川 等级 职业 力量 陆川 难不成他就是靠作弊 成为第一的陆川 立飞宇有些惊喜 连忙走过去问道 同学你好 你是排名第一的陆川吗 你好 排名第三的立飞宇同学 陆川点了点头 给烤鱼翻了个面 我已经第二了 立飞宇提醒一句后 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同学 我想见识一下第一名的实例 能否跟我切磋一二 可以 你先动手吧 我怕伤到你 陆川又给烤鱼撒了把自然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和onsearch.com 反正鱼考好 还需要一点时间 他不介意 顺便跟立飞宇玩一玩 挺狂呀 那你可得小心了 立飞宇冷哼一声 拳头依附着一条粗大的雷马 犹如炮弹攻向陆川的胸口 这是他最强大的技能 名为雷马充拳 凭借着这个技能 他能以五级跟八级的妖兽搏杀 老大太狠了 竟然一出手 就是最强的技能 就不怕将人打死吗 陆川死了也是活该 身为一个作弊者 面对老大 还敢如此傲慢 自然要好好教育一顿 再说了 陆川的积分这么高 都达到十五万了 老大一出手 就是权力怎么了 就算陆川真的死 也是失手杀人 谁能想到 陆川的成绩这么好 可自身实力却这么弱 可陆川是战神之后 万一真被老大打死了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老大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丽菲宇的队员 本来想看陆川的笑话 为自己第二名的身份出口气 可想到陆川战神之后的身份 真的怕丽菲宇一招之后 他们所有人 都要掐住陆川的人中 求陆川别死 然而 陆川被丽菲宇打得生死不知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丽菲宇引以为傲的最强技能 被陆川随手就拍爆了 随意地像拍果冻一样 啊 丽菲与横飞百步之远 刚刚施展雷莽充圈的手 疼得就像被车轮压过一样 让他的脸都扭曲了起来 好弱 这就是华北省的第二名吗 陆川觉得有些无趣 注意力再度投入到考虞上 作为一个六十级职业者 跟五级的职业者切磋 就像成年人跟婴儿对打一样 赢得一点乐趣都没有 还不如去三十级的妖兽区域刷积分 最起码BOSS级的妖兽 能跟自己稍微过几招 我 我的 雷莽充圈 被打爆了 这怎么可能 丽菲与惊恐无比 他所有的骄傲 都被陆川无比随意地打爆了 而且 陆川连技能都没用 仅凭肉身之力 就打爆了自己最强的技能 这特么是同龄人能做到的 他可不是什么小卡拉米 他是黄蜂中学的学霸 SS级的职业者 强大的实力 让无数的同学仰望 可在陆川面前 竟然连姻的希望都看不到 卧槽 我刚刚是不是眼花了 亏我还担心了一下陆川的安稳 结果陆川 用肉身应接老大的 雷莽充圈之后 竟然一点伤都没有 这特么是人能做到的事情 陆川 强得太不正常了 难不成是留级十多年的 无敌高中生 你想多了吧 哪里有这种高中生 陆川能碾压老大 恐怕15万的积分 是凭本事打出来的 以高考考场的智能程度 如果真的出现作弊的情况 早就被取消考试资格了 根本不可能 让陆川悠哉悠哉地考虞 在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时候 陆川竟然在考虞 这就强者的从容吗 佩服 佩服 陆川的成绩都达到15万点 哪怕接下来什么都不干 也能得到 进入竞争型副本的名额 丽飞宇的队友震撼不已 对陆川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青云军校 校领导们 时刻关注着考生们的积分 排名前十的队伍 还会以直播的形式 呈现在大屏幕上 黄峰中学的丽飞宇小队 真是厉害 竟然反超了 我青云军校的夏宇兵小队 不过丽飞宇小队领先的并不多 夏宇兵小队再努力一下 很快就能反超回去 校领导们感受到了些许压力 当他们看到丽飞宇小队 跟陆川相遇时 当即两眼发亮 高考进行了五个小时 我总算是看到小统领的身影了 等等 高考这么重要的事情 每个学生都在争分夺秒 而小统领竟然在考虞 如此懈怠 还拥有15万的积分 小统领必然是作弊了 15万分 至少得将一片30级的 妖兽区域清空才能拿到 就小统领这吊锒铛的样子 怎么可能清空一片30级的 妖兽区域 校领导们愤愤不平 哪怕陆川是展天战神的孩子 他们也极其不止 同学 我想见识一下第一名的实例 能否跟我切磋一二 直播画面之中 丽飞宇向陆川发起了挑战 丽飞宇要向陆川发起挑战 校领导们皆是相视一笑 积分只能通过杀妖兽获得 击败同类 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除非出现争抢妖兽的特殊情况 不然 考生不会在争分夺秒的高考之中 平白无故内斗 丽飞宇能在高考时 向陆川发起挑战 必然跟他们一样 极其鄙视陆川作弊的行为 丽飞宇真有少年气 我喜欢这孩子 校长两眼发亮 他正愁无法抓到陆川的马脚 丽飞宇的举动 给了他很大的机会 陆川作为15万分的第一名 比起第二名多了上百倍 没理由连接受丽飞宇挑战的勇气 都没有 只要两人打起来 陆川所有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一个连5级SS级职业者都打不过的人 怎么可能得到15万成为断崖师的第一名 而且 丽飞宇在跟陆川切磋时 相当于给了下宇兵小队反超的机会 对他而言 可谓是一举两得 打吧 拆穿陆川的真面目 就算你拿不了华北省第一 也能成为华北省第二 校长不厚道地笑了起来 画面之中 丽飞宇用出了最强的雷莽冲拳 而陆川连技能都没用 随便抬抬手 就把丽飞宇最强的一招打破 轻松的就像撞汉脚踢幼儿园一样 什么情况 丽飞宇身为华北考场的第二名 竟然被小统领一招碾压了 在丽飞宇用出雷莽冲拳时 我还担心小统领会出意外 可谁能想到 小统领的实力竟然比丽飞宇强这么多 小统领究竟是什么等级 校领导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突然有人恍然大悟道 难不成小统领的班主任 说的都是真的 小统领真的在觉醒职业的第二天 就完成了二转 这怎么可能 一天不到就升到三十级 并且完成二转 放眼整个人族史都从未发生过 陆川身为C级 职业和神 就算有斩天战神的帮助 有数之不尽的资源 也不可能做到 可陆川以肉身碾压力飞宇的 雷莽冲拳 该如何解释 强大的装备 都是有等级限制的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和王suge.com 就算陆川穿着传说套装 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取胜 校领导们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陆川的实力 真有这么强 五小时得到十五万点积分 并非没有可能 看来 我的判断是对的 我的学生没有骗我 班主任激动无比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高考考场 陆川吃完考鱼之后 继续前往下一个三十级的妖兽区域 每清空一个三十级的妖兽区域 他的积分都会增加十五万点 提升非常惊人 当三天过去时 他已经将高考考场的 所有三十级妖兽区域清空了 得到150-0000积分 150-0000积分 全国状元必然是稳了 放眼整个人足史 也没有这么高的高考成绩 与其继续待在考场 浪费四天的时间 还不如回到现实之后 尽快将激流学会 陆川使用传送功能 直接离开了考场 青云军校 又有这个学生传送回来了 正常 由于高考提前开始 很多区域都成为了考生们的决定 因此 考生提前离开考场的概率 比以往会高很多 稳中求胜 才是此次高考的重点 若是因为心急 提前离开考场 反而不如那些 稳扎稳打的学生 三天时间 有一半的考生 被迫离开考场 也不知剩下的考生 能否坚持到高考结束 由于提前淘汰的名单 多得像顶流主播的 直播弹幕一样 校领导们根本看不过来 只能留意数量 没法留意具体淘汰的是谁 当他们将目光 再度看向实时排名时 再度被震撼到了 第一名 陆川 已离开考场 积分 150 0000 第二名 夏宇宾小队 积分 5200 第三名 立飞宇小队 积分 4900 小统领竟然离开考场了 这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一个150万份的学生 能在考场里 遇到什么危险 150万份呀 得把10个30级的妖兽 区域清空 才能得到如此夸张的成绩 这特么是人能做到的 可能小统领 在将所有30级 妖兽区域清空之后 觉得没意思 就提前离开考场了 校领导们都傻眼了 在人数极多 竞争激烈的华夏 所有考生都恨不得 自己的成绩能再高一些 因为每多一分 都能超越几千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考生会主动离开考场 都是在遇到危险时 为了保住性命 被迫离开的 而像陆川一样 主动离开考场的考生 放眼整个华夏 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 不过陆川的成绩太高了 放眼整个人足时 也没有人能在高考考到 150万分 就算提前交卷 也动摇不了 陆川全国状元的身份 北京大同林府 陆川回家之后 陆军林有些诧异 儿子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记得很清楚 高考持续七天 距离结束 还有四天的时间 十个三十级的妖兽区域 都被我刷完了 150万分的成绩 全国状元 已经稳得不能再稳 陆川笑了笑 拿出激流的技能书 观摩了起来 检测到跟职业相近的技能书 领悟速度提升500% 150万分 这是人足史上 从未出现过的分数 不愧是我的儿子 陆军林非常欣慰 三十级的妖兽区域 是他在高考之后才加上去 之前的高考 就算是总分 也没有150万分 哪怕让他重回18岁 去扫荡 有三十级妖兽区域的 高考考场 在三天之内 也很难拿到 比陆川更高的分数 对于陆川的 提前离开考场的决定 他也很是理解 与其在高考之中浪费时间 还不如提升实力 为接下来的竞争型副本 做准备 高考结束之后 各个省的排名和分数定格 所有考生都在查看着 自己的分数和排名 心情无比紧张 那些排名靠前的名字和分数 也成为众人关注的重点 引发非常多的讨论 华北省高考榜 第一名 陆川 第三天时 已离开考场 积分 我没看错吧 小统领第三天就离开了考场 竟然就得到150 0000积分 比第二名的下雨宾小队 多了一百多倍 太离谱了 小统领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放眼整个人足史 也没有这么高的分数 难不成小统领 将所有高等级的妖兽区域 都刷干净了 哪怕高考没有提前 那些高等级的妖兽区域 也不是SS级的队伍 能随意踏足的 更别说最高等级的 30级妖兽区域 我曾小心误入30级妖兽区域 系统提示我 其中的妖兽都被杀光了 是否刷新其中的妖兽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难不成考场的30级 BOSS区域 都被小统领刷干净了 看着华北省的高考排名榜 学生们都是震撼不已 小统领真的太强了 哪怕第三天就离开了考场 我们的成绩 也无法与之相比 夏宇宾感慨着 原先的好胜 心变成了纯粹的崇拜 他在高考的第五天 成功升到了六级 再加上丽飞宇 跟陆川切磋之后 首受了伤 因此才领先第三名 1800分 与此同时 丽飞宇懊悔不已 早知道 我就不跟陆川切磋了 若不是我首受了伤 我的队伍 还有反朝夏宇宾小队 夺得第二的机会 他本想在战胜陆川之后 拿下第一 结果连第二都没有保住 东进军区 东进大同领府 雷龙战神萧腾笑问道 儿子 成绩如何 34000分 萧凡神采飞扬地说着 他跟陆川一样 都是没有组队的 这34000 不用跟任何队友分 34000分 在高考提前的情况下 比起我当年 只低4000分 儿子 你的全国状元 必然是稳了 萧腾欣慰无比 也不知陆川在高考的分数 是多少 一个C级的和神职业 就算身穿传说套装 也很难超过5000 不搜名字 只翻排行榜的话 恐怕我的手指都要酸了 一想到自己的儿子 比陆军林的优秀 他再度得意了起来 叮叮叮 突然间 萧凡的手机震动了几下 他打开一看 当即笑道 爹 全国的个人排名出来了 也不知另外两个战神之后的 高考成绩是多少 至于陆川 哪怕背靠华夏最强的 展天战神 他依旧没有放在眼里 作为SSS级的龙穴骑士 怎会将C级的和神视为对手 第一名 陆川 第三天时 已离开考场 积分 150 0000 第二名 徐洛霞 积分 35000 第三名 肖凡 积分 34000 第四名 叶晨 积分 33500 全国排行榜前四 全部都是战神之后 其中 徐洛霞是焚天战神的女儿 叶晨是狂蛮战神的儿子 我的分数是34000 竟然不是全国状元 肖凡猛了 随后 再数陆川的积分 是几位数的 个 十 百 千 万 十万 百万 150万分 这特么是人能拿到的成绩 而且 是在第三天 就提前离开考场的情况下 玄幻书格 https 3w.xfwx.com 他连忙问道 爹 你打听的消息准确吗 陆川的职业 究竟是C级和神 还是SSS级的九剑仙 如果是C级和神 分数为何如此之高 肖腾咒没到 等级可以隐藏 技能也可以保密 可职业是 万万做不得假的 而且 在高考提前的情况下 得到150万分 就算是当年的 斩天战神都做不到 更别说是C级的和神了 那陆川又是如何做到的 150万分 比我还高40多倍 怎么想都不合理 肖凡更加不解了 可能斩天战神 为了陆川 能进入竞争型副本 作弊了吧 至于陆川在作弊之后 为何没被考场检测出来 我就不得而知 肖腾只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虽然在高考作弊的难度很大 就连我都没有把握 可斩天战神 作为华夏的最强者 说不定真有办法 作弊有意义吗 难道作弊了 这全国状元 就真的是他吗 而且 陆川连作弊的分数都控制不好 直接就打破 华夏的高考记录了 这是把我们当傻子耍吗 肖凡有些气氛 如果是陆川靠作弊 抢了他的全国状元 也就罢了 可焚天战神之后 徐洛霞的分数 比他高一千分 就算陆川真的 被石锤作弊了 全国状元的身份 也落不到他身上 肖腾语重心长道 陆川靠的是作弊 你不用在意 等引起全国热议时 斩天战神 很有可能会迫于压力 不得不取消陆川的名额 到时 你就是全国第二了 比起状元 只差一千分 差距小到无需在意 不过战神之后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除了无药可救的陆川 等进入竞争型副本了 小凡捏了捏拳头 正色道 放心 这次 我跟全国状元失之交臂 等下一次 必然在竞争型副本中夺魁 南进军区 南进大同陵府 陆川 一百五十万分 这是在逗我玩吗 梵天战神徐浩天 微微皱眉 他不敢相信 这个数据竟然源自 权威性极高的 高考个人排行榜 一旁徐洛霞 同样皱眉道 一百五十万分 陆川如何做到的 他为了得到三万五千分 无时无刻都在努力 一刻都不曾停歇 平日里的升级和修炼 也非常刻苦 可同为战神之后 陆川的成绩 竟然是他的四十多倍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徐浩天道 女儿 陆川的职业是什么 你也有所了解 如果陆川继承了 斩天战神的 SSS及九剑仙也就罢了 区区C级的和神 高考成绩 怎么可能是你的四十多倍 斩天战神 一定是使用了不合规的手段 才让陆川 夺走了你的全国状元之位 徐洛霞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陆川的成绩这么异常 为何还能纳入全国排名之中 并且被展示出来 难道斩天战神 已经强到一手遮天 能无视我们所有人的态度 也许斩天战神也没想到 陆川在掌握了作弊的手段之后 会如此愚蠢地 将成绩刷到150 0000吧 徐浩天突然笑了起来 你只比陆川小三个远 我当时还想指负为婚 让你俩走在一块 还好斩天战神拒绝了 不然我的女儿 可就被高考作弊 都做不明白的无耻之徒糟蹋了 徐洛霞沉默了 这句话徐浩天提及过很多次 展天战神 作为华夏的最强者 自然是战神之间 强强联合的最佳人选 不过陆军林觉得 子女之间若有缘分 自然会走在一块 若是没缘分 也必要用婚约去束缚 为了撮合此事 徐洛霞还在徐浩天的安排下 时不时就会去北京军区 玩了一段时间 想以此培养感情 难道我真的看错了吗 或者陆川觉醒和神职业之后 变了 徐洛霞有些失望 有寒门子弟 在觉醒高级职业者后 变得极度膨胀 就像爆发户一样 也有豪门子弟 在觉醒低级职业者后 变得颓废暴躁 心里扭曲 他觉得 陆川很有可能是后者 不然怎会将成绩 刷到150 0000 为了证明自己 连逻辑都忽视 类似的质疑声 在各种地方发出 所有人都觉得 陆川的数据有问题 可陆川的排名 依旧是雷打不动 稳居第一 没有因为舆论 而产生任何的变化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陆军领 作为华夏最强者 战功最高的 镇北军大通领 知他的态度足够强硬 没有人敢强行 抹出陆川的成绩 北京军区 北京大会堂 恭喜宿主 成功掌握激流 激流受到你的指引 衍生出新技能 暗流涌动 激流 随意控制 和神领域的流速和方向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fuansearch.com 暗流涌动 河神领域 可向地面渗透 形成地下河 地下河可高速传送物资 和生灵 掌握 激流之后 我竟然领悟出了衍生技能 陆川饶有兴致地笑了起来 这段时间 他的心思 都在激流技能书的学习上 遇到不解之处 便会向人族高层们请教 之前的技能早掌握之后 都是产生蜕变 而这次竟然是衍生 让他很是稀奇 一旁的钟老笑问道 小统领 你的衍生技能是什么 叫暗流涌动 陆川施展暗流涌动 河神领域 庞佛游龙归海一般 轻而易举地 顿入大地之中 形成了一条地下河 地下河迅速蔓延 每秒前行50米 一分钟之后 便在3000米外的地方 探出了头 准备阶段结束之后 陆川就像坐水滑梯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 传送到了3000米之外的地方 意念再度移动 他又从3000米之外的地方 传送了回来 传送的过程中 他被轻柔的河水所包裹 只觉得神清气爽 没有任何的窒息感和不适感 暗流涌动 跟河神领域一样 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 不过当准备好之后 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 钟老两眼发亮 小统领 你的地下河 能变得更宽敞一些吗 这样能传送的人数和物品 也就更多了 可以 不过地下河越宽敞 扩张的时间就会越长 陆川意念一动 地下河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着 当膨胀到20米时 人族高层即使越遇越势 小统领 让我们体会一下你的新技能 陆川意念一动 十多位人族高层 在河水的包裹下 通过地下河 传送到了3000米之外的地方 暗流涌动 若是运用好了 便是战略级的技能 人族高层们两眼发亮 对于战争而言 支援和补给是重中之重 而暗流涌动 简直是支援和补给的神技 传送的过程又快又柔和 不会对物品和人产生任何的损伤 而且传送在地底深处进行 隐蔽性也很强 敌人想要探查和拦截 都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等陆川的等级高了 暗流涌动 笼罩整个战场 北京军区的机动性将大大提升 只可惜 暗流涌动 并不是破陷级的 没法强制转移对方的强者 当我反抗 暗流涌动的传送时 暗流涌动的效果 也就失效了 忠老发现了暗流涌动的不足之处 知足吧 如果能强制传送敌方的强者 那别的国家不用玩了 高端战力想赶赴战场都费劲 夏老比喻了一句 接下来 陆川还试验了一下激流 激流的效果 比起暗流涌动并不出彩 不过于勇德当时 能给友方提供加速 迅速推进到关键位置 并且限制敌方行动 让敌方难以前往目标点 打断其节奏 有了这两个技能 对于接下来的竞争型副本 他又多了几分把握 三天后 陆川来到了白云谷 放眼望去 竞争型副本的传送口前 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 正在核对着学生们的身份 竞争型副本 只有18岁的觉醒者才能进入 刘吉生就不必浪费时间 军方的核对很严格 没有任何人能浑水摸鱼 虽然那些刘吉生走 就得知了这些消息 不过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还是来到了这里 万一军方只检测出 他们在5000名之内 让他们能尝试进入竞争型副本呢 如果能进入竞争型副本 哪怕名次垫底 他们也赚大了 北境小统领 请跟我来 一位军官走了过来 态度无比恭敬 陆川点了点头后 在军官的指引下 进入了一间戒备森严的招待所之中 他作为战神之后 系统中的全国状元 自然不需要像寻常学生一样 排队核实身份 而招待所之中 徐洛霞 肖凡和叶臣已经到了 这个招待所 是专门招待战神之后的 全国状元来了 欢迎 欢迎 萧凡很是热情 不过落入徐洛霞和叶臣耳中 就有些阴阳怪气的意思了 侥幸罢了 陆川随意客套了一句 叶臣笑道 你可不是侥幸 你的成绩比我们高四十多倍 断崖式的领先 他的性格直一显 一出口就充满了火药味 同为战神之后 他非常不耻 陆川公然作弊的行为 陆川哥哥 你是怎么做到的 徐洛霞同样走了过来 上下打量 着陆川着 陆川有着隐藏等级的装备 他根本无法探查到陆川的等级 只要等级高 你也能做到 陆川实话实说 他三天刷到150 0000 都没怎么用技能 大多数是用拳脚来解决 没什么技巧 叶臣比一道 等级高 高考都提前了 等级能高到哪去 在高考提前的情况下 哪怕他是SSS级的拳皇 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也就升到8级 陆川作为C级的和神 再快能有他SSS级的拳皇快吗 和神可是公认的 又垃圾 又稀有 又难成长的职业 很有多人宁愿自己的职业是厨师 和理发师之类的生活职业 也不希望是一无是处的和神 身份核对完毕 可以进入竞争型副本了 一位军官走了进来 好 叶臣点了点头 不在陆川身上纠结 全国状元又如何 不过 试个明白了 夺得状元的奖励 对于战神之后 根本就不算什么 而在竞争型副本之中 靠的都是真本事 谁本事大 谁得到的好处便越多 斩天战神再怎么厉害 也就让陆川在高考时作弊罢了 有本事在竞争型副本中作弊 事关大纪元 陆川 徐洛霞 肖凡都没心思闲聊 果断进入了竞争型副本之中 祭灵之战已开启 每位职业者都将绑定一头祭灵 争夺资源 不断壮大祭灵的实力 将获得此次祭灵之战的胜利 排名越高 奖励越丰厚 请各位职业者尽可能培养祭灵 获取更多的积分 听完规则描述之后 陆川左右打量了一下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王suge.com 发现一只黑色的小鱼 旋利在祭灵之上 应该就是跟自己绑定的祭灵 鸣 鸣 黑鱼 狱主 陆川 等级 1 血量 1000 力量 15 敏捷 15 体质 15 精神 15 技能 通生 吞噬 基础属性跟我1级的时候差不多了 陆川点击黑鱼的技能图标 查看技能效果 通生 技灵受到伤害时 狱主可消化等量的生命值 为其恢复血量 当狱主受到伤害时 技灵也可消耗等量生命值 为其恢复血量 吞噬升级 技灵之战专属技能 技灵可吞噬万物 不断进化 以我60级的等级优势 再加上 同生 的技能效果 哪怕我人不在 黑鱼也很难在中途夭折 像技灵之战这样的竞争型副本 在人族史中也是出现过的 当通关技灵之战后 有很大概率 将培养好的技灵 直接带走 而在技灵之战中 培养技灵的难度 比起现实中 要容易上千倍 尤其是潜力上的培养 因此 将技灵培养得越好 所能得到的好处就越大 哪怕培养出来的技灵 一点攻击力都没有 只要血量足够高 再加上 同生 的技能 也相当于有第二条命 陆川查看了一下副本地图 发现D级 C级 B级的资源点都显示了出来 至于更高等级的资源点 处于未解锁的阶段 而5万米外 有一个B级资源点 正好可以获取其中的资源 让黑鱼吞噬进化 至于走过去是不可能的 一来一回的多费劲 陆川打算用暗流涌动 制造一个长达5万米的地下河 直接从B级资源点搬运资源 地下河的流动速度很快 蹲入地底之后 每秒前进50米 16分钟后 暗流涌动 在B级资源点挖出了一口井 陆川很快便传送了过去 鸣昌 元素精灵 兔 等级 7 力量 20 敏捷 20 体质 100 精神 20 技能 硬化 炎群 除了防御以外 一无是处的妖兽 陆川一拳挥出 元素精灵 兔 当场暴毙 一块B级土元素石浮现而出 黑鱼多半是水属性的 吞噬水源素石的效果 应该会好一些 不过副本地图之中只显示资源点的级别 并不显示其中具体有什么 陆川发现 纪灵之战并不是完全公平的竞争型副本 能否遇到合适的资源点 还有资源点跟祭坛的距离 都会对纪灵的培养产生不小的影响 好在有暗流涌动在 它的定点移动速度非常快 只要暗流涌动连通所有资源点 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在暗流涌动连接其他B级资源点的过程中 陆川依旧在刷着元素精灵 土 凭借着60级的等级碾压 这些7级左右的元素精灵 全部都是一招秒 化作一枚枚土元素石 提示 你已经在当前区域获得50枚元素石 24小时之内 继续击杀此区域的元素精灵 将不会获得奖励 请前往下一处资源点 在奖励的获取上 也存在限制 对于跑图能力的要求更高了 好在我有暗流涌动 收集50枚元素石后 刚好连通了下一处B级资源点 陆川没有犹豫 跳入了暗流涌动的井口之中 通过地下盒 迅速传送到了下一处B级资源点 鸣昌 元素精灵 木 等级 7 力量 20 敏捷 20 体质 100 精神 20 技能 硬化 木刺打击跟元素精灵 土 差不多了 陆川收集50枚木元素石后 再度传送到了下一处资源点 凭借着等级碾压 和暗流涌动的跑图能力 它收集元素石的效率非常高 随着对副本的探索 哪些B级资源点 存在着什么属性的元素精灵 都被它标注了出来 金 木 水 火 土 风 雷 光 阿 冰 分别对应着10个B级资源点 并且 这10个B级资源点之间 都有很长的距离 若想找到跟机灵属性相契合的资源点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uanshuge.com 若契合的资源点 距离祭坛非常遥远 哪怕属性契合 收集起来的性价比 也非常低 4个小时过去 陆川将10个B级资源点的元素石 都刷到了上线 收获了500枚B级元素石 在A级资源点开启之前 为了得到更多的元素石 他开始前往C级资源点 一处C级资源点中 两位少女正在联手刷元素精灵 火 我的运气不错 竟然发现了火属性的C级资源点 夏宇兵微微一笑 凝如石之的火焰 犹如海浪般拍击而出 瞬间将五头元素精灵吞没 当他的法力耗尽时 一旁的唐优连忙施展 法力侵权 为其恢复法力 在竞争型副本之中 辅助型职业拥有组队的权力 并且战利品是55分 唐优运气非常好 前往第一个C级资源点 就遇到了熟人 不然一个辅助型职业 若是跟阴险狡诈的人组队 稍有不慎就会提前出局 提示 你已经在当前区域 获得50枚元素时 24小时之内 继续击杀此区域的元素精灵 将不会获得奖励 请前往下一处资源点 在资源获取上 竟然有限制 夏宇兵有些梦了 遇到了属性契合的资源点 结果获得50枚元素时候 就无法再获取奖励了 宇兵 我们前往下一处C级资源点吧 唐优的祭灵 是光属性的 自然希望去光属性的资源点 好 夏宇兵有些不舍 不过在24小时之内 火属性的C级资源点 已经无法获取资源了 只能前往下一处C级资源点 哗啦啦 不远处突然涌现泉水 并且不断扩张 当泉水平息下来时 大地已经被撑开 变成了一口井 这是什么东西 难不成是奇遇 夏宇兵和唐优 连忙上去查看 生怕错过些什么 在两人的注视下 陆川从井中跳了出来 带出了不小的水花 可衣服和头发 却没有半点湿的迹象 很是神医 小统领 你竟然从井里跳出来了 唐优被吓了一跳 一旁夏宇兵很是好奇 小统领 井里究竟有什么 你得到了什么好处 我们现在下去 还来得及吗 井里的好处非常大 不过得有筹码才行 陆川心生一计 夏宇兵再度问道 什么筹码 支付10枚C级元素石 这口井 能将你们传送到 指定的C级资源点 我就是通过这口井 传送过来的 陆川打算赚一些路费 反正暗流涌动 覆盖的资源点非常多 自己一个人也用不过来 10枚C级元素石 夏宇兵有些纠结 一处C级资源点 24小时之内 只能收集50枚元素石 以10枚元素石为路费 1%的收获 直接就没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shuangshuge.com 不过下一处C级资源点 距离这极其遥远 以它的速度 得5个小时才能到达 若是能将赶路的时间节省下来 它所能收获了元素石 必然会更多 好 10枚就10枚 我是直接就元素石丢进井里吗 夏宇兵将10枚元素石取了出来 你直接给我也行 我就在这面前 路川伸出了手 给 给你 唐优刚将元素石掏出来 就愣住了 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路川解释道 这口井并不是 寄灵之战自带的 而是我的技能 你们若是信得过我 就跟我交易 一个技能 竟然能实现定点传送 如果小统领所言非虚 很多资源点的情况 它都是有所了解的 唐优两眼发亮 小统领 你知道光属性的C级资源点在哪吗 我想去那里 夏宇兵连忙问道 小统领 C级资源点中 还有没有火属性的 我需要火属性的元素石 路川是战神之后 再加上同班同学的身份 两人自然是信得过 看在同学的份上 我可以将各个资源点的情况告诉你们 不过 你们千万不要泄露出来 我跟其他人交易的时候 他们一下子就找到新衣的资源点 不利于我赚取更多元素石 路川一脸认真地说着 怎么说 也是有交情的 他不介意给点福利 放心吧 小统领 你帮我吗 我们不可能坑你的 唐优和夏宇兵 各自交了十枚元素 石给路川 路川收到货后 显化出副本地图指了指 光属性的C级资源点在这里 至于火属性的资源点 在C级资源点之中 只有一处 B级资源点的情况也是一样 这跟寄灵之战的规则有关 这样吗 他难想得到更多的火元素石 北去B级和D级的资源点碰运气才行 夏宇兵觉得有些可惜 D级资源点是 寄灵之战中等级最低的资源点 哪怕D级的火元素石 跟寄灵齐齐契合 那效果也未必比C级的其他元素石要好 小统领 我把坐标告诉你 你能否用技能连通我的祭坛 这样我回去的时候也能方便一些 夏宇兵距离这个火属性的C级资源点 已经算尽了 可从祭坛走在这里 也要花费两个小时 而寄灵无法离开祭坛 想要吞噬元素石 实现蜕变 他时不时得回家一趟 这一来一回的 就有四个小时浪费在路上了 非常不划算 因此 他希望陆川能解决这个问题 哪怕暴露祭坛的坐标 给更多的报酬也没关系 可以 不过在你的祭坛搭建传送点 相当于高铁开通新路线 并不是十枚C级的元素 时能搞定的 陆川顿了顿 他在思考收多少元素石 比较合适 小通理 给了二十枚元素石的路费 我们身上加起来 也只有八十枚元素石了 夏宇兵有些苦恼 他和唐优身上的火元素石 对他都非常重要 他还想着 收集五十枚光元素石后 将唐优身上的火元素石 通通换走 不贵 五十枚C级元素石就行 你不需要现在就给 阔绰的时候 把元素石和书信包好 放在井中就行了 等去你们祭坛的传送点打通了 你们再次使用 暗流涌动 石 我就能将信息传达给你们 陆川简单交代一番后 便开始刷附近的元素精灵 他不能通过暗流涌动 来看清传送的人是谁 不过能通过暗流涌动 传达过来的触感 分析出 有哪些熟悉的人 进了地下河之中 是否启动暗流涌动 玄幻书格 https www.xf1c.com 好的小统领 等我们手头阔绰的时候 就用紧联系你 下雨冰点了点头 跟唐优跳入了井之中 在暗流涌动的包裹 和高速传送下 两人很快便到达了 光属性的C级资源点 这里 都是光属性的元素精灵 小统领果然信得过 两位少女兴奋无比 再度投入到了刷怪之中 她们要赶在天黑之前 筹购暗流涌动 连通自家祭坛的元素石 紫虫祭坛 肖凡正在用B级的雷元素石 喂养紫虫祭灵 我的运气真不错 一个B级雷属性资源点 距离我的祭坛 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唯一可惜的就是 一个资源点 在24小时之内 只能获得50枚元素石 想要获得更多的元素石 必须要前往其他资源点才行 把时间浪费在赶路上 没法体现我的全部实力 小凡有些头疼 紫虫禁食50枚B级雷元素石 获得5000积分 明昌 紫虫 玉竹 小凡 等级 5 血量 6000 力量 65 敏捷 65 体质 65 精神 65 技能 通生 吞噬 不愧噬 技灵之战 这升级速度太快了 换作是我 也很难一天 就从一级升到五级 只要保持下去 技灵的等级 甚至会反超我 我得更加努力才行 争取 让紫虫进化成雷龙 小凡看了一眼排行榜 发现自己的名字 赫然排在第一位 第一名 小凡 积分 5000 他还特意搜了一下 陆川的名字 发现陆川的积分是0 到现在还没动过 作弊有用吗 高考考了150万分 又如何 到了凭真本事的竞争型副本 没有实力的支撑 连一个积分都拿不到 白白浪费一个名额 小凡不屑一笑 开始查看一下 徐洛霞和叶琛的积分 在他眼中 陆川根本就不是对手 同为战神之后 徐洛霞和叶琛 才有资格跟他一较高低 也是0 看来徐洛霞和叶琛 一直在外面刷资源点 还没有回过一次祭坛 小凡得意地笑了起来 觉得此次祭灵之战 自己必然是魁首 如果徐洛霞和叶琛 跟自己一样 合适的资源 点跟祭坛非常近 早就回来喂养祭灵了 不可能在外面 待这么长的时间 他的实力和运气 皆是顶尖的 祭灵之战中 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 黑夜将至 祭灵们即将面对 第二次挑战 请各位御主 及时回到祭坛 助祭灵渡过难关 提示声传遍整个副本 所有人都火急火燎的 往自家的祭坛赶 生怕自己的祭灵 会出现意外 该回去了 陆川刚好将 B级和C级资源点的奖励 刷到了上线 通过暗流涌动 迅速传送到了黑鱼祭坛 玄幻书格 https 今天收获了500枚B级元素石 700枚C级元素石 也不知能得到多少积分 陆川笑了笑 将所有元素石 都倒进了黑鱼的祭坛之中 在跟夏宇斌和唐优合作 他用路费赚了200枚C级元素石 1200枚元素石 鼠人是怎么做到的 看着堆成小山的元素石 黑鱼两眼发亮 就像恶狼一般啃食的起来 因为属性的原因 他第一个进食的目标是 水元素石 黑鱼进食50枚B级水元素石 获得5000积分 黑鱼进食50枚B级土元素石 获得1000积分 黑鱼进食50枚C级水元素石 获得500积分 黑鱼进食50枚C级金元素石 获得100积分 原来如此 陆川通过积分反馈 分析出了元素石之间的优先级 一枚B级水元素石 提供100积分 一枚属性不合的B级元素石 只提供20积分 是属性相合的20% 一枚C级水元素石 提供10积分 一枚属性不合的C级元素石 只提供2积分 少得可怜 B级的元素石 哪怕是属性不合的 积分加成 也比C级的水元素要高 因此追求高品质的元素石 胜过追求同属性的元素石 当然了 如果高品质和同属性能 同时兼备 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1200枚元素石下度之后 陆川得到了15800积分 黑鱼激灵 也得到非常可观的蜕变 明昌 黑鱼等级 8 血量 20800 力量 100 敏捷 100 精神 100 体质 100 技能 通声 吞噬 升到8级了 应该能轻松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陆川对黑鱼的属性很是满意 这血量跟有BOSS光环的妖兽 都有得一笔了 至于如何让黑鱼 在潜力上得到提升 他还研究一下才行 天色逐渐暗下来 除了祭坛和祭灵所散发的光以外 其他地方 都是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突然间 十多双血红色的眼睛从远处亮起 并且越来越近 祭灵的第一次挑战开启 除了辅助型技能 狱主将无法插手祭灵的战斗 只能用辅助技能 陆川查看个人面板 发现 河神的鞭挞 水龙弹 失效了 力量属性也变成了灵 不过 河神传说 河神领域 奈何领域 之类的辅助型技能 还是可以使用的 这是对辅助职业的保护吗 祭灵之战的祭坛 是随机分配的 不会像高考一样 组队的职业者 会固定分配在一起 辅助型职业 在刷资源时劣势 不过在祭灵接受挑战时 却是无比巨大的优势 而陆川就不一样了 凭借着等级碾压 和暗流涌动 他刷资源和跑图 都非常有优势 再加上 河神领域 奈何领域 之类的辅助型技能 在祭灵接受挑战时 也有无比巨大的优势 一点短板都没有 嗷呜 嘹亮的狼嚎声传来 五头血眼狼 从黑夜中扑杀而来 看向黑鱼的目光 充满了贪婪 玄幻书格 HTTPS 3W.xhwanshuge.com 五头二级的妖兽 陆川没有出手的欲望 黑鱼凭借着等级优势 尾巴犹如扇子般拍出 五头血眼狼 当场暴毙 击杀五头二级血眼狼 获得100积分 第一阶段挑战成功 宿主可进行以下选择 一 可循环挑战 二 挑战第二阶段 二 陆川没有任何犹豫 黑鱼打第一阶段 没有任何的难度 自然没必要循环挑战 第二阶段已开启 紧接着 十头三级的血眼狼 冲杀而出 黑鱼依旧是一尾巴死一大片 两招就全杀了 击杀十头三级血眼狼 获得200积分 第二阶段挑战成功 宿主可进行以下选择 二 十五头四级的血眼狼 冲杀而出 黑鱼凭借着等级优势 依旧能够应对 击杀十五头四级血眼狼 获得400积分 黑鱼一次又一次地完成挑战 陆川不断地加大难度 每一次难度提升 血眼狼的等级都会加一 并且数量加五 所能获得的积分 也会随之翻一倍 在实力足够强的情况下 难度自然是越大越好 第四阶段时 二十头五级血眼狼 黑鱼刷怪的速度慢了起来 不过依旧能通关 获得800积分 第五阶段时 二十五头六级血眼狼 由于黑鱼没有掌握技能 再加上血眼狼的数量极多 变得越来越吃力 不过在 核神领域160%的全属性加成下 战局瞬间逆转 二十五头血眼狼 被鱼尾通通拍死 击杀二十五头六级血眼狼 获得1600积分 五轮挑战已结束 你的挑战积分为3000 完成全部挑战的时间为 40分32秒 当所有击灵挑战结束后 将结算今天的排名奖励 五轮挑战就结束了吗 3000的挑战积分 比起我15800的收集积分 差远了 陆川在祭坛休息着 静静地等待今天的排名奖励 红鸟祭坛 竟然不能帮忙 徐洛霞带眉昼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红鸟祭灵孤军奋战 他的运气并不好 祭坛跟最近的B级资源 点有三个小时的路程 好不容易走过去了 还是水属性的资源点 跟他火属性的祭灵 完全不契合 再加上副本黑夜将至的提示 他不得不提前赶回来 在路上顺便刷一个C级的金属性资源点 这一天下来 他身为战神之后 只收获了1500积分 让红鸟祭灵升到三级 为了温妥起见 他只能在第一阶段循环五轮 挑战积分只有500 我的运气太差了 今天只收获了2000积分 接下来该如何夺魁 徐洛霞迎牙紧咬 很是憋屈 他身为战神之后 绝对是有实力的 可因为运气不好 忙活了一天 可谓是事倍功半 看一下别人的成绩如何 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倒霉 徐洛霞深吸几口气候 打开了排行榜 第一名 陆川积分 18800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幅onsuge.com 第二名 肖凡积分 6100 第三名 柳如烟积分 6000 第四名 叶晨积分 5800 可恶 为什么他们的积分都这么高 人比人气死人 徐洛霞的心情本来就不好 跟另外三个战神之后 对比了一下 心情变得更不好了 而且胜过他的 可不仅仅是战神之后 还有帝都柳家的嫡女 虽然柳如烟 也是SSS级职业 可世代传承的豪门 跟当时无敌的战神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除去作弊的陆川 我就是全国状元 可在运气的影响下 肖凡 叶晨 柳如烟的积分 都是我的三倍 一想到几位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排行榜上 难以找到自己的名字 他就不由翘脸发烫 无地自容 等等 怎么陆川的名字 还排在第一位 而且 积分达到了18800 是第二名的三倍 徐洛霞反应过来后 整个人都梦了 陆川作为作弊者 到了 季灵之战 应该原形毕路才对 为何积分依旧能断崖式的领先 而且18800分 他就是打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陆川是如何做到的 季灵之战 得地图这么大 赶路不需要时间吗 好不容易赶到了最近的资源点 就一定跟自家季灵的属性相契合吗 一个人想要得到18800分 光能打是不够的 还得能跑呀 陆川作为C级的河神 是怎么做到 又能打又能跑的 哪怕陆川继承了 斩天战神的 SSS 极九剑仙 也不可能拿到这个分数 子虫祭坛 18800分 不应该啊 肖凡看着陆川的积分 同样是不可置信 竞争型副本 由天道应孽而生 跟人造副本 有很大区别 斩天战神的本事再怎么大 也不可能让陆川 在竞争型副本中作弊 然而 陆川的18800积分 确确实实地出现在排行榜之中 根本做不得假 难不成陆川的实力 真的很强 可陆川的河神职业 同样是做不得假的事情 一个C级职业 还是广为人知的废物河神 怎么可能一天不到 就在 寄灵之战中 得到18800分 难不成陆川的运气非常好 第一天就在 寄灵之战 发现Bug了 肖凡只想到了这一种可能性 毕竟 天道也存在出错的时候 每当副本出现良性 Bug时 人族都能借此事半功倍 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当副本Bug 被利用的次数过多了 天道就会紧急修复 陆川没有实力 光依靠Bug 不过领先一时罢了 等Bug被修复 陆川所有的问题 都会暴露出来 到时 寄灵之战的魁首 必然是他 柳如烟和夜晨的积分 跟我差不多 必然是在今天的资源收集中 遇到了契合寄灵的B级资源点 想要 将优势保持下去 我还得更加努力才行 不过 寄灵之战 并不是光凭实力说话的副本 运气也非常重要 同为战神之后 却只有2000分的徐洛霞 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不知我的好运气 能否一直保持下去 肖凡微微皱眉 他喜欢用绝对的实力来开路 而不是将未来寄托在 虚无缥缈的运气上 今日的祭灵挑战已结束 即将结算今日的排名奖励 第一名 陆川 积分 18800 挑战进度 第五阶段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fanshuge.com 今日通关速度 40分23秒 评分 SSS 奖励5000积分 第二名 肖凡 积分 6100 挑战进度 第三阶段 今日通关速度 一小时11分 评分 SSS 奖励4000积分 第三名 柳如烟 奖励3500积分 第四名 叶晨 奖励3000积分 副本通告持续很久 排名越低的人 奖励的积分自然是越少 前100名 奖励的积分在1000以上 100到500名 统一获得800积分 501到1000名 统一获得500积分 1001到2000名 统一获得300积分 2001到5000名 统一获得100积分 陆川本来 就有18800积分了 再加上5000积分的排名奖励 岂不是有23800积分 而且同样是第一天 陆川竟然达到了第五阶段 在难度上和时间上 都胜过了我 可惜技灵挑战 除了辅助型职业以外 根本就无法插手 不然陆川又怎会在 技灵挑战上胜过我 哪怕有庞大的积分 做支撑也不行 萧凡非常不爽 若不是陆川发现了 Bug 这5000积分的排名奖励 必然是他的 而陆川 掌握着如此多的积分 技灵的实力 必然会很强 哪怕天道将Bug 修复之后 陆川因为实力不行 没法高效率地获取资源 也凭借着当前的抵御 稳稳占据数天的第一名 红鸟祭坛 完了 第一天的排名奖励如此丰厚 我接下来该如何争夺 技灵之战 魁首之位 奖励结算之后 徐洛霞的心情更加糟糕了 他身为战神之后 明明实力非常强 却因为运气 排名在80名 只得到了1200积分的排名奖励 一步慢 步步慢 技灵之战得竞争非常残酷 若是没找到破局之法 他将是战神之后中 最拉胯的一个 与此同时 丽菲与宇也在看着排行榜 陆川真是个变态 到了技灵之战 依旧能断崖式的领先 萧凡 柳如烟 叶辰的评分 能跟陆川一样 都是SSS级 纯粹就是 技灵之战 没有更高的评分等级了 能在第一天 得到6000左右的积分 只有运气非常好的 SSS级职业者 而SS级的职业者 很难单刷 B级资源点的实力 哪怕遇到合适的 C级资源点 只能收集到2000左右的积分 在技灵挑战开始时 哪怕是第一阶段 也打得非常吃力 根本没有挑战 第二阶段的底气 哪怕是萧凡 柳如烟 叶辰这样的强者 技灵挑战 也只不于第三阶段 而陆川第一天 就把第五阶段打通了 若不是技灵挑战 只有五次 恐怕陆川 能打到更高的阶段 至于那些S级的职业者 由于资源收集的少 第一阶段 都打得非常痛苦 技灵接受挑战时 还得用肉身拉拐 才能勉强帮技 零渡过难关 好在技灵挑战结束之后 哪怕是店底的5000名 也有100积分的奖励 能稍微安慰一下 黑鱼技谈 玄幻书格 https 3w.shinhuanseuge.com 23800分 不错 不错 排名的奖励 足足有5000 比我将技灵挑战拉满还要高 陆川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额外得到5000积分 让黑鱼从8级升到了9级 实力变得更强了 排名奖励结算完毕 A级资源点已刷新 技灵的等级将对育主带来反馈 A级资源点刷新了 而且技灵还给我带来的反馈 陆川两眼一亮 联盟查看自身面板 姓名 陆川 等级 60加9 技灵之战的临时等级提升 职业 和神 二转 力量 6900 敏捷 6900 体质 6900 精神 6900 技能 和神领域 和神传说 奈何领域 奈何传说 元素化 和神的鞭挞 水龙潭 激流 暗流涌动 装备 清灵套装 黑鱼升到了9级 直接让我的等级提升了9级 不过这个9级是临时等级 技灵之战 结束之后 多半就失效了 跟黑鱼所掌握的吞噬进化 是同一个性质 陆川细细分析着 技灵反馈出来的等级 这个等级提升 让它打破了二转的等级限制 不过这个提升 仅仅是亮变 并不是三转之后的质变 有很大的区别 技灵之战 通过技灵给狱主反馈等级 仅仅是方便狱主 探索更高等级的资源点而已 接下来 所有人获取资源的速度 都会变快 只要将暗流涌动 运作好 我可以赚取更多的路费 陆川并不介意 别人获得更多的好处 只要自己得到的好处是 最多的就行了 暗流涌动 得地下盒 蔓延到A级资源点 是需要时间的 在此之前 陆川不可能闲着 打算先去B级资源点 等级优势 这些元素精灵 全都是一拳一个 效率非常高 10个B级资源点 很快就被它刷到上线 收获了500枚B级元素石 刷完B级资源点后 暗流涌动 正好连通了6个A级资源点 陆川果断传送了过去 放眼望去 几头火元素精灵 正在晒太阳 体型比起B级资源点的元素精灵 要庞大许多 明昌 元素精灵 火 等级 石 力量 45 敏捷 45 体质 130 精神 45 技能 硬化 火焰吐息 A级的资源点 都是10级的元素精灵 陆川作为60级的职业者 凭借着四位数的属性 依旧是一拳一个 跟刷B级资源点 和C级资源点时 没有任何的区别 捏死一只小一点的蝼蚁 和捏死一只大一点的蝼蚁 所消耗的时间 是一模一样的 喂养A级元素石之后 技灵的收获 必然会更大 陆川笑了笑 果断前往下一处A级资源点 谁属性A级资源点 一位眉目如画 身姿玲珑起伏的绝世少女 正在刷着元素精灵 她的每一次出手 都会伴随着 嘹亮的凤鸣 和炽热的火焰 飘逸无比 她作为全国第二 SSS级的黄语神使 本来就有着月季而战的能力 再加上纪灵所带来的等级反馈 单刷10级的元素精灵 完全不是问题 幸运女神 总算是眷顾我了 这个A级资源点 距离我的祭坛 只有两小时的路程 可惜这个A级资源点 不是活属性的 没法让我的祭灵 获得更大的好处 徐洛霞依旧苦恼 感觉自己难以反超消反 叶辰等人 当他将第21只水元素精灵干掉时 突然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当即喊道 陆川哥哥 洛霞妹妹 这妖巧 陆川笑了笑 他刚刚刷完50枚A级水元素时 正准备离开 陆川哥哥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里可都是十级的妖兽 万一发生意外就不好了 徐洛霞连部款款地走了过来 他可不觉得 陆川的23800积分 是平本是刷出来的 必然是发现了 寄灵之战的bug 以两人青梅竹马的关系 说不定能将这个bug套出来 反超消反和叶辰 不过算计归算计 他的担忧也是实打实的 和神是公认的又稀有 又弱 潜力又低 限制又多 又难成长的废职业 稀有可以说是唯一的优点 玄幻书格 HTTPS 因为生活类职业 也比和神好 没有任何一个人 希望自己的职业是和神 而且 A集资源点的妖兽 都是十级的 在这个时间点 就不是C级职业者该来的地方 哪怕是S级的职业者也不行 能有什么意外 我有23800积分 寄灵都升到九级了 陆川微微一笑 将刚刚收集到的 50枚水源速食录了出来 寄灵升到九级了 徐洛霞瞬间就酸了 寄灵之战 寄灵的等级 能给御主带来等量的反馈 陆川有一头九级的机灵 哪怕只有一级 也能拥有十级的实力 再加上水系资源点 是和神为数不多 能发挥出作用的地方 击杀50头十级的水元素精灵 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陆川哥哥 你是如何在第一天 就获得这么多积分的 萧凡和叶晨 跟你同为战神之后 这一天也下来 也就一万左右的积分 跟你完全没法比啊 而我运气不好 只收获了3200的积分 徐洛霞露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想将陆川所掌握的 Bug套出来 反正两人是青梅竹马 对陆川撒娇卖萌 早已是他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你跟我来 陆川知道生意来了 果断向井的方向走去 陆川哥哥 竟然毫不犹豫地 就将方法告诉我了 徐洛霞很是激动 Bug运用的次数越多 引起天道关注的可能性变越大 多一个人 利用寄灵之战的Bug 那这个Bug被修复的可能性变越大 因此Bug被发现时 要不就自己闷声发大财 要不是告诉一大堆人 跟天道打突击 狠狠地大赚一笔 来到一口井前 陆川停了下来 只要跳进这口井中 就可以传送到 自己想去的资源点 这个竟然是 寄灵之战的传送井 徐洛霞有些惊讶 怎么 你之前见过 陆川挑了挑眉 我在一个B级资源点见过 不过研究了一会 发现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也就不再关注了 徐洛霞问道 陆川哥哥 你是如何运用传送井的 如果能实现定点传送 我收集元素石的速度 必然会大大加快 给我元素石就行了 前往B级资源点 给10枚B级元素石 前往A级资源点 给10枚A级元素石 陆川爆出了自己的价格 10枚元素石吗 对于刷怪快 跑图慢的人 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掌握了传送井的使用方法 我绝对能反超萧凡和叶晨 徐洛霞两眼发亮 等他刷完了 水属性A级资源点的 所有奖励 便会毫不犹豫地 使用这口传送井 至于将元素石跟陆川的事情 被他下意识地忽视了 他可不觉得 传送井是陆川的杰作 就算要给陆费 也不应该给陆川 应该给传送井才对 看在青梅竹马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打八折 并且告诉你 火属性的资源点在哪里 陆川对于亲近的人 会给一些福利 而不像某些人 专门逮着亲近的人坑 八折 这种事情 你说的算吗 徐洛霞有些猛了 覆盖整个副本的传送井 应该跟夜晚的寄灵挑战一样 都属于副本的设定之一 陆川跟自己一样 都是参加寄灵之战的学生 怎么可能动摇寄灵之战 得副本设定 陆川道 这个传送井 是我的技能 名为暗流涌动 想要得到我这么高的积分 光实力强是不够的 还得具备非常强的跑图能力 你的暗流涌动 能实现定点传说 徐洛霞有些猛了 寻常河神 绝对没有这么强的技能 更别说覆盖多个资源点 寄灵的属性一般都跟御主差不多 水元素石应该跟你的寄灵不契合 我想用A级的火元素石 跟你换一些A级的水元素石 陆川将50枚A级的火元素石拿了出来 以此证明自己有定点传送的能力 并且 徐洛霞所收集的A级水元素石 确实是他想要的 必须要换到手 50枚A级的火元素石 徐洛霞施展探测术 发现这50枚A级的火元素石 都是如假包换的 要知道下一处A级资源点 距离这里有4个小时的路程 再加上陆川刷这里的元素精灵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果没有定点传送的能力 陆川不可能将50枚A级的火元素石 和水元素石都弄到手 念及于此 他对于暗流涌动传送功能 已经信了8成 最后二成 得亲自试验一下暗流涌动的效果 才能彻底敲定下来 陆川哥哥 请稍等片刻 以我的实力 很快就能将50枚A级的水元素石刷满 徐洛霞将手头的水元素石 都换成了火元素石 随后投入到了刷怪之中 作为战神之后 SSS级的黄语神石 刷怪速度自然是极快的 50枚水元素石很快就刷满了 并且通通跟陆川完成了交换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幻ansuge.com陆川道 火元素石对你很重要 陆费你不用急着给 等你刷到其他A级的元素石 把之前欠下的陆费 一起丢进井中就行 只要附带上书信 我就知道是你给的 两人是青梅竹马 他自然是信得过 就算真的遇到不给的情况 他大不了取消徐洛霞使用 暗流涌动的权限 依旧是贪图八折之后的路费 还是要运用暗流涌动的传送功能 只要是脑子正常的 就必然会选择后折 多谢陆川哥哥 徐洛霞奄然一笑 觉得陆川非常体贴 在暗流涌动的传送下 很快就出现在火属性的A级资源点中 陆川哥哥没有骗我 暗流涌动真的将我传送到了 另一个A级资源点了 而且这个传送速度真的太快了 传送的过程中还非常舒爽 就像泡澡一样 传送结束时 身上还没有一处是湿的 非常完美 哪怕陆川哥哥 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仅凭这个技能 也是非常难得的战略型人才 难怪斩天战神 为了陆川哥哥的成长 连世人的舆论都不在乎 硬是让陆川哥哥作弊 才能达到的高考成绩 保留了下来 看着周遭十级的火元素精灵 徐洛霞欣喜不已 火属性的A级资源点 足足有七个小时的路程 是比较远的资源点 若是没有陆川暗流涌动 如此远的资源点 他就算知道是火属性的 也难以探索 毕竟一来一回 就要十四个小时 到了晚上 还得喂养技灵 帮技灵度过技灵挑战 在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 如果没有陆川哥哥的帮助 以我的运气 依旧会落后于萧凡和叶晨 徐洛霞两眼发亮 虽然他并没有在陆川身上 打探出技灵之战的bug 不过在暗流涌动的高速传送下 他依旧有了反超消防和叶晨的底气 我得尽快收集40枚A级元素时才行 只要让祭坛也被陆川哥哥的 暗流涌动所覆盖 我的跑图能力必然会更强 他捏了捏锈拳 充满了干劲 时间过得很快 陆川通过自己的拳头 所有A级 B级 C级的资源都刷满了 夏宇斌和唐优的进步速度很快 身为SS级的职业者 跟SSS级的职业者一样 正在刷A级的资源点 陆川通过夏宇斌和唐优所给的路费 大概判断出了两人的情况 一整天下来 A级的资源点被夏宇斌和唐优刷了6个 让他赚取了120枚A级元素时 两人知道 他需要水元素时 所以在交路费时 还会优先交这个 而徐洛霞的刷怪速度更快 10个A级资源点都刷满了 再加上开通回程路线的费用 也让他赚取了120枚A级元素时 黑夜将至 纪灵们即将面对第二次挑战 请各位御主 及时回到祭坛 助记灵渡过难关 该回去喂养祭灵了 740枚A级元素时 其中还有200枚是水元素时 应该能给黑鱼鱼带来非常大提升 陆川笑了笑 果断传送回黑鱼祭坛 好多A级元素时 看着堆积成山的元素时 黑鱼就像恶狼般扑了上去 黑鱼近视200枚A级水元素时 获得20万积分 黑鱼近视50枚A级金元素时 获得1万积分 一枚A级水元素时提供1000积分 一枚属性不合的A级元素时提供200积分 通通是B级的10倍 玄幻书格HTTPS 3W.xhwansealge.com陆川 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再加上夏宇宾 唐佑 徐洛霞在回家时 所消耗的10枚A级元素时 它的A级元素时又多了28枚 达到了768枚 当黑鱼将所有元素时吃完时 它的总积分达到了355,880 如此大的提升 足足是昨天的12倍 而且还是在纪灵挑战还未开始的情况下 鸣昌 翻江鱼等级 28血量 355,880 力量 400敏捷 400精神 400体质 400技能 通生 吞噬 大力危机 江河吐息 28枚了 从黑鱼 蜕变成了翻江鱼 并且掌握了两个技能 陆川两眼发亮 这还不是翻江鱼最亮眼的地方 血量才是 翻江鱼的血量 跟它的积分一模一样 足足有355,880点 哪怕翻江鱼 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光凭这个血量 同生 技能 也能发挥出非常大的作用 让陆川 拥有非常强大的恢复能力 直到翻江鱼的血量耗尽为止 再加上元素化的群体 恢复能力 他和翻江鱼 将会更加难杀 保命能力直接拉满 子虫祭坛 我是传说中的天选之子吗 最近的A级资源点 只需一小时就能赶到 并且又是最契合我的雷属性资源点 萧凡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有如此好的运气 此次技灵之战的魁首 必然是他 至于领先他18000多积分的陆川 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一个靠Bug 暂时领先自己的废物职业 等Bug被天道修复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自己反超 念及于此 他果断打开了排行榜 第一名 陆川 积分 355880 第二名 徐洛霞 积分 16万 第三名 唐优 积分 14万 第四名 夏宇斌 积分 13万8000 第五名 肖凡 积分 7万 第六名 叶晨 积分 6万8000 第七名 柳如烟 积分 6万4000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oangseer.com 我 我既然排到第五了 肖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陆川通过Bug得到了如此多积分 天道应该紧急修复才对 可陆川的积分增长的速度 反而更快了 比起昨天多了12倍 而且 徐洛霞的积分 在昨天 还是3200分 今天直接成了16万分 比起昨天多了50倍 按理来说 一步慢 步步慢 徐洛霞的运气不好 应该一直被自己压制才对 凭什么突然间就反超自己 而且 积分还是自己的两倍多 徐洛霞作为战神之后 积分反超他也就算了 可这夏宇宾和唐优是什么鬼 在他的印象之中 SSS级的职业 好像没有这两个人啊 这两个SS级的职业者 凭什么在积分上 比自己多一位数 黄猫祭坛 排行榜是什么情况 肖凡的排名 依旧在我之上 也就算了 凭什么徐洛霞也能弯到超车 排在我前面 而且 夏宇宾和唐优连 SSS级的职业都没有 是怎么在积分上胜过我的 叶辰整个人都闷了 他在收集资源的过程中 遇到了契合的金属性A 级资源点 本以为自己运气好 能借此反超肖凡 结果肖凡没能反超 反而让徐洛霞 夏宇宾和唐优 排在他前面去了 而且还领先了 七八万的积分 每个资源点 都只能获取50枚元素时 想要得到如此多的元素时 得刷多少个资源点 根本就跑不过来 难不成排行榜前四的人 全都做起了土匪 不然又怎会得到 如此多的积分 为了夺魁 他决定改变策略了 以后建一个抢一个 反正 寄灵之战 是竞争型副本 自己抢个结 让竞争变得更激烈一些 应该很合理吧 不过每个资源点 都非常大 人并不是想遇到 就能遇到的 同样需要一些运气 白狐祭坛 陆川的积分太异常了 不管怎么算 也不应该是这个积分 哪怕将A级 B级 C级的资源点 全部都刷满 也不可能有 35万5880分 而且 每一个资源点 都相隔甚远 哪怕陆川跟蜈蚣一样 有几百条腿 也不可能将 所有的资源点 都刷一遍 柳如烟目瞪口呆 他长得极其完美 面貌 身材 神态都像传说之中的 狐狸精一样 他的职业是 SSS级的青秋神士 暗杀能力和精神控制能力 都非常强 正因如此 他才能在 昨天的积分排名上 略微胜过夜城 陆川能得到 35万5880的积分 稳居第一 必然是找到了 季灵之战 The Bug 而徐洛霞 夏宇冰 唐优能得到 如此高的积分 必然也跟 季灵之战 The Bug有关 很有可能是 陆川泄露出去的 柳如烟的狐媚眼 微微眯起 不由心生一计 徐洛霞 夏宇冰 唐优怎么听 都是妹子的名字 陆川将 季灵之战 The Bug 告诉了三位妹子 并且 一个男的都没告诉 很有可能是个色色的人 而他的容貌 和身材本就绝顶 再加上 青秋神史的职业加持 哪怕没有任何的 感情基础 想要拿捏一个男人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换作别的人 他身为 帝多柳家的嫡女 他是不屑于 用这种手段的 能被看上眼的男人 也只有同为 SSS 及职业的 萧凡和叶晨 可陆川作为战神之后 长得还极其俊俏 哪怕是C级的和神 他不介意 让其占点便宜 甚至清几口 也没关系 只要能抱上 斩天战神的大腿 就算自己的夫君 是废物 又有什么关系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和叶晨晨.com 不过 寄灵之战的面积很大 想要偶遇陆川 无异于大海捞针 概率小的跟买彩票差不多 而且 寄灵之战 The Bug 已经被四个人掌握了 引起天道注意的概率 必然会再度加大 就算他的运气极好 真的遇到了陆川 很有可能 寄灵之战 The Bug 已经被天道修复了 头疼 为什么跟陆川偶遇的人 不是我呢 柳如烟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的运气太差了 红鸟祭坛 我的红鸟 蜕变成火鸟了 徐洛霞将火鸟祭领捧在手里 越看越喜欢 若不是陆川的帮助 他根本不可能弯道超车 反超小凡9万多分 至于夏宇宾和唐优的积分 就让他有些意外了 SSS级职业非常稀少 百艺人都未必能出现一个 只有战神级别的SSS级职业者 才有很大概率升出一个SSS级 因此 除了柳如烟以外 职业评分达到SSS级的 都是战神之后 在这一件 SSS级的职业者 只有四个 他自然能将另外三人的名字记住 而夏宇宾和唐优的潜力 再怎么高 也不过是SS级的职业者 是如何超越消反 叶辰 柳如烟这三位SSS级职业者的 难不成夏宇宾跟唐优一样 也跟陆川哥哥 达到了合作关系 想到这里 唐优觉得 一切都不奇怪了 在暗流涌动的帮助下 夏宇宾和唐优的跑图能力 都非常强 哪怕实力不如SSS级的职业 可凭借着强大的跑图能力 依旧能够将SSS级职业者 甩在身后 而且 祭林的等级 能给狱主带来反馈 等今日之后 夏宇宾和唐优将得到等级优势 哪怕遇到消反等人 也能从容应对 翻江鱼祭坛 祭林的第一次挑战开启 除了辅助型技能 狱主将无法插手祭林的战斗 检测到 你已通过第五阶段 可做出以下选择 一 重复第五阶段 二 进入下一阶段 二 陆川没有任何的犹豫 嗷 嘹 嘹亮的狼嚎声响起 三十头七级血眼狼围攻而来 庞佛饿了几天一般 使用江河吐息 陆川一声令下 翻江鱼口吐江河 凭借着二十八级的等级优势 江河横扫之处 血眼狼的肉身瞬间破碎 犹如卡车撞鸡蛋一般 击杀三十头七级血眼狼 获得三千二百积分 第七阶段时 三十五头八级的血眼狼 围攻而来 翻江鱼使用大力尾击 庞大的尾巴 犹如锯锤般落下 瞬间将十头血眼狼砸成肉泥 连续四次摆崴 所有的血眼狼都死光了 击杀三十五头八级血眼狼 获得六千四百积分 第八阶段 四十头九级的血眼狼 翻江鱼每次出手 都会死一大片 陆川收获了12800积分 第九阶段 四十五头十级的血眼狼 翻江鱼轻松应对 陆川收获了25600积分 第十阶段 五十头十一级的血眼狼 翻江鱼依旧无敌 陆川收获了51200积分 五轮挑战已结束 你的挑战积分为99200 完成全部挑战的时间为30分32秒 当所有击零挑战结束后 将结算今天的排名奖励 玄幻书格 https 3w.xhwanshuge.com 99200积分 这次的挑战奖励不错 陆川很是满意 这次激灵挑战 不仅积分更多 完成的速度还更快了 翻江鱼激灵 在得到99200积分后 也从28级 升到了29级 光鸟祭坛 达到第八阶段了 光鸟你真棒 唐优柔捏地光鸟激灵的脸蛋 恨不得轻上几口 在陆川和夏宇宾的帮助下 他的积分达到了14万 黄鸟直接升到21级 蜕变成了光鸟 再加上 他是辅助型职业 在激灵接受挑战时 能出手相助 所以 积分比起夏宇宾 还要略高一些 今日的激灵挑战已结束 即将结算今日的排名奖励 第一名 陆川 积分 455080挑战进度 第十阶段 今日通关速度 30分23秒 评分 SSS 奖励5万积分 第二名 唐优 积分 164600 挑战进度 第八阶段 今日通关速度 50分14秒 评分 SSS 奖励4万积分 第三名 夏宇宾 奖励3万5千积分 第四名 徐洛霞 奖励3万积分 接下来的排名奖励 跟上次差不多 只不过都加了个0 我既然成了第二 唐优兴奋无比 他本以为自己的排名 会跟G0挑战前差不多 结果超过了身为战神之后的徐洛霞 四个战神之后 他已经超越了三个 这是一个SS级职业者 该做到的吗 若不是小统领 和宇宾的帮助 我不可能有今天 他无比感激 能被人固定带的辅助型职业 实在是太少太少 因此 积分榜靠前的 一般都是战斗型职业 而战斗型职业 又无法影响G0挑战 因此 积分的排名 往往跟挑战的排名一样 不会有任何的动摇 火鸟祭坛 可惜了 如果我能早点遇到陆川哥哥就好了 徐洛霞 愧然一叹 他不傻 自然能分析出 他第一天的运气太差 只收集到了2000积分 G0只能在第一阶段循环 而挑战更高的阶段 必须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地打上去 再加上 每天只能挑战5次 在积分 都是10万以上 能随意碾压挑战的情况下 他自然是追赶不上 在第一天 就在G0挑战上 胜过他的唐优 和夏宇宾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oangsew.com 子虫祭坛 第十阶段 完成时间30分23秒 陆川跟上次一样 直接将G0挑战的难度拉满了 速度比起上一次 反而还更快了 肖凡整个人都骂了 陆川的G0都强成这样了 不管陆川的职业有多拉结 在等级反馈之下 也能无敌于G0之战 他接下来该如何竞争 这次G0挑战的第一名 直接奖励5万积分 让陆川的积分 达到了40万零5880 哪怕 G0之战的Bug 被天道修复了 凭借着如此大的优势 他也没法追赶 可恶 为何陆川的运气这么好 明明是个C级合神 公认的废物职业 在高考时 有斩天战神帮 在G0之战 有副本Bug帮 明明什么本事都没有 却断崖式的领先 碾压我这种 本该夺魁的绝世天才 肖凡越想越气 都有些破防了 他运气和实力都在 都误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了 结果就拿了个第五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他觉得徐洛霞 下语兵 唐佑能突然超越自己 必然是陆川将G0之战的Bug 泄露出去了 陆川凭借着Bug 夺了他的第一名 也就算了 连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都不留给他 这让他如何能忍 竞争型副本的好处 都是非常大的 能增强一个职业者的潜力 像这样的大好处 让SSS级的徐洛霞 得到也就算了 凭什么陆川这种C级职业 夏宇兵 唐优这种SS级职业 也能占据这份机缘的大头 好的机缘 只有落入最顶尖的天才手中 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陆川一个高考靠作弊 寄灵之战 靠Bug的废物 就算在寄灵之战夺魁了 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又如何 垃圾职业 就是垃圾职业 是无论如何 也扶不起来的 如此大的好处 落入垃圾职业的手中 纯粹就是暴天天物 翻江鱼祭坛 有了五万积分的排名奖励 我现在有五十万零五千零八十积分了 陆川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想要得到更高的积分 光凭三个顾客 是远远不够的 我得在副本中 打响 暗流涌动 的知名度才行 短暂的喜悦后 陆川开始了思考 每个资源点的占地面积 都非常大 哪怕每个等级的资源点 只有十个 他想要遇到一个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了 这也跟他的刷资源的效率有关 他的刷怪速度很快 停留一个资源点的时间非常短 想要遇到一个人 就更难了 而且 遇到不熟悉的人 他想要取得信任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得大量的时间和口舌 毕竟每个资源点的资源获取 都是有限制的 再加上赶路非常费劲 如果被骗了 身处 寄灵之战 终是没法报警的 因此 每个人的警惕心 都非常强 要不我把暗流涌动 伪装成 寄灵之战 的设定之一 那些不认识的人 就算信不过我 寄灵之战的设定 总应该信任吧 陆川突然奇想 而如何高效传达 暗流涌动的使用方法 也是一个问题 寄灵之战 是无法使用通讯设备的 对了 我可以试下 激流 激流 能随意控制 核神领域流向和流速 实现细致入微的控制 若是以核神领域为底 奈核领域为字 这一蓝一黄的 只要搭配好 就能实现黑白手机的作用 精准地传达信息 实现了 陆川很是惊喜 如此细致入微的控制 对于精神属性的要求很高 尤其是 激流面板 无时无刻都会消耗 极其庞大的精神力 好在他的等级 在激灵的反馈下 达到了89级 精神属性非常高 就算制造5000个 激流面板 也不是问题 信息传递的问题解决了 想要增加 暗流涌动的知名度 一个资源点 一个传送警示 万万不行的 九香也怕巷子慎 尤其是在信息传达困难的 激灵之战中 陆川再度想到了解决之法 暗流涌动 对法力值的消耗非常低 再加上等级优势 他打算让所有资源点 每隔一万米 就能见到一口传送警 反正最遥远的路 已经打通了 仅仅是在附近蔓延 消耗不了多少时间 排名奖励结算完毕 S级资源点已刷新 激灵的等级 将对御主带来反馈 S级资源点刷新了 陆川的暗流涌动 向各个方位蔓延着 犹如树根一般 在地下核连通 S级资源点之前 他打算先将 A级的资源点 全部刷干净 当他收集到500枚 S级资源点 可以前去刷怪了 13级的元素精灵 陆川依旧是一拳一个 刷怪的效率 跟之前差不多 时间主要浪费在找怪上 金属性A级资源点 A级的资源点都刷完了 也不知陆川哥哥 有没有连通S级资源点 玄幻书格 https 3w.shenghuanshuge.com 徐洛霞连部 款款地来到传送警旁 很是期待 他的相貌和气质 皆是顶尖 若是穿上汉服 就像传说中的 绰约仙子一般 哗啦啦 传送警 喷涌出蓝色和黄色的液体 并且在半空中 构建成以蓝为底 黄为字的面板 陆川哥哥的 暗流涌动 变得更强了 徐洛霞略微惊讶 在 激流面板中 详细记载了 哪些S级的资源点打通了 并且标注出了 他最需要的 火属性资源点 而且在面板之中 他还能看到交易功能 可以通过传送警 交易自己想要的元素时 他没有犹豫 就像操纵手机一般 手指在 激流面板 点了几下 便将50枚A级水元素石 丢进传送警 紧接着 50枚A级火元素石 从传送警中飞了出来 稳稳地落入他的手中 交易成功了 我通过面板 跟陆川哥哥 实现了远程交流 徐洛霞敬佩不已 他在做梦的时候 都很难将梦境 控制到这种程度 更别说将颜色各异的河水 支配得跟黑白屏的手机一样 而且 激流面板 不仅仅是呈现画面这么简单 还能真的像手机一样 实现远程沟通 这得多么惊人的运算能力 才能实现此等壮举 光是想想他 就觉得可怕 完成这等壮举的 还不是什么三转四转的精神系职业者 而是 他同为18岁的少年 18岁的人形计算机 真的是C级和神能拥有的能力吗 陆川哥哥的天赋 真的太强了 如果职业跟斩天战神一样 也是SSS级的九剑仙就好了 徐洛霞感慨万千 想在寄灵之战实现远程传达信息 确实是无比困难 能引起无数人的惊讶 可这个手段 只限于信息难以传递的副本 等回到了现实之中 也就没有用处了 而且 一个人的心神是有限的 陆川能维持一个激流面板 就非常牛逼了 夏宇斌和唐优旧 算跟陆川有合作关系 多半也享受不到 激流面板的信息传递 念及于此 他不由甜甜一笑 这种被重视的感觉 真好 风属性A级资源点 柳如烟正在其中刷怪 他去往S级资源点的路上 刚好经过这里 自然要顺路获取资源 哗啦啦 突然间 地涌泉水 并且迅速扩张成一口井 又有一口井冒出来了 好奇怪 柳如烟放眼望去 每隔一万米 便会有一口井 并且 这些井还在不断对外扩张 速度非常快 难不成 寄灵之战 要发生大变动吗 他打算去研究一番 万一错过什么大纪元 就不好了 每隔一万米打一口井 并且连打紧的人是谁都判断不了 他可不觉得 是一个同龄人能做到的 必然跟A级和S级资源点的解锁一样 是寄灵之战的设定之一 当他手指探入河水时 激流面板当即冒了出来 传送功能已解锁 前往C级资源点 消耗石煤C级元素时 前往B级资源点 消耗石煤B级元素时 前往A级资源点 消耗石煤A级元素时 前往S级资源点 消耗石煤S级元素时 交易功能 狱主只需承担10%的手续费 便能跟其他狱主交换新仪的元素时 至于跟自家祭坛建立传送点 路川并没有急着标价 他会根据每一个人的实力来判断 强的人收多一些 弱的人收少一些 反正50枚元素 石是必须要的 区别在于品质 这些景竟然让我解锁了新功能 柳如烟很是惊喜 传送确实要消耗路费 不过每个资源点的距离都非常远 将赶路的时间用来刷资源 绝对能将赚得更多 至于交易功能10%的手续费 也是完全能接受的 契合的A级元素石 能获取1000积分 而其他的A级元素石 能获取200积分 跟800积分比起来 区区10%的手续费算什么 根本不值一提 念及于此 他打算先试试交易功能 当他将100枚A级元素石 投入传送井后 90枚A级的水元素石 很快就传送了过来 成了 若是将100枚不契合的A级元素石 未给G0只能获得2万积分 而将90枚水属性的元素石 未给G0 我能获得9万积分 赚了7万 好处太大 柳如烟的呼吸都急错了几分 传送井的蔓延速度很快 我得赶在别人发现传送井之前 建立更大的优势才行 旋幻书格 https 3w.shenghuanseuge.com 可惜前往S级的资源点 得10枚S级的元素石 我连S级的资源点都没去过 就算有实力 也没法直接传送到奖励最多的S级资源点 柳如烟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将自己目的地定在了S级资源点 万一G0之战出现bug 将它直接传送到S级资源点 它可就赚大了 当它跳入传送井后 很快就传送到了S级的资源点中 这里的元素精灵都是13级的 我只是尝试一下 没想到刚好卡了G0之战的bug 柳如烟娇笑着 觉得自己的运气太好了 而激流面板就像飞行兽宠一样 随着它传送了过来 并且飘在它面前 宁欠10枚S级元素石 若是不归还 将无法使用传送井 这并非什么bug 而是入川为了加快众人刷资源的效率 特意安排出来的 我身为地 都柳家的嫡女 竟然也有欠钱的一天 柳如烟笑了 果断对周围的元素精灵动手 至于欠债 不还是不可能的 若是因为10枚元素石 而错失了更多的元素石 无异于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以它的实力 再加上传 宋井的传送能力 将所有S级的资源点 都刷一遍也不是问题 再加上交易功能 它还能将手头的S级元素石 尽可能兑换成 跟寄灵气核的水元素石 类似的一幕 在副本的每一个角落发生 一些运气差的人 甚至喜极而泣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不用将时间浪费在赶路上了 丽妃宇欣喜无比 她的运气很差 赶路的时间长就算了 连跟寄灵属性气核的资源点 都遇不到一个 本想着在高考时 输给了夏宇宾 必须要在寄灵之战赢回来 结果夏宇宾的积分 来到了第四名 足足17万3000分 就连战神之后 都被其甩在身后 而且不仅是夏宇宾 就连其好闺蜜唐优 也将战神之后甩在身后 直接就让她怀疑人生了 这两人真的是SS级职业 在高考 跟自己争夺华北省第二的学生吗 与此同时 萧凡和叶晨 也发现了传送警 全都在S级资源点中刷怪 有了暗流涌动的帮助 寄灵之战 跟运气成分被降低 现在比的是 谁的实力更强 萧凡和叶晨 作为战神之后 华夏新生代顶尖的强者 自然是希望比实力 而不是比运气 而夏宇宾和唐优 凭借着寄灵的等级反馈 比起战神之后 也丝毫不慢 光属性S级资源点 徐洛霞恰好遇到了萧凡 便打了个招呼 萧凡 这妖巧 徐洛霞 你也在 萧凡笑了笑 同为战神之后 大家的背景都很大 自然是交好不交恶 哪怕陆川因为作弊 让他和叶晨非常不爽 可两人 也没有当着陆川的面说 羞辱的话 就连阴阳怪气 也是非常隐晦的 你也有一个面板 徐洛霞看着独属于萧凡的 激流面板 有些惊讶 你也有呀 有什么好惊讶的 萧凡撇了撇嘴 这面板是 寄灵之战 解锁的新功能 不仅能传送 还能商品交易 如果这个功能早点解锁就好了 对于我们这样的强者 凭实力说话是最好的 根本不需要运气 他突然觉得 徐洛霞的脑袋 有些不灵光 便简单讲解了一番 也 也是 徐洛霞表面镇定 内心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陆川能制作一个 激流面板 跟他实现远程交流 就已经很厉害了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幻anshuge.com 结果 激流面板 不仅他有 萧凡也有一个 如果陆川正在刷怪 恰好自己跟萧凡 都要使用激流面板 岂不是陆川 要一心三用 如此惊人的运算能力 真的是同龄人能做到的吗 奇怪 你的路费 为何都打了八折 而且 商品交易也打了八折 萧凡看了眼徐洛霞的面板 很是羡慕 如果他也有八折的优势 积攒元素时的速度 必然会更快 因此 他想打探出 让传送功能打折的方法 我做了个隐藏任务 就得到了八折的优惠 徐洛霞没有说出真相 萧凡误以为激流面板 是激灵之战的设定之一 必然是被陆川运作出来的 陆川帮了他 他自然不会暴露陆川 隐藏任务 这隐藏任务该如何揭取 萧凡连忙追问 如果徐洛霞不肯说 他不介意付出一些元素时 我也不清楚 突然间就给我发布的 可能我运气比较好 徐洛霞撒奇谎来 跟说实话一样 没有引起萧凡的怀疑 运气好 你的运气真的太好了 激灵之战 得面积这么大 你都能遇到陆川 并且得知 激灵之战的bug该怎么卡 卡了bug也就算了 天道环点你发布隐藏任务 让你能打八折 节省不少元素时 萧凡整个人都骂了 就因为运气 他根本无法跟陆川 和徐洛霞竞争 他真希望 激灵之战的运气成分 能少一些 一切都凭实力来说话 萧凡 你在来的路上 有没有遇到其他人 他们的身边 是不是也悬浮着面板 徐洛霞再度发问 他隐约猜到 各个资源点遍布传送井的原因 可如此惊人的运算能力 真的是同龄人能做到的吗 就算有如此惊人的运算能力 堪比人形计算机 法力也得跟得上才行 就算有寄灵所反馈出来的等级 陆川也不应该完成 如此惊人的壮举 我在路上遇到了四五个人 身后都悬浮着面板 跟我们一样 萧凡笑道 徐洛霞 你今天好奇怪 传送井遍布各个资源点 每隔一万米 就会有一个 只要跟其中的井水接触一下 就能解锁传送功能和交易功能 这么长时间过去 估计所有人都解锁新功能了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恍然大悟道 我懂了 你的传送功能 不是用传送井解锁的 见自己的优势 被多个人掌握 这才如此惊讶 徐洛霞点头道 你说的对 我的传送功能 也是通过隐藏任务解锁的 我能从三千二百分 一举冲到第二名 获得大量积分 靠的便是传送功能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 陆川江 《寄灵之战》的bug告诉你了 肖凡很认可 徐洛霞半真半假的说法 如果他早点掌握传送功能 同样能将所有 高等级的资源点刷光 等肖凡传送走后 徐洛霞再也控制不了 自己震撼的神情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inhuangsearch.com 每个资源点 每隔一万米 就会有一个传送井 陆川哥哥这么做 必然是有目的的 很有可能 一切正如肖凡所说 每个人都得到了随身面板 能轻易使用 按流涌动的传送功能 若是4999个人 同时使用面板 岂不是陆川哥哥 得一星5000用 不对 这个例子太极端 4999人 不可能无时无刻 都在使用面板 有了传送井之后 赶路不再浪费时间 时间主要消耗在刷资源上 可即便如此 陆川哥哥 至少也要一星几百用 随时随刻都要满足 几百人的需求 而且 要维持七八个小时的时间 这运算能力 真的太恐怖了 据我所知 和神根本不是精神系的职业 陆川哥哥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徐洛侠杂舌 光是想想就头皮发麻 每一个 激流面板 都极其精细 换它来制造一个 都够强 而陆川同时制造了 4999个 无时无刻都要满足 四五百人的需求 已经能称之为 人型服务器了 陆川哥哥 真的太强了 战略型技能 按流涌动 连通每一个资源点 也就算了 还每隔一万米 就打通一个传送井 此等天赋 如果陆川的职业是 SS SS极九剑仙 很有可能会接替 斩天战神 成为华夏新的最强者 他感慨 陆川强大的同时 又因为陆川的职业 而感到可惜 不过所有人 都掌握了传送功能 他优势 也只有自身实力和八折了 为了稳居第二 不被萧凡和叶辰 这两个战神之后反超 他同样得争分夺秒才行 在暗流涌动的影响下 每个人都全身心地 投入到刷怪之中 忙得不亦乐乎 传送功能普及之前 他们不得不将时间浪费在赶路上 又枯燥 又无聊 恨不得给天道一巴掌 而现在 赶路的时间被无限缩短 传送完之后 像刚洗完澡一样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的 刷起怪来 也更有劲 而他们每次使用传送功能 每次使用交易功能 陆川都会有大量的元素时进涨 绝对能称之为暴力 在将所有资源点都刷一遍后 陆川回到了翻江鱼祭坛 专心致志的做人型服务器 每时每刻都在处理大量的信息 好在这些信息的同质化比较严重 他只要保证不出错就行了 不会出现让人纠结的事情 不过仅仅是不出错 也足以难倒无数人 甚至是精神系的职业者 都难以做到 这时间一长 陆川的精神也越发疲劳 甚至脑袋都发疼了 好在 元素化的恢复能力很强 就算精神在高负荷下受到损失 也能迅速恢复 再加上 他身处翻江鱼祭坛 无时无刻都有海量的元素 时让翻江鱼享用 祭灵所反馈 越来越高 让他逐渐变得从容起来 黑夜将至 决战即将开始 请各位御主 及时回到祭坛 提升祭灵实力 为决战做准备 赴本波报响起时 陆川总共收获了 1600枚S及水元素石 8400枚A及水元素石 19700枚B及水元素石 56000枚C及水元素石 作为商品交易的掌控者 他自然是先将 自己需要的水元素石换过来 至于其他人 没货了 只能耐心等 如此多的元素石 对在一起 就像金山一样 看得翻江鱼的口水 都快流成河了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而且全部都是 最美味的水元素石 翻江鱼幸福到流泪 一脑袋扎进石山之中 他吞得下巴都 要脱臼了 可依旧没有停歇意思 恨不得将自己撑死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anshuge.com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陆川拍了拍翻江鱼的脑袋 有些哭笑不得 主任你放心 有吞噬进化 有多少我就能吃多少 是绝对不会浪费的 更不会撑死自己 等 激灵之战 结束了 我就没有这么大的胃口了 我得趁此机会 变得更强才行 翻江鱼吃得太快了 嘴角撑裂都毫不在意 见他的意志如此坚定 陆川也不好多劝 默默对其施展元素化 激灵之战 的决战 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此多的元素石 慢慢吃 肯定是吃不过来的 唯有狼吞虎咽 翻江鱼激灵 才能以最强的姿态 迎接决战 近时1600枚S 即水元素石 获得1600 0000 激分 近时8400枚A 即水元素石 获得840 0000 激分 近时19700枚B 即水元素石 获得197 0000 激分 近时56000枚C 即水元素石 获得56万 激分 当所有元素石都吃光后 陆川的积分 达到了2743 5080 商人当真是爆裂 跟4999人达成合作 我的积分 直接是昨天的54倍 陆川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为了维持4999个 激流面板 给所有人提供服务 他精神力 一直处于枯竭的边缘 好在一切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他不仅赚取了大量的积分 还让所有人的积分 都随之暴涨 大大增强 华夏新生代的实力 而翻江鱼 吞食了海量的元素石后 直接升到了60节 并且在生命层次上 得到了无比巨大的提升 翻江鱼仰头一笑 体表浮现神光直观天穷 犹如天河宣泄一般 让方圆千里都颤动了起来 在神光的包裹下 翻江鱼的每一寸血肉 都在蜕变 在极尽升华 体型也随之越来越大 明昌 坤 等级 60 血量 2743 5080 力量 9000 敏捷 9000 精神 9000 体质 9000 技能 通生 吞噬 大力危机 江河吐息 浩海撞击 水击3000 水流甲 翻江鱼蜕变成坤后 四维属性都达到9000 比同等级的陆川 还要高2000 而四维属性 还不是坤最出彩的地方 血量才是 坤的血量 跟陆川的积分一模一样 达到了2743 5080 哪怕是六世纪的金刚雄王 一头有BOSS光环的妖兽 也只有300万的血量 不过是7位数 而坤的血量 足足有8位数 比金刚雄王 多了2443 5080 一个战宠 比同等级的BOSS 还有肉 这是什么概念 再加上坤的 铜声技能 当陆川受到伤害时 可以消耗等量生命值 为其迅速恢复血量 寻常人想要杀掉陆川 得先将坤的血量打空才行 这是何等惊人的保命能力 除非对手 比陆川高五六十几 不然想杀他 必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决战马上要开始了 技灵之战 得最终奖励 必然比之前的都要丰厚 陆川对于接下来的决战 很是期待 黄猫祭坛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franseuge.com 真坑呀 联通祭坛的费用 竟然是因人而异的 只能在A级资源点刷的 只需付出50枚A级元素石 而我能在S级资源点刷怪 得交50枚S级元素石才行 叶辰回到祭坛后 有些不爽 早知道今天是决战 他就不可能花50枚S级元素石 打通去往祭坛的传送点 有交易功能在 它的元素石 全都换成了最契合的雷属性 30枚S级元素石 相当于50万积分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若不是担心 SS级资源点开启后 传送功能要收它50枚SS级元素石 他根本就舍不得 把这元素石省下来 传送到离家最近的资源点 多走几步路不好吗 可事上并没有后悔药 他不管多懊悔 也没有意义 只能怪自己 冲动消费了 不管这么多了 先喂养祭灵 如此多S级的金元素石 必然会让祭灵发生蜕变 夜晨笑了笑 将320枚S级金元素石取了出来 黄猫磅佛饿了四五天一般 当即就扑了上去 进食320枚S级金元素石 获得320 0000积分 刷 300多万的积分 不仅让黄猫升到了45级 还蜕变成了金虎 夜晨兴奋地挥舞双拳 当他打开排行榜 想看看自己排第几时 整个人都待住了 第一名 陆川 积分 2743 5080 第二名 徐洛霞 积分 546 0000 第三名 唐优 积分 480 0000 第四名 夏宇斌 积分 460 0000 第五名 萧凡 积分 400万 第六名 柳如烟 积分 370 0000 第七名 夜晨 积分 3300 0000 在陆川跟所有人合作之后 季灵之战的运气成分 被大大降低 因此 排名波动跟昨天比起来非常小 若是季灵之战结束 唐优和夏宇斌 必然不是肖凡和夜晨的对手 可凭借着季灵所反馈的等级优势 依旧能将排名稳住 不被战神之后超越 我怎么排在第七了 夜晨当场就傻眼了 不过很快便想清了原由 如果将联通祭坛的50枚S级金元素时 未给季灵 他就能以10万的优势战胜柳如烟 可偏偏他冲动消费了 在决战开启前 成为了SSS级职业中排名最低的一个 而且不仅仅是SSS级职业排他上面 就连夏宇斌和唐优这两个SS级也排在他上面 而且压了两轮 该死的陆川 你把bug给徐洛霞也就算了 你竟然还告诉夏宇斌和唐优 夜晨很是别屈 当他留意到陆川的积分后 当场就傻眼了 27435080分 我的八倍 陆川是怎么弄到这么多积分的 一个bug 陆川总不能卡到 寄灵之战 结束吧 而且还是在徐洛霞 唐优 夏宇斌也在共同使用的情况下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oangsewge.com 冰湖祭坛 柳如烟将元素石 未给白湖祭灵后 成功让其升到46级 蜕变成了冰湖 27435080积分 陆川是如何弄得这么多积分的 就算将所有资源点都刷满 并且全都通过交易功能 变成契合的元素石 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积分 柳如烟目瞪口呆 在传送功能解锁后 所有人获取资源的效率 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可获取资源的速度再快 每个资源点 都是有获取上限的 而陆川硬生生地打破了这个上限 对于无法解释的事情 他只能归功于Bug 可Bug用的多了 是会被天道修复的 陆川来 寄灵之战的第一天 都就开始卡Bug 这都卡到寄灵之战结束了 难道Bug还没修复吗 难不成陆川是天道的亲儿子 这Bug是天道特意给陆川准备 所以 不管陆川如何卡 都不会被修复 离谱 真的太离谱 雷蛇祭坛 萧凡的子虫祭灵 蜕变成雷蛇后 本来心情是很好的 可打开排行榜后 整个人都傻了 27435080分 这特么是人能刷出来的 就算将所有资源点都刷干净 并且见一个就抢一个 不择手段地获取资源 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积分 萧凡很清楚 陆川凭借卡Bug 在前两轮得到的优势太大了 哪怕Bug被天道修复 凭借着等级优势 也依旧能无敌于 第一 可他打破脑袋都想不到 陆川能以这样的方式保持第一 三次第一 都是断崖式的领先 每一轮的积分 都完全不符合场理 轰隆隆 突然间大地颤动 所有祭坛都移动起来 非常整齐地排列成两行 中间相隔万米之远 就像河边的护栏一样 五千位职业者 五千头祭灵 相互对望着 皆是紧张了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要我们跟身旁的职业者 和祭灵对打吗 众人很是警惕 没有一人轻举妄动 每个祭灵的活动范围 都是祭坛的方圆千米 而祭坛之间的距离 只相隔八百米 会出现活动范围重叠的情况 不过在活动范围的限制下 就算祭灵真的打了起来 只要退出范围重叠的地方 对方也就奈何不得了 决战开始 副本BOSS即将降临 造成的伤害越高 获得的奖励便越多 播报结束之后 一头高达万米 方方正正的元素精灵 破土而出 他的体表 依附着浩瀚的元素之力 彼此间相生相克 不断演化 分别对应着十种不同的资源点 刚刚出场 就让无数人面色苍白 连跟其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这体型太大了 哪怕什么技能都不用 随便跺跺脚脚 就能把人踩死 这是我们等对付的吗 丽妃与整个人都梦了 他仰望着元素精灵之神 感觉自己如蝼蚁般渺小 副本可不是游戏 如果被元素精灵之神杀死 可就真的没了 不过 当他使用探测术后 明昌元素精灵之神 BOSS级等级 血量 无限力量 零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Suge.com 敏捷 精神 零 体质 零 技能 无 草 原来这元素精灵之神 是样子活 纯粹就是给我们刷伤害的 丽妃与反应过来后 当即带领自己的技灵冲了上去 对着元素精灵之神的脚 就是疯狂输出 太勇了 面对这么强的副本BOSS 竟然还敢冲上去了 元素精灵之神的 压迫感太强了 导致很多人心生畏惧 不敢轻易上前 当他们怯生生地使用探测术后 瞬间理解了丽妃羽的行为 连忙攻击元素精灵之神 一时之间 数之不尽的技能 落在元素精灵之神的身上 浮现出数之不尽的伤害数值 不过相比起元素精灵之神的 高达万米体型 这些技能特性 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明白了 这最终决战 就类似于塔防游戏 元素精灵之神 而我们只需要像防御塔一样 全心全意的攻击元素精灵之神 就可以获得大量奖励 看着远方的战况 徐洛霞细细分析着 有了前车之剑 后面的人自然不会浪费时间 元素精灵之神 刚走进技灵的活动范围 便会拼命输出 一些掌握远程手段的人和技灵 哪怕元素精灵之神 走出了活动范围 也依旧在疯狂输出 直接远程手段也打不到为止 当伤害达到一定标准时 元素精灵之神 就会爆出S级的元素石 并且都是跟伤害来源 相契合的元素石 一枚契合的S级元素石 相当于一万级分 对技灵的提升非常大 再加上元素精灵之神 不会还手 可以放心输出 所有人都恨不得 将吃奶的劲都用出来 我得把这个消息 提前告诉陆川哥哥 让他能多些准备 徐洛霞的手指 在激流面板上快速滑动 信息很快便传递给了陆川 塔房游戏 还挺有趣的 陆川饶有兴致地笑了起来 他身处末尾 如果没有徐洛霞的通风暴信 想要得知元素精灵之神的情况 至少得其进入视线范围才行 考虑到造成的伤害越高 奖励便越多 他打算用奈何领域 为元素精灵之神铺路 奈何领域破限节 可将和神领域自由转化成奈何领域 身处奈何领域的敌人 受到伤害时 可让其额外受到50%的灵魂伤害 只要奈何领域铺好了 相当于所有人在帮他刷伤害 集5000人之力 他所得到的奖励必然非常丰厚 而众人造成的伤害越高 奈何领域得额外伤害便越高 想要让众人刷出更高的伤害 从而得到更多的好处 他打算将和神领域也用出来 给所有人带来160%的全属性增益 哗啦啦 浩荡的河水以路川为源头 向各个祭坛迅速蔓延 至于元素精灵之神所要走的道路 则被奈何领域所覆盖 这是什么东西 柳如烟很是警惕 下意识地躲开 河神领域 他的祭坛就在路川的旁边 是亲眼看着这些水从路川那流出来的 不过 河神领域扩张的范围很大 并且极其迅速 他祭林所活动的范围 直接就被河神领域淹没了 等等 我的全属性提升了160% 冰湖祭林的全属性也提升了160%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earch.com 路川身为C及河神 竟然掌握着百分比增益技能 柳如烟震撼 凭借着祭林的等级反馈 他杀的都是高等级的妖兽 并且经验完全独享 因此 实际等级达到了10 再加上冰湖祭林46的等级反馈 他的临时等级达到了56级 身为56级的职业 哪怕没有二转的质变 只有等级堆积出来的量变 在河神领域160%的增益下 依旧是无比巨大的提升 能让他在接下来的决战中 觉得更多的好处 路川为什么要对我使用辅助技能 难道是看上我了 可惜了 如果我能早点遇到路川就好 这样必然能掌握 祭林之战 The Bug 柳如烟溃然一探 觉得很是可惜 他身为帝都柳家的敌女 背景 容貌 身材 潜力皆是顶尖 有着无数追求者 因此 在吸引男人这一方面 他是很有信心的 由于选择过多 他的眼光也变得极其挑剔 觉得只有战神之后 才有资格能娶自己 而路川的父亲 是华夏 最强者斩天战神 只要能抱上斩天战神的大腿 哪怕路川是个废物 他也不介意嫁给对方 只不过比起萧凡和叶晨 路川身为C 及河神的优先级要低一些 而现在 路川的河神领域 给了他很大的惊喜 一个自带河流的河神 完美解决了 河神限制多的短板 再加上 河神领域 强大的辅助能力 路川的河神职业 绝对不是C级 怎么说 也是SSS级 最关键的是 路川在毫无交集的情况下 主动对他献殷勤 那必然是看上自己 只要两情相悦 感情发展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用不了多久 就能成为斩天战神的儿媳妇 想到这脸 柳如烟舔了舔唇 上下打量卓路川 他发现路川不仅背景大 还比肖凡和叶陈帅很多 很合他的胃口 哗啦啦 河神领域 继续对外蔓延 柳如烟当场就愣住了 想看看河神领域 还要流往何处 一个祭坛 两个祭坛 三个祭坛 四个祭坛 河神领域的蔓延 没有任何的停歇 就这么一路蔓延过去 没有因为任何一个人停留 甚至相隔万米的对岸 也是河神领域蔓延的目标 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全属性 莫名其妙地提升160% 这个增益效果名为 河神领域 难不成是河神用出来的 河神不过是C级职业 怎么可能掌握如此强大的技能 可是增益的名称 做不得假 如果技能的使用者 不是河神 这个技能 又为何叫这个名字 我们这一届 只有一个河神 难不成这是小统领的手段 河神领域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震惊 路川究竟想干什么 难不成他要让所有人 都全属性增益160% 柳如烟猛了 如此强的增益技能 能对他和冰湖技能生效 就非常出色了 正因如此 他才误以为路川想追求他 可他的目光所及之处 所有人都受到了路川的恩惠 全属性提升160% 前后一对比 他发现自己的格局太小了 路川想要的 根本不是什么美人 而是让华夏所有的天才 都能从 技能之战中 得到更大的好处 至于河神领域 究竟能留多远 他还无法判断 每个技能相隔800米 哪怕分成两行 一行只有2500个技坛 那距离也足足有200万米左右 以他的目光 还无法看到这么远的地方 可即便是目光所及 也至少有300个技坛 享受到 河神领域的增益效果 至少对300位职业者 和300位技灵 提供160%的全属性增益 将是多么庞大的法力消耗 光是想想他 就头皮发马 而路川 依旧面不红气不喘 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若不是亲眼看到 路川施展河神领域 再加上增益效果的名称提示 他根本无法将两者关联在一起 金虎 我们上 夜晨捏紧双拳 宁如实质的气径 犹如蛮牛冲击而去 哪怕BOSS距离 金虎祭坛的活动范围 还有500米之远 依旧能造成大量伤害 好强 不愧是战神之后 SSS级的古拳师 古拳师作为近战职业 竟然也能在500米之外伤敌 周围的人 皆是震撼不已 忽然间 他们觉得双脚一亮 低头一看 发现是水后 也就没有在意了 等等 这是什么水 为何淹没我的双脚后 让我的全属性提升了160%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幻seuch.com 众人反应过来后 再度被震撼到了 注意力全都转移在核神领域上 毕竟夜晨再怎么强 也跟他们没关系 而核神领域的增幅效果 能让他打出更多的伤害 得到更多的好处 孰轻孰众 众人自然是分得轻 全属性提升160% 真的假的 夜晨皱了皱眉 他扭头一看 发现身后的祭坛 全都被核神领域覆盖 如果160%的增幅是真的 岂不是后面的所有人 都能享受到 160%的全属性增幅 如此强的群体增益 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手段 可 季灵之战 作为竞争型副本 不可能特意观照后面的人 前面的人管都不管 完美不符合常理 夜晨带着疑惑 主动走入核神领域中 很快便感受到了 全属性提升160%的快感 爽 有了这个增益效果 我必然能刷出更高的输出 夜晨赞叹一句后 很快就愣住了 因为这个增益叫 核神领域 而陆川是5000人中 唯一一个核神 可一个C级的核神 能给一个人 带来160%的增益 就足够惊人了 怎么可能给一群人 带来160%的增益 核神领域 难不成这是陆川的技能 夜晨惊一不定 发现以往的核神 根本没有这样的技能 难不成陆川的核神是顶尖的 SSS级辅助职业 跟之前的核神 完全不一样 可一个辅助职业 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在高考和寄龄之战中 取得断崖式的领先 辅助职业再怎么强 也得有一个合作的对象才行 只要有合作的对象 就很难出现断崖式的领先 陆川呀 陆川 你明明有实力 却偏偏要作弊 真让人看不起 夜晨哭笑不得 他觉得 陆川有如此强的技能 就算不作弊 也能稳稳成为高考前五千名 得到进入 寄龄之战的资格 什么情况 寄龄之战 还有没有公平性吗 凭什么后面的人 能得到160%的全属性增益 丽菲宇绷不住了 本来他得到了 42枚S级雷元素时 是非常高兴 可实力不如他的人 在核神领域的增益下 得到了比他更多的好处 让他如何能接受 如果他也得到160%的 全属性增幅 42枚S级雷元素时 将变成100多枚 哗啦啦 接着奈何领域出现 将元素精灵之神要走的路 全部都铺满 元素精灵之神 是进入第二阶段了吗 为何脚下有血黄色的河水 冒出来了 这河水好诡异 其中竟然有虫蛇和鬼魂 大家小心 千万不要接触 这血黄色的河水 众人对未知的东西 都很是警惕 生怕发生意外 当他们再次攻击 元素精灵之神 伤害树植出现的频率 直接翻了一倍 奈何领域中的鬼魂和虫蛇 忙得不可开交 造成大量的灵魂伤害 伤害数值 刚好是众人的50% 吓我一跳 原来这血黄色的河水 是来帮我们的 这血黄色的河水 太厉害了 直接让我们的伤害 增加了50% 众人 即使兴奋不已 更加有干劲了 太不公平 前面的人不熟悉规则 在BOSS现身之时 并没有急于动手 本来就落落下风了 后面的人 有前车之剑就算了 还得到了如此惊人的帮助 见此一幕 丽菲宇更加不平衡了 后面的人全属性 增加160%的就算了 还有50%的伤害加成 这还玩得毛线 完全没平衡 如果他也能享受到 核神领域 核奈核领域的帮助 拿150枚S级雷元素时 也不是问题 跑远了 打不到了 叶晨目送着BOSS 走出他的攻击范围 有些意犹未尽 一旁的金虎 还在字牙咧嘴 恨不得从BOSS身上 再啃下几块元素时 在一人一兽的权力以赴下 他们收获了 1500多枚S级金元素时 跑远了 胡子你赶紧吃吧 叶晨揉了揉金虎的脑袋 金虎将S级金元素时吃完后 直接升到了六世界 蜕变成了暗金魔虎 让周围的人很是羡慕 不过叶晨并没有因此而得意 他很清楚 自己能获得如此多的S级金元素时 跟陆川的核神领域 有非常大的关系 不然仅凭他一己之力 只能获得500多枚S级元素时 悬殊非常巨大 不管是出于陆川的恩惠 还是出于对强者的敬畏 他对陆川的态度 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他在思考 该如何回报陆川 要知道 陆川作为战神之后 而且 是华夏最强者 斩天战神唯一的儿子 自己有的东西 对方必然也会有 甚至更多 对于这种什么都不缺的人 他能还的 也只有人情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xfw.ch.com 有点不对劲 这血黄色河流的额外伤害 似乎没有酸在我身上 叶晨摸了摸下巴 在河神领域蔓延之前 他曾给过boss一拳 因此打多少的伤害 能得到多少的好处 他心里都有个底 若是奈何领域的额外伤害 也能给他提供奖励 他所收获的元素石 也会随之提升50% 不过能得到如此巨大的好处 他已经非常知足了 没有在这件事情上 太过纠结 光鸟祭谈 雨冰 我好紧张 元素精灵之神 马上就要进入攻击范围了 唐幽兴奋地发抖 他跟夏雨冰 简直是天生一对 决战时直接就是邻居 整场 寄灵之战 都是一起刷的 可惜决战环节 只有对boss造成伤害 才能获得奖励 开始对辅助职业不友好了 不过夏雨冰帮了他这么多 哪怕在辅助对方后 对方的排名会超过他 他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哟哟 这血黄色的河水 跟小统领的二转异象 一模一样 很有可能跟河神领域一样 都是小统领的技能 夏雨冰 作为陆川的同学 他所了解的信息 必然比其他人要多一些 这条血黄色的河流 确实厉害 boss身处其中 将承受50%的额外伤害 而这个额外伤害 由血黄色河流打出 全都是灵魂伤害 跟寻常的辅助技能 有很大的区别 很有可能 小统领在决战时的收获 是我们所有人的50% 唐忧同样是震撼不已 他和夏雨冰 没有跟陆川组过队 只知道对方很强 至于具体有哪些技能 是一无所知的 如今 陆川连续暴露了两个技能 每一个技能 都让他们震撼无比 河神领域 作为群体型增益技能 让人全属性提升160% 奈何领域 作为增伤技能 让敌人额外受到 50%的灵魂伤害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元素精灵之神 无时无刻 都要承受海量伤害 而这个海量伤害 有很大一部分 被陆川分走 陆川帮助了所有人 同时所有人 也在帮陆川打工 来了 boss进入攻击范围后 夏宇宾和唐优 皆是忙活了起来 不愿浪费一分一秒 两人虽然是SS级职业 可凭借着技灵 所反馈的等级优势 依旧让自己的技灵 升到了60级以上 并且再次完成了蜕变 昆祭坛 就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陆川的祭坛 无时无刻 都有海量的S级元素石 涌现而出 而且全部都是水属性的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昆幸福的不行 嘴巴从头到尾就没停过 换做别的技灵 面对这么多元素石 恐怕吃都吃不过来 而他进化成昆后 体型跟楼船差不多 笔门还大的嘴巴 直接把S级元素石涌现的地方堵住 就像挑战龙溪水的网红一样 哪怕他的嘴很大 也依旧有很多元素 石从嘴边露出来 没办法 元素石涌现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主人 你看他 冰壶祭林急的都说话了 一手指着大块朵移的昆祭林 一手扯着柳如烟的黑丝 虽然 他在蜕变之后 最契约的元素石 从水变成了冰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huanshuge.com 可面对如此多的水元素石 哪怕都是不契合的 也没有一个 技灵能把持得住 露川的胆子太大了 竟然当着我的面卡bug 可我也没看到他干什么呀 这些元素石 都是自己 从祭坛涌现出来的 柳如烟脑瓜子嗡嗡 想分析出这bug 是怎么卡的 可无论如何 也分析不出来 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 他决定主动出击 露川哥哥 娇媚的声音 嗖到了骨子 若是定力不足 恐怕智商 都要降低60% 哪怕付出极大的代价 也要讨好他 什么事 露川皱了皱眉 被一个不熟悉的少女 叫得这么亲密 她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至于美人 她作为战神之后 见得太多了 定力不是寻常人能比的 哪怕柳如烟美的 倾国倾城 也不会让她失去任何的理智 而且 她作为北境小统领 只要跟帝都柳家说一声 对方为了抱上 展天战神 很有可能会将柳如烟 高高兴兴地送过来 她看上的女人 需要追 需要付出代价吗 根本不需要 露川哥哥 能叫我卡包个吗 纪灵之战 马上就要结束了 以你现在的优势 稳居第一 绝对不是问题 还不如让我也借此一飞冲天 等纪灵之战 结束了 我绝对会尽己所能地回报你 见露川不为美色所动 柳如烟的语气 从娇媚转换成了真诚 作为帝都柳家的嫡女 对于其他人 她是不屑于这么做的 可露川作为斩天战神的后人 她并不介意使用这种手段 而且 这样不仅能勾引露川 还能增加获取bug的成功率 只可惜 露川不吃这一套 她只能呈现出 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bug 我可从来没有卡过bug 露川实话实说 这些元素石 可都是她凭本事弄来的 跟bug有个鸡毛关系 这 柳如烟愣住了 不知该如何开口 不卡bug 你是怎么在boss都见到的情况下 得到这么多元素石的 这年头 撒谎都能这么理直气壮的吗 她想将bug 从露川口中套出来 可又不知道 对方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美人借 自己刚刚用过了 露川根本不吃这一套 可力又也不可能行得动 露川作为战神之后 就不可能缺修炼资源 面对这种完全没弱点的对手 她不知该如何下手 不对啊 徐洛霞 夏宇斌和唐优的积分 都很异常 而且都是女的 如果露川没有将 bug泄露出去 这三人不可能建立 如此大的优势 露川一 连三个妹子 对待妹子 不应该是这个态度 难不成 她不喜欢我这一款 柳如烟感觉自己失算了 至于对露川用 魅惑技能 她是万万不敢对 对方是战神之后 她可得罪不起 而昆祭坛的对岸 恰好是雷蛇祭坛 萧凡相隔万迷 观察露川很久 对于和神领域 160%的全属性加成 她非常敬佩 瞬间对露川刮目相看 可露川公然卡bug的行为 依旧让她很是不齿 露川 你果然是靠卡bug 建立优势的 这下被我带住了吧 这种事情 你藏着掖着也就算 你竟然当着我的面卡 还不告诉我 真是岂有此理 看着昆祭坛 无时无刻 都有海量的元素石 涌现而出 萧凡羡慕得不行 如果也能分一波更 雷蛇祭灵 必然会有如此巨大的提升 轰隆隆 大地开始颤抖 并且抖得越来越厉害 放眼望去 高达万米的元素精灵之神 正在缓步而来 无时无刻都在承受大量伤害 太远了 还不在攻击范围 萧凡没有心急 而是努力将自身状态 调整到巅峰 她可不想在刷伤害时 有任何的失误 忽然间 一阵嘹亮的龙鸣声 响彻天地 河神领域 跃出一条水龙 犹如导弹般冲击在BOSS的身上 并且轰然炸开 这是陆川的 水龙弹 在昆吉林的等级反馈下 她的临时等级非常高 自然能在万米开外打输出 相隔万米之远 陆川就开始动手了 这还是人吗 柳如烟的祭坛 就在陆川旁边 最能判断出 水龙弹的攻击距离 有多离谱 而且 水龙弹的威力 也非常大 再加上陆川自带领域的技能 玄幻输格 https 3w.shuangsearch.com 一个辅助职业 在打输出上 似乎不逊色于战斗型职业 真的太离谱了 操 有等级优势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 不过这个技能的级别很高 就算没有等级优势 也能打出非常可观的伤害 萧凡同样是震撼无比 自带领域 还掌握着如此强力的输出技能 和神的弊端 基本上都被陆川完美攻克了 如此完美的职业 输出能力和辅助能力 皆是顶尖 还是所谓的C级职业吗 如果 技灵之战的决战 不是打boss 而是技灵之间对打 恐怕他连一发水龙弹 都撑不住 别吃了 赶紧输出 陆川提醒一句后 再度使用水龙弹 坤将口中的元素石吞下后 果断使用江河吐息 打出大量持续性输出 声势极其浩大 陆川作为技灵之战断崖式的第一 坤自然是技灵之战最强的技灵 等boss走进肖凡和柳如烟的攻击范围时 身处末尾的陆川 已经打出40多发水龙弹 而坤技灵一直在使用江河吐息 同样没有丝毫的停息 原来陆川没有骗我 这些元素石并不是用bog卡出来的 而是用血黄色的河流刷出来的 柳如烟恍然大悟 他就在陆川旁边 自然知道河神领域 河奈河领域 都是陆川的杰作 只不过奈河领域的作用 他还一无所知 只能将海量的元素石归功于bog 原来陆川并不是对我没意思 不愿将bog告诉我 念及于此 他好受了许多 没有任何一个bog 能被一连利用三天 被天道所修复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血黄色的河水 竟然有如此大的作用 萧凡震撼不已 bog身处奈河领域之中 受到伤害时 都要承受50%的灵魂伤害 如果奈河领域 将bog前进的路铺满 岂不是5000个人 都在帮陆川刷伤害 所有人50%的伤害 再加上河神领域 160%的全属性加成 陆川的祭坛 能由海量的元素石涌现而出 很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 而海量元素石的涌现 已经持续了数个小时 以bog前进速度来判断 很有可能整个战场 都被陆川的奈河领域 和河神领域铺满了 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事情 一个职业者 能相隔如此之远 给数千人 带来全属性的提升 并且让bog全程承受 50%的额外伤害 这样的人 自己拿什么去竞争 哪怕是自己的职业室 SSS 吉隆与骑士 也没有资格 不过奈河领域 和河神领域 确实是强 可他依旧觉得 陆川的优势 是靠kabog建立的 因为陆川的积分 从头到尾 都不符合常理 高考的成绩也是 一个人的职业再怎么强 也多少会存在短板 陆川作为河神 比之前的河神 都要强就算了 总不能输出能力 辅助能力 跑徒能力都强吧 如果什么都强 那别的职业还怎么玩 难不成人足 要因为陆川 开创一个 SSS 级之上的职业评分 陆川 你确实了不起 肖凡由衷地说着 身为战神之后 SSS 即职业 他第一次 有了自残行贿的感觉 当BOSS走进肖凡 和柳如烟的攻击范围时 两人也没时间震惊了 将所有的心思 都用在打输出上 与此同时 陆川用出 河神的鞭挞 上百吨水边 犹如狂风咒语般 抽象BOSS 配合上 奈何领域 50%的额外伤害 伤害数值极其密集 昆济零件距离够了 果断施展威力最强的 水机3000 他那庞大的尾巴 犹如一面峭壁横压来 每一次甩尾 都能打出大量的伤害 好强 没有距离限制之后 陆川和昆济零的输出更高了 柳如烟连连侧目 哪怕是争分夺秒的时候 也忍不住 向身后的陆川 看上几眼 没办法 陆川和昆济零的声势 太过浩大了 万一这一人一兽 一不小心打歪了 他很有可能会当场逼命 为了自身安全 他不得不留意一下 副本BOSS 已走完所有路程 决战结束 结束得真快 肖凡有些意犹未尽 他和雷蛇纪零 在全力以赴的输出之后 收获了1600多枚S几雷元素时 雷蛇纪零成功升到六世纪 蜕变成了雷胶 若不是和神领域 160%的全属性增幅 我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收获 柳如烟对陆川很是感激 好感度蹭蹭蹭地往上涨 他的收获跟肖凡差不多 冰狐纪零成功升到六世纪 蜕变成了冰破魅狐 又是一次大丰收 昆继零兴奋无比 再次用大嘴堵住元素时的涌现之处 吃得不亦乐乎 小心点 别噎着了 陆川拍了拍昆蓬的脑袋 凭借着等级优势 奈何领域 当决战结束时 他收获了32万枚S级水元素时 数量是消防200倍 如此多的元素时 喷一涌而出 哪怕昆继零的嘴很大 也根本吞不过来 光是从嘴里露出来的元素时 就堆得像山一样 若是没有 继零之战得专属技能 以昆继零当前的吞噬速度 必然会将肚皮撑破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乎oncoach.com 正因如此 在继零之战中 培养继零 比在外界要容易数千倍 尤其是潜力上的提升 好多 若是昆继零将所有的元素 时都吞下 陆川将得到多少的积分 柳如烟亲眼见证着 如此离谱的事情 根本就无法挪开眼睛 第一名 陆川 积分 160 2743 5080 第二名 徐洛霞 积分 3546 0000 第三名 夏宇斌 积分 314 0000 第四名 唐优 积分 300 8400 第五名 肖凡 积分 280 0000 第六名 柳如烟 积分 275000 第七名 叶辰 积分 2700 0000 当排行榜公布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傻眼了 我是眼花了吗 陆川的分数竟然是160 2743 5080 这特么都十一位数了 160亿积分呀 第二名的徐洛霞 也只有3000万积分 而陆川 已经有160亿了 同为战神之后 陆川的职业 还是C级和神 竟然比第二名的徐洛霞 多了450多倍 这是何等惊人的领先 作弊了 陆川 一定是作弊了 寄灵之战 Bob 太离谱了 竟然让陆川卡了 把一积分出来 这让我们怎么玩啊 话不能这么说 若不是 和神领域 160%的全属性增幅 我不可能刷出 这么高的积分 说得对 陆川对我们有恩 卡会bug怎么了 难道好人 不应该有好包吗 换做平常 见陆川有这么高的积分 不少人已经在骂娘了 不过在得到 和神领域的恩惠之后 他们都对陆川 新生好感 多了很多包容 一个帮自己 获取更多积分的大善人 拿多点积分怎么了 反正 寄灵之战的第一名 从始至终 都跟他们没关系 陆川的积分 再怎么高 也不会对他们 带来任何的影响 该头疼的 应该是徐洛霞 肖凡 叶辰 柳如烟这四个 想夺得 寄灵之战 魁首的 SSS级职业者 寄灵之战 并没有厚词薄比 160%的全属性增幅 是陆川的技能 根本不是 寄灵之战的设定 得知这个消息 丽飞宇溃然一探 他的运气太差了 如果离陆川近一些 必然也能在 BOSS进入攻击范围前 获得160%的 全属性增幅 一个辅助型职业 不仅 能让所有人 全属性提升160% 还能一拳将我的 雷莽冲拳 击溃 陆川注定是 这个时代 最闪耀的存在 念及于此 他对陆川充满了敬佩 昆济坛 昆济灵 依旧在暴饮暴食 哪怕他的进食速度 快到跟喝水差不多 下巴都脱臼了 也依旧吃不过来 S级的水源速食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多达32万枚 就算有 吞噬进化 也得消耗大量的时间 如此的元素食 够我吃好几天了 冰破魅狐 双眼发热 若不是活动范围有限 再加上打不过 他必然会上去抢 元素食都还没吃完 陆川就实现了 断崖式的领先 玄幻书格 https www.xfwanshuge.com 柳如烟感慨不已 在别人眼中 陆川能获得 如此多的元素食 唯有卡BOG 才能做到 而他亲眼看着 陆川用出 奈何领域 自然知道 陆川是多么逆天的存在 当昆激灵 将所有S级水源素食吃完后 积分达到了 320 2743 5080 再度震撼了所有人 焚天鹊祭谈 300亿积分 陆川哥哥 是怎么刷出来的 徐洛霞的脑瓜子嗡嗡的 无论如何 也想不明白 他有3546 0000积分 就已经让激灵 升到68级了 而陆川有300亿积分 激灵能升到多少级 他根本就无法想象 再加上激灵的血量 跟积分挂钩 哪怕陆川的技灵 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仅凭 同生 这一个技能 就能发挥出 无比巨大的作用 让陆川成为同层次中 最难抹杀的存在 一个顶级的辅助型职业 掌握着最顶级的保命手段 不管任何一个对手 都会头疼不已 盛辉贺祭谈 唐优和夏宇斌 皆是目瞪口呆 太夸张了 排名公布之后 小统领的积分 不仅断崖式的领先 还在不断暴涨着 他们知道 奈何领域 是陆川的杰作 也清楚集结5000人之力 陆川的收获 必然会无比惊人 可当陆川的积分 出现在排行榜时 依旧是出乎了 他们的预料 300亿积分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而陆川凭本是做到了 若不是陆川的帮助 他们根本无法跟 SSS级职业征辉 占据第三名和第四名 陆川在 寄灵之战 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足以称之为传奇 将32万枚S级水元素石 吞噬殆尽后 昆继灵的气息 节节攀升 犹如坐火箭一般 鸣昌 昆蓬 等级 100 血量 32027435080 力量 10万 敏捷 10万 精神 10万 体质 10万 技能 通生 吞噬 逍遥游 北冥护身翼 北冥赴天爵 大力危机 江河吐息 浩海撞击 水击3000 水流甲 昆继灵 蜕变成昆蓬后 浩荡的异象 应御而生 北冥之水 犹如大风般迅速蔓延 笼罩整个副本 惊天动地的威压 犹如万寿 主宰一般 让在场的所有技灵 和元素精灵 都向昆蓬技灵的方向朝拜 发生什么事了 难不成在决战之后 技灵之战 还有下一个阶段 好恐怖的威压 我连的影子都没看到 就不由双腿发软 此等存在 比元素精灵之神还要可怕 所有人都梦了 尤其是相隔甚远 无法看到昆蓬技灵的人 也依旧无法抵抗昆蓬技灵的威压 哪怕连身影都看不到 也依旧跟其他技灵一样 向昆蓬技灵的方向朝拜着 焚天鹊 怎么你也 徐洛霞想要上前搀扶 却发现 焚天鹊的双腿 软得跟瘫痪一样 主人 你不必管我 面对如此高贵的血脉 朝拜也会是应该的 焚天鹊也曾反抗过 可面对如此恐怖的威压 如此高贵的血脉 还是选择了低头 因为在场所有技灵的低头 也是昆蓬技灵 蜕变异象的一部分 若是敢违背 不去朝拜这位王者 将面临一场说不清 道不明的大恐怖 就像天道规则一般 不需要讲任何道理 太可怕了 这个异象 究竟是谁弄出来的 见此一幕 周围的人更加震撼了 他们技灵的等级 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 面对如此恐怖的威压 骑刷刷的贵斧 也就算了 而徐洛霞的焚天鹊技灵 是六十八级的存在 也依旧跟遮天异象的主人 有非常大的差距 放眼所有人 恐怕也只有陆川的技灵 才有可能做到 等等 这遮天异象 是水元素的 难不成如此大的动静 真的是陆川弄出来的 决战结束 即将结算 此次技灵之战的 最终排名奖励 第一名 陆川 奖励 积分提升百分之五十 第二名 徐洛霞 奖励 积分提升百分之四十 第三名 夏宇斌 奖励 积分提升百分之三十五 昆鹏祭坛 百分比的积分提升 陆川两眼一亮 三百亿积分 提升百分之五十 便是四百五十亿积分 直接让昆鹏祭林 升到了一百一十级 这第一名的奖励 也只有落在他身上 才是一百五十亿 哪怕是第二名的徐洛霞 在积分提升百分之五十后 也只能收获 一千七百多万积分 如果排名奖励 跟之前一样 都是固定性的奖励 他不可能 有如此大的收获 毕竟天道在设计 祭林之战时 根本没想到 有人能将积分 刷到这么高 而且 不仅仅是陆川的积分 在河神领域百分之一百六十的 全属性增幅 和暗流涌动的恩惠下 此次 祭林之战 所有人的积分都非常高 陆川的积分 本来就高得离谱 最终的排名奖励 还让陆川的积分 提升了百分之五十 柳如烟震撼不已 陆川的祭林 高达一百级 在积分增加百分之五十后 直接升到一百一十级了 要知道 等级越到后面 所需要的经验便越多 同时增加的属性点也越多 六十级的妖兽升十级 和一百级的妖兽升十级 完全是两个概念 没有 祭林之战的帮助 他想要将冰破魅狐 培养到昆蓬的层次 哪怕耗费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也未必能做到 有一百一十级的昆蓬辅佐 哪怕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也能做到同阶无敌 萧凡很是羡慕 陆川的实力 本来就强 再加上一百一十级的昆蓬祭林 哪怕他是战神之后 也没有跟其争锋的资格 短短三天时间 陆川就跟他拉开了 极其遥远的距离 让他只能望其向背 玄幻书格 https 3w.xf1search.com 带回家了 回归现实的传送门浮现后 陆川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副本 陆川哥哥等等 我柳如烟 连忙跟了上去 陆川的父亲 本来就是华夏最强者 寄灵之战 结束之后 陆川还成为了这一届的最强者 力压无数天骄 自然成了他最心仪的成婚对象 至于萧凡和叶辰 这两位战神之后 在跟陆川做比较时 也依旧是暗淡失色 白云谷 30万将士再次助手 静静等待着 寄灵之战的结束 能参加寄灵之战 必然是华夏最顶尖的 5000名高考生 为了保持这些天才的安全 哪怕三天过去 他们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生怕这些天才 在离开寄灵之战 是 受到其他国家的恶意袭击 一位军团长言声道 进入竞争型副本的 都是刚满18岁 且高考在5000名以上的天才 这些人 都是我们华夏的未来 在得到竞争型副本的机缘后 潜力必然会再度提升 我们一定打起精神来 万万不能让他们意外发声 是 30万 将士大喝一声 气势比起之前更加惊人 此次竞争型副本的限制 只有年龄 对于天才 绝对是最友好的 只可惜 有一位毫无潜力的人 混入其中 白白浪费了一个名额 一位士兵感慨着 至于他口中的 毫无潜力之人 无需点名 众人也知道是谁 话不能这么说 展天战神 为华夏立下无数战功 难道一点私心都不能有吗 你所说的 我自然清楚 可竞争型副本 正在竞争二字 一个C级的河神 就算进入了 寄灵之战 也不过是垫底的存在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浪费名额 不少军人 因为路川争论起来 就在这时 寄灵之战的最终排名显现 而第一名的名字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我是眼花了吗 路川竟然是第一名 据我所知 路川的职业是河神 公认的废职业 如何做到 力压无数天交的 你们看路川的积分 足足有480亿 这个数据太异常了 积分这种东西 重在对比 十多事少根本不重要 就像满分十分 跟满分一百分 不同的竞争型副本 积分的含金量 是完全不同的 关键在于 其他人跟路川的分数差距有多大 谈论至此 众人连忙将目光看向第二名 第二名徐洛霞 积分4900万 比起路川 差了900多倍 假的吧 同为战神之后 路川的积分 怎么可能是徐洛霞的900多倍 众人全都猛了 今年有四位战神之后 年满十八 恰好能进入竞争型副本之中 而这四位战神之后 除了路川以外 全部都是SSS级的职业者 并且完美传承了 各自父母的职业 按理来说 路川的职业是 C级和神 哪怕有一身传说级装备 也很难在 寄灵之战 排到3000名以上 可谁能想到 路川不仅夺得了第一 积分 还是第二名的900多倍 小统领是如何做到 就算小统领的职业 跟斩天战神一样 都是SSS级九剑仙 也不可能领先 其他战神之后 如此之多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search.com 助手的军团长 震撼不已 能参加 寄灵之战 都是今年高考前5000名的天才 可不是什么土鸡娃狗 而路川 依旧能在一众天骄中 脱颖而出 成为毫无悬念的第一 呼呼呼呼 虚空撕裂之声响起 传送门打开后 一头展翅如云的鹏鸟 遨游而出 阵池间的气流 就犹如暴风一般 让整个白云谷的巨木 如柳枝般摆动了起来 寄灵之战 的传送门中 竟然飞出了一头 110级的妖兽 不要动手 鹏鸟的背部有人 而且是北京小统领路川 卧槽 寄灵之战 只持续了三天 路川就收获了一只 110级的战虫 这头战虫的血脉 层次极强 日后的潜力 必然会非常惊人 仰望着昆鹏 所有军人皆是目瞪口呆 大多数人想升到110级 得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若是资质不够 运气不好 甚至穷极一生 也无法升到110级 而路川短短三天 就培养了一头110级的战虫 这是何等惊人的事情 路川作为第一名 积分领先第二名900多倍 收获大 也是应该的 不过 想从竞争型副本中 得到如此大的好处 光凭自身实力是不够 还得天时地利人和 想必其他人的收获 同样很大 路川身为战神之后 来白云谷 自然有强者护送吧 不需要他们操心 因此 在昆鹏飞远后 他们的目光再度回到 寄灵之战的传送口 卧槽 徐洛侠收获了75级的火盗战虫 肖凡收获了68级的雷道战虫 战神之后的战虫 都在60级以上 看来此次寄灵之战的机缘 确实很大 不仅仅是战神之后 此次寄灵之战 所有人的收获都很大 夏宇斌和唐优 明明是SS级职业 竟然能力压三位SSS级 在寄灵之战中 培养出60级以上的战虫 军人们很是羡慕 如此好的竞争型副本 哪怕没什么实力 也能有大收获 帝帝 此次收获如何 丽妃宇回归县时后 被一位军人拦住了去路 这位军人名为丽妃雪 是丽妃宇的姐姐 姐姐别说了 我的运气很差 尤其是决战的时候 丽妃宇愧然一叹 运气 决战时究竟发生什么了 丽妃雪很是好奇 两人的对话 让一旁的军人 全都竖起了耳朵 对于丽妃宇的运气好不好 他们根本不在意 他们想知道 陆川如何夺魁的 如何拿到480亿积分 丽妃宇作为 寄灵之战的亲身经历 应该能为他们解惑 我的位置 离陆川太远了 丽妃宇再度叹气 离陆川太远了 这是什么意思 丽妃雪愣了一回 运气不好 应该跟寄灵之战的 副本设定有关 怎么可能跟 一个人的距离有关 难不成抢劫陆川 可以得到大收获 可陆川的积分 多达480亿 如果是个人就能抢 不可能稳居第一 他一时之间 想不明白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uangseuch.com 陆川有个技能 名为 核神领域 可让领域中的人 全属性提升160% 有了如此大的提升 自然能在决战时 获取更多的积分 而我的运气不好 等核神领域 蔓延到我祭坛时 最终 BOSS早就走出攻击范围了 丽妃宇越想越难受 核神领域 以往的核神 有这个技能吗 绝对没有 核神 作为公认的废物职业 哪里有这么强的技能 难不成陆川 将镇国神剑的 天子剑戴上了 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能让全属性 提升100% 就算陆川带了天子剑 核神领域 也至少有60%的 全属性提升 而且 天子剑作为镇国神剑 斩天战神 不可能让陆川 带到竞争型副本之中 核神领域 得效果 让军人们震撼不已 陆川年仅18 就掌握如此强的 辅助技能 等成长起来了 必然能发挥出 更大的作用 丽飞雪再度问道 陆川的 核神领域 范围有多大 不清楚 我连陆川 在哪都不知道 反正我能看到的地方 都被 核神领域 覆盖 所有人都得到了 160%的全属性提升 丽飞雨如实说着 一旁军人们 更加震撼了 核神领域 得增益效果 本来就强 再加上如此夸张的范围 若是出现在战场之中 必然能起到 扭转战局的效果 本以为大家的收获都很大 是 寄灵之战 得福利好 可谁能想到 大家的收获 跟陆川有非常大的关系 西境军区 西境大同陵府 狂瞒战神夜 逍遥笑问道 儿子 你回来了 此次竞争型副本的收获如何 不多 也就一头65级的战宠罢了 夜晨笑了笑 将暗金魔虎召唤了出来 那矫尖的虎区 犹如黄金胶筑而成 蕴含着惊人的魔性 短短三天 你就收获了一头65级的战宠 而且 血脉层次还非常高 看来你必然是此次竞争型副本的魁首 夜晨遥很是欣慰 在高考时 夜晨没有成为第一第二 又如何 到了凭真本事的竞争型副本 照样能无敌一个时代 成为魁首 爹 我的收获确实很大 可我并不是魁首 夜晨用食指挠了挠脸 有些不好意思 你的收获这么大 竟然还不是魁首 你在逗老子玩吗 夜晨遥被逗笑了 爹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别说魁首了 我连前五都排不上 夜晨叹了口气 他很清楚 夜晨遥作为华夏四大战神之一 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 必须要实话实说 前五都排不上 怎么可能 你作为我狂瞒战神的儿子 SSS级古拳师 怎么可能连前五都排不上 夜晨遥急眼了 已经在抽腰间的皮带了 今年的高考生 总共就四位SSS级的职业者 夜晨就是其中一个 如今夜晨连前五都拿不到 把他吸进军区的脸都丢尽了 自然要好好教训一顿 爹 我已经尽力了 这件事真的不怪我 夜晨连忙用手臂护住脑袋 生怕夜逍遥一皮带抽他脸上 不怪你 难不成你排名上不去 还要怪别人 还是说 徐洛霞和肖凡联手针对你 导致你的积分完全跟不上 夜逍遥被气笑了 夜晨连忙道 都是陆川的错 爹 你听说慢慢解释 陆川的错 一个C级和神 半点潜力 都没有的废物职业 能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你个臭小子 理由都不会变 竟想着胡弄脑子 话音刚落 夜逍遥的皮带抽出音爆声 爹 陆川的职业 确实是和神 知他的实力 跟以往的和神 完全不一样 他的和神领域 范围非常大 我所能看到的地方 都被覆盖了 而且 和神领域 所覆盖的人 都得到了160%的全属性增益 夜晨语速飞快 生怕再被夜逍遥抽一下 全属性提升160% 这个技能确实厉害 可跟你连第五名都拿不到 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的职业是SS级 拿不到前四也就算了 可你的职业跟我一样 都是SSS级的股权师 你连第五名都拿不到 丢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脸 还有我的脸 夜逍遥再度抽了一边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浮王suge.com 哪怕夜晨皮操肉后 也有些吃不消 再度解释道 陆川的运气很好 刚到 寄灵之战 就找到了bug 而且 他还将这个bug 告诉了徐洛霞 下语兵 唐佑 导致 寄灵之战 得前四名 都是陆川那边的人 别说是我 就连肖凡和柳如烟 也得排在这四人的后面 一个bug 让四个人遥遥领先 为何陆川的运气这么好 夜逍遥迟一片刻后 问道 那你排第几 第七 夜晨难以启齿 若不是他冲动消费 用50枚S级元素时 打通了前往祭坛的传送路线 也不会被柳如烟反抄 还是该打 就算陆川没有找到bug 没有将bug分享出去 你也是SSS集中垫底的存在 夜晓遥恼了 此战 寄灵之战 就连第七名度 有如此大的收获 如果夜晨能再争气一些 暗金魔虎升到70级 都不成问题 南境军区 南境大同陵府 女儿好样的 此次寄灵之战 收获了4900万积分 能轻松碾压 同为战神之后的 萧凡和夜晨 焚天战神徐浩天 很是欣慰 爹 我能有如此高的积分 跟陆川哥哥有很大关系 一提到陆川 徐洛霞甜甜地笑了起来 陆川哥哥 徐浩天皱了皱眉头 我倒想知道 陆川是如何在 寄灵之战帮你的 陆川是 寄灵之战的第一名 并且积分多达480亿 他早就打听到了 他不清楚 陆川是如何得到 这么多积分的 他只知道 陆川是C级和神 没有任何的潜力 他并不希望自己女儿 嫁给一个没本事的男人 因此 当徐洛霞喊出 如此轻易的称呼时 有些不愿 寄灵之战的每一个资源点 都相隔甚远 随随便便 就是几个小时的路程 并且 一个资源点 在24小时之内 只能获取50枚元素石 不契合的元素石 培养效果 还会大大降低 因此 运气成分非常高 我在第一天时 运气非常差 只收获了3200积分 跟萧凡 叶辰这些SSS级的职业者 完全没法比 而陆川哥哥 有个技能名为 暗流涌动 能连通 寄灵之战的各个资源点 并且任意传送 凭借着极强的跑图能力 我反超了萧凡和叶辰 从此稳居第二 徐洛霞越说越起劲 对陆川很是感激 若不是陆川 他必然是SSS级职业中 垫底的存在 红鸟继灵 也不可能蜕变成 75级的焚天雀 极强的跑图能力 陆川身为何神 竟然掌握着这种手段 徐浩天点了点头 对陆川的实力 有了些许认可 仅凭一个技能 就将 纪灵之战 最费时的赶路省略掉 对于徐洛霞的帮助 确实很大 徐洛霞感慨道 而且陆川哥哥的 暗流涌动 不仅帮了我 还帮助了 纪灵之战的所有人 若不是陆川哥哥 所有人的收获 都会大打折扣 此次 纪灵之战 足足5000人参加 陆川仅凭一个技能 怎么可能帮助所有人 徐浩天笑着摇了摇头 徐洛霞道 我也觉得不可能 纪灵之战 得地图很大 而且 现实中的通讯设备 完全用不了 就算陆川哥哥的 暗流涌动 能让5000人同时使用 也得先将 暗流涌动的使用方法 传递给每个人才行 连信息都无法传递 想要帮助每一个人 确实是更加困难了 徐浩天点了点头 对徐洛霞的话 很是认同 徐洛霞笑道 好在陆川哥哥神通广大 每隔一万米 就建立一个传送警 并且通过精妙的控制 让河水 如手机面板一般 实现远程信息传递 若不是陆川哥哥 我们大多数的时间 依旧会浪费在赶路上 等等 陆川用传送技能 连通各个资源点就算了 还每隔一万米 就建立一个传送点 徐浩天难以淡定 据徐洛霞所说 寄灵之战 是一个超大型副本 若想走遍每一个资源点 至少也要七八天 陆川每隔一万米 就建立一个传送点 这得在寄灵之战 建立多少个传送点 才能实现 寄灵之战 得持续时间 总共就三天 陆川短短三天 就实现了此等壮举 绝对是战略性的人才 而且 陆川还掌握着 惊人的传讯能力 能以河水变化成面板 跟五千人建立远程沟通 堪称人形服务器 这得多么庞大计算能力 才能实现此等壮举 爹爹 陆川哥哥的本事 可不止于此 他的暗流涌动 不仅能传送人 还能传送物品 所有人都能通过 激流面板 自由交易自己心仪的元素时 在陆川哥哥的帮助下 我们获取资源点的速度 全部都得到了质变 徐洛霞再度开口 让徐浩天再度震撼 陆川当真是深藏不露 不愧是华夏最强者 斩天战神的儿子 玄幻书格 https www.xenhuangsearch.com 徐浩天面露喜色 陆川在 忌灵之战中 帮助自家女儿 稳居第二 很有可能对自家女儿有意思 再加上 两人是青梅竹马 走在一块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陆川觉醒C级和神的时候 他还在担忧 万一徐洛霞是个恋爱脑 哪怕陆川是个废职业 也要嫁给对方该怎么办 可如今看来 他所有的顾虑 都是多余的 陆川的潜力非常强 世袭网替的位置 必然是稳的 放眼整个华夏 也没有比陆川更优秀的女婿 帝都柳家 如焰 你的表现很好 在 寄灵之战的排名 比一位战神之后还要高 如今华夏前十的大学 都对你抛出了橄榄枝 你一定耐住性子 让他们先争一争 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柳家家主柳叶辰 很是欣慰 SSS即职业 百亿人都未必会出现一个 因此 当柳如焰觉醒职业时 就有无数大学想将其保送 不过他并没有心急 依旧让柳如焰参加高考 以此得到更大的重视 如今 柳如焰的高考成绩 和寄灵之战的排名 都非常耀眼 各大学院所承诺的好处 自然比起之前更大了 爹 我想去北京军校 哪怕待遇比起其他学校差一些 也依旧要去 柳如焰的话语极其坚定 为何 北京军校确实是好 可帝都大学 华清大学 南京军校 西京军校 东京军校同样不差 在教学资源差不多的情况下 自然是谁承诺的好处最多 就选哪个 万万不可心急 柳叶辰皱了皱眉 态度同样很坚定 爹 我想更多地接触陆川 只有进去北京军校 我才能进水楼台先得月 柳如焰说出原油后 翘脸变得红红的 陆川在 寄灵之战的积分 确实很高 可他的职业是 C级和神 这个职业有多弱 在人族史上 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万万不要做傻事 把目标放在 萧凡和叶辰身上 才是你最稳妥的决定 柳叶辰语仲心长地说着 陆川的职业 终究是和神 就算在 寄灵之战 得到了480亿积分 也依旧有很大水分 毕竟陆川的父亲 是华夏最强者 展天战神 掌握某种 他所不知的大手段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爹爹 莫要小看陆川 在 寄灵之战的决战时 陆川的 和神领域 覆盖整个战场 让所有人都享受到了 160%的全属性加成 若不是陆川出手相助 参加 寄灵之战 个人 不可能 有如此的收获 柳如烟一脸认真地说着 覆盖整个战场 让5000位觉醒者 和5000位寄灵 都得到了160%的 全属性加成 陆川身为和神 竟然有如此大的能耐 柳叶晨目瞪口呆 柳如烟继续道 不止于此 陆川 还掌握一条血黄色的河流 当副本BOSS受到伤害时 将额外承受 50%的灵魂伤害 凭借着这个技能 陆川的伤害 至少是所有人一半 因此才会有 480亿的积分 比第二名多900多倍 给友方提供 160%的全属性提升 让敌方额外承受 50%的灵魂伤害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uge.com 陆川身为和神 竟然掌握着 两个神级技能 再加上陆川的父亲 是华夏最强者 斩天战神 确实是你最好的归属 柳叶晨瞬间理解了 柳如烟的想法 肖凡和叶晨 确实是优秀 可跟陆川比起来 还是差太多了 爹 为了尽快见到陆川 我想提前进入北京军校 柳如烟有些等不及了 身为帝都柳家的嫡女 优秀的男人 他见得太多了 而陆川是唯一一个 让他难以矜持的 去吧 据我所知 坟天战神 早就想跟展天战神节 为亲家了 你的竞争对手 是战神之后徐洛侠 万万不可大意 柳叶晨没想过 让柳如烟独占路川 只要在路川心中 占据不小的地位就够了 柳家大会堂 柳家的高层 就像拍卖官一样 一脸激动地记载着 各大学院的入学沉默 寻常学生 想要进入十大学院 得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行 如今十大学院 为了招揽柳如烟 同样在激烈的竞争 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南境军校的人 真舍得下血本 兵雄军团的团长 白宇轩唏嘘不已 他代表北境军校 招揽柳如烟 以他的权限 已经给不出更高的报价的 得跟北境军区的高层 报备一下才行 此次 寄灵之战 所有人的收获都很大 在潜力上 都得到无比巨大的提升 因此 各大学院之间的竞争 也比起之前更加激烈 就在这时 一名名谋好耻 兵机遇骨的少女 款款来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少女作为各大学院竞争的对象 此次现身 很有可能就是做决定的时候 柳家高层 连忙来到柳如烟身旁 并且递上一个本子 小姐 这是各大学院的入学沉默 还请过目 这些等会再说 而柳如烟 对这些入学沉默并不在意 禁止走向白宇轩 是 白宇轩点了点头 她对于柳如烟的到来 有些意外 不过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我加入北境军校后 能否跟陆川组成固定队伍 柳如烟直接说出 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对于职业者而言 刷怪升级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跟陆川组成固定队伍 她就能天天跟陆川待在一起 感情升温的速度 必然非常快 而徐洛霞跟陆川同为战神之后 不可能连自己的地盘不管了 也跟着来北境军校 有着距离优势 就算徐洛霞是战神之后 也未必争得过她 什么情况 柳如烟连我们的入学条件都没看一眼 直接就问北境军校的人 能否跟陆川组队 难不成一个男人 比自己的未来还要重要吗 各大学院的人全部都猛了 你现在多少级 白宇轩挑眉一笑 她不傻 自然知道柳如烟是冲着陆川来的 根本不是北境军校 十二级 柳如烟将自身气息释放了出来 诶 祭灵之战 是 所有人都得到了祭灵的等级反馈 能击杀大量高等级的妖兽 因此 所有人的升级速度都很快 作为今年的高考生 你的升级速度确实很快 职业评分也是最高的SSS级 不过想跟小统领组成固定队伍 还远远不够 白宇轩实话实说 在陆川二转之后 就是她率领兵凶军团 跟陆川一起刷兵械秘境 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 陆川就从30级升到了60级 而柳如烟只有12级 哪里有资格跟60级的陆川组队 哪怕是职业评分是SSS级也不行 北京军校的代表是疯了吗 柳如烟作为SSS级的青秋神士 而且年纪轻轻就升到了12级 竟然连跟陆川组成固定队伍的资格都没有 SSS级的职业者 不管在哪 都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而北京军校的代表 不捧着就算了 竟然还要打压 各大学院的代表 皆是幸灾乐祸 觉得又有希望招揽柳如烟了 为何 柳如烟有些不愿 觉得白宇轩在耍自己 如果连SSS级的职业者 都没资格跟陆川组成固定队伍 那SSS级的职业者就更不可能了 而且 陆川作为辅助型职业 不可能一个队友都不要 一直都是单刷 我没法替小统领做决定 你想要的承诺 我给不了 不过等你进入了北京军校 必然有很多接触小统领的机会 只要你能跟上小统领的脚步 跟其组成固定队伍 自然不是问题 陆川的潜力和成长速度 是北京军区的机密 哪怕是华夏的另外三位战神 也无法查到 白宇轩不可能将陆川的 真实情况暴露出去 玄幻书格 https 3w.shuenhuangseuge.com 柳如烟点了点头 依旧决定加入北京军校 以他的实力和潜力 就算没有承诺 也必然能跟陆川 组成固定队伍 这是他身为SSS级职业的自信 假的吧 北京军校的态度这么差 柳如烟依旧答应了 为了一个男人 值得吗 连自身的未来都不顾了 各大学院的代表皆是目瞪口呆 尤其是南京军校的代表 他开出的价格非常高 对于柳如烟的归属 可谓是势在必得 结果因为陆川 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难不成陆川的480亿的积分 视频本身弄来的 南京军校的代表 有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猜想 柳如烟跟陆川一起进入 寄灵之战 对于陆川的了解 必然比他们要多 再结合白宇轩所说的话 陆川的职业 绝对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北京军区 北京大会堂 到家之后 展翅如云的昆蓬 化作鹦鹉大小 一脸乖巧地站在陆川的肩头 小统领回来了 人族高层们激动不已 全都在迎接陆川的到来 每一次竞争型副本的出现 都伴随着大机缘 而陆川作为人族 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必然能在竞争型副本中 夺得魁首 获得极大的好处 因此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期待陆川的归来 480亿积分 依旧是断崖式的领先 不愧是我展天战神的儿子 陆军临欣慰不已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陆川的积分 比起第二名 多了900多倍 别说是另外三位战神了 就连对陆川有所了解的他也梦了 以陆川跟其他战神之后的差距 绝对能称之为 少年至尊 短短三天 小统领就收获了一头 110级的妖兽 而且 血脉层次还非常高 不愧是480亿积分的拥有者 众人的目光 很快便被昆鹏吸引 当他们施展探测术后 很快便被昆鹏的属性面板震撼到了 481的血量 跟小统领的积分一模一样 再加上 铜声技能 昆鹏能以消耗自身血量的方式 让小统领迅速恢复伤势 相当于小统领 也有480亿的血量 再再加上 元素化的恢复能力 哪怕小统领站着不动 同层次的人 也不可能杀得了小统领 而且 昆鹏作为110级的妖兽 基础属性都非常高 每一项都有20万点 具备非常强的战斗力 昆鹏在神话之中出现过 能在昆和鹏之间自由转换 可以称之为神兽 对于昆鹏的属性面板 人族高层们越看越喜爱 不少人一把年纪 还用手抚摸着昆鹏 儿子 昆鹏的 北明护身印 和北明复天爵 听起来挺厉害的 快给我们露一手 陆军林对于昆鹏的技能 很是期待 好 陆川点了点头 昆鹏会议后 果断施展北明护身印 厚重的北明之水 犹如绸缎一般 将他的身躯禁数包裹 脉相不错 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夏老控制好力道 一拳打在昆鹏身上 所有伤害免疫50% 还能让伤害来源 降低60%的攻击速度 行动速度 施法速度 夏老两眼发亮 虽然昆鹏的技能 并不是破限级的 面对他的拳头时 出现了递减效果 不过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他依旧能判断 北明护身印的实际效果 有北明护身印在 昆鹏基本上是 同阶无敌的存在 小统领捡到宝了 人足高层 对昆鹏更加喜爱了 昆鹏的属性高 技能强 绝对是一头 无可挑剔的战主 不止于此 我的北明护身印 还能保护其他人 昆鹏口吐人眼 北明之水 犹如绸缎一般 包裹住陆川 和夏老的身躯 北明护身印 竟然是群体免伤技能 而且 北明护身印 还能降低伤害来源的攻击速度 行动速度 施法速度 只要有方单位 都得到 北明护身印的保护 敌方就不得不承受 强大的负面效果 人足高层们两眼发亮 昆鹏的血量本来就高 足足有480亿 再加上 北明护身印的防御能力 同一层次的妖兽和职业 哪怕群起而攻之 也很难抹杀昆鹏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幻ansuge.com 而且 北明护身印 还能对别人使用 再加上 同生的血量转换 陆川的保命能力 将变得更强 接下来是 北明护天诀 昆鹏飞出窗外 浩荡的北明之水 犹如海啸般 冲天而起 瞬间覆盖方圆百里 这些北明之水 每一滴都沉重无比 犹如墨盘一般 若是遮天蔽日的 北明之水落下 必然是一场浩劫 北明护天诀 伤害高 范围大 再加上 北明护身印的防御能力 昆鹏绝对是 四转中最顶尖的妖兽 人族高层们 赞不绝口 接下来 昆鹏还展示了 其他技能 皆有可圈可点之处 爹 可有九命树妖的消息 陆川将目光 看向陆军林 十分钟之内 单杀九命树妖 是他的三转任务 只有尽快将 三转任务完成 他才能冲击 更高的等级 暂时没有 不过按照 以往的刷新规律 用不了三四天 九命树妖 就会刷新了 陆军林 对于陆川的三转任务 极其重视 时刻留意着 黑夜森林的动向 好 那我再等一会 陆川没有闲着 默默用 暗流涌动 连通北京军区的 各大区域 尤其是 九命树妖的刷新点 黑夜森林 成千上万的魂魄 从地面浮现 凝聚成一头 庞然如山 身形如树的 BOSS级妖兽 鸣昌 九命树妖 BOSS级 等级 九十 血量 三千万 技能 暗黑潮汐 九命树心 树根抽击 肥叶暴雨 暗黑侵蚀 九命树妖 施展 暗黑侵蚀 滚滚黑雾 向四面八方蔓延 让整个黑夜森林的妖兽 都暴动了起来 九命树妖刷新了 戒备 全员戒备 镇林军团的人 全都忙碌了起来 全力抵挡着兽朝 他们的职责 便是维护黑夜森林的味道 防止其中的妖兽 维护四方 而每次九命树妖的刷新 都会引起规模 极大受潮 让他们很是头疼 小统领 要我们将九命树妖控制住 也不知目的是什么 团长叶之秋 联络完陆川后 果断向黑雾的源头赶去 他不理解陆川的做法是什么 不过身为军人 他只需将命令执行下去 就行了 万一耽误了高层的大姐 他可承受不起 九十级的九命树妖 见到九命树妖后 叶之秋整个人都愣住了 以镇林军团的实力 只能对付七十级到八十级的九命树妖 一旦九命树妖 在八十级以上 镇林军团 就必须要有其他军团的帮助 才能渡过难关 而且控制九命树妖 比起杀死九命树妖 要难得多 再加上九命树妖 高达九十级 根本不是他能对付的 九十级的九命树妖 若是走出了黑夜森林 必然会生灵涂炭 我们尽量千之一会 为其他军团的增援 争取时间 叶之秋咬了咬牙 率领三百金锐 跟九命树妖周旋了起来 这个开胃菜 我很喜欢 九命树妖 阴冷一笑 身上的树叶 犹如暴雨般激射而出 将数之不尽的巨木洞穿 叶之秋等人 全力躲闪着 可非夜的数量太多了 根本就躲不过来 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 玄幻书格 https 3w.xnhoangsearch.com团长 我撑不住了 一位防御型职业者的血量 即将见底了 不得不远离九命树妖 若不是他施展防御型技能 挡住了大量伤害 其他职业早就撑不住 九十级的九命树妖 果然不是 我们都对付他 叶之秋依旧在咬牙坚持着 就在这时 昆鹏振斥而来 坚韧的爪子 瞬间洞穿九命树妖的身躯 造成大量伤害 来了一头更加强大的妖兽 足足有110级 阵灵军团的人 全都慌了 虽然昆鹏在攻击九命树妖 看似在帮他们 可谁能保证 昆鹏在杀完九命树妖之后 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他们 九十级的九命树妖 他们都难以对付 更别说是110级的昆鹏了 不必慌张 这头妖兽是我的战宠 陆川不紧不慢地现身了 110级的妖兽 是小统领的战宠 听着陆川的话 众人全都猛了 他们连九十级的九命树妖 都难以对付 而陆川已经有一头110级的战宠了 接下来 你们不用插手 我的三转任务 是单杀九命树妖 陆川为了尽快完成转职任务 果断施展 和神领域 当和神领域 蔓延到昆鹏脚下时 昆鹏的全属性 提升160% 一个 浩海撞击 就将九命树妖打爆了 哦 九命树妖凄惨的嚎叫 树皮有大量黑气冒出 正在进入第二阶段 九命树妖 进入第二阶段的过程中 110级的妖兽 就这么老老实实地等着 并没有对我们动手的意思 看来这只大鹏 确实是小统领的战宠 而且还非常听话 叶之秋震撼道 小统领 你的三转任务太难了 竟然是单杀九命树妖 若不是有110级战宠的帮助 恐怕穷极一生 也无法突破三转 他作为阵灵军团的团长 都没有单杀九十级九命树妖的能力 而陆川却能做到 给我死 九命树妖 进入第二阶段后 全属性提升了30% 实力变得更强了 而昆鹏凭借着等级优势 和和神领域160%的全属性增幅 依旧能吊打九命树妖 一分钟过去 九命树妖进入第三阶段 又一分钟过去 九命树妖进入第四阶段 哪怕九命树妖 每次进入新的阶段 实力都会更强 也依旧不是昆鹏的对手 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当九命树妖进入第五阶段时 叶之秋连忙提醒道 小统领 别急着杀他 当他进入第五阶段时 便会使用九命树心 相当于有九条命 而且 九命树妖的每一次复生 出现的位置都是随机的 如果他在黑暗森林的边缘附生 会引发非常大的麻烦 就算你的转职任务 是单杀九命树妖 也要等其他军团的增援赶到才行 等不了 我的转职任务 有时间限制 必须要在十分钟之内单杀 陆川摇了摇头 还有时间限制 小统领 你是认真的吗 叶之秋猛了 一个六十级职业者 根本不可能单杀九命树妖 换做其他职业者 来接这个任务 必然是无法完成的 而陆川的转职任务 得在十分钟之内单杀九命树妖 而且 这次刷新的九命树妖 还是最高的九十级 难度放大的近千倍 如此难的转职任务 天倒是铁了心 让陆川卡再二转 十分钟单杀九十级的九命树妖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别说是九十级了 就算是七十级的九命树妖 也不可能完成 镇林军团的人 唏嘘不已 觉得陆川太倒霉 昆蓬的实力 确实很强 可输出能力再强 九命树妖进入下一阶段 也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里 必须要老老实实地等 而且九命树妖施展 九命树心 十 跟进入下一个阶段差不多 也是需要时间的 并不会立马复活 五个阶段 九次复杀 哪怕每次都能一招秒杀九命树妖 也得等十三分钟才行 再加上九命树妖的九次复杀 位置是完全随机的 想要在十分钟之内完成单刷 就更难了 九命树心 确实恶心 好在我有奈何传说 陆川笑了笑 奈何之水 进入九命树妖体内 让其遗忘了最关键的 九命树心 十分钟单杀我 真是狂妄 就算有110级的战宠 你也不可能三转 九命树妖猙獰地笑着 他被昆蓬虐得太惨了 自然要借此机会出一口恶气 有九命 等等 我这个技能叫什么名字来着 怎么想不起来了 九命树心遗忘之后 他整个人都梦了 而且不仅仅是九命树心 他还遗忘了暗黑潮汐 飞夜暴雨 都是比较关键的技能 这九命树妖怎么了 感觉脑子不太好使 连自己的技能叫什么都忘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onsealge.com 你们看九命树妖的技能栏 卧槽 九命树妖突然间少了三个技能 而且其中一个 便是最恶心的九命树心 镇灵军团的人 全都震撼无比 他们镇守黑夜森林十多年了 遭遇过上百头九命树妖 可这样的情况 还是第一次见 难不成陆川 能让九命树妖 遗忘关键技能 你高兴得太早了 昆蓬冷冷一笑 果断施展 水击三千 咔咔咔 九命树妖的身躯崩碎 木屑犹如水花般 见得到处都是 九命树妖已阵亡 击杀时间 六分四十秒 哈哈 九命树妖直接就死了 连一次九命树心都没有用过 九命树妖死的 这么干脆 让镇灵军团的人很是痛快 他们之前在对付九命树妖的时候 九命树妖的每一次附射 都会让他们忙得团团转 而鲁川七分钟不到 就只身一人 就击杀了九命树妖 这个效率 就算是六转七转的职业者 都不可能做到 与此同时 前来支援的军团 火急火燎地赶到黑暗森林 帮镇灵军团 镇压寿潮 冰鸟军团的团长王毅问道 情况如何 镇灵军团的团长 还撑得住吗 此次的九命树妖 是九十几的 我们团长撑不了多久 还请王团长 尽快赶赴核心战场 镇灵军团的人 很是心急 叶之秋 作为镇灵军团的主心骨 他们自然不希望 叶之秋出事 好 我这就赶过去 王毅点了点头 随后 拿出军用地图 这地图有非常强大的定位功能 能将黑暗森林的 妖兽名称和等级 无比精准地显示出来 等等 地图上没有显示 九十几的妖兽 王毅愣住了 本想着通过军用地图 直接找到九命树妖 可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难不成团长 将九命树妖的第一条命打没了 九命树妖 正处于复活阶段 镇灵军团的人 很是惊喜 之前面对九十几的九命树妖 叶之秋 连第一阶段都打不过 如今 叶之秋 直接将九命树妖 打到第五阶段 并且将九命树星 都逼出来了 这是何等巨大的提升 复活阶段吗 那我等一等 王毅时刻观察着军用地图 随时准备出发 不过 他并没有等到九命树妖的附生 而是等到了陆川 和叶之秋 小统领 你怎么在这儿 王毅很是意外 陆川笑道 九命树妖已经解决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 九命树妖被解决了 这怎么可能 王毅疑惑不已 他赶路的速度非常快 收到求救信号的一瞬间 便开始行动了 这前后不过八分钟 九命树妖 怎么可能被解决 小统领 你可能对九命树妖不太了解 九命树妖 不仅有五个阶段 还有九条命 得杀十四次 才会彻底死亡 而且 九命树妖进入下一阶段和复活 都是需要时间的 光是等待的时间 都远超八分钟了 王毅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冰鸟军团的营地 跟黑夜森林很近 因此 他经常增援阵林军团 对九命树妖非常了解 他觉得 陆川出来乍道 必然不清楚 九命树妖有多么难缠 也知秋道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不过小统领 能让九命树妖 遗忘九命树星 没这个恶心的技能 九命树妖处理起来 就容易太多了 一旦关键技能 小统领 竟然有如此惊人的手段 王毅目瞪口呆 叶之秋 作为镇林军团的团长 职责 便是镇守黑夜森林 绝对是北境军区 最了解九命树妖的人 这段话 由叶之秋说出 可信度非常大 如果九命树妖 失去了复生的大手段 他现在确实能离开了 不过 想以这么快的速度 彻底击杀九命树妖 光让九命树妖 遗忘 九命树星 是远远不够的 在四个月前 黑夜森林 便刷新了一只九十级的 九命树妖 叶之秋连第一阶段 都打不过 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叶之秋 能有多大的进步 如今跟叶之秋 一起回来的增援 只有陆川一人 难不成九命树妖的死 跟陆川有非常巨大的关系 叶之秋等人 仅仅是打下手 想到这里 他又觉得不太可能 陆川刚刚才完成高考 若不是今年的高考提前了 恐怕连高考都还没开始 如此短的时间 陆川怎么可能占据主导 让叶之秋这位军团长打下手 斩天战神 是不是跟着小统领一起来了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anhewansealge.com 王毅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你觉得 九命树妖 是小统领 和斩天战神联手杀的 叶之秋听出了王毅话中的意思 王毅疑惑道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 九命树妖是小统领 和他的战宠联手击杀的 叶之秋 话音刚落 昆蓬震翅而来 110级气息如鸢四海 而如此强大的妖兽 在落地之后 一脸乖巧地在陆川身旁 比很多人的宠物还要温顺 110级的妖兽 这是小统领的战宠 王毅震撼不已 陆川的战宠 比他的等级还要高 光凭这一头战宠 陆川就能轻易压制他 而且 陆川不仅实力强 支援的速度还非常快 等他赶过来的时候 九命树妖 已经被陆川解决了 该去转职神殿三转了 陆川和昆蓬 跳入传送井中 很快便来到了转职神殿 北境军校 环境不错 还没开学 柳如烟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 提前熟悉环境 当然了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跟陆川接触 尽可能成为陆川女朋友 以帝都柳家的人脉 他早就得到了陆川的联系方式 只不过追陆川的人太多了 陆川懒得搭理这些毫无营养的信息 他所有的早安 晚安 全部都石沉大海 让他很是苦恼 一直以来 都是别人在追他 可如今他 要研究一下 该怎么追别人了 不管这么多了 先去人物店换点材料 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这段时间并不是松懈的时候 为了变得更强 大多数的学生 依旧在刷副本升级 卷得飞起 而且自身实力越强 追到陆川的可能性变越大 他自然是时刻都在努力 由于人物店就在转职神殿旁边 他恰好见到了陆川 我的运气不错 得借此机会 好好表现才行 柳如烟连忙整理了一下发型 打算在人物店 制造一场完美的偶遇 结果陆川根本没进任物店 而是走入了转职神殿之中 啊 这 陆川是走错了吗 怎么走进转职神殿了 柳如烟皱了皱眼睛 还以为自己眼花 想要二转 等级得达到三十级 而陆川跟他是同届的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怎么可能升到三十级 陆川身为北境小统领 有着世袭网替的资格 可能去转职神殿 是要处理什么要事 柳如烟想了想 打算守住转职神殿的门口 继续制造偶遇 陆川对陆川行了个军礼 态度无比恭敬 陆川道 给我安排三转的转职仪式 小统领 请跟我来 前台小姐姐笑了笑 果断为陆川带路 玄幻书格 https 3w.懸浮王suge.com 我是听错了吗 小统领要进行三转的转职仪式 短短一个月 从一级升到六十级 就连当年的展天战神也做不到 周围的人全都猛了 他们都是来参加转职仪式的 自然清楚转职有多难 光练级还不够 所发布的转职任务才行 而转职任务的难度 跟职业的潜力有关 因此 职业的潜力高 并不代表转职的速度快 陆川能以这个速度 完成三转的转职任务 实在是太一场了 在场之人 没有几个相信陆川所说的话 可陆川胡闹就算了 身为北京小统 领任信息是正常的 可前台小姐姐 为何也跟着胡闹 难不成陆川真的能不三转 在前台小姐姐的引导下 陆川来到三转的转职大阵之中 二转时 我全属性提升十倍 并且执掌了奈何 现在要三转了 也不知我的下一条河是什么 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每一次转职 都相当于突破大境界 因此 陆川对于三转之后的提升 非常期待 他将手倾放的觉醒时上 意识再度来到了未知空间之中 未知空间 跟上次一模一样 依旧有成千上万的河流 在其中悬空流淌 每条都神异无比 蕴含着无穷伪力 无法追溯源头 也无法推断 会流向河处 恭喜宿主三转成功 获得爱河拳柄 五彩斑斓的河流 犹如真龙般遨游了起来 犹如拥护众生之主一般 盘旋在陆川的身边 执掌爱河拳柄后 陆川的生命层次 得到质变 每一寸肌肤都变得无可挑剔 姓名 陆川 等级 六十 职业 河神 三转 力量 六万 敏捷 六万 体质 六万 精神 六万 恭喜宿主河神领域升级成功 河神领域 破陷阶 开启河神领域时 以自己为中心 自成水域 并且不断对外扩张蔓延 身处水域之中的所有有方单位 可得到百分之二百的全属性加成 恭喜宿主河神传说升级成功 河神传说 破陷阶 当物品掉入河神领域时 可复制出一金一银 银的装备效果是原物品的四倍 金的装备效果是原物品的五倍 可同时复制十件物品 恭喜宿主奈何领域升级成功 奈何领域 破陷阶 可将河神领域自由转化成奈何领域 身处奈何领域的敌人 受到伤害时 可让其额外受到百分之七十的灵魂伤害 奈何传说 破陷阶 奈何领域钻入敌区 可让其随机一望五项技能 恭喜宿主掌握爱河权柄 魅力提升十倍 并且领悟新技能 爱河领域 破陷阶 可将河神领域自由转化成爱河领域 身处爱河领域的敌人 施展技能时 有百分之三十的概率失效 爱河传说 破陷阶 爱河领域射出真爱之键 签订真爱契约或者舔狗契约 可让目标的伤害转换成等量治疗效果 三转成功了 我全属性提升了十倍 每一项都达到了六万点 河神领域的全属性加成达到了百分之二百 已经是天子剑的两倍了 蔓延速度还得到无比巨大的提升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uangsearch.com 河神传说也再次得到之变 赢的装备效果是原物品的四倍 金的装备效果是原物品的五倍 能复制出更强的金银天子剑 大大增强华夏的国力 奈何领域和奈何传说也得到了提升 前者让敌人额外承受70%的额外灵魂伤害 后者直接让人一万五个技能 而爱河领域的技能效果就有点意思了 竟然能让敌人的技能有30%概率失效 陆川饶有兴致地笑了起来 至于爱神传说的真爱契约和舔狗契约 他得好好研究一下才行 与此同时 转值神殿外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五彩斑斓的爱河异象铺天盖地 有亿万情侣的投影在其中显化 甚至有不少少而不移的画面 短短一瞬之间 清风都变成了春风 无论男女老少都燥热了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为何会有亿万情侣的投影 在其中显化 狗粮 好多狗粮 我甚至看到了少而不移的画面 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 好惊人的转值异象 感觉比SSS级的转值异象 还要大气磅礴 突然间好想谈恋爱 这是怎么回事 俺也一样 老夫都76了 没想到也有芳心颤动的一天 难不成这是传说之中的爱河 由万千爱意构建而成 卧槽 我在爱河中看到自己跟媳妇 遥望着爱河一向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 不少人躁热难耐 已经在找目标对视了 爱河一向 难不成小统领转值成功了 夏宇斌同样目睹了陆川 走入转值神殿 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他在北境军区读高中 自然也要在北境军区读大学 而且在寄灵之战时 陆川帮了他这么多 他和唐优 自然要给北境军区 做出更多的贡献 你口中的小统领是陆川吗 柳如烟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他觉得夏宇斌挺聪明 不应该有这么离谱的猜想才对 若不是夏宇斌的猜想 太过离谱 他也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唐优道 在北境军区之中 能被称之为小统领的 也只有陆川的 可小统领跟我们一样 都是今年才觉醒职业的新人 怎么可能短短一个月 就转职成功 柳如烟更加疑惑了 夏宇斌笑道 这个我也解释不清 反正小统领非常厉害 哪怕SSS级职业者 也不能与之争锋 他和唐优早就成为了陆川的迷妹 哪怕不清楚 陆川是如何做到的 也依旧无脑吹 而夏宇斌的回答 让柳如烟很是无语 当他将目光看向转职神殿时 发现陆川从其中走了出来 而爱河意象 就像看到主人的宠物一般 以陆川为中心 不断盘旋着 庞佛在渴望着陆川的认可 难不成爱河意象 真的是陆川的转职意象 柳如烟目瞪口呆 难怪北境军校的代表会口出狂言 觉得他身为SSS级的职业者 也没资格跟陆川组成固定队伍 以陆川的升级速度 比当年的展天战神还要快 玄幻书格 https 3w.shinhuangsewch.com 他只有12级 哪有资格跟二转的陆川组队 纯粹就是在拖后腿 太逆天了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陆川就升到30级 完成二转了 陆川执掌爱河领域之后 魅力还提升了10级 让柳如烟的求爱之心 变得更加坚定 你觉得 小统领只有二转 唐优挑眉一笑 觉得柳如烟这个心声 知道的太少了 什么意思 难不成这是小统领的三转 转直异象 柳如烟有些疑惑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在寄灵之战的决战时 陆川的祭坛就在他旁边 他是亲眼看着陆川用出 和神领域和奈何领域的 如果陆川每次转直 都能只长一条河流 眼前的爱河 很有可能就是陆川的第三条河流 短短一个月 陆川就升到60级 并且完成三转 放眼整个人族史 都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柳如烟瞬间明白 陆川是如何在高考 拿到150 0000了 凭借着等级优势 哪怕陆川一个攻击型技能都没有 也能随意碾压30级的妖兽区域 轻轻松松得到高分 而寄灵之战得妖兽等级 都在5和15之间 陆川在收集资源时 自然是更加轻松 不过在寄灵之战中 光有实力是不够 跑图能力还得非常强 如果陆川不将所有资源点都刷一遍 不可能建立如此多的优势 而且陆川在寄灵之战的积分 每一天他都是计算过的 就算将每个资源点都刷满 也不可能有这么多 因此 寄灵之战中 他依旧觉得 陆川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至于陆川 如何在一个月升到60级 并且完成三转 他就算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完全不符合常理 北京大会堂 这是小统领的转职意向吗 看样子 似乎是传说之中的爱河 夏老仰望着转职神殿的方向 震撼不已 转职神殿是公用区域 而北京大会堂 是北京军区的核心区域 两者之间的距离 自然是极其遥远的 而陆川的转职意向 极其浩大 哪怕他远在北京大会堂 也能无比清晰地看到 这爱河不简单 哪怕我们都是七转以上的职业者 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我也一样 这种燥热的感觉 就像年轻时见到初恋一样 人族高层们的年纪都很大 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已经数十年没体会过了 就连他们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恐怕整个北京军区 都被会爱河一项波及 生育率大增 我回来了 陆川走入北京大会堂 瞬间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三转了 小统领 每一项属性都达到六万点 提升非常显着 钟老使用探测术后 果断称赞了一句 跟我儿的技能比起来 这些属性算什么 儿子 快给大家露一手 陆军龄很是心急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如此 想知道陆川三转之后的 蜕变有多大 好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earch.com 陆川点了点头 果断施展 和神领域 三转之后 和神领域 蔓延的速度得到了质变 很快便布满了整个北京大会堂 让所有人的全属性 提升百分之二百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二百 和神领域的增益效果 已经是天子剑的两倍了 仅仅一个月 小统领的和神领域 就从百分之三十的全属性提升 蜕变成了百分之二百的全属性提升 小统领刚刚才完成三转 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等小统领彻底成长起来 和神领域的效果必然会更强 人族高层赞不绝口 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能让方圆十万里的所有友方单位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一百 每当出现都会起到扭转战局的效果 而陆川的和神领域 跟天子剑的装备效果差不多 能让大量友方单位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二百 只要给和神领域足够的蔓延时间 作用将比镇国神剑天子剑还要大 陆军灵问道 儿子 你三转之后 和神传说有没有再次得到质变 经营天子剑的作用有多大 在场的人族高层都很清楚 陆川二转的时候 三把天子剑七出 再配合斩天战神的被动 能让方圆十万里的所有友方单位全属性 提升百分之一千二百 如果陆川在三转之后 和神传说再度得到了质变 三把天子剑七出的效果 必然会更加惊人 陆川道 我的 和神传说确实得到了质变 该更新更强的金银天子剑了 好 陆军灵果断将天子剑递给了陆川 年轻的老爹妖 你掉的是这把 金 天子剑 还是这把 银 天子剑 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剑呢 陆川迎唱结束 金银斩天剑的属性和装备效果 全部倍增 丰瑞的剑意和浩荡的黄道之气 宁如实质 犹如沉睡的真龙一般 哪怕在场的人族高层 都是七转以上的职业者 在面对三把天子剑时 依旧是敬畏无比 不敢有丝毫亵识毒的想法 陆军灵结过 阴 天子剑后 果断发动了装备效果 树道金光 同时在众人的身上浮现 犹如瀑布逆流一般 直冲云霄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四百 再加上斩天战神的被动 剑道圣体 能给我们带来百分之六百的 全属性提升 斩天战神手持 银 天子剑 就能让方圆十万里的 所有友方单位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六百 这是何等震撼的事情 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人族高层们 皆是激动不已 当陆军灵同时催动三把天子剑 他们的全属性 提升了百分之一千五百 若是加上陆川的 河神领域 全属性增幅达到了百分之一千七百 三把天子剑七出 让我的全属性 提升了百分之一千五百 再加上小统领的 河神领域 就达到了百分之一千七百 太逆天了 若是爆发第六次世界大战 我北京军区的将士全属性 提升百分之一千七百 必然能横扫一切敌 这仅仅是小统领一个月的提升 等小统领彻底成长起来 等世界大战时 我华夏必然能赢得更加轻松 轻而易举地实现人族一统 人族高层的呼吸 都急促了起来 如此疯狂的想法 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 而在陆川觉醒职业之后 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有着三把天子剑在 哪怕焚天战神 雷龙战神 狂蛮战神联手 也必然不是我的对手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和王search.com 入军灵 掌握三把天子剑 无敌之心变得更加坚定 陆川的 河神传说 强化的不仅仅是装备效果 还有属性加成 天子剑 作为华夏第一神剑 属性加成 自然是非常高的 而 因 天子剑的属性加成 是普通天子剑的四倍 金 天子剑的属性加成 是普通天子剑的五倍 再加上它的被动 剑到圣体 能同时拥有十个装备篮 享受十把剑的属性加成 这么一叠加 它的属性 能轻松碾压 其他战神级别的强者 钟老问道 斩天战神 小统领上一次复制 金银天子剑 是在半个月前 在这期间 金银天子剑 是否还存在 是否有出现 装备效果递减的情况 吸引了所有人足高层的注意 一个技能的效果 和持续时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 合神传说 的持续时间非常长 可操作的空间 也会随之变大 我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观察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金银天子剑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一直都很稳定 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不过在新的 金银天子剑出现后 我而上次复制的 金银天子剑 便随之消失了 陆军林如实说着 长达半个月的持续时间 小统领的 合神传说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 这半个月 并不是 合神传说的极限 若不是新的 金银天子剑出来 持续时间 必然会更强 至少半个月的持续时间 哪怕小统领部 前往前线 合神传说 也能发挥出 无比巨大的作用 合神传说 的持续时间 让人足高层们 很是惊喜 接下来是 奈何领域 路川意念一动 一部分 合神领域 转换成了 奈何领域 血黄色的河水 很是诡异 下老 来吧 中老主动走入 奈何领域之中 好 下老点了点头 一拳打在中老身上 一万 的伤害 数值浮现 奈何领域 中的鬼魂和虫蛇 紧随其后 对中老造成了 七千点灵魂伤害 百分之七十的 额外灵魂伤害 这伤害加成太可观了 若是用 奈何领域 笼罩所有敌军 哪怕是防御型的职业 也撑不了多久 必然会兵 败如山倒 小统领的技能 都是欲强则强的 若是 河神领域 跟奈何领域 配合起来 将打出非常高的伤害 人族高层们 称赞有加 纷纷在 奈何领域 测试了起来 还有 奈何传说 路川施展技能后 奈何之水 悄无声息地 钻入众人的体内 小统领的 奈何传说 也变强了 能让人同时一万五个技能 太夸张了 很多低等级的职业者 连技能都没有五个 若是跟小统领作对 技能都被忘干净了 这还怎么打 而且 奈何传说 跟奈何领域一样 都是群体型技能 若是在国战时 敌军被 奈何领域 锁笼罩 受到的伤害 全部增加70% 并且一万五个技能 恐怕心态 都爆炸了 人族高层们 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让人一忘技能的手段 放眼在整个人族时 也只有路川一人掌握 等到国战开启的时候 路川用出 奈何传说 敌军必然会集体猛逼 这样的场面 光是想想就觉得好笑 而且 奈何传说 一忘技能的数量 多达五个 一忘关键性技能的概率 非常高 钟老问道 夏老 当初为了测试 奈何传说的持续时间 你好像将一头六十级的银月 阳关进天牢了 如今半个月过去了 也不知银月阳 有没有将一忘的技能想起来 好 我这就将那头银月阳带过来 夏老点了点头 走出了大会堂 当他回来时 六十级银月阳被气境包裹着 就像气球般 悬浮在空中 半个月过去了 银月阳的技能栏 依旧没有变化 并没有将一忘技能想起来 奈何传说的持续时间 和神传说一样 至少有半个月 半个月的时间太漫长了 而且 奈何传说的这持续时间 有很大概率会更长 如此长的持续时间 就算敌人捡回了一条命 也会在 奈何传说的影响下 对战斗力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这样的对手 他们光是想想 就觉得可怕 儿子 你三转之后的新技能呢 快给我们展示展示 陆军灵对于陆川的新技能 很是好奇 好 陆川意念一动 一部分 和神领域 转换成了 爱河领域 那五彩斑斓的河水 给人一种 身处梦境的虚幻感 玄幻书格 https 3w.shanhewansealge.com 人族高层们 置身爱河之中 脑海疯狂浮现 少而不移的画面 注意力难以集中 这爱河真邪乎 我有点受不了 钟姥姥脸一红 他打算把生蚝当饭吃 等晚上的时候 去一趟足誉店 夏老感慨到 爱河领域 得控制效果挺强的 身处其中 连注意力都难以集中 更别说做出冷静准确的判断了 仅仅是爱河掀起的春风 都能对他们造成不小的影响 如今身处爱河之中 这个影响自然是更大了 这种感觉 平日体验一下 倒也不错 可要在战场之中 是非常致命的 分分钟暴露出一堆破绽 你们施展一下技能 施展次数越多越好 陆川提醒了一句 他作为爱河领域的施展者 自然也想全方位地 测试出技能效果 好 人族高层们点了点头 身处爱河领域之中 不断施展技能 不过在 爱河领域的影响下 他们的注意力难以集中 就连最拿手的技能 都有30%的失败率 卧槽 爱河领域得控制效果太强 哪怕是我最拿手的技能 也有30%的失败率 而且 爱河领域跟 奈何领域一样 能给大量的敌人 施加负面效果 是群体控制型技能 人族高层们觉得 爱河领域越来越邪乎了 而忠老为人好色 失败率达到了60% 甚至在 爱河领域待久了 双眼越来越迷离 恨不得一直沉溺起来 陆穿茶绝道不对劲 连忙让忠老脱离 爱河领域 卧槽 刚刚发生了什么 忠老就像做噩梦一样 一脸惊恐地醒了过来 在他的感受之中 爱河领域的影响 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强烈 逐渐占据了他的意识 就像被催眠了一样 忠老 你差点沉寂于爱河之中 夏老扑痴一声笑了起来 看来 爱河领域 对欲望重的人 还有额外加成 根据我的观察 你的技能失败率 都达到60%了 放10个技能 至少有6个是失效的 不仅没有效果 还浪费了时间 破绽太多了 爱河领域 天克忠老 人族高层 即是笑了起来 让忠老尴尬不已 忠老连忙解释道 我都一把年解 这种欲望早就变低了 只不过被 爱河领域 重新激发了出来 方老开口道 爱河领域 真是可怕 我对情情爱爱 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受到了大影响 技能失败率 也是30% 他的职业是武僧 再加上新兴的原因 对女人完全不感兴趣 男人也同样没有 可在经历 爱河领域 的洗礼之后 他竟然有了 娶妻生子的想法 卧槽 小统领的 爱河领域 太可怕了 就连坐怀不乱的方老 都受到了大影响 想当年方老 为了完成转职任务 特意找一群 化作人形的蛇妖 考验自己 明明这些蛇 腰掌得极美 还搔手弄则三天三夜 方老硬势头 没有台下 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 转职任务 而佛心如此坚定的方老 也无法摆脱 爱河领域的影响 这便是传说中的 破线级技能吗 人族高层们 震撼不已 接下来 就是 我的另一个技能了 名为 爱河传说 你们谁要试一下 路川意念一动 爱河之中 凝聚出一只真爱之剑 在 爱河传说 的技能描述中 有真爱契约 和舔狗契约 让他很是好奇 想尽快测试出来 我还是不来了 钟老摇了摇头 他差点沉沦于爱河 有些心里阴影了 让我来吧 下老向前迈出一步 真爱之剑 犹如鬼魂一般 瞬间钻入他的身躯之中 没有产生任何的异样感 请选择下一个目标 提示声响起 爱河之中 再度凝聚出一只真爱之剑 路川道 得有两个目标才行生效 让我来 方老想继续挑战爱河 以此磨练自己的佛心 爱河传说 生效了 我给你们建立了真爱契约 你们可以稍微切磋一下 路川语出惊人 让夏姥姥脸一红 还好我没有参与测试 钟老黑黑黑地笑了起来 两个大老爷们 建立真爱契约就算了 夏姥还是跟一个和尚 建立真爱契约 方老准备好了吗 我要出手了 夏姥控制好力量 一拳打在方老的身上 加1000 我受了夏姥一拳 竟然加血了 方老在短暂的错愕后 同样一拳打在夏姥的身上 加1000 有点舒服 方老泥石点劲 夏姥提了个变态的要求 玄幻书格 https 3w.xfw.xfw.com 方老点了点头 力度直接加大了100倍 加1000 好 好舒服 夏姥爽到发出一声怪叫 把周围的人全看待了 在测试技能的时候 哪怕控制了力量 拳头握在身上 也是有点疼的 而建立真爱契约之后 伤害转换成了恢复效果 疼痛感也转换成了舒爽感 就像被治愈系技能洗礼一样 我明白 真爱契约是怎么回事了 真爱契约 能让两位契约者 对彼此造成的伤害 全部转换成治疗效果 有了 爱河传说 哪怕是战斗型职业 也能具备极强的恢复能力 这并不是 爱河传说 最大的亮点 如果跟一位强大的对手建立契约 能用信息差恢复大量的生命值 而且 只要爱河传说 维持下去 那位强大对手 就一直伤不到我们 只能给我们回血 人族高层们两眼发亮 夏姥和芳姥 因为真爱契约的原因 打出了伤害数值也越来越高 让对方爽得飞起 打是亲 骂是爱 有 爱河传说 在 打架真的能增进感情 接下来试下舔狗契约 陆川意念一动 两只真爱之箭凝聚而出 夏姥和芳姥 再度自告奋勇 你们谁想做舔狗 陆川随口问了一句 签订舔狗契约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一个目标 成为舔狗 这必然是舔狗契约最核心的地方 芳姥到 我来做舔狗吧 反正是测试技能 他觉得 做一下舔狗也无所谓 陆川道 舔狗契约建立完了 你们继续切磋 好 方老一拳打在夏老的身上 依旧是伤害值 转换成了等量的治疗效果 而夏老一拳 打在方老身上 依旧是造成伤害 并没有像刚刚一样 转换成治疗效果 两人你来我往的打了起来 方老一直在给夏老回血 夏老一直在造成伤害 卧槽 这舔狗契约太赖皮了 方老的伤害 全都变成了治疗效果 而夏老完全不受影响 明明是在对打 而夏老一直在回血 方老一直在掉血 这样打下去 方老没有任何的胜算 舔狗契约的舔狗 没有还手的权利 只能一直挨打 若是让窝国天皇 成为舔狗 我能一直追着窝国天皇打 打得窝国天皇 毫无还手之力 爱河传说的舔狗契约 简直是单挑神迹 人族高层们 畅快地笑了起来 窝国天皇是九转强者 换作之前 他们连营的希望都没有 而有舔狗契约在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单挑窝国天皇的能力 钟老问道 小统领 你的爱河传说 能同时维持几份契约 我试试 陆川尝试一番后 发现只能凝聚出 三对真爱之剑 当契约超过三份时 之前的契约就会失效 只能维持三份 不过只要将三份契约 用在高端战力上 将发挥出 无比巨大的作用 而且 小统领才刚刚掌握这个技能 爱河传说 还有很大的成功空间 以后契约数量 必然会越来越多 众人畅想着未来 都乐得合不拢嘴了 不愧是我 斩天战神的儿子 陆军灵拍了拍 陆川的肩膀 欣慰不已 陆川仅仅一个月 就能大大增加 华夏国力 对高层次的战斗 带来无比巨大的影响 玄幻书格 https www.旋foronsearch.com 如此惊人的潜力和实力 放眼整个人组史 也是从未发生过的 测试完技能 陆川便要继续升级 为接下来的四传做准备 他的技能 都是群体型大增益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 获取更多的经验 自然要继续选择 大型团队副本 他的目光看 北京副本大全 看了一会 最终停留在 岩礁秘境上 岩礁秘境的推荐 等级为90 进入人数得在300左右 是一个经验 非常多的大型副本 而他的等级是60 刚好满足 岩礁秘境的 最低进入条件 念及于此 他果断通知 岩礁秘境的记录保持者 双叶军团 让其在岩礁秘境前待命 等待他的到来 岩礁秘境前 双叶军团的人集结完毕 正在今后着陆川的到来 150位战士 50位弓箭手 50位法师 50位牧师 属于防御能力非常高的队伍 并且每一个人 都高达100级 都比岩礁秘境的推荐 等级要高一些 领队的双叶军团团长 足足有120 是无转职业者 得压制等级 才能进入岩礁秘境之中 又要来刷岩礁秘境 双叶军团的团长 白宁兵 撇了撇嘴 有些许不爽 若不是岩礁秘境经验多 而且材料的价格高 他根本不想 刷岩礁秘境 寻常的副本队伍 除了牧师以外 战士 弓箭手 法师的比例 基本上都是1比1比1的 而岩礁秘境比较特殊 前来攻略的队伍 战士的比例 直接就是整体一半 相比起其他副本的攻略队伍 是非常畸形的 军方缺材料 我们直接进去 刷就好了 为何要等小统领 岩礁秘境的最低等级 要求是60 小统领的升级速度再怎么快 也不可能短短一个月 就达到这个等级 就算小统领到了 又如何 难不成小统领 要跟我们一起进入岩礁秘境 双叶军团的人 很是疑惑 刷岩礁副本非常 耗费时间 如果是为了材料 他们不想将时间浪费 在毫无意义的等待上 对于陆川 得到高考状元 成为 寄灵之战 回首的消息 他们基本上都听说过 可陆川的职业是和神 他们同样也听说过 至于一个C级和神 如何力压所有天骄 成为两次断崖式的第一 他们就算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在他们的认知之中 和神一个优点 都没有的 潜力差 限制多 实力弱 升级难度还大 而且 陆川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再短短一个月 升到60 哪怕两次断崖式的第一 都是凭本式 拿下的也不行 人到齐了 便跟我进入 岩礁秘境吧 陆川出现后 果断对白宁兵 发送了组队邀请 进入岩礁秘境 小统领 岩礁秘境的最低等级要求 是60级 白宁兵连忙提醒了一句 陆川不想多费口水 直接将60级的气息 释放了出来 60 短短一个月 小统领就升到了60级 这怎么可能 而且60级了 还要进副本刷怪 说明小统领已经三转了 双叶军团的人震撼不已 之前的疑惑 全都一扫而空 太夸张了 一个月升到60级 并且完成三转 如此快的升级速度 就连战天战神都做不到 难不成 近年的高考状元 和寄陵之战的魁首 都是陆川平本身拿下的 白宁兵猛了 就算陆川是北境小统领 随便张下口 就有无数人带齐练击 可升级速度 并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带上去的 若是自身实力不够 组队的经验分成非常低 升级速度 比起正常刷复 本快不了多少 只会平白无故 浪费高等级职业者的时间 因此 另外三个战神之后 都是跟同龄人组队 并不会被高等级职业者 带着升级 至于陆川的升级速度 为何这么快 他觉得 在沿郊秘境之中 一切都会揭晓 您快看 这人好像是北境小统领 什么好像 他就是北境小统领 今年的高考状元 成为高考状元后 认识陆川的人更多了 很快 就被周围的职业者认了出来 这片区域的副本等级 都在60到90之间 也不知小统领 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小统领未来要继承 北境大统领之位 自然要处理一些公务 学习如何管理部下 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陆川和双叶军团的人 走入了沿郊秘境之中 让他们全都傻眼了 等等 小统领怎么跟着 双叶军团的人 进入沿郊秘境吗 沿郊秘境的最低等级要求 是60级 小统领刚刚才成为高考状元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怎么可能从1级升到60级 玄幻书格 HTTPS 3W点 学习和双叶军团 不成小统领揭取转职任务 进入沿郊秘境的条件被放宽 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小统领也不可能升到30级 如此快的升级速度 就连当年的展天战神都做不到 来到沿郊秘境后 陆川默默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除了众人所处的巨型石台以外 其他地方都跟沙漠差不多 看不到任何的生机 这里的空气极其燥热 沙尘暴时不时就会出现一次 若是等级不够 用不了多久 便会脱水而亡 而陆川的属性很高 还有传说级套装和昆蓬的 童升技能 保命能力非常强 沿郊秘境的恶劣环境 对它造成不了任何影响 小统领 沿郊秘境的副本规则比较特殊 我们无法离开石台 只能静静等待妖兽的进攻 白宁兵提醒一句后 便拿出一面比人还高的巨盾 将陆川护住 相比通关速度 他觉得 陆川的生命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六十级的职业者 进入九十级的大型副本 实在是太危险了 沙沙沙 稀稀苏苏的声音响起 一百条岩胶从沙漠中跑了出来 一边施展 飞檐吐息 一边向众人扑杀而去 一百五十位战士 反应极快 果断用防御手段 将一百条岩胶挡住 方便后面的弓箭手和法师输出 由于岩胶的防御高 再加上队伍中 战士比例非常高 因此 击杀一百条岩胶的速度并不快 河神领域 陆川想要得到更多的经验分成 光看戏自然是不够的 要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当 河神领域 淹没所有人的角时 百分之二百的全属性加成 当即生效 百分之二百的全属性加成 好强的增益型技能 这个加成是天子剑两倍 我双叶军团什么时候有如此强的辅助型职业了 这个技能早点用出来 岩胶秘境的通关记录早就刷新了 在场之人全都震撼不已 这个增益效果叫 河神领域 而小统领是队伍中唯一的河神 难不成这个技能是小统领用出来的 白宁兵放眼望去 发现 河神领域正以陆川为中心 不断对外蔓延 而其他人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纷纷将目光看向陆川 对于陆川的等级 他们刚刚都见识到了 短短一个月就升到六十级 绝对是人族有史以来最快的升级速度 而陆川不仅升级速度快 技能效果还非常强 哪怕只有六十级 也能对等级都在一百级左右的他们 带来百分之二百的全属性提升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递减效果 这是其他同等级辅助型职业 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就算是无转的辅助型职业也做不到 在百分之二百的全属性加成下 一百条岩胶很快就被屠戮殆尽 不过一百条岩胶生死之后 并没有立马溃散 而是化作一座又一座的石像 定格在石台的旁边 继续对众人施展 非言吐息 岩胶秘境的机制太恶心了 小怪在血量见底之后 并不会立马消失 而是化作石像 继续对我们发动攻击 石像状态的岩胶 还是无法受到伤害的 我们只能乖乖挨打 双叶军团的人 看到这些石像就烦 纷纷抱怨了起来 击杀的岩胶越多 化作石像的岩胶便越多 会一直累积下去 直到通关为止 哪怕实力非常强 也必须要承受大量的伤害 如果是高攻低防的队伍 哪怕等级全都超过了 岩胶秘境的推荐等级 也依旧无法通关 正因如此 攻略岩胶秘境的队伍 都是非常畸形的 300人的队伍 有一半是战士 对防御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若不是岩胶秘境的经验高 材料的价格高 他们根本不愿意刷 无法受到伤害 也不知我的奈何传说 和爱河领域能否生效 陆川暗暗想着 和神领域的蔓延速度很快 已经将100尊岩胶石像覆盖了 随着他一年一动 和神领域瞬间转换成奈何领域 并且对100尊岩胶石像 施展了奈何传说 成功了 血岩胶石像无法受到伤害 可依旧会受到负面效果的影响 陆川很是惊喜 100尊岩胶石像 在15000个技能后 输出能力大减 不过 岩胶作为80级的妖兽 高达三转 所掌握的技能自然不止五个 依旧在攻击着双叶军团的人 奇怪 我们防守的压力 一下就变低了 你们看岩胶石像的技能来 他们 全部都少了五个技能 输出能力自然是降低的 这是什么情况 我之前的刷岩胶秘境的时候 可从未发生过 难不成跟小统领有关 那血黄色的河水 就是通过 河神领域 转换出来的 双叶军团的人 双眼发亮 防守的压力变低 他们就能将更多精力 用在刷怪上 大大增加效率 而且有 河神领域 百分之二百的全属性增幅 哪怕战士的 输出能力要低一些 依旧能杀岩胶如土狗 第二阶段开始 二百条岩胶 从沙漠中钻出 双叶军团 依旧能轻松解决 不过当上的岩胶石像 达到了三百尊 攻击比起之前 更加密集了 好在三百尊岩胶石像 在奈何传说的影响下 全部遗忘了五个技能 输出能力大减 岩胶石像 无法受到伤害 浸泡在奈何领域中 太浪费了 不如浸泡在 爱河领域之中 路川意念一动 血黄色的河水 逐渐变得五彩斑斓 在 爱河领域的影响下 哪怕岩胶石像 没有思考的能力 在试展技能时 也依旧有百分之三十的失败率 让双叶军团的防守压力 再度降低 爱河竟然是 小统领的手段之一 白宁兵震撼不已 爱河意向的声势 极其浩大 哪怕双叶军团的营地 跟转值神殿相隔甚远 他也依旧看到了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如此惊天动地的转值意向 竟然是一位 十八岁的少年弄出来的 奇怪 我刚刚做好防守的准备了 结果有几十尊 岩胶石像 放了个哑蛋出来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suge.com 我也看到了 岩胶作为八十几以上的妖兽 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多半跟小统领的技能有关 这五彩斑斓的河水 就是用血黄色的河水转换出来的 在爱河的影响下 岩胶石像十个技能 有三个石像 输出能力再度暴跌 双叶军团的人很是痛快 在奈何传说 爱河领域的帮助下 岩胶石像的输出能力 大大降低 再加上 河神领域 200%的全属性提升 元素化 50%的物理伤害免疫 一些防御能力 强的战士 直接无视岩胶石像的输出 全心全意地 投入到战斗之中 就算有人受了伤 也有陆川的元素化 迅速恢复伤害 再加上50位牧师的治愈技能 所有人的血量 刚掉一点就回满了 一直处于健康状态 第三阶段开启 300头岩胶 从沙漠中钻出 继续发动冲锋 奇怪 为何化作石像的同伴 都这么弱 而且都在用低等级的技能 不应该啊 而且 这些低等级的技能 应该闭着眼睛也能用好 结果还有人没用好 直接就失效了 第三阶段的岩胶 全都猛了 他们惊奇地发现 化作石像的岩胶 全部都遗忘了五个技能 并且被五彩斑斓的 河水淹没的身躯 难不成人族 能让我们遗忘技能 并且让技能失效 岩胶们越想越心惊 不过在副本规则的影响下 依旧在对双叶军团的 发动冲锋 进入了陆川提前布置好的 奈何领域之中 杀 50位弓箭手 和50位法师一起出手 数百刀的技能 犹如狂风暴雨般 落在300头岩胶的身上 再加上 奈何领域 70%的额外灵魂伤害 第三阶段的妖兽 很快就被杀光 场上的岩胶石像 达到了600尊 第四阶段 400头岩胶 第五阶段 500头岩胶 在陆川的强力辅助下 各种团队增议 和群体控制 层出不穷 双叶军团势如破竹 就达到了第六阶段 这么快 就达到第六阶段了 小统领太强了 每一个技能的效果 都非常强 能起到扭转战局的效果 有方全属性 提升200% 免以50%的物理伤害 还有强大的恢复效果 而敌方额外承受 70%的灵魂伤害 15000个技能 再加上技能有 30%的概率失效 这此消彼减之下 就算我们同时应对 三个同等级的军团 也依旧能轻松取胜 双叶军团的人 全都杀爽了 每一个都兴奋无比 带其他低等级的职业者升级 绝对是浪费时间 而待陆川升级 纯粹就是享受 在河神领域元素化 奈何传说 爱河领域的多重影响下 哪怕场上的岩胶石像 达到了1500尊 他们也没什么压力 换做平常 他们早就忙得不可开胶了 沙沙沙 忽然间 沙漠汹涌如海浪 一条粗大如楼房的岩胶 浮现而出 头顶的独角 犹如黄金胶珠而成 闪烁着圣人的寒光 鸣昌 岩胶王 BOSS级等级100 血量 武艺技能 肥炎炸弹 岩胶撕咬 沙豹 泰山压顶 大力甩尾 才过去50分钟 岩胶秘境的BOSS 就被我们打出来了 BOSS现身之后 双叶军团的人 没有丝毫的紧迫感 皆是兴奋了起来 他们作为岩胶秘境的记录保持者 刷了数百遍的岩胶秘境 自然不会惧怕岩胶王 100级的岩胶王 比我的昆鹏 还要低十几 陆川施展 寄灵召唤 昆鹏从传送门中 遨游而出 恐怖的血脉之力 和110级的气息 凝如实质 瞬间席卷整个战场 小统领年仅18岁 就掌握了一头110级的战宠 卧槽 这头战宠的等级 比副本BOSS还要高 双叶军团的人 全都惊呆了 小统领是高考状元 必然参加了18岁 才能进入的竞争型副本 难不成这110级的战宠 就是小统领 在竞争型副本的收获 白宁兵震撼不已 寻常职业者 想要升到110级 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潜力不够强 或者转职任务太难 可能穷极一生 也无法达到这个等级 而陆川光是战宠 就达到了110级 好强 严焦王面色凝重 玄幻书格 https 3w. 玄和王search.com 昆鹏的等级和血脉层次 都在他之上 他不得不严振以拜 而且 1500尊严焦十项 都受到爱河领域和奈河传说的影响 输出能力大打折扣 对他的帮助非常小 昆鹏 使用耗海撞击 陆川一声令下 昆鹏的身躯变得无比沉重 犹如一片大海轰劲来 5000万巨额的伤害 让严焦王掉了十分之一的血 庞大的身躯倒退了数千米才缓过来 昆鹏的属性核技能伤害 本来就高 再加上 核神领域的200%全属性增益 自然能轻而易举地打出成敦伤害 若不是严焦王有BOSS光环 血量早就见底了 紧接着 奈河领域70%的额外伤害出发 严焦王再度掉了3500 0000的生命值 太强了 小统领的战宠一招 就让严焦王掉了这么多血 再加上 奈河领域的额外伤害 用不了多久 严焦王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我们得赶紧出手才行 不然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双叶军团的人 纷纷发动攻击 密密麻麻的技能 犹如暴雨般落在严焦王的身上 在众人的联手下 严焦王的血量迅速见底 便成为一尊石像 这是进入第二阶段的象征 严焦王进入第二阶段的过程中 会跟其他严焦石像一样 继续对众人发动攻击 并且 严焦王一人的伤害量 比起1500尊严焦石像还要高 全力防御 白宁兵一声令下 150位战士 施展出战阵 犹如城墙一般 将输出型职业和辅助型职业 全都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见此一幕 陆川果断施展 爱河传说 两只真爱之剑 分别射在了 昆鹏和严焦王的身上 舔狗契约已成 昆鹏 你将体型变到最大 挡住严焦王的所有输出 好的主人 昆鹏点了点头 肉身迅速膨胀着 遮天蔽日的双翅 直接将严焦王石像包裹了起来 加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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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小统领的战宠 要硬吃所有伤害 而且连防御型的技能 都没有用 小统领的战宠 都110级了 应该有防御型的技能才对 为什么不用 哪怕是弓箭手和法师 也多少会一些防御型技能 没理由小统领的战宠 一个都不会啊 双叶军团的人 全都愣住了 严焦秘境 作为300人的团队副本 BOSS自然是要300个人一起打的 昆鹏自身一人 就想抗住严焦王的所有伤害 就算有110级 也撑不了多久 严焦王打出来的数值 都是加号 而不是号 难不成严焦王输出了这么久 一直都在 给昆鹏回血 白宁兵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卧槽 严焦王明明 是副本BOSS 竟然在给小统领的战宠回血 我们是眼花了吗 严焦王什么时候 有恢复型技能了 而且 实相状态的严焦王 是没有意识的 跟指挥攻击的炮台差不多 怎么可能给人回血 如此一变 在之前从未发生过 一定跟小统领有关 双叶军团的人 目瞪口呆 这样的技能 光是想想都觉得可怕 转换成了治疗 这还怎么打 受死吧 严焦王犹如褪皮一般 摆脱了实相状态 进入第二阶段后 他的血量变得更高 并且全属性提升30% 等等 我进入第二阶段的过程中 会如炮台般抑制攻击 为什么你们 还是满血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onsearch.com 观察了片刻后 严焦王整个人都梦了 他实相状态的输出能力 跟正常状态差不了多少 按理来说 双叶军团的人 应该很狼狈才对 结果每一个 都像无事发生一样 全部都在全胜状态 如此诡异的一幕 换谁来了 都会猛逼 昆鹏懒的解释 揪着严焦王 就是疯狂输出 每一秒都能打出成敦伤害 严焦王拼死反抗着 可所有的伤害 落在昆鹏身上 都变成了治疗效果 我打他 怎么不掉血 严焦王心太崩了 不知该怎么打了 就算是单挑 他也未必是昆鹏的对手 在舔狗契约的影响下 更别说战胜昆鹏了 十分钟过去 严焦王进入第三阶段 二十分钟过去 严焦王彻底身亡 所有的严焦石像化作积焚 严焦王以阵王 严焦秘境通关成功 此次通关时间为一小时二十八分 一小时二十八分的 我们就通关了 这个速度太快了 之前的通关记录 是四小时三十分 快了三个小时 双叶军团的人欢呼了起来 作为严焦秘境通关记录的保持者 四小时三十分的通关速度 是他们刷了数百次才刷出来 而鹿川跟他们一点磨合都没有 仅仅一次就让通关速度快三个小时 一小时二十八分的通关速度 在鹿川不出手的情况下 恐怕再过几百年 都没人能打破这个记录 若是刷多几次 严焦秘境的通关记录 必然会更高 严焦秘境前 三百位职业者 瘫软在地 每一位都是灰头土脸的 身上的伤势非常重 严焦秘境是人刷的吗 严焦在生死之后 竟然绘画作石像 继续发动攻击 而且死亡的严焦越多 发动攻击的石像变越多 打完第二阶段 光是严焦石像就有三百个 再加上第三阶段 刷新三百头严焦 相当于同时对付六百头妖兽 其中有三百头 还是不能还手的 在经历失败之后 他们总算明白 为何攻略严焦秘境的队伍 都如此极形了 哪怕输出能力非常强 能将所有严焦都见面秒 防守压力依旧会越来越大 因此 攻略严焦秘境的队伍 前排职业的比例都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材料越贵的副本 难度自然也越大 如果人人都能轻易通关严焦秘境 材料的价格早就被打下来了 你们的第三阶段不算什么 不过是三百尊严焦石像罢了 等你们打完第五阶段 严焦石像的数量会达到一千二百尊 而且还要应对副本 BOSS严焦王 通关过严焦秘境的队伍 皆是笑了起来 他们当初打严焦秘境的时候 也是如此狼狈 我连三百尊严焦石像都扛不住 打副本BOSS的时候 还要同时应对一千二百尊严焦石像 这防守压力太大了 难怪战士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严焦秘境难度如此之大 难怪材料的价格这么高 经历失败的队伍 打算暂时放弃严焦秘境 先去攻略容易一些的副本 毕竟资源获取的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攻略严焦秘境的实力 没必要在其中折磨自己 严焦秘境通关记录已刷新 通关时间一小时二十八分 通关记录保持着 双业军团 严焦秘境的通关记录 竟然刷新了 双业军团 一小时二十八分 这是怎么刷出来的 我们连通关都做不到 双业军团已经能一小时二十八分通关了 经历失败的队伍全都猛了 双业军团确实是 严焦秘境的通关记录保持者 可昨天的通关记录 还是四小时三十分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快三个小时 就算双业军团的人 集体得到大纪元 实力得到质变 也不可能一小时二十八分就通关 刚刚小统领是跟双业军团的人 一起进入严焦秘境的 难不成跟小统领有关 小统领作为今年才觉醒的学生 就算将正国神器天子剑带来 也不可能让双业军团的人 快三个小时 通关过严焦秘境的队伍 全都震撼无比 他们为了通关严焦秘境 经历了非常多的失败 自然知道 攻略严焦秘境的难度有多大 若不是青年所见 他们根本不相信 有人能以如此快的速度通关 一道传送门浮现 双业军团和陆川都重回现实之中 玄幻书格 https www.xianhuangsewge.com 有小统领在 防守的压力非常小 根本用不到这么多战士 战士50位就够了 如果将100位防御型职业 换成100位攻击型职业 通关严焦秘境的速度 必然会更快 在小统领的帮助下 我们必然能将严焦秘境的通关记录 刷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地步 白宁兵连忙吊几人手 让100位攻击型职业 火速赶过来 在这些人到来之前 他也不敢耽误陆川的时间 连忙到 小统领 我们再刷一次吧 他很清楚 陆川的目的是 获取经验 至于通关记录啥的 可能并不在意 可以 陆川点了点头 再度进入岩礁秘境之中 见此一幕 周围的人全都惊呆了 卧槽 小统领作为今年的高考生 真的跟着双叶军团的人 进入岩礁秘境了 白宁兵 小统领的态度 竟然如此殷勤 好像有求于小统领一样 小统领作为斩天战神之后 殷勤一点很正常呀 可结合刚刚刷新的通关记录 就不正常了 而且 小统领就像主星谷一样 双叶军团的每一个人 都对他极其尊敬 这可不是普通关系 互能有的待遇 难不成 岩礁秘境的通关记录 真的跟小统领有关 双叶军团的团长 想将通关记录刷得更快 所以才迫不及待地 跟小统领刷下一轮 卧槽 感觉并不是双叶军团 在带小统领 而是小统领 在带双叶军团 岩礁秘境通关记录已刷新 通关时间一小时零八分 通关记录保持着 双叶军团 卧槽 一小时零八分 岩礁秘境的通关记录 又被刷新了 假的吧 岩礁秘境的难度这么大 怎么可能刷这么快 陆川和双叶军团 刷完第二轮时 周围的人再度震撼到了 与此同时 白宁兵调集而来的 一百位输出型职业到了 团长竟然将岩礁秘境 刷到一小时零八分了 丽飞雪震撼无比 他作为双叶军团的一员 曾跟白宁兵一起刷过岩礁秘境 自然知道 岩礁秘境的难度有多大 你们来得正好 跟我们一起刷岩礁秘境吧 白宁兵重回现实之后 果断将队伍中的 一百位防御型职业 替换成输出型职业 丽飞雪差一道 团长 岩礁秘境的防守压力非常大 只带50位战士 真的够吗 不仅是他 另外的99位输出型职业 同样理解不了白宁兵的做法 带如此多的输出型职业攻略 岩礁秘境 只有不熟悉秘境情况的人 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而白宁兵 作为常年攻略岩礁秘境的人 在他的带领下 双叶军团成为了 最快通关记录的保持者 不应该犯如此的低级错误 有小统领在 50位战士 绝对是够的 放心跟我刷岩礁秘境就行 白宁兵简单解释了一番 为了不耽误陆川的时间 他争分夺秒的 进入岩礁秘境之中 不了解陆川能力的 100位输出型职业 也不敢违抗白宁兵的命令 只能硬着头皮 进入岩礁秘境 进入岩礁秘境后 陆川跟前两次一样 将三种和的作用 都发挥了出来 在奈何传说 爱和领域的作用下 丽飞雪等人 总算明白白宁兵的做法了 小统领的实力太强了 明明是今年才觉醒的职业者 竟然能发挥出如此大的作用 奈何传说 让岩礁石像 一望五个技能 爱和领域 让岩礁石像的技能 有30%的失败率 岩礁秘境的防守压力 直接降低了八成 再加上 和神领域 200%的全属性加成 元素化50%的物理伤害免疫 和恢复能力 确实用不到这么多防御型职业 300人的队伍 有150位防御型职业 小统领依旧 能让我们在一小零八分通关 如今防御型职业 只有50位 我们直接火力全开 必然能将岩礁秘境的通关记录 刷得更快 双叶军团的人激动不已 通关的速度快 不仅能打响双叶军团的名声 还能让他们在同样的时间里 收集到更多的材料 因此 每个人都充满了干劲 在200位输出型职业的火力覆盖下 岩礁秘境很快就通关 岩礁王以阵王 岩礁秘境通关成功 此次通关时间为40分43秒 爽 太爽 第一次跟小统领配合 就将岩礁秘境的通关记录 刷到了40分43秒 我们刷了近千次岩礁秘境 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阵容通关 若不是小统领 我们防御型职业的比例 依旧得在50%才行 不然1200尊岩礁石像 和岩礁王的伤害 根本就扛不住 若不是小统领的帮助 我们至少得四个半小时才能通关 这个提升真的太大了 之前刷一次的时间 现在已经能刷六次了 小统领牛逼 众人欢呼着 再度跟陆川 进入了岩礁秘境之中 玄幻书格 https 3w.xfwongseuch.com 岩礁王以阵王 岩礁秘境通关成功 此次通关时间为35分32秒 岩礁王以阵王 岩礁秘境通关成功 此次通关时间为30分34秒 岩礁王以阵王 岩礁秘境通关成功 此次通关时间为20分27秒 随着陆川的等级越来越高 跟双叶军团的配合越来越好 岩礁秘境的通关速度 也越来越快 当刷到第十次时 通关速度达到了20分27秒 20分27秒 这特么是人能刷出来的 在小统领的帮助下 双叶军团的通关记录 从4小时30分 变成了20分27秒 快了13倍 小统领太强了 如果他不跟其他军团的人联手 岩礁秘境的通关记录 将无人能破 岩礁秘境前 所有人的傻眼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与此同时 双叶军团的人重回现实之中 每一个都无比喜悦 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通关速度 陆川硬生生让他们实现了 白宁兵感慨到 可惜小统领的升级速度太快了 一下子就升到90级 无法再获取经验了 岩礁秘境 作为300人的大型副本 再加上陆川的贡献大 经验分成非常高 升级的速度 自然如做火箭一般 蹭蹭蹭地往上涨 他很清楚 陆川作为北境小统领 完全不缺资源 当岩礁秘境 无法再提供经验时 陆川不可能在其中浪费时间 90级了 可以去转职神殿 接取四转任务了 陆川跟双叶军团的人 打了招呼后 果断向转职神殿走去 姓名 陆川 等级 90 职业 和神 三转 力量 9万 敏捷 9万 体质 9万 精神 9万 恭喜宿主和神领域升级成功 和神领域 破现级 开启和神领域时 以自己为中心 自成水域 并且不断对外扩张蔓延 身处水域之中的所有有方单位 可得到240%的全属性加成 恭喜宿主和神传说升级成功 和神传说 破现级 当物品掉入和神领域时 可复制出一金一银 银的装备效果是原物品的4倍 金的装备效果是原物品的5倍 可同时复制20件物品 恭喜宿主元素化升级成功 元素化 破现级 可让和神领域中的有方目标 进入元素化状态 免以70%的物理伤害 当元素化目标受伤时 可消耗和神领域 为其迅速恢复伤势 恭喜宿主奈何领域升级成功 奈何领域 破现级 可将和神领域自由转化成奈何领域 身处奈何领域的敌人 受到伤害时 可让其额外受到100%的灵魂伤害 恭喜宿主奈何传说升级成功 奈何传说 破现级 奈何领域钻入敌区 可让其随机遗忘七项技能 恭喜宿主奈何传说升级成功 玄幻书格 https 3w.shianhuanshuge.com 奈何领域 破现级 可将和神领域自由转化成奈何领域 身处奈何领域的敌人 施展技能史 有50%的概率失效 恭喜宿主奈何传说升级成功 奈何传说 破现级 奈何领域射出真爱之鉴 签订真爱契约或者舔狗契约 可让目标的伤害 转换成等量治疗效果 可同时间离六分契约 升到九十级 我的每一项属性都达到了九万 提升非常显着 以我的四维属性 哪怕什么技能都不用 也能轻而易举地 吊打所有同龄人 路传捏了捏拳头 细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而且 我的所有破现级技能 都得到了提升 何神领域的全属性加成 达到了240% 何神传说 能同时复制20件物品 元素化免疫70%的物理伤害 恢复伤势的速度 也得到了无比巨大的提升 奈何领域 得额外伤害加成 达到100% 奈何传说 能让人随机一望7个技能 爱河领域 让敌人的技能失败率 达到50% 爱河传说 能同时签订六分契约 让六人单挑无敌 这些破现级技能 随便挑两个出来 都能起到扭转战局的效果 他有预感 就算华夏所有的高考生联手 也打不过他一人 柳如烟作为SSS级的青秋神使 这个时候也只有12节 掌握着5个技能 当他用出奈何传说 10 柳如烟的技能 全部都得忘干净 只能跟他肉搏 就连柳如烟都如此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大多数的高考生 还没升到10节 所掌握的技能 可能连4个都不到 只要奈何领域 有足够的时间蔓延 他能让所有人 在一瞬之间 遗忘所有技能 再凭借着巨大的等级优势 他绝对能一拳一个小朋友 就像脚踢幼儿园般轻松 在绝对的等级优势 和技能强度面前 所有的人数优势 都是毫无意义的 转职神殿 小统领好 前台小姐姐 看到路川后 当即行了一礼 态度无比恭敬 小统领又来了 明明他今早才完成了三转 难不成是来查岗的 周围的人 对于路川的到来 有些不解 其中有几人 亲眼见证了路川三转 对这个潜力和背景 皆是顶尖的少年 很是敬佩 可一个人的升级速度再怎么快 也不可能今早才完成三转 下午就立马升到九十级 因此 没有人会想到 路川是来截取四转任务的 关起豪差一道 今早完成三转 小统领的升级速度 竟然如此之快 他是北京军校的学生 今年才大三 就完成了三转任务 正准备转职 这个升级速度 已经非常很快了 可跟路川完全没法比 准确来说 就算华夏最年轻 且最强大的展天战神 在年轻的时候 也没法跟路川相比 一人解答道 今早的爱河异象 铺天盖地 你在北京军校 应该也看到了 这就是小统领三转的 转职意向 这转职意向 竟然是小统领弄出来的 关起豪震撼不已 路川是展天战神之后 自然会读北京军校 而他作为大三的学生 路川在还未开学的情况下 就在等级上超过了他 这升级速度太逆天了 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路川道 我来接取四转任务 他语气平淡 可说出来的话 犹如惊雷一般 无比清晰地传入众人的耳中 接取四转任务 我这是听错了吗 小统领今早 才完成三转 怎么可能一个下午 就升到九十级了 周围的人全都猛了 九十级 如果小统领没有撒谎 他作为今年才觉醒职业的新人 竟然比我高三十级 关起豪道西一口凉气 对于路川的职业 他也是有所了解的 不过是限制又多 潜力又低的C级和神罢了 至于路川 如何在高考和 寄灵之战中 夺得魁首 他觉得 跟陆军灵有非常大的关系 可现在看来 不管路川 能否接取转职任务 最起码今早完成三转的事情 应该是真的 凭借着碾压式的等级优势 哪怕式的废物职业 在高考和 寄灵之战中 夺得魁首 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可升级速度 跟职业的刷怪能力 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路川觉醒了废职业 升级速度是快不起来的 哪怕欺负的展天战神也不行 念及于此 他觉得路川的职业并不简单 小统领 请跟我来 前台小姐姐愣了一会后 果断带路川 接取转职任务 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并不是第一次经历 他想不明白 路川的升级速度 为何会如此之快 可路川一个月就完成了三转 绝对是人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根本没必要以这样的方式 哗众取宠 路川要接取转职任务 就必然是升到了九十节 都不需要去验证 玄幻书格https 3w.xfranseuch.com 四转转职任务 接取成功 请诉主在百孝大笔中 夺得魁首 真的接取成功了 小统领今早才三转 下午就升到了九十节 哪怕前台小姐姐 有了心理准备 也依旧被震撼到了 想当年路军零升到三十节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 而且路川短短一个月 就升到九十节了 百孝大笔 路川微微皱眉 百孝大笔 是大四才能参加的比赛 而他作为还未开学的大义新生 按理来说得等几年才行 不过作为斩天战神之后 走走后门 以大一的身份参加 应该也不是问题 至于占用一个名额之后 师兄们会不会有意见 他并不在意 他有实力 有背景 替北京军校争光怎么了 陆军零在年轻的时候 就以大二的身份 参加百孝大笔 大三 大四的时候 又参加了两次 只要实力足够强 能更好的卫孝争光 北京军校那边 绝对是乐得于此的 北京大会堂 小统领的升级速度 一直都很快 也不知在三转之后 能否继续保持下去 越到后面 升级所需要的经验 便越多 哪怕刷高等级的副本 获取的经验也会变多 升级的速度 依旧会慢下来 不过小统领的技能 都是破限级的 队友越强 发挥出来的作用便越大 在刷岩胶秘境的时候 经验分成的比例 必然会非常高 再加上岩胶秘境 是300人的大型副本 说不定小统领的升级速度 会继续保持下去 人足高层讨论片刻后 很快便将 岩胶秘境的通关记录 弄到手了 岩胶秘境之前的通关记录 是4小时30分 在小统领出手后 第一次1小时28分通关 第二次1小时08分通关 第三次40分43秒通关 当逼10次时 通关速度达到了20分27秒 比起昨天的通关记录 快了4个多小时 看来在岩胶秘境之中 儿子的贡献非常大 经验分成必然非常高 陆军林分析一番后 很是欣慰 忠老妇贺道 而且 小统领刷了十次岩胶秘境后 就不刷了 很有可能升到90级了 去转职神殿 结取转职任务了 这个可能性很大 人足高层们 纷纷认可了这个说法 以他们对陆川的了解 陆川不刷90级 是不可能在晚饭前停下来 我回来了 陆川敲了敲门 便走入了大会堂之中 小统领果然升到90级了 而且思维属性 全都达到了9万 远超同龄人 人足高层们探测术后 皆是笑了起来 陆军林报 儿子 你升到90级之后 那些破线级技能 可有跟着升级 陆川技能强度太高 全都是最高级别的破线级 哪怕陆川的属性提升非常大 跟那几个破线级技能比起来 依旧是不值一提 因此 他最在意的 自然是陆川的技能 有没有变得更强 好 陆川点了点头后 和神领域 很快便淹没了众人的双脚 全属性提升240% 小统领升到九世纪后 和神领域果然变得更强了 再加上三把天子剑的装备效果 小统领跟展天战神联手 能让我北京军区的将士全属性 提升1740% 人足高层们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全都激动不已 中老正色道 1740%的全属性加成 如果其他国家知道了 恐怕会连起手来对付我们 在小统领彻底成长起来之前 有关小统领和三把天子剑的事情 万万不能泄露出去 夏老道 放心 有关小统领的信息 我们一直在控制 不过 只是保不住火的 小统领想要获得更多的好处 难免会暴露自己的实力 不久前的 纪灵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小统领不施展 和神领域 奈何领域 绝对不可能得到480亿积分 黑鱼也不可能升到110级 蜕变成昆鹏 参加纪灵之战的5000位高考生 来自于五湖四海 想要全面封锁消息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在小统领在 纪灵之战 造福了所有人 对他们有恩 再加上北京军区的威望 参加纪灵之战的人 都极其配合 跟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而且 参加纪灵之战的人 等级都不高 就算有人泄密 小统领掌握破限级技技能的事情 也不会暴露出去 陆川的潜力太高了 如果是别国的天才 他们绝对坐不住 会想方设法地将其抹杀 因此 有关陆川信息 都是北京军区的机密 就算是华夏的另外三个战神 也没有资格知道 在陆川 成为高考状元 被无数人质疑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澄清的意思 希望误会能一直保持下去 玄幻书格 https www.xenflangsearch.com 接下来是 和神传说 陆川随意拿出19件物品 全都复制出了一金一银 算上金银天子剑 小统领的 和神传说 能同时复制20件物品 同时复制20件物品 小统领一个人 应该用不过来 我们可以将北京军区最重要的几个宝物复制出来 万一有突发情况 并且小统领抽不开身 我们也能用复制出来的宝物 应对一二 人族高层 闷面露喜色 陆川的 和神传说 太强了 仅凭这个技能 就能大大增加北京军区的底蕴 等第六次世界大战开始 陆川可以复制另外三位战神的装备 给其他国家 一个大大的惊喜 接下来 陆川将 元素化 奈何领域 奈何传说 爱河领域 爱河传说全都展示了出来 人族高层们 在测试之后 全都是震撼不已 小统领的潜力太强了 短短一个下午 七个破线级技能都得到了提升 元素化 免一百分之七十的物理伤害 而且 还是破线级的群体型增益技能 再惊人的恢复能力 将士们的防御能力将成倍提升 奈何领域 得额外伤害加成 达到了百分之一百 跟实际伤害的数值一样 等大战开启时 奈何领域 覆盖所有的敌人 小统领一人的输出量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总和 奈何传说 也得到了提升 能让敌人随机遗忘七个技能 如此惊人的遗忘数量 敌人遗忘关键性技能的概率非常大 若是遇到技能少的对手 恐怕连技能都用不了 直接就忘光了 奈何领域 能让敌人的技能 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失效 放十个技能 有一半是失败的 这还怎么打 太逆天了 奈何领域 还是群体控制型技能 若是出现在战场之中 奈何领域之后 人足高层皆是笑了起来 夏老山笑道 忠老 你再尝试一下 奈何领域 以你的色心 技能的失败率 说不定会再次翻倍 达到百分之一百 这 忠老陷入纠结之中 上一次测试的时候 他差一点就沉沦于奈何之中 有些许的心理阴影 方老道 忠老 你是唯一一个 奈何领域 效果翻倍的人 为了测试出 奈何领域的技能强度 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忠老别怕 有我们在 不会出意外的 试成之后 我请你洗脚 包场都可以 众人纷纷劝说 好了 为了测试出 小统领的技能强度 我豁出去了 忠老咬了咬牙 主动进入 奈何领域之中 在 奈何领域的影响下 他精神恍惚 双目迷离 除了轻轻哀哀以外 无法思考别的东西 如此糟糕的状态 别说是用技能了 就算是挥拳搏斗 都成问题 见此一幕 陆川果断解除了 爱河领域的效果 卧槽 太特么可怕了 忠老猛的惊醒 就像做了噩梦一般 冷汗把衣服都弄湿了 感觉如何 夏老连忙问道 玄幻书格 https 3w.xfwanshugh.com 身处 爱河领域 之中 我的大脑完全无法思考 更别说使用技能了 如此糟糕的状态 就算有用技能的想法 技能的失败率 也会达到了100% 忠老队 爱河领域 很是畏惧 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 你得去佛门敬秀一下才行 如果小统领跟你打一场 仅凭一个技能 就能轻松取胜了 不仅仅是忠老 只要有人跟忠老一样好色 小统领都能用 爱河领域 轻松取胜 人足高层 皆是笑了起来 忠老感慨道 还好小统领是自己人 爱河领域 太过可怕 他这辈子 都不想再进入其中 如果陆川 是其他国家的人 为了抗衡 爱河领域 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 淹了自己 接下来是 爱河传说 陆川意念一动 爱河凝聚出六对真爱之剑 瞬间建立了六份契约 人足高层在短暂的测试后 发现六份契约都是生效的 当即大喜 六份契约 如果都是田狗契约 我北京军区 将有六人单挑无比 太强了 如果让窝国天皇 成为六个人的田狗 那六人就能随便追着窝国天皇打 打得窝国天皇不敢还手 这样的场面 人足高层们 光是想想就激动 恨不得现在就杀到窝国都城 追着窝国天皇打 不过陆川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并不是开启 第六次世界大战的最佳时机 在此之前 他们还得忍一忍 而且 追着窝国天皇打的名额 只有六个 想要让名额变多 还得让陆川继续成长才行 儿子 北京军区 有七套九十级的传说套装 你挑一个 陆军龄 作为北京大通领 自然要将最好的东西给陆川 而且 陆川的潜力非常强 哪怕不是战神之后 也有得到传说级套装的资格 好 陆川没有矫情 分析完七套传说套装的 属性加成和装备效果后 果断选择了深海套装 明昌 深海头盔 品质 传说 等级要求 九十 体质加2000 精神加3000 装备效果 精神提升40% 法力恢复速度 提升40% 明昌 深海肩胛 品质 传说 等级要求 九十 体质加2000 免结加3000 装备效果 减少40%的全属性伤害 明昌 深海胸甲 明昌 深海腰带 明昌 深海之靴 装备无件深海套装 可激活套装效果 力量加5000 精神加5000 免结加5000 体质加5000 套装效果一 水中的移动速度 提升600% 套装效果二 水中的恢复效果 提升600% 套装效果三 每五分钟可在水中 进行一次一到3000米的瞬移 并且引伸一分钟 深海套装的 装备效果很强 不过限制非常多 必须得在水里 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水域的 长达不到3000米 套装效果 三的最大瞬移距离 还会受到影响 因此 选择深海套装的人 非常少 属于是没战功的 用不起了 有战功的看不上 有很好的选择 而入川友 和神领域 跟限制极多的深海套装 相辅相成 能达到1加1 大于2的效果 年轻的自己腰 你掉的是 金 深海套装 还是 银 深海套装 还是普通的深海套装呢 银唱结束之后 经营深海套装的 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通通翻倍 普通的深海套装 能让陆川 提升45万的总属性 金 深海套装的 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是普通版的5倍 陆川穿上之后 总属性提升了 225万点 我自身的属性 加起来 也就36万 而 金 深海套装 让我的全属性 提升了 225 0000 旋幻书格 https www.xf1search.com 若是施展 和神领域 全属性 再提升 240% 我总属性 将达到 626 4000 而且 深海套装的 装备效果 也提升了5倍 深处水中移动速度 增加3000% 恢复效果 提升3000% 每隔5分钟 可在水中 进行一次 1到15000米的瞬移 并且隐身5分钟 哪怕我不卡 套装的冷却时间 套装效果 3的隐身效果 也能一直持续下去 陆穿捏了捏拳头 这种属性暴涨的感觉 比升级还要强烈 至于普通的 深海套装 哪怕他不穿 也会戴在身上 等哪天 要用到深海套装的 瞬移技能时 他就会以复制的方式 不断刷新 套装效果的冷却 和神传说 果然厉害 穿上 金 深海套装 小统领的属性 远超其他90级的职业者 仅仅一个套装 就有如此大的提升 如果斩天战神的套装 和十把剑类武器 全都是金的 属性加成 必然更加恐怖 观察着陆穿的属性变化 人族高层们 震撼不已 陆军林问道 儿子 你的四转任务是什么 陆穿道 在百孝大笔中 夺得魁首 中老差一道 百孝大笔 参加百孝大笔的人 一般都是大四的学生 而小统领 刚刚才完成高考 距离开学 还有一段时间 下老当即道 有一段时间又如何 提前开学就行了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至于参加百孝大笔 就更加简单了 小统领高达九十级 还身穿 金 深海套装 掌握着110级的昆鹏战宠 又让小统领 代表北京军校参赛 必然能夺得魁首 打响北京军校的知名度 吸引更多的心声 陆军林赞同道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只要实力足够强 并不是非得大四 才能参加百孝大笔 想当年我大二的时候 就参加百孝大笔 大三 大四又参加了两次 足足参加了三次 五二短短一个月 就升到了九十级 比我当年还要强数呗 以大一的身份 参加百孝大笔 必然不成问题 陆川作为华夏的未来 升级速度 容不得半点耽误 不可能因为 百孝大笔的规矩 硬生生从大一熬到大四 浪费四年的时间 因此 众人的意见非常统一 都打算让陆川 以大一的身份 参加百孝大笔 北京军校 竟然提前开学了 校领导们有些梦了 提前开学 就意味着 要老师和校领导 要提前上班 自然有些人不愿意 不过提前开学 是斩天战神下达的命令 他们可不敢违抗 只能老老实实地执行下去 北京军校提前开学 说不定能看见到陆川 柳如烟光是想想 就心跳加速 见识到陆川的升级速度后 他追求之心越发坚定 在开学之前 他没什么接触陆川的机会 好不容易等到开学了 他必须要一展拳脚 校长办公室 陆川在新生报到之后 直接就来到了这里 并没有在新生典礼上浪费时间 校长到 小统领 百孝大笔 都是团队制的 必须要组建一支五人的队伍 才能参加 这是今年的候选队伍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加入 以你的实力 可以替换这些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 对于陆川的情况 陆军林提前跟他交代过了 不然 以他刚正不阿的性格 哪怕陆川是斩天战神之后 也不可能参加百孝大笔 面对这个年仅十八岁 就升到九世纪的少年 他是由衷的敬佩 这绝对是人族史上最强的天才 没有之一 陆川快速翻阅着候选名单 裴宇燕 这名字有些熟悉 校长孝道 裴宇燕是斩天剑宗的弟子 跟你有一份渊源 刚好他的队伍缺一个人 你加入其中 正好合适 陆军林 作为华夏的最强者 自然有无数人想败其为师 为了安置这些弟子 陆军林特意建立了斩天剑宗 被世人称之为剑道圣地 而裴宇燕做的职业是 SSS级的桃花剑宗 自然有败入斩天剑宗的资格 原来是他 经过校长的提醒 陆川彻底想了起来 裴宇燕能被陆军林收为弟子 自然有着过人之处 自己加入裴宇燕的队伍 能赢得更加轻松 而且百孝大笔 在选拔结束之后 会在竞争型副本中进行 自己跟裴宇燕组队 也能造福自家老爹的弟子 将利益最大化 校长到 小统领 你考虑好了 我便跟裴宇燕说一声 就算裴宇燕对你的实力不了解 看在斩天战神的面子上 也必然会高高兴兴地接纳你 我考虑好了 你提前跟他说一声 陆川点了点头 好 校长很是激动 裴宇燕跟陆川强强联手 北京军校必然能成为 百孝大笔的第一名 与此同时 一座宽大的擂台围满了人 由于人气太高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是正式的比赛 裴宇燕身处擂台的中央 正以实战的方式 挑选最后一位的队友 她的队伍辅助型职业 输出型职业都有 就差一个防御型职业 因此入队考核 是接住她实践 可她身为SSS级的职业 还是输出能力数一数二的 剑类职业 哪怕只接实践 也难住了无数大四的学生 想成为裴宇燕的队友 太难了 那入队考核 就连SS级的防御型职业者 也未必能成功 慢慢等吧 百校大比必须要五人才能参加 这涉及到竞争型副本的规则 等时间长了 裴宇燕自然就会放宽入队考核的难度 我们依旧有机会 裴宇燕的要求已经很低 只要接下实践就行 要怪就怪我们太弱了 是我们弱吗 分明是裴宇燕太强了 大四的学生们 一轮纷纷 基本上都想成为裴宇燕的队友 SSS级的职业者 把艺人都未必会出现一个 而裴宇燕作为SSS级的桃花见仙 绝对是北京军校最强的学生 没有之一 只要跟裴宇燕组队 在百校大比夺亏的概率将非常大 枪 阵龙发挥的金属碰撞之声响起 裴宇燕手捏剑指 将一位SSS级的大四学生打落擂台 又有一人考核失败了 他的职业是SS级大地盾位 防御力非常强 可当裴宇燕用出第七箭时 依旧是撑不住 大四的学生们唏嘘不已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荷anshuge.com 就连SS级大地盾位都只能撑七箭 不少人因此失去信心 不敢尝试裴宇燕的入队考核 队长 我们要适当地放宽要求吗 参赛队伍的选拔 马上就要开始了 想加入我们队伍的防御型职业 基本上都尝试过了 可没有一个人能接下你实践 很多优秀的防御型职业 在考核失败之后 直接就跟别人组队了 不将就一下 我们的队伍 就会像大龄圣女一样 错过非常多的优秀队友 甚至无法参加百孝大比 也是有可能的 周瑜很是急切 有裴宇燕在 北京军校在百孝大比 夺魁的概率非常大 就算第五个人弱一些 她也觉得问题不大 只要满足参加百孝大比的条件就行 不必再选拔了 我们的队伍满人了 裴宇燕持劲而立 就像月宫仙子一样 相貌和气质 皆是顶尖 让不少初次见到她的人 都看呆了 裴宇燕的第五个队友定好了 会不会是我 虽然没人能接住裴宇燕实践 不过谁能接的剑最多 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 当所有防御型职业 都尝试过之后 裴宇燕必然会挑选 防御能力最强的一个 大肆的学生都激动了起来 希望裴宇燕 能点到自己的名字 队长 王二和能接九剑 差一点就完成考核了 我们的第五个队友 是不是她 周瑜问道 虽然王二和在考核失败之后 加入了别的队伍 不过只要裴宇燕开口 王二和应该会当场叛变 他并不清楚陆川的实力 不过作为斩天剑宗的弟子 陆军灵的面子自然是要给的 哪怕陆川一点战斗力没有 纯粹就是花瓶 他也愿意带陆川参加百孝大比 以他的实力 就算少一个对手 也有夺得魁首的希望 第五位队友是小统领 队长 你是认真的吗 据我所知 小统领不久前才完成高考 若不是北京军校提前开学 他连大一的学生都不是 周瑜猛了 陆川作为大一的学生 如何跟大四的学生竞争 就算陆川的职业是SSS级 难度也非常大 而且他们的队伍 缺少防御型职业 而陆川的职业是和神 有没有防御型技能都不清楚 就算陆川的实力很强 他们的阵容也会出现问题 队长 你再好好想一想 百孝大比事关竞争型副本 事关北京军校的荣誉 万万不可惜 百孝大比 一般都是大四的学生参加 小统领就算参加 也是找虐 没必要这么做 而且 小统领今年才大一 完全可以等大四的时候 再参加百孝大比 不必急于一时 另外两个队友也坐不住了 纷纷劝说裴雨嫣 小统领是斩天战神的后人 而且 组队的事情 是由校长开口的 不管小统领的实力如何 我都会带他 你们若是对小统领有意见 就自行退队吧 裴雨嫣的态度非常坚决 这 周瑜等人全都掩住了 若不是裴雨嫣的实力足够强 他们真的会因为这句话退队 以队长的实力 就算有一个累赘 也有夺得魁首的希望 只不过难度大了很多 如此想着 周瑜好受了一些 卧槽 裴雨嫣的第五位队友 竟然是小统领 裴雨嫣对队友的要求非常高 不然以他的实力 早就凑满五人了 可小统领作为大一的学生 对接下来的百孝大比 有什么帮助 他为何要这么做 而且 裴雨嫣为了跟小统领组队 不惜跟另外三位队友决裂 这特么太离谱 大四的学生 全都目瞪口呆 他们为了通过裴雨嫣的入队考核 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而陆川什么都没做 还是一个大一的新生 直接就成为了裴雨嫣的队友 还让裴雨嫣如此维护 这让他们如何能接受 难不成有个好爹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 赵龙道 队长 你是斩天战神的弟子 应该有小统领的联系方式吧 小统领作为我们的队友 有必要提前接触一下 了解彼此的实力 我已经到了 陆川走上了擂台 小统领你好 我叫裴雨嫣 职业是SSS级的桃花剑仙 等级95 裴雨嫣很是热情 在她领头之后 另外三人也开始了自我介绍 我叫赵龙 职业者是SS级近战法师 青年大四 等级83 我叫周瑜 职业是SS级圣母师 等级81 我叫张彪 职业是SS级机枪手 等级83 周瑜和张彪的态度相比平和 而赵龙说出 今年大四时 有些许的火药味 按照以往的规则 百孝大笔 都是由大四的学生参加 而陆川是大一的 还要跟他们一起组队 他自然有些不爽 若不是裴雨嫣的实力强 并且陆川的父亲 是斩天战神 他早就开骂了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和王suge.com 不错 陆川点了点头 对四人的等级很是满意 赵龙 周瑜 张彪都是SS级的职业者 能在大四升到80级以上 这个升级 已经超过95%的同龄人了 而裴雨嫣 作为SSS级的职业者 已经完成四传 升到95级了 不愧是斩天剑宗的弟子 不错 赵龙发了个白眼 很是比一 我大四就升到了83级 你一个学弟的评价 竟然是不错 难不成你一个大一的学生 有把握在大四的时候 等级比我还高 念及于此 他打算让陆川认清 强者跟弱者之间的差距 小统领 我想跟你切磋切磋 更好地了解彼此的实力 张彪皱眉道 赵龙 小统领刚刚才入学 你一个大四的学生 跟大一的学生切磋 是不是太欺负人 他怕赵龙下手没分寸 不小心伤到了陆川 以裴羽烟的态度 就算斩天战神不出手 赵龙也吃不了兜着走 放心 我有分寸 大不了不还手就是了 赵龙对自己的实力 很有信心 陆川作为大一的学生 短短一个月 能不能升到十级 都是个问题 自己83级打十级 就算不是防御型职业 陆川也不可能伤到他一分一毫 陆川道 既然是切磋 哪有不还手的道理 你不必在意我大一的身份 知己知别 方能百战百胜 他也想通过实战的方式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队友 疯了吗 小统领作为大一的学生 竟然当众接受了赵龙的切磋 这不纯纯找虐吗 你懂什么 小统领作为战神之后 自然是要面子的 怎么可能拒绝赵龙的切磋 如果赵龙真的出手 你们觉得小统领能撑几招 周围的人皆是笑了起来 小统领太冲动了 怎么能随随便便 就接受赵龙的切磋 裴宇嫣有些担忧 赵龙和陆川 是并肩作战的队友 如果陆川连赵龙的一只手 都打不过 该如何面对 接下来的百笑大比 就算自己不介意陆川的实力弱 陆川也必然会承受更多的非议 小统领 我的等级比你高很多 你可要小心了 赵龙下虎一句后 又全部急不缓地向陆川冲去 83级 打刚刚觉醒之夜的新人 稍有不慎 就会出人命 他自然要谨慎一些 此次切磋 只要让别人知道 他的队友有糟糕就行了 倒是无法夺得百笑大比的魁首 别人也能明白 原因出在谁身上 最好情况便是 陆川认清 自己跟大四之间的差距 主动放弃百笑大比 你可以放开一些 陆川直接跟赵龙以拳对拳 新人的力道 让赵龙倒退进了近十步 才稳住身影 这是大一新生 能打出来的力道 赵龙有些梦了 他刚刚的一拳 确实放了很多水 可让一个新生吃点苦头 绝对是绰绰有余的 结果陆川轻而易举 就接下来了他的拳 还让他倒退了近十步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浮onseuch.com 而且他感觉得出 陆川跟自己一样 都没有用出权力 同样在留守 才觉醒 一个月 就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小同龄果然了不起 赵龙称赞一句后 再度对陆川出手 不管他的力道有多大 陆川都能轻而易举地接下来 转眼之间 他挥出了数百拳 将七万五千点的力量属性 全都发挥了出来 可陆川依旧能将他的拳头接下 并且将他逼退了近十步 假 假的吧 难不成我要对一个 大一的新生使用技能 赵龙越打越震撼 完全看不透陆川 应对别的新生 哪怕一个技能都不用 光凭自身属性 他也能轻而易举地 吊打一大片 而陆川跟他一样 从头到尾 都没有用过一个技能 却能稳稳压制他 难不成陆川的属性 比他还要高 什么情况 怎么赵龙的拳头 全都被小统领接下来了 小统领作为大一的新生 接了赵龙数百拳后 依旧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这特么太假了 而且 小统领跟赵龙 完全就是在肉搏 一个技能都没用过 一个大一的新生 属性比大四的学生还要高 这特么可能吗 可赵龙的每一拳挥出 都伴随着强大的气劲 看上去不像假打的呀 只能说赵龙的演技太好了 若不是结果太过离谱 我多半就信了 观众们全都傻眼了 不少人觉得 赵龙和陆川在作秀 想以这样的方式 减少大一参加百孝大比的非议 周语差一倒 这是什么情况 为何小统领能压制赵龙 在赵龙跟陆川切磋时 他的注意力一直高度集中 随时做好抢救陆川的准备 避免意外的发生 结果赵龙连伤到陆川的机会都没有 一直被陆川压制 裴宇燕笑道 切磋到此为止吧 这里人多眼杂 提前暴露我们的技能 不利于接下来的百孝大比 他高达95级 自然能看出陆川的实力有多强 陆川年仅18 就在属性上胜过了83级的赵龙 等百孝大比开始时 必然能发挥出无比巨大的作用 由于此战的结果太过惊人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北京军校 引起了不小的动荡 大四学生赵龙 竟然输给了大一的陆川 太假了 赵龙是大四中名列前茅的存在 怎么可能输给大一的学生 别说是大一的学生了 就算是大三的学生 也不可能战胜赵龙 而小统领却做到了 就算斩天战神 也不可能再大一的时候 战胜大四的学生 难不成小统领比当年的斩天战神 还要强 这多半跟小统领的高考分数一样 是斩天战神在为小统领造势 只不过 这造势的方式太离谱 完全不符合逻辑 这要传出去 谁会信呀 大四的学生们 一轮纷纷 并不相信此战的结果 尤其是对赵龙的实力 有所了解的学生 大一一般 陆川战胜了大四的学生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浮昂ge.com 得知这件消息 柳如烟震撼不已 在大家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 陆川硬生生干了一件大事 小统领战胜的人 可不是普通的大四学生 而是实力极强的赵龙 据我所知 赵龙的排名 一直都在全级前史 是83级的近战法师 而且战胜赵龙的过程中 小统领并没有召唤110级的昆蓬 唐优自幼 在北京军区长大 人脉都在这里 了解的事情 自然比柳如烟再多一些 由于强者会相互吸引 他跟柳如烟 下语兵组成了固定队伍 每天一起刷怪 一起升级 柳如烟道 在不召唤昆蓬的情况下 战胜83级的近战法师 难不成陆川已经升到90级 就差完成四转的转职任务了 他很清楚 陆川的强项 是群体辅助 而不是单打独斗 想以肉搏的方式战胜赵龙 没有等级优势和装备优势 是万万不能的 百孝大笔的候选名单公布了 小统领的名字竟然在名单上 卧槽 百孝大笔 明明是大四才能参加的比赛 小统领竟然以大一的身份参加了 同样是大一新生 小统领已经在为小争光了 你确定是为小争光 小统领身为大一新生 跟一群大四的学生同台竞争 纯粹就是找虐 陆川的同班同学皆是震撼不已 陆川要以大一的身份 参加百孝大笔 柳如烟双眼发亮 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等陆川打完比赛的时候 自己可以像小迷妹一样 给对方送个 三日后 百孝大笔的选拔赛如期进行 由于想参加百孝大笔的队伍过多 每个学校都会以团队赛的方式 选拔出最适合的队伍 裴宇烟 你的第五位队员 竟然是大一的学生 张二和觉得有些好笑 在三天前 他接住了裴宇烟的第九剑 破了所有人的纪录 可依旧无法加入裴宇烟的队伍 本以为过段时间 裴宇烟会主动找上门来 结果裴宇烟一声不吭的 就将第五位队员找到了 并且是大一的学生 跟防御型职业者 完全扯不上关系 难不成在裴宇烟的眼中 他还不如大一的陆川吗 还说是陆川的父亲 是斩天战神 裴宇烟身为斩天战神的弟子 不得不带陆川参加百孝大笔 裴宇烟 你带着一个累赘 该如何跟我争锋 等选拔赛开始时 我的队伍 必然是北京军校的第一 他的队长名为寒天 是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有这样的强者领队 战胜裴宇烟小队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一轮 裴宇烟小队 对战赵志生小队 广播结束之后 两支队伍很快就登上了擂台 裴宇烟是北京军校最强的学生 能跟其组队的人 必然也是北京军校 数一数二的存在 想要以弱胜强 必须要寻找破绽才行 而刚刚入学的小统领 就是裴宇烟小队的最大破绽 只要我们一起对小统领出手 其他人很有可能会方寸大乱 让我们抓到获胜的机会 赵志生身为队长 正在跟队友们商量战术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suge.com 队长说得对 小统领再怎么样 也不过是大一的新盛 比起另外四人 必然会弱很多 至于战胜赵龙的传闻 多半是用来混淆视听 以免我们使用这样战术 不过小统领作为战神之后 如果一不小心打死了 必然会吃不了兜长 等会动手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些 另外四人 皆是认可了赵志生的战术 打算一开打 就针对陆川 比赛开始 裁判吹完哨子 赵志生立马就动了 他的手掌 爆发出无比惊人的寒气 犹如一座冰山横压来 与此同时 另外四人 也施展自己最强的技能 目标全部都是陆川 这是 把我当软狮子了 陆川笑了笑 直接跟赵志生对了一掌 这人是疯了吗 身为大一的新生 竟然敢用肉身迎接我的技能 赵志生猛了 生怕把陆川整条手臂打爆 可他为了胜利 出手的速度非常快 根本来不及收招 小统领太狂妄了 完全不清楚 大一跟大四的差距有多大 赵志生也是够倒霉了 遇到了身份如此尊贵的愣头青 围观的人都觉得 陆川和赵志生都完蛋了 可预料中 手臂破裂并没有发生 反而是赵志生倒退了数百米 才勉强稳住身形 而陆川依旧站在原地 连面色都没有变一下 假的吧 小统领一个技能都没用 仅凭肉身之力 就把我的技能打破 赵志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急火一个人 这是当我们不存在吗 陪与掩手捏剑指 浩荡的剑气 犹如长河般冲击而出 瞬间逼退了另外四人 与此同时 赵龙和张彪也出手 将赵志生等人打得节节败退 根本就无法还手 认输 我们认输 赵志生自知 没有获胜的希望 果断选择认输 陪与掩的队伍太强了 一点破绽都没有 他身为实力最强的队长 却一个人都打不过 更别说另外四位队友了 若是硬打下去 纯粹就是找虐 第一轮 陪与掩小队胜 裁判宣布结果后 众人皆是沸腾了起来 卧槽 这就赢了 陪与掩是北京军校最强的学生 能跟其组队的人 必然大四中的数一数二的存在 赢得轻松一些很正常 可小统领的实力不正常呀 作为大一的学生 连技能都没有用 就打爆了赵志生的寒冰掌 这么离谱的事情 连我都做不到 更别说大一的新生了 难不成小统领战胜赵龙的事情是真的 并不是在造势 可大一新生战胜大四的学生 太过离谱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 谁会信呀 大四的学生全都猛了 陆川战胜赵龙时 双方都没有使用技能 赵龙凭借演技 故意败给陆川 倒也说得过去 可赵志生跟陆川出手 连最强的 寒冰掌都用了出来 并且在大家见证下 被陆川一拳打爆了 冰渣子剑得到处都是 这可不是演技好就能做到的 想完成此等壮局 光借助外力 是远远不够的 陆川必然有真本事 小统领太强了 哪怕对手都是大四的学生 也依旧能脱颖而出 夏宇冰震撼无比 唐优敢凯道 小统领从头到尾 就没有用过技能 如果将昆蓬召唤出来 仅凭这一头战宠 就能碾压赵志生小队 换作是我们 哪怕三人联手 也未必是赵志生的对手 陆川下擂台了 我得赶紧给他送水 柳如烟化身小弥媚 捧着瓶矿泉水 就向陆川冲了过去 如烟 你等等我 夏宇冰和唐优紧跟其后 寄灵之战 是 陆川帮了他们这么多 自然要以送水的方式回报一下 然而陆川的人气太高了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的妹子都在争先恐后地 给陆川送水 陆川刚下擂台 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竞争非常激烈 头疼 陆川无奈一笑 好在他身为北境小统领 地位非常高 只要他想走 没有赶拦他的路 不然得浪费大量的时间 才能脱身 可恶 为何陆川这么抢手 柳如烟很是苦恼 他身为帝都柳家的嫡女 像小弥媚一样 争着给陆川送水 也就罢了 关键他挤了半天 还没有把水送到陆川的手上 白挤了 玄幻书格 https www.xfwanshugh.com 小统领的容貌 背景 潜力 实力皆是顶尖 竞争激烈一些 是正常的 与其做他毫不在意的舔狗 还不如壮大自身 以此引起他的注意 夏宇斌和唐优 皆是溃然一探 第二轮 寒天小队对战 团队赛依旧在进行着 寒天小队以无敌之姿 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对手 寒天不愧是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如果他跟裴宇燕联手 北京军校夺得魁首的概率 必然会更大 可一山不容二虎 寒天跟裴宇燕争了这么久的第一 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联手的 不出意外的话 寒天会跟裴宇燕在决赛相见 众人对接下来的决赛 很是期待 而大多数的队伍 并没有跟寒天 裴宇燕争夺冠军的想法 只要能排上前四 拥有进入百孝大比的资格就行了 接下来的比赛中 裴宇燕小队和寒天小队 一路高歌猛进 很快便在决赛相见 在这个过程中 陆川从未用过任何技能 仅凭肉身之力 就碾压了所有对手 作用比起赵龙 张彪还要大一些 决赛开始了 裴宇燕和寒天 果然在决赛相见了 小统领是真的厉害 一路打到决赛 连技能都没有用过 太离谱了 小统领的职业和神 必须要在水里 才能使用技能 而擂台之中 连一滴水都没有 估计小统领想 用技能都用不了 众人对陆川很是敬佩 陆川作为大义新生 在不使用技能的情况下 作用比名列前茅的赵龙 和张彪还要大 放眼整个人族史 也没有任何一个大义新生 能跟陆川相提并论 小统领小心了 寒天的职业是SS 级狂战士 属于能扛能打 越战越勇的类型 周宇提醒了一句 果断施展 圣光战甲 让众人的全属性 提升70% 由于圣光战甲 不是破线级技能 对陆川和裴羽燕施展时 出现了递减效果 60%的全属性增益 还能接受 陆川细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身穿 金 深海套装后 他的属性总和达到了261 0000 60%的全属性增益 是非常可观的 若是接下来的决战 有些艰难 他的和神领域 还能让自己的全属性 提升240% 周宇 周宇不愧是大四最强的辅助 仅仅一个技能 就让五人的全属性 提升70% 寒天称赞一句后 果断对周宇发动了冲锋 经过之前的比赛 陆川早就不是 裴羽燕小队的破绽了 因此 并不是他的首要攻击目标 而团战之中 先杀辅助 绝对是所有人的共识 不然周宇一直给队友回血 疯狂施展增益型技能 他们会打得非常费劲 休想 裴羽燕挥舞手中之剑 浩荡的剑气 犹如长河般激荡而出 阵龙发挥的破空声 犹如雷鸣一般 大地壁垒 张二和反应极快 坚硬的岩石 犹如城墙般拔地而起 挡住了裴羽燕的攻击 裴羽燕 我能挡住你九剑 而九剑的时间 足够让寒天淘汰周宇了 张二和笑了起来 这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战术 唯有以最快的速度 制造人数差 他们才有获胜的机会 必须要拦下寒天 如果周宇被淘汰 我们就无法享受 百分之七十的全属性增益了 张彪举着机枪 就是疯狂扫射 施展 火力压制 之后 射击速度还提升了百分之一百 能轻而易举地 打出大量持续输出 与此同时 赵龙的身躯 有十颗雷球环绕 犹如猛虎一般 扑向寒天 这十颗雷球 能触发麻痹效果 只要将寒天控制住了 就能保护好周宇 就凭你们还想拦我 寒天施展 势不可挡 身躯浮现一抹金光 在这抹金光的保护下 他能无视所有控制效果 只要硬吃张彪和赵龙的伤害 就必然能逼近周宇 不好 他能免疫控制 赵龙惊呼一声后 当即挡在寒天面前 他作为近战法师 仅仅是近战能力强而已 论防御能力 跟这儿八斤的防御型职业 还是没法比的 不过他的队伍 并没有防御型职业 如今裴雨嫣 被张二和挡住了去路 他作为近战职业 必须要站出来 用肉身阻挡寒天 寒天 势不可挡 只能免疫控制 并不能从人身上穿过去 只要赵龙用肉身挡住寒天 等裴雨嫣摆脱了张二和 周宇就安全了 不过赵龙的职业近战法师 防御能力并不强 面对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恐怕撑不住了多久 裴雨嫣的阵容有问题 根本没有防御型职业 等裴雨嫣将张二和逼退 以寒天的输出能力 说不定能将另外四人 全部淘汰掉 倒是以五对一 裴雨嫣没有任何的胜算 众人觉得很是可惜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ansearch.com 陆川等人的实力 确实很强 可阵容有问题 根本无法跟寒天等人对抗 就你还想拦我 你一个近战法师 能在我的府下撑多久 寒天施展 狂暴斩击 手中的巨斧 犹如惊雷般落下 蕴含着宁如实质的暴力之气 咔咔咔 赵龙的十颗雷球 当即崩裂 倒退了数十步 才勉强稳住身影 若不是周宇 及时施展治疗术 他的血量 已经没百分之三十了 让我来吧 你去拖住其他人就行 陆川施展 水龙弹 一条粗如水缸的水龙 轰然撞在寒天的身上 好高的输出 寒天微微一惊 若不是 势不可挡 能免疫控制 他会被水龙弹击退进千步 擂台之中 一滴水都没有 小统领竟然能使用技能 周宇猛了 不过很快就注意到了 陆川的河神领域 一个自带河域的河神 恰好弥补了河神最大的限制 小统领 你作为大义新生 竟然是队伍中第二强的存在 当真是了不起 寒天称赞一句后 犹如猛虎般扑向周宇 他的目标依旧没变 只有将周宇淘汰掉 他才能赢得更加轻松 反正有势不可挡在 他可以无视所有控制效果 如果赵龙和陆川 想保住周宇 就不得不送上门来 用肉身强行挡住他 而赵龙和陆川 并不是防御型职业 只要他的输出足够高 能在沙周宇的路上 顺便淘汰掉一个人 河神领域提供 240%的全属性加成 圣光战甲 提供60%的全属性加成 再加上 金深海套装的套装效果 能让我在水中的移动速度 和恢复能力提升3000% 再不暴露其他技能的情况下 应该能将寒天挡下 陆川的速度极快 犹如魅影一般 瞬间挡住了寒天的去路 小统领 刀剑无眼 若是受伤了 莫要怪我 寒天双眼泄红 手中的巨斧 再度如惊雷般落下 狂战士 确实是越战越勇的职业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意识也会越来越暴躁 稍有不慎 就会失手杀人 因此在切磋的时候 他一直都在速战速决 以免发生意外 陆川施展 河神的鞭挞 河神领域 探出数十条触手 一同纠缠寒天的巨斧 不过 势不可挡 能免疫所有控制效果 哪怕是禁锢其巨斧 都做不到 因此 他只能让数十条触手 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张大网 以此抵挡寒天的攻击 哗啦啦 寒天的巨斧 犹如巨石落入水中 让数十条水之触手 当即炸炼 河神的鞭挞 终究不是防御型的技能 不过这些水之触手 生长的速度很快 再度交织成一张大网 将陆川保护得死死的 与此同时 河神领域将寒天淹没 他的四面八方 皆由水之触手浮现而出 并且疯狂抽击 啪啪啪啪 这个输出频率 跟张彪的机枪 都有的一比 让寒天的血量急速下降 卧槽 小统领竟然将寒天拦下来了 赵龙目瞪口呆 寒天的输出能力有多强 他是亲自体会过的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huangsearch.com 他的十颗护体雷球 一下子就被寒天砍爆了 若不是周宇施展治疗术 他的血量 直接就没30%了 而陆川的水之触手 凭借着超强的再生能力 在挡下寒天的同时 还对寒天疯狂输出 得赶紧支援队长 不然 等裴雨嫣逼退张二合 我们就说了 寒天的另外三个队友急了 全都施展出最强的手段 赵龙和张彪 只能全力挡住三人 没法支援陆川跟寒天的战斗 疯了吗 赵龙和张彪 竟然让小统领 单独抵挡寒天 让大义新生 抵挡大四第二强的学生 这特么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小统领的实力 仅次于裴雨嫣 这么做好像没什么毛病 小统领还能支撑一会 而赵龙挨一斧子 就没一半血了 寒天的另外三个队友 都用出了最强的手段 赵龙和张彪 确实是抽不开身 不过小统领 有周宇的辅助 也不算是单打独斗 观众们全都傻眼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陆川作为大一的新生 竟然是裴雨嫣小队 获胜的关键 可恶 寒天的双眼越来越红 手中的巨斧 也越挥越快 他作为狂战士 身上的伤越多 输出能力便越强 因此 陆川的输出能力越高 防御的压力也越大 不过陆川 并没有放弃输出的想法 数百条水之触手 依旧如狂风骤雨般 抽击着寒天 随着寒天的输出能力 越来越强 陆川的水之触手 已经挡不下巨斧了 不过陆川 并没有躲闪的意思 一边施展 河神的鞭挞 抽击寒天 一边用肉身跟寒天肉搏 哗啦啦 抵挡巨斧的水之触手 彻底溃散 寒天的狂暴斩机 视如破竹地 落在陆川身上 预料之中的血肉撕裂之声 并没有响起 而是石沉大海的扑通之声 在寒天的注视下 陆川的身躯 就像水座的一样 激荡出大量的水花 而 河神领域 犹如水灌瓶中一般 迅速填补陆川缺失的血肉 转眼间便完好如初 不愧是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哪怕我的体质属性非常高 元素化 能免一百分之七十的物理伤害 也依旧受伤了 陆川笑了笑 继续对寒天发动攻击 元素化的恢复能力本来就强 再加上 金 深海套装 能让它的恢复效果提升百分之三千 寒天想要将它重伤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一百一十级的昆蓬 跟它同享血量 恢复效果提升百分之三千之后 昆蓬只需损失一百滴血 就能让它恢复三千一百滴血 而昆蓬的血量 是四百八十亿滴 寒天想要杀掉它 得造成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一点伤害 才能将昆蓬的血量耗尽 如此惊人的防御能力 就算它站着让寒天打 寒天也无法在七天七夜之内杀死它 卧槽 寒天的巨斧 都落在小统领的身上了 连小统领躲都不带躲的 甚至叫都没叫一声 若不是小统领 还在反击 我还以为小统领死了 寒天是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就算强如赵龙 一斧子下去 也得掉百分之三十的血量 小统领挨了一斧子 就像那没事人一样 太特么离谱了 而且 寒天的职业是狂战士 战斗的时间 和以损失的生命值 都会给输出能力 带来无比巨大的提升 寒天现在的输出能力 绝对比赵龙的时候 要高很多 在众人的注视下 陆川挨了一斧子 两斧子 三斧子 四斧子 寒天一 连施展了十次 狂暴斩机 可陆川依旧跟个没事人一样 让众人越来越震撼 卧槽 如果这十次 狂暴斩机 落在我身上 恐怕我早就死透了 赵龙目瞪口呆 陆川不仅思维属性比他高 就连输出能力和防御能力 也在他之上 这特么是大一新生能做到的 假的吧 这样打下去 我们还有赢的希望吗 小统领明明是大一的新生 防御能力竟然比我还要强 张二合傻眼了 他总算明白 裴雨烟为何会选择陆川 而不选自己了 同为防御型的职业者 陆川的防御能力 在自己之上 只要是个脑子正常的人 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陆川 与此同时 裴雨烟的第九剑到了 张二合的所有防御都被击溃 犹如炮弹般飞出了场外 小统领是吃什么长大的 明明职业是C级的河神 竟然有如此惊人的防御能力 裴雨烟并没有对寒天动手 而是迅速将寒天的队友全部淘汰 他跟陆川相处了这么多天 还是第一次见识到陆川的技能 玄幻书格 https 3w.xinhuanseuch.com 他想知道陆川的极限在哪里 防御能力究竟有多强 我都准备中断比赛了 你给我看这个 如此惊人的一幕 就连裁判都猛了 他主持了数十年的比赛 见识了无数天之骄子的过人之处 可像陆川这么变态的大义新生 他还是第一次见 凭借着元素化 同生的恢复能力 陆川的血量基本上都是满的 而寒天在数百条水之触手的抽击下 血量越来越低 哪怕狂战士的职业特性 是越战越勇 也逐渐撑不住了 该结束了 陆川一掌拍出 寒天犹如脱线风筝般 飞出了擂台 我 我竟然输了 而且输给了大义的新生 寒天傻眼了 他作为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除了裴雨嫣以外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结果陆川刚刚才开学 就将他击败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难不成今年提前开学 跟陆川参加百孝大比 有非常大的联系 决赛结束 胜者是裴雨嫣小队 裁判反应过来后 当即宣布了此战的结果 卧槽 明明这是团队战 小统领硬生生 用单挑的方式战胜了寒天 此战过后 小统领就是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太离谱了 没想到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竟然贿落在大义新生的身上 这显得我们这些学长很没用呀 假的吧 大义新生能打过大四的学生就算了 小统领还将大四第二强的学生打爆了 而且 小统领战胜寒天之后 还跟得没事人一样 就算是裴雨嫣 也无法以完胜的姿态战胜寒天 众人全都炸开锅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本以为来了个累赘 没想到来了个大腿 赵龙恨不得给自己几巴掌 早知道陆川的实力这么强 初次见面的时候 必须要热烈欢迎才行 以大一的身份 战胜大四第二强的学生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看着陆川完美的容貌和身材 柳如燕的爱慕之心越发强烈 她作为帝都柳家的嫡女 追求者可谓是数不胜数 而陆川是唯一一个 能让她化身小弥媚的男人 小统领的实力太强了 跟裴宇燕强强联手之后 必然能让北境军校 成为百孝大笔的魁首 校长光是想想就激动不已 接下来 她开始发放选拔赛的排名奖励 而陆川作为北境小统领 从小到大就没有缺过资源 自然对这些排名奖励 没什么兴趣 就算这些排名奖励 落在她手中 也不过是重回北境军库 还不如让裴宇燕等人分多一些 选拔赛结束了 只要再等七天 百孝大笔就会正式开始 陆川没有多做停留 果断回到了北京大会堂 在百孝大笔开始之前 她不会白白浪费时间 打算通过技能书 掌握更多的技能 北京大会堂 人足高层们 正在观看着决赛的直播 寒天不愧是北京军校 第二强的学生 若不是小统领及时出手 以赵龙和张彪的防御能力 根本无法将其拦下 这个战术确实很好 张二和挡住最强的裴宇燕 让寒天以最快的速度 打出人数差 如果裴宇燕的队伍 没有防御型职业 寒天必然会得逞 好在小统领的防御能力 比寻常的防御型职业还要强 哪怕将寒天的伤害都吃满了 也跟得没事人一样 以寒天的输出能力 寻常的防御型职业者 早就撑不住了 而小统领身为辅助型职业者 比防御型职业者还要抗揍 人足高层们赞不绝口 陆川作为大义新生 刚刚入学 就将大四第二强的寒天打败了 放眼整个人阻止 也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而且陆川对战寒天的时候 还有很多手段没用 如果将各种破陷级的技能用出来 寒天的队伍必然会瞬间溃败 不愧是我的儿子 明明是大义新生 就能在藏桌的情况下 成为裴宇燕小队决胜的关键 由裴宇燕和我儿强强联手 必然能拿下北境大笔的魁手 养我北境军区之威 陆军林很是欣慰 我回来了 陆川战胜寒天后 并没有丝毫的得意 默默参悟着水流刃的技能书 若有不解之处 便会向人族高层们请教 检测到跟职业相近的技能书 领悟速度提升500% 水流刃跟之前的水边术 水铁炮一样 都是其他河神传承下来的技能书 它在学习的时候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凭借着500%的悟性提升 和人族高层们的指点 陆川很快便掌握了新技能 恭喜宿主成功掌握水流刃 水流刃受到你的指引 产生了蜕变 水龙斩 可让河神领域凝聚成龙形 斩击敌人 造成大量元素伤害 当用奈何领域凝聚水龙斩时 将造成大量灵魂伤害 当用爱河领域凝聚水龙斩时 将附带控制效果 水流刃炼成了 而且跟在我的指引下 蜕变成了水龙斩 在威力上应该有无比巨大的提升 陆川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小统领的职业 当真是厉害 学了四个河神的技能书 蜕变成河神的鞭挞 水铁弹 蜕变成水龙弹 激流衍生出暗流涌动 如今小统领学 会了新技能 也从水流刃蜕变成了水龙斩 水龙斩跟水龙坛一样 带一个龙字 应该是威力非常可观的进战技能 人族高层们皆是感慨不已 小统领 快让我见识一下 你新技能的威力 钟老跃跃欲试 好 陆川施展 水龙斩 一条水龙 当即从河神领域中月初 锋利无比的龙脚 犹如两把巨剑 重重地 斩在钟老的身上 100万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huanshuge.com 100万 两个伤害数值同时浮现 若不是钟老的等级非常高 必然会吃不消 小统领的水龙斩 真是厉害 每个龙脚都能造成100万点伤害 加起来足足有200万点 90级打出如此高的伤害 比很多输出型职业还要强 这是辅助型职业能做到的吗 输出能力强 防御能力强 还具备非常逆天的辅助能力 小统领的潜力真的太大了 不愧是人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人族高层们皆是兴奋不已 钟龙 我的水龙斩 跟水龙坛一样 用奈何领域施展时 元素伤害会转变成灵魂伤害 陆川将和神领域转换成奈何领域 原先清澈的水龙迅速转变成血黄色 还蕴含着大量的虫蛇和鬼魂 看上去极其诡异 小统领继续吧 钟老继续充当人肉测试器 他作为八转职业者 哪怕承受200万的伤害 也不会伤筋动骨 好 陆川的右掌如刀般劈出 血黄色的龙脚当即斩在钟老的身上 一百万 一百万 伤害量跟上次一样 只不过转变成了灵魂伤害 而灵魂伤害是最难以防范的 哪怕伤害量并不高 也会像把指甲一样 让人痛彻心扉 死 钟老承受了200万点灵魂伤害 疼得脸皮都臭了臭 200万点灵魂伤害 当真是恐怖 就连钟老都疼得脸变形了 如果奈何版水龙斩 奈何领域强强联合 小统领能 一下子打出400万点灵魂伤害 如此高的灵魂伤害 就算对手的血量足够高 也必然会痛彻心扉 对行动产生莫大的影响 人族高层们很是惊喜 陆川掌握了水龙斩之后 没有近战技能的短板 彻底弥补了 钟老要试试爱河版的水龙斩吗 陆川意念一动 奈何领域转换成了爱河领域 续黄色的水龙变得五彩缤纷 有亿万情侣都投影在其中显化 看上去极其梦幻 爱河也能转换成水龙斩 人族高层们微微一惊 不仅仅是水龙斩 河神的鞭挞 水龙弹也能用爱河领域施展出来 陆川话音刚落 一条叙事待发的水龙 和数十调水之触手浮现而出 都是由爱河领域构建而成的 散发着五彩缤纷的光芒 爱河版的水龙斩 还是让其他人来测试吧 钟老当即后退了一步 他对爱河领域有心理阴影 不敢亲自帮陆川测试技能 让我来吧 方老向前踏出一步 他职业是武僧 绝对是人族高层 中定力最强的 自然是测试爱河版 水龙斩的最佳人选之一 陆川将手一挥 爱河版 水龙斩 犹如落雷般迅捷 瞬间踢在方老的身上 七十万 七十万 爱河版 水龙斩的伤害要低一些 不过方老在中招之后 整个人都愣住了 足足过去一秒才回过神来 别看这一秒的时间很短 若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中 被硬控一秒 很有可能会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 爱河版的水龙斩 就像幻术一样 竟然有控制效果 方老皱起了眉头 他的职业是武僧 佛心非常坚定 对于幻术的抵抗能力 是非常强的 可面对陆川的爱河版 水龙斩 依旧被硬控了一秒 念及于此 他正色道 小统领 继续对我用爱河版 水龙斩 好 陆川点了点头 陆续对方老用了五次爱河版水龙斩 硬控0.8秒 硬控0.6秒 硬控0.4秒 方老的适应能力很强 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 爱河版水龙斩的硬控时间 变得一次比一次短 可陆川施斩 水龙斩的速度很快 就算控制时间一次比一次短 依旧能实现完美的控制链 让方老被硬控三秒 足足三秒的硬控时间 足以让高等级的职业者 释放出六七个技能了 爱河版的水龙斩当真了得 就连佛星如此坚定的方老 也得被硬控三秒 放眼天下 佛星跟方老一样坚定的人有几个 若是爱河版水龙斩 对其他人使用 控制效果必然会更好 可惜水龙斩并不是破限级的 不然一直硬控别人一秒 只要法力值足够多 不管多强的人都能磨死了 你在想批痴 小统领真有如此大的本事 别人还用完吗 水龙斩并不是小统领自行领悟的技能 不是破限级是正常的 人足高层们惊叹连连 夏老开口道 小统领 让我也尝试一下爱河版的水龙斩 我没有中老那么好色 定力也没有方老那么好 从定力的角度来看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强者 好 陆川点了点头 陆续对夏老用了十多次水龙斩 硬控两秒 硬控1.8秒 硬控1.6秒 跟方老的情况一样 爱河版水龙斩的控制效果 正随着次数发生递减 不过对夏老施展时 初始的控制时间是2秒 哪怕下一次的控制时间 会降低0.2秒 当所有控制时间叠加起来时 也会达到惊人的11秒 卧槽 11秒的控制时间 小统领的爱河版水龙斩 太强了 一个三转的职业者 硬控8转职业者11秒 这个技能效果太离谱了 爱河的控制效果 应该跟定力有关 是无视等级高低的 哪怕小统领的对手 等级非常高 只要定力不行 依旧会被控制11秒 明明最高的控制时间只差了1秒 可夏老的整体被控时间 比方老多了8秒 这么看来 方老确实是厉害 比夏老强太多了 人族高层们皆是震撼不已 玄幻书格 https 若是在同层次的战斗中 11秒的控制时间 足够让对方施展 二三十个技能了 夏老目瞪口呆 对于这样的结果 他早有预料 方老的佛心极其坚定 在抵御幻术和诱惑上 本来就是强项 面对爱河版水龙斩 的幻术控制时 自己比方老要差很多 是应该的 定力强的方老测试完了 定力一般的夏老 也测试完了 接下来该定力差的 中老来测试了 众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中老 行吧 为了测试出 小统领的技能强度 我豁出去了 中老叹了口气 硬着头皮 走到陆川身前 中老得罪了 陆川出手极快 陆续施展了 二十多次水龙斩 硬控三秒 硬控二点八秒 硬控二点六秒 中老的最高控制时间 是三秒 哪怕下一次的控制时间 会降低零点二秒 当所有控制时间 累计起来时 依旧是非常恐怖的 二十四秒之后 爱河版水龙斩 的控制效果 彻底失效 中老逐渐恢复了意识 过去多久了 中老庞佛 从噩梦中惊醒 衣服都被冷汗浸湿了 身处幻术之后 就像做梦一样 时间概念是非常薄弱的 下老道 过去了二十四秒 什么 我被小统领 硬控了二十四秒 小统领的爱河 当真是我的克星 中老光是想想 就觉得可怕 二十四秒的控制时间 都接近半分钟了 若是在同层次的战斗之中 二十四秒的控制时间 能让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硬吃六七十个技能 如果有两个对手 他得硬吃一百多个技能 小统领的爱河版 水龙斩太强了 定力强的人 硬控三秒 定力一般的人 硬控十一秒 定力差的人 直接硬控二十四秒 而且 爱河版 水龙斩的控制时间 跟定力有关 是无视等级的 只要对手的定力差 哪怕比小统领的等级高很多 小统领 依旧能硬控对手二十四秒 人族高层们 震撼不已 陆军林问道 儿子 你的爱河版 还没 陆川对于爱河版 水龙斩的效果 很是好奇 毕竟 水龙斩 是近战技能 水龙弹 是远程技能 也不知爱河的控制效果 会不会受到距离的影响 防老道 小统领 我们继续测试吧 我可以将自己的大弟子带过来 他的职业跟我一样 定力 也是非常强的 好 陆川点了点头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后 众人发现爱河版 水龙弹 控制效果 跟 水龙斩 一模一样 定力强的人 总控制时间是三秒 定力一般的人 总控制时间是十一秒 定力差的人 总控制时间是二十四秒 这个控制时间 想要重新实现 得度过一个冷却期才行 而爱河版 水龙弹 和爱河版 水龙斩 的冷却时间 是共享的 至于这个冷却时间是多久 一时半 会还无法测试出来 得通过时间的验证才行 陆川道 还有四天的时间 我可以再学习一个技能 让接下来的百效大比 赢得更加轻松 他这次参悟的技能书名为 水流盾 跟 水流刃 一样 是其他和神传承下来的技能书 检测到跟职业相近的技能书 领悟速度 提升百分之五百 三天过去 在悟性提升 和人族高层的帮助下 陆川成功将 水流盾 掌握 并且让 水流盾 蜕变成了更强的技能 水龙盾 可让和神领域 凝聚成龙形 抵挡大量伤害 当用奈何领域 凝聚水龙盾时 可让伤害来源 承受等量的灵魂伤害 当用爱河领域 凝聚水龙盾时 可让伤害来源 受到控制效果 成了 水龙盾 跟之前的技能一样 用不同的和施展 会有不同的效果 陆川两眼发亮 夏老笑道 小统领 快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 水龙盾 好 陆川意念一动 一条盘旋的水龙 横立在身前 犹如盾牌一般 扑通 夏老力道极大 让水龙盾激荡起波涛 一百万 没破 看来得加大力道才行 夏老再度出拳 当总伤害量达到三百万时 水龙盾当场崩溃 抵挡三百万点伤害 有了 水龙盾 小统领的保命能力更强了 如此强的防御能力 就算是小统领的水龙斩 也得两下才能破解水龙盾 再加上元素化 70%的物理伤害免疫 和110级昆蓬的同生 同一层次的职业者 根本不可能杀掉小统领 就算有人数优势 也非常困难 人族高层们很是满意 以露川的潜力 只要能彻底成长起来 就必然能引领 华夏一统人族 因此 露川的保命能力 自然是越强越好 越多越好 只有保命的手段足够多 露川彻底成长起来的概率 才会不断变大 夏老 要试试奈何般的 水龙盾吗 露川意念一动 清澈的水龙盾 迅速转换成血黄色 好 夏老没有犹豫 一拳便打在奈何版 水龙盾上 水龙盾中的虫蛇和鬼魂 当即暴走 对他发动了反击 一百万 一百万 两个伤害数值同时浮现 一个出现在 水龙盾上 一个出现在夏老身上 而且 是灵魂伤害 竟然有反击能力 夏老对于一百万点的血量流失 并不在意 再度挥出一拳 奈何版 水龙盾的防御能力 要差一些 当伤害量达到二百万的时候 便崩溃了 奈何版 水龙盾竟然有反击效果 而且反击的伤害量 跟夏老造成的伤害量 一模一样 玄幻书格 https 3w.x1c.com 等量的反击效果 而且还是灵魂伤害 小统领的奈何版 水龙盾 当真了得 若是奈何版 水龙盾 跟奈何领域 配合起来 敌人造成一万点伤害 小统领便能让其承受两万点伤害 受到的伤害 比承受的伤害还要多 这还怎么玩 哈哈 人族高层们皆是笑了起来 接下来 夏老用远程技能 测试奈何版 水龙盾的反击效果 哪怕相隔3000米 只要对水龙盾 造成伤害了 就必然会受到 等同于伤害值的灵魂伤害 根本就躲不掉 奈何版 水龙盾 的反击效果 跟奈何领域的额外承受伤害差不多 虫蛇和鬼魂的攻击 纯粹是走流程 哪怕躲开了 也依旧会受到伤害 大多数的反击型防御技能 在距离过远时 反击的效果 都会越来越差 甚至是直接失效 而奈何版 水龙盾的反击是 无视距离 并且无论如何 也躲不掉的 测试晚反击距离 众人对奈何版 水龙盾 得评价更高了 若是遇到高攻低防的职业者 陆川光平防守 都能将对方反击致死 哪怕远程狙击 也会受到等同于伤害值的灵魂伤害 夏老 还有奈何版的水龙盾 陆川意念一动 血黄色的水龙盾 变得五彩斑斓 看上去极其梦幻 夏老一拳挥出 当即被硬控两秒 硬控结束后 他再度挥出一拳 下来便是1.6 1.4 1.2秒 跟之前的爱河版水龙盾 差不多 并且这个控制效果 是共享冷却的 爱河版水龙盾的控制效果 跟爱河版的水龙盾 差不多 定力强的人 总控制时长是3秒 定力一般的人 总控制时长是11秒 定力差的人 总控制时长是24秒 只不过 一个是主动控制 一个被动控制 若是小统领被强者追杀时 用出爱河版水龙盾 对手没打一下 就会被硬控12秒 必然会非常烦躁 而且以元素化的恢复能力 12秒的时间 足够让小统领 恢复不少的血量了 每隔5分钟 爱河版技能的控制时间 就会刷新 若是遇到定力差的 每隔5分钟 就会被控制24秒 光是想想就觉得恶心 人族高层们结实 笑了起来 经过这三天的测试 他们早就将 爱河版技能的冷却时间 弄清楚了 定力强的人 终究是少数 只要爱河版技能的限制 不暴露出去 敌人有很大概率 被控制十几二十秒 而十几二十秒的时间 哪怕其他的国家刺客 来了手出其不意 也足以让他们支援陆川 避免意外的发生 陆川到 百孝大笔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是时候出发了 小统领 我们等着你凯旋而归 人族高层们 对百孝大笔的结果 很是期待 由陆川跟裴雨嫣 强强联手 夺得百孝大笔的魁首 必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而且 两人都是北京军区 培养出来的强者 夺得魁首之后 能大大增加 北京军区的知名度 吸引更多的职业者 报考北京军校 洛英山脉 百孝大笔 即将开启 军方的防护人员和 参赛选手 全都在此集结 在军人们的控制下 哪怕参赛选手 都非常激动 纪律性也非常强 百孝大笔 作为竞争型副本 参赛名额是1000支队伍 前10的学校 能派出4支队伍参赛 前100的学校 能派出3支队伍参赛 前200名的学校 能派出2支队伍参赛 前300的学校 只能派出1支队伍参赛 共计610支队伍 至于剩下的390支队伍 将无视学校的名额限制 纯粹以自身实力来争取 因此 百孝大笔的竞争非常激烈 而300名之外的大学 连保底的参赛名额都没有 就算出现了实力强的学生 也得以自身的实力 争取百孝大笔的 参赛资格才行 好多人 而且 在1000支队伍中夺得魁首 难度真的太大了 多亏我是不敢想了 你们觉得哪支队伍 最有可能夺得魁首 我觉得裴宇燕的队伍 有很大概率夺得魁首 在大四支中 总共就两位SSS级的职业者 而裴宇燕就是其中一位 并且裴宇燕报考北京军校 就是为了败展天战神为师 如今4年过去了 在展天战神的培养下 裴宇燕的实力必然更加恐怖 参赛选手们议论纷纷 及其看好裴宇燕 裴宇燕确实很强 可我的哥哥更强 欧阳月微微笑着 话语间充满了自信 你的哥哥更强 你的哥哥是谁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shuge.com 你傻呀 连欧阳月都不认识了 她的队长是欧阳修 跟裴宇燕一样 都是SSS级的职业者 卧槽 竟然是欧阳修 以欧阳修的实力 确实有跟裴宇燕一较高低的可能 一提到欧阳修 众人皆是羡慕了起来 欧阳修的职业是 SSS级的龙穴拳师 跟雷龙战神的龙穴骑士 和狂蛮战神的拳皇 都有不小的关联 在欧阳修高考结束时 雷龙战神和狂蛮战神 都想收起为徒 让无数人羡慕极度狠 而欧阳修的胃口极大 要拜两位战神为师 最关键的是 两位战神竟然同意了 展天战神 确实是华夏的最强者 可在传道授业上 就未必是最强的 而我的哥哥 是雷龙战神 和狂蛮战神的弟子 在两位战神的教导下 实力必然比裴语烟强 欧阳越扬了扬下巴 很是得意 我的傻妹妹 低调点行吗 欧阳修无奈地摇了摇头 果断将欧阳越 拉到人少的地方 他和裴语烟 都是大四的学生 在四年前 自然是一起高考的 在那次高考中 欧阳修比起裴语烟 只差了五分 距离全国状远 也只差五分 若不是为了超越裴语烟 他也不会冒着风险 同时 拜两位战神为师 好在两位战神 欣赏他的胆大 都将他收为弟子 让他在大学期间的 进步神速 如今百笑大比开始了 他自然想赢得回来 成为大四的魁首 证明自己比裴语烟强 哥哥 你的实力比裴语烟强 众人最看好的人 应该是你才对 欧阳越想要继续往人堆跑 不过力气 没有欧阳修大 欧阳修语重 心长道 这次百笑大比 我的对手 并不止裴语烟强一人 能否夺得魁首 并不是百分比的事情 我只有八成的把握 你说的是陈修吗 这家伙的运气确实很好 明明是B级的职业者 却在探索型副本中 得到SSS级转职卡 成为了SSS级的御荣师 欧阳越感慨不已 SSS级的职业者 百亿人都未必出现一个 而在四年前的高考中 能同时出现两位SSS级的职业者 绝对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而SSS级的转职卡 比起SSS级的职业者 还有西游 能让人替换职业 成为SSS级的职业者 如此珍贵的东西 就连底蕴最深厚的 北京军库都没有 若是出现在拍卖行之中 必然会被拍上天价 甚至秩序都会崩坏 若是陆川的和神职业 真的不行 展天战神得知 SSS级转职卡的消息 必然会帮陆川弄到手 而陈修成为SSS级的御荣师后 成长速度非常惊人 明明身处野鸡大学之中 却凭借自身实力 得到了参加百孝大比的资格 欧阳修继续道 不仅仅是陈修 焚天战神的五位弟子 同样不容小觑 这五人都是SS级职业者 分别是金法师 木法师 水法师 火法师 土法师 他们在高考时的表现不算什么 可在焚天战神的培养下 能用出合击绝技 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当五人联手时 就算面对陈修和裴玉岩的队伍 也丝毫不虚 百孝大比的队伍 只能有五人 绝对是五行小队的主场 哥哥 我们也不差 我的职业 跟你是有配合的 夺得魁首的把握 应该是十成 而不是八成 欧阳岳捏了捏绣拳 依旧觉得 自己能百分百夺的魁首 与此同时 五行小队的人 也对此次百孝大比 充满了信心 百孝大比是团队赛 光凭自己强势不够的 还得有配合 玄幻书格 https 是时候给这些 SSS级的职业者 一些小小的震撼了 结结结 以SS级之身 在三位SSS级职业者中 脱颖而出 等我们夺得魁首了 必然会上热搜 让无数人仰慕 五人皆是歪嘴一笑 随后开始分析 裴宇燕 陈修和欧阳修的队伍 裴宇燕 作为当年的全国状元 斩天战神的弟子 队伍之中 竟然有一位大义新生 看到陆川的名字后 五人皆是愣住了 陆川是斩天战神之后 今年的高考状元 他们自然是认识的 哈哈 看来拜斩天战神为师 并不是一件好事 明明百孝大笔如此重要 依旧得带一个雷坠参加 雷坠 陆川今年的高考成绩是 1500000 两位高考状元 强强联手 拿下百孝大笔的魁首 必然如吃饭喝水般简单 等百孝大笔开始了 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才行 哈哈 金 你想笑死我吗 陆川的高考成绩太离谱了 放眼整个人祖史都没出现过 怎么可能是真的 若不是陆川的老爹 是斩天战神 他哪有在高考作弊的能力 要我看 只有裴雨嫣 才是真的高考状元 如果陆川不作弊 今年高考状元 必然是徐洛霞 属于我们南京军区 百孝大笔是团队赛 而裴雨嫣 带着个大衣的雷坠 根本不足为虑 我们只需将注意力 放在陈修和欧阳修的队伍上就行了 虽然陈修成为 SSS及职业者的时间 比起裴雨嫣和欧阳修要短一些 不过陈修 能以如此快的速度成长起来 御龙师必然是非常厉害的职业 万万不可小觑 百孝大笔正式开始 请各位参赛选手 有序进入副本之中 广播声响起 一道巨大的传送门浮现而出 足足有千米之高 在军方的组织下 参赛选手们 陆续进入了传送门之中 没有任何的骚乱 裴雨嫣的队伍 出自北境军校 其中的陆川 还是展天战神的后人 自然是第一批 进入百孝大笔的队伍 不过百孝大笔 跟高考师一样 在其他人到场之前 是无法行动的 只能先观察周围的情况 想通过进场顺序 来抢占先机 是绝对不可能的 百孝大笔的副本环境 跟洛英山脉差不多 放眼望去 都是延绵不绝的山川 和高耸入云的树木 陆川遥望远方 还发现了石道暗紫色的光柱 石道光柱通天灌地 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黑气 看上去极其诡异 所有参赛选手已到场 进魔之战正式开启 不断击杀魔道妖兽 并且让进化神像 进化魔兽残骸 将获得进魔之战的胜利 排名越高 奖励越丰厚 请各位职业者 尽可能收集魔道残骸 获取更多的积分 陆川左右看了看 很快便发现了进化石像 进化石像 死熊难辨 高达百米 犹如白玉雕刻而成 正遥望着石道暗紫色光柱的方向 检测到进化石像 是否绑定到队伍之中 提示声在五人的脑海中响起 是 裴玉雁选择绑定后 进化石像的长相和身材 变得跟他一模一样 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见此一幕 张彪等人不由 笑了起来 还好裴玉雁长得漂亮 是北京军校的笑花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幻ansuge.com 如果进化石像 变成了一个香肠嘴的操汉子 多少有些辣眼睛 收集的魔兽残骸越强 所能得到的积分必然越多 而石道暗紫色光柱的起源之地 应该存在着最强大的魔兽 路川施展暗流涌动 河神领域 犹如乾隆归海般 顿入大地之中 迅速向石道光柱的方向蔓延着 静魔之战 跟寄灵之战一样 是存在副本地图的 石道光柱的起源之地 都是A级魔兽区域 寻常参赛选手 想要前往那里 必须要经过B级魔兽区域 和C级魔兽区域 而它有暗流涌动 只要连通A级魔兽区域 就能直接传送过去刷怪 非常方便 培育烟道 小统领说得对 这石道暗紫色的光柱 一看都不简单 在副本地图的标注中 是A级魔兽区域 若是能收集 A级魔兽区域的魔兽残骸 必然能获得大量积分 不过到达A级魔兽区域之前 必须要经过B级妖兽区域 和C级魔兽区域 光是赶路 就得消耗大量的时间 而且在赶路的过程中 必然会遇到很多魔兽的阻拦 让赶路时间变得更长 若想在A级魔兽区域刷怪 光有实力是不够的 还得有时间 我们得尽快出发 好的队长 我们这就杀过去 张彪和赵龙 当即向C级魔兽区域的方向跑去 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 身处竞争型副本之中 排名是非常重要的 若想胜过其他人 必须要争分夺秒的 收集魔兽残骸 从而获得更多的积分 陆川连忙道 我有技能名为暗流涌动 能实现定点传送 在连通A级魔兽区域之前 可以先在C级魔兽区域刷一回 定点传送 小统领竟然有如此神迹了 小统领啊 A级的魔兽区域 距离这里极其遥远 你的暗流涌动 真的能建立如此远的传送点吗 张彪和赵龙当即停下脚步 静魔之战的副本面积极大 哪怕他们的等级都在80以上 前往最近的C级魔兽区域 依旧要一小时的时间 而且前往A级魔兽区域 哪怕一点阻碍都没有 也有8个小时的路程 至于C级和B级魔兽区域 难度有多大 会对赶路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都是未知数 因此 前往A级魔兽区域 需要多长的时间 没有人能说得准 若是能直接前往A级魔兽区域 并且拥有击杀其中魔兽的能力 收集魔兽残骸的速度 必然会大大加快 跟我来 路川主动跳入船送颈之中 裴羽烟等人连忙跟上 到达C级魔兽区域后 众人左右看了看 发现空气中有淡淡的黑雾 并且一头魔兽就在旁边 明昌 炎牙珠 魔化 等级 63 技能 眼角冲撞 魔化 烈石顶 炎牙珠体型庞大 双目星红 长达一米的獠牙 犹如岩石雕刻而成 他见到路川等人后 当即如卡车般冲撞而来 63级的魔兽 看来 我们确实到了C级魔兽区域 赵龙的双拳 有火焰环绕 一下子就将炎牙珠打杀了 作为83级的职业者 打63级的魔兽 自然没有任何的压力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uangsearch.com 小通灵 真的有定点传送的能力 在暗流涌动的帮助下 我们收集魔兽藏骸的速度 必然会大大加快 裴羽烟等人 皆是面露喜色 击杀300头炎牙珠 将会生成区域boss 当前进度为1% 区域boss的残骸 必然能获取更多积分 陆川施展 水龙弹 一条水龙 犹如炮弹般冲击而出 瞬间将2000米之外的炎牙 竹烘成肉泥 紧接着 C级魔兽残骸 G的引导下 迅速落入他的手中 C级魔兽都很弱 除了周遇以外 我们完全可以分头行动 加快击杀炎牙珠的速度 裴羽烟点头道 小统领说得对 我们的等级都在80以上 狩猎60多级的魔兽 完全没压力 就算同时遇到近百只 也能轻松应对 等击杀炎牙珠的数量达到300 满足区域boss的生成条件 我们再进行集合 好 众人点了点头 在C级魔兽区域 展开了屠杀 凭借着等级优势 这些60多级的炎牙珠 基本上都是一招秒 因此 击杀的速度非常快 成功击杀300头炎牙珠 区域boss生成中 咔咔咔 一头庞然的炎牙珠 刻着数道蜈蚣般的魔纹 这些魔纹 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黑气 让周遭的炎牙珠拳 都陷入疯狂之中 全属性提升30% 明昌 炎牙珠王 魔化 等级 80 血量 1000万 技能 魔炎冲撞 魔化 魔炎铠甲 我的运气不错 明明是分头行动 炎牙珠王恰好刷新到我旁边 入尸斩 水龙斩 两根巨剑般的龙角 猛地站在炎牙珠王的身上 100万 100万 炎牙珠王痛苦地嚎叫着 陆川仅仅11个技能 就让他损失了20%的血量 人类 我要你死 炎牙珠王施展 魔炎冲撞 每一步都将大地踩得塌陷 沉重的气息 犹如大山横压来 而陆川速度极快 躲开攻击的同时 再度用水龙斩 打在炎牙珠王的身上 这一回 他发动了 河神领域 240%的全属性加成 水龙斩 的伤害达到了480万点 再加上 水龙斩属于近战技能 释放速度 比起水龙弹 要快很多 炎牙珠王血条 很快就被打空 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炎牙珠 王满屑复活 并且全属性提升了30% 不过 当陆川用出奈何领域后 炎牙珠王在受到伤害时 还要承受100%的额外灵魂伤害 死得比之前更快了 这人的伤害太高了 明明我是boss 你打我 就像打小怪一样 随便几个技能 我的命就要没了 第三阶段的炎牙珠王 惊恐无比 连忙施展 魔化 以燃烧生命值的方式 让自己的全属性 提升100% 一旁的炎牙珠 在他影响下 每一个都犹如死士一般 不顾一切地冲向陆川 而陆川有深海套装 只要伸出水之中 移动速度 就能提升3000% 再加上属性上的优势 炎牙珠王 哪怕用出了魔化 也很难碰到它 更别说60多级的炎牙珠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 玄荷onsearch.com 陆川 一连用出三次水龙斩 第三阶段的炎牙珠王 当场倒地 化作了 C级BOSS残骸 卧槽 我才刚刚赶过来 小统领 已经将区域BOSS 解决掉了 张彪赶到后 整个人都愣住了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集合 哪怕分开刷罐 众人的距离 也不是很远 可炎牙珠王 从出现到阵亡 连三分钟都不到 哪怕他的距离最近 BOSS已经死了 难不成 禁魔之战的区域BOSS 比起正常的 BOSS要弱一些 周瑜等人刚当到来 就看到了炎牙珠王 庞然如山的尸体 赵龙问道 小统领 炎牙珠王的血量 和等级是多少 总共有几个阶段 炎牙珠王八十级 有1000万滴血 和三个阶段 陆川如实说着 1000万再加上三个阶段 便是3000万滴血 而小统领三分钟不到 就造成了如此高的伤害 这真的是大一新生能做到的吗 BOSS进入下一阶段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小统领的实际输出时间 必然会更短 如果炎牙珠王 没有BOSS光环的加成 恐怕早就没命了 裴羽烟等人 皆是目瞪口呆 我的暗流涌动 已经连通A级魔兽区域 要直接过去吗 陆川意念一动 一口传送警 当即从脚边浮现 C级魔兽区域的BOSS 就有80级 A级魔兽区域的BOSS 等级必然会更高 我们得多加小心才行 不过以暗流涌动的传送速度 就算A级魔兽区域的难度太大 得遮回来 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张彪等人 在短暂的商议之后 纷纷跳进传送点之中 来到A级魔兽区域 众人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这里黑雾更加浓郁 已经对视线产生影响了 而且身处黑雾其中 全属性会降低10% 圣光守护 周宇作为SS级圣母师 施展技能后 众人的负面效果 瞬间就消失了 嗷乌 远处传来嘹亮的狼鸣 石头灰色的巨狼扑上而来 每一头的利爪 都如钢叉一板 能轻而易举 将大地和木头绞碎 鸣昌 钢找狼 魔化 等级 84技能 钢找撕裂 魔化 钢找八连击 A级魔兽区域的难度太大了 光是小怪 就有84级 而且 魔化妖兽的实力 比起正常妖兽要强一些 攻击性也更强 现在一下子就出现了石头 必须要多加小心 A级魔兽区域的黑雾 还极其浓郁 若不是有周瑜的辅助 我们的全属性将降低10% 赵龙和张彪皆是严阵以待 圣光战甲 周瑜施展技能后 赵龙和张彪皆是全属性提升70% 而陆川和裴雨燕的等级要高一些 出现了递减效果 前者全属性提升60% 后者全属性提升50% 玄幻书格HTTPS 3w.xenflanshuge.com队长 是斩天战神的弟子 SSS级桃花剑仙 高达95级 小统领能在3分钟之内 解决80级炎牙猪王 打出3000万点输出 再加上70%的全属性提升 我们在A级魔兽区域中刷怪 必然没什么问题 在周瑜的辅助下 张彪和赵龙信心大增 要跟石头钢爪狼一较高低 A级魔兽区域的魔兽 都是80级以上的 以张彪和赵龙的实力 哪怕有周瑜的辅助 也没法做到秒杀 之前在C级魔兽区域 没必要用核神领域 如今到了A级魔兽区域 我得加快大家刷怪的效率才行 路川施展 核神领域 当河水淹没众人的双脚时 240%的全属性增幅 立马生效 240%的全属性增幅 卧槽 这是谁的辅助技能 竟然如此之猛 这个增益的名称叫 核神领域 而小统领是 唯一的核神 难不成是小统领用出来的 假的吧 小统领的输出能力 防御能力 辅助能力都这么强 其他职业还怎么玩呀 赵龙和张彪震撼不已 核神领域 加上圣光战甲 便是310%的全属性增益 如此大的实力提升 让他们兴奋的发抖 我作为SS级的圣母师 专精于辅助的81级职业者 也只能让人全属性 提升70% 而小统领的辅助技能 直接就让人全属性提升 240% 比我多了170% 周瑜整个人都梦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 核神领域 240%的全属性提升 他正亲自体会着 根本做不得假 我是四转职业者 高达95级 周瑜对我施展 圣光战甲 时 原先70%的全属性增幅 削弱成了50% 而小统领的 核神领域 不仅能让人全属性提升 240% 对我施展时 还没有出现递减的情况 难不成小统领跟我一样 都是四转的职业者 裴羽烟震撼不已 一个提前开学的大义新生 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就已经四转了 如此快的升级速度 陆川是如何做到的 就算陆川的父亲 是斩天战神 有数之不尽的修炼资源 升级的速度 也不应该这么快 杀 张彪和赵龙一起出手 在310%的全属性增幅下 这些80多级的钢爪狼 全都是一招一个 而裴羽烟和陆川的实力 更强 击杀钢爪狼的速度 自然是更快 击杀300头钢爪狼 将会生成区域boss 当前进度为3% 跟C级魔兽区域一样 击杀300头魔兽 就能召唤区域boss 可惜小统领的 核神领域是领域型技能 跟圣光战甲 这种附加型技能 有很大区别 一旦脱离 核神领域的范围 就无法享受 240%的全属性加成 不然以我们当前的实力 完全可以分头行动 加快刷怪的速度 张彪和赵龙 觉得有些可惜 周瑜比一道 知足吧 小统领作为大一新生 能让你们全属性提升 240%就不错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onshuge.com 如果核神领域 一点限制都没有 其他辅助型职业 都不用玩了 我有个技能叫 激流 能随意控制 核神领域的流向和流速 分头行动也是可以 路川意念移动 一截 核神领域 犹如蛇一般 短短一秒 就奔涌了近千米 甚至在激流的影响下 核神领域还能跳跃起来 在半空中流淌 好快 张彪作为远程输出职业 并没有增加移动速度的技能 以核神领域得流淌速度 不管他如何移动 都能享受到 240%的全属性加成 我的职业是近战法师 在移动速度上 比起张彪要快很多 也不知小统领的激流 能否跟上我的速度 赵龙施展 李光步 移动速度提升了300% 而激流得速度极快 不管他如何跑 核神领域都能有条不紊的跟上 就连我的 雷光步都能跟上 分头行动的策略 必然是实行下去 而且 激流转向速度还非常快 就像我的尾巴一样 不管我如何左右腾挪 上下跳跃 都能完美跟上 非常有默契 赵龙两眼发亮 310%的全属性加成 是非常难得的 他自然想以分头行动的方式 多杀几头魔兽 好好体会 太过分了 全属性增幅高达240%就算了 还能一直跟着人走 小统领的 河神领域 全方位碾压了我的 圣光战甲 周宇羡慕不已 如果 圣光战甲 也能让人全属性增幅240% 他做梦都会笑醒 裴羽烟提醒道 这里的魔兽 都在80级以上 区域BOSS的等级 很有可能会达到100 当击杀刚找狼的数量 接近300时 我们一定要提前集合 不然区域BOSS 在我们分散的情况下刷新 稍有不慎 就会减缘 好 众人点了点头后 便开始分头行动 在 圣光战甲 和 河神领域 310%的全属性增幅下 这些80多级的钢爪狼 全都是一招秒 收集魔兽残骸的速度 非常快 不过钢爪狼 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杂草 因此 众人找怪的时间 比刷怪的时间还要长 为了加快击杀钢爪狼的速度 陆川还将昆鹏召唤了出来 昆鹏高达110级 还是速度非常快的战处 因此击杀钢爪狼的速度 比5人加起来还要快 短短半个小时 击杀钢爪狼的数量 就达到了295头 还差5头区域BOSS就会出现 该集合了 陆川施展 河神的鞭挞 数十条水之处 手当即将5头钢爪狼捆住 他打算等集合的时候 再将这5头钢爪狼杀掉 这样能省去找怪的时间 不正常 太不正常了 这里的魔兽都高达80多级 就算在310%的 全属性增幅下 我们能见一个杀一个 可寻找钢爪狼 也是需要时间 不应该短短半小时 就刷到295头 张彪很是疑惑 赵龙猜测到 可能队长和小统领 遇到了一只规模极大的狼群 玄幻书格 https 3w.xf1coach.com 你们好 昆鹏现身了 还对张彪和赵龙打了个招呼 不过那110级的气息 让张彪等人心惊胆战 想要迅速逃离这里 可昆鹏高达110级 而他们的等级 只有80多 就算想逃 也未必逃得掉 若是贸然逃跑 可能会加大昆鹏出手的欲望 因此 他们并不敢轻举妄动 为何 A级魔兽区域中 会有110级的魔兽 赵龙整个人都梦了 他只有83级 若是110级的昆鹏 对他动手 哪怕跟赵龙和周宇联手 也没有活下去的机会 为何我们会被110级的妖兽盯上 姗姗来迟的裴雨烟 没有急着现身 而是暗中观察着一切 昆鹏的等级太高了 就算有290%的全属性增益 他依旧没把握 战胜这头110级的妖兽 静魔之战 对妖兽 都有魔化的痕迹 被称之为魔兽 而眼前的妖兽 一连魔化的痕迹 都没有 在遇到张彪等人时 还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难不成是中立的妖兽 裴雨烟暗暗想着 不过手中的剑 依旧握得很紧 如果昆鹏对张彪等人动手 哪怕自知不敌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救人 队长 你躲在树后面干什么 陆川来到裴雨烟身后 面露怪异之色 小统领 周宇他们 被110级的妖兽盯上了 不过这头妖兽并没有动手 我们千万不要惊扰他 可他在这待一段时间 对周宇等人失去兴趣了 就会自行离开 裴雨烟被吓了一跳 连忙提醒着陆川 忘记做介绍了 这头昆鹏 是我的战宠 陆川摇头一笑 主人 昆鹏见到陆川后 当即震翅而来 乖巧的就像小狗狗一样 这头110级的妖兽 竟然是小统领的战宠 裴雨烟震撼不已 陆川的实力 确实很强 可作为北京军校最强的学生 他依旧觉得 陆川比起自己 还有不小的差距 就算以陆川的成长速度 有朝一日必然会超过他 也不应该如此之快 而陆川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光是战宠 就达到了110级 比他还高15级 在他的感知之中 昆蓬的血脉层次非常高 跟人类SSS 及职业者一样 有着逆境乏上的能力 自己连陆川的战宠 都打不过 更别说战胜陆川了 作为大四的学生 他年纪轻轻 就成为四转职业者 绝对是万众瞩目的存在 可跟陆川比起来 依旧连赢希望都没有 难怪这头110级的妖兽 会跟我们打招呼 原来是小统领的战宠 我们能在短短半个小时 击杀295头钢爪狼 应该跟小统领的战宠 有非常大的关系 张彪和赵龙 皆是双眼发亮 周宇问道 小统领 你是如何让110级昆蓬 任你为主的 陆川笑道 昆蓬是我从 纪灵之战带回来的 纪灵之战 是那个18岁 才能进入的竞争型副本吗 裴雨嫣突然想到了什么 作为大四的学霸 每天都忙得变强 对这些跟自己无关的事情 并不会太过在意 不过 纪灵之战的结果极其惊人 哪怕他没有刻意关注 也听到了些许风声 小统领在 纪灵之战 获得480亿积分 而第二名的徐洛霞 只有4900万积分 完全没法比了 纪灵之战 只持续了三天 而小统领短短三天 就收获了480亿积分 将110级的昆蓬 带回了现实之中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fuansearch.com 我们的队伍 有一头110级的妖兽 再加上小统领 和队长的实力 必然能拿下百孝大笔的魁首 周瑜等人皆是兴奋不已 我准备召唤区域BOSS了 大家多加小心 路川意念一动 五头钢爪狼当场被绞杀 成功击杀300头钢爪狼 区域BOSS声称中 嗷呜 一头庞然如山的钢爪狼 凭空出现 身上的魔纹 比起炎牙猪王更加邪乎 无时无刻都在散发大量的黑气 周围的钢爪狼 在黑气影响下 体型迅速膨胀 全都升到了90级了 鸣昌 钢爪狼王 魔化 等级100 血量 两亿 技能 魔爪撕裂 魔化 魔爪八连剑 远古嚎叫 100级的BOSS 等级比队长还要高 而且 刚找狼王现身之后 黑气变得更加浓郁了 就算周瑜施展了 圣光守护 我们依旧全属性 降低了30% 还好在 河神领域和 圣光战甲的增幅下 我们全属性提升了310% 这30%的全属性降低 根本不算什么 张彪等人 皆是心头一惊 昆鹏 施展 浩海撞击 陆川一声令下 昆鹏的身躯 变得极其沉重 犹如大海横溢而来 在 河神领域 240%的增幅下 昆鹏的伤害非常高 打出了 4000万 得伤害数值 让刚找狼王 损失了20%的生命值 可惜 周瑜只有81级 圣光战甲 70%的全属性增益 在昆鹏身上 直接就失效了 不然昆鹏的伤害量 必然会更高 静魔之战 终 为何会有110级的妖兽 刚找狼王 整个人都梦了 在昆鹏的撞击下 倒退了近千米 才勉强稳住身影 太强了 昆鹏一个技能 就让刚找狼王掉了4000万滴血 张彪在短暂的震撼后 用机枪疯狂扫射 刚找狼王 1万 1万 机枪的攻击频率 本来就高 它施展 活力压制 后 射击速度 还会提升100% 因此 伤害数值浮现的频率非常高 再加上310%的全熟性增益 很快就打出了220万点伤害 作为83级的输出型职业 它能有这个输出量 绝对是非常优秀的 赵龙作为近战法师 输出能力 比起张彪强一些 每次使用技能 都能打出300万点伤害 而裴宇烟作为 SSS 及桃花剑仙 斩天战神的弟子 输出能力更强 每个技能都能打出600万点伤害 并且出剑的速度非常快 不过它的伤害量 跟坤鹏还是没法比的 坤鹏只得到240%的全熟性提升 依旧能一个技能 打出4000万点伤害 路川施展 奈何领域 刚找狼王在受到伤害时 还要受到100%的额外灵魂伤害 坤鹏再度施展 后海撞击 两个4000万 同时浮现而出 疼得刚找狼王呲牙咧咧嘴 40%的血量直接就没了 竟然还有灵魂伤害 这还怎么打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xu.com刚找狼王咆哮着 不顾一切的攻向坤鹏 魔化妖兽 跟狂战士差不多 都是伤势越重战 斗力越强 而坤鹏的北冥护身印 能让所有伤害降低50% 再加上元素化70%的物理伤害免疫 和481的血量 直接就无视了 刚找狼王的攻击 轰隆隆 刚找狼王屑亮剑底后 身躯重重地倒在地上 让整个A级魔兽区域 都颤抖了起来 这么快就进入第二阶段了 连一分钟都不到 如果没有小统领的帮助 我们至少要一个小时 才能将打到第二阶段 裴羽烟等人皆是震撼不已 坤鹏的输出能力太强 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强 而陆川的输出能力更加恐怖 一个奈何领域 就让所有伤害提升了100% 伤害量是所有人的总和 就算没有他们不出手 以陆川和坤鹏的实力 也能迅速将刚找狼王 打到第二阶段 突然间 暗紫色的光柱 映照在刚找狼王的身上 让刚找狼王的魔化程度 越来越高 我要你们死了 刚找狼王进入第二阶段后 全属性提升30% 散发出来的黑雾 也更加浓郁 黑雾的影响更大了 我的全属性 降低了50% 如果没有小统领的帮助 这头100级的刚找狼王 必然非常难打 张彪感慨一句后 继续用机枪 扫射刚找狼王 第二阶段又如何 依旧不是我的对手 昆鹏的实力很强 依旧能碾压刚找狼王 抗最多的伤害 打最高的输出 众人的输出很高 短短两分钟过去 刚找狼王就血量见底了 半紫色的光柱 再度映照在他的身上 好快 短短两分钟 刚找狼王的血量 就再次见底了 第二阶段的 刚找狼王全属性 提升30% 并且 我们全属性降低50% 如果没有小统领的帮助 我们至少要两个多小时 才能击杀第二阶段的 刚找狼王 A级魔兽区域的 BOSS太难打了 没有SSS级职业者领队 根本不可能战胜 张彪等人 皆是震撼不已 再来 刚找狼王苏醒后 再度向昆鹏发动了攻击 第三阶段的他 全属性增益达到了60% 并且 黑雾对众人的影响更大了 也达到了60% 这此消彼长之下 就算有SSS级职业者领队 也很难吃得消 不过 昆鹏作为110级的战众 还有 和神领域 和奈何领域的辅助 就算刚找狼王进入的第三阶段 也不是他的对手 短短三分钟过去 第三阶段的刚找狼王倒地不起 爆出了A级BOSS残骸 刚找狼王有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两亿滴血 加起来便是六亿滴 而我们竟然能在十分钟之内通关 太特么离谱了 我们的实际输出时间 只有六分钟 若不是刚找狼王进入下一阶段 需要一定时间 我们的通关速度必然会更快 众人皆是兴奋不已 陆川和昆鹏太强了 一人一兽的输出 是另外四人的60倍 如果没有陆川和昆鹏的帮助 他们必然要经历一场苦战 最起码要八个多小时 才能彻底击杀刚找狼王 狼王死了 这特么才过去久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昆鹏.com 刚当支援过来的刚找狼 全都猛了 不过作为魔化妖兽 每一个都犹如死士一般 哪怕自知不敌 也依旧会杀向裴玉烟等人 找死 裴玉烟随手一剑 便将这些刚找狼仔了 收获了五分A级魔兽残骸 提示 当前区域的BOSS生成任务 将在明天刷新 明天刷新 若想击杀更多的区域BOSS 得前往其他A级魔兽区域才行 陆川在这片区域待了四十多分钟 暗流涌动 早就将另外九个A级魔兽区域打通了 接下来 众人在另外九个A级魔兽区域刷怪 跟A级刚找狼区域一样 生成区域BOSS的条件 都是击败三百头区域妖兽 而众人通关另外九个A级魔兽区域的时间 跟A级刚找狼区域差不多 都是四十分钟一个 效率非常惊人 六小时过去 十个A级魔兽区域都被陆川等人刷完了 收获了十份A级BOSS残骸 三千一百份A级魔兽残骸 爽 太特么爽了 小统领的刷怪能力和跑图能力都如此之强 静魔之战的魁首必然是我们 而且是断崖式的领先 十个A级魔兽区域相隔甚远 想要全部走一遍 至少需要十个小时 若是在路上遇到了阻碍 时间必然会变得更长 众人皆是兴奋不已 根据他们的判断 A级区域BOSS只有SSS级职业者才能击杀 并且需要大量的时间 其他队伍就算有SSS级职业者领队 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击杀第二头A级区域BOSS 而他们在路川的帮助下 直接将石头A级区域BOSS刷完了 裴羽烟到C级BOSS残骸的气息 比起A级魔兽残骸要强得多 我们是继续在A级魔兽区域刷小怪 还是前往B级魔兽区域刷B级区域BOSS 话音高默 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路川 路川的实力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和认可 哪怕队长之位在裴羽烟身上 依旧成了主星骨 我觉得刷B级区域BOSS好一点 A级魔兽会不断刷星 而B级区域BOSS只能刷一次 路川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好 众人点了点头 开始在B级魔兽区域刷怪 不断击杀B级区域BOSS 五小时过去 众人收获了十份B级BOSS残骸 三千五百份B级魔兽残骸 夜晚将至 净化石像即将面临第一次挑战 请各位参赛选手 尽快来到净化石像的身边 助净化石像渡过难关 提示 若是净化石像被摧毁 将会直接出局 第一次挑战要开始了 不过以暗流涌动的传送速度 还能在外面多刷一回 路川没有急着回去 依旧在刷怪 A级黄金像区域 陈修骑着展翅如云的巨龙 正在其中刷怪 巨龙的实力非常强 大嘴一张 犹如火扇喷发一般 这些皮操肉厚的黄金像 连一秒都撑不住 通通化作了 A级魔兽残骸 击杀三百头黄金像 将会生成区域BOSS 当前进度为20% 玄幻书格 HTTPS 都需要大量的时间 而时间太过紧迫 第一次挑战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以我的实力 和跑途能力 根本无法通关两个 A级魔兽区域 陈修愧然一探 只能骑着巨龙 向自己的进化实相赶去 队长 这应该跟 静魔之战的难度有关 同为SSS级的职业者 你的实力 应该跟欧阳修和裴宇燕差不多 我们只能通关一个 A级魔兽区域 裴宇燕和欧阳修的队伍 应该也一样 队友们很是轻松 对第一次挑战的排名 很是期待 他们出自个大名校 实力都非常强 如果陈修的队友 只能找野鸡大学的同学 纯粹就是一个 SSS级强者 带四个累赘 因此 教育界的人 允许他跟其他学校的人组队 希望如此 陈修崛起微幕 哪怕成长的速度非常快 也依旧非常谨慎 御龙师确实是非常高的职业 召唤出来的巨龙 跟他等级同享 都达到了91级 相当于他的队伍中 有两位91级的高端战力 可他成为SSS级职业的时间 比起裴宇燕和欧阳修要短一些 唯有争分夺秒 才有可能夺得 静魔之战的魁首 回到出生点后 进化石像爆发出 无比神圣的光辉 陈修收集到的 魔兽残骸 当即如冰雪般消融 并且 他的积分在蹭蹭地往上涨 陈修作为SSS级的御龙师 队友都是个大名校的顶尖高手 今日的收获高达61万分 62万分 我们应该能成为 静魔之战的魁首 队友们皆是兴奋不已 连忙将目光看向排行榜 第一名 欧阳修小队 积分 64万 第二名 陈修小队 积分 62万 第三名 五行小队 积分 58万 陈修到 第一名的欧阳修小队 竟然有64万分 看来 我们得更加努力才行 2万分的差距并不难追赶 他依旧有夺得魁首的可能 突然间 裴羽燕小队的积分 正以做火箭的速度 疯狂暴涨 转瞬间就达到80万分 超越了第一名的欧阳修 这是什么情况 陈修微微一惊 裴羽燕小队的积分 还在暴涨着 没有任何停滞的迹象 200万分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xhuge.com 400万分 当积分接近600万时 才逐渐停下来 第一名 裴羽燕小队 积分 620 0000 620万分 这怎么可能 陈修整个人的梦吗 如此高的积分 正好是他的十倍 同为SSS级的职业者 他跟裴羽燕的差距 不应该如此之大 而且 他一路杀到 A级魔兽区域 在路上 还通关了一个 B级魔兽区域 和一个 C级魔兽区域 已经把10%的魔兽区域刷完了 可即便如此 他也只有62万分 而裴羽燕小队的积分 刚好是他的十倍 难不成裴羽燕小队 将禁魔之战 所有的魔兽区域都通关了 不可能 大家都是大四的学上 都是SSS级的职业者 裴羽燕的队伍 怎么可能将所有魔兽区域都刷一遍 哪怕都没有阻碍 光是赶路 也要十小时 而且想完成通关 得击败300头区域魔兽 再击败100级的区域boss 如此离谱的通关速度 和跑图能力 就算是无转的职业者 也做不到 而且 百校大比 存在年龄限制 超过大四 或者留过级的人 都不可能参加百校大比 大家都是同龄人 裴羽燕的队伍 不可能有五传的职业者 欧阳修小队的出生点 这陈秀有点东西 比起我们只差两万 至于五行小队 根本就不足为虑 想要召唤区域boss 必须要击杀300头区域妖兽 而他们分头行动时 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 在刷小怪的速度上 比起我们差远了 直接落后六万积分 看着排行榜 欧阳岳很是得意 裴羽燕 你作为SSS 及桃花剑仙 斩天战神的弟子 确实有资格跟我一较高地 可偏偏你的队伍中 有一位大一的累赘 此次静魔之战的魁首 必然是我 欧阳修愧然一叹 觉得自己赢得不光彩 裴羽燕成也斩天战神 败也斩天战神 若不是跟斩天战神 有如此紧密的关系 裴羽燕绝对不可能 跟陆川组队 突然间 裴羽燕小队 对积分开始暴涨 转瞬间便超过了他 达到了620万分 如此惊人的转变 直接让他傻眼了 620万分 比我多一个零 这怎么可能 哥 你在瞎说什么 别吓我 欧阳岳看向排行榜 同样被吓到了 难不成他把所有的魔兽区域 都刷了一遍 欧阳修道 不可能 我作为SSS级的龙穴拳尸 而你是SS级的龙穴牧师 当我们联手时 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可我们击杀A 及区域BOSS的时间 依旧得5个小时 就算裴羽燕小队的实力 跟我们一样强 能5个小时 就击杀一头A 及区域BOSS 也得50个小时才能完成 短短一天的时间 怎么可能 有如何高的积分 欧阳岳点了点头 哥哥说的对 光是击杀一头A 及区域BOSS 就要5个小时 而且A 及区域BOSS 并不是直接生成的 还得刷300头 区域魔兽才行 再加上赶路的时间 裴羽燕小队再怎么强 也不应该有如此高的积分 听着两兄妹的话 另外三个队友 也纷纷开口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search.com 可是裴羽燕的队伍 就是有620万分 这找谁说理去 难不成裴羽燕小队 刚到静魔之战 就找到了BOSS 陆川曾在 寄灵之战 得到了480亿积分 而第二名的徐洛霞 只有4900万积分 似乎就是用BOSS 卡出来的 不然同为战神之后 陆川的职业 还是C级的核神 凭什么领先 徐洛霞如此多积分 BOSS只出现一次是巧合 可连续出现两次 就不一定是巧合了 难不成陆川真的很强 现在的积分 寄灵之战的积分 都是凭本身弄出来的 欧阳月比一道 王铁 你说都是些什么 陆川是大一的新生 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若不是提前高考 再加上北京军校 提前开学 陆川连大一新生都不是 仅仅是个高考生 如此短的时间 就算是神仙转世 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本事 王铁反驳道 可一个人的运气再怎么好 也不可能连续卡两个BUG 而且每个BUG 都有如此大的收获 完全不符合常理 王铁说得对 可欧阳月说的也有道理 众人面面相觑 不知该认同谁的说法 欧阳修臣撕骗课后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可能跟斩天战神有关 斩天战神 作为华夏的最强者 必然掌握着 不为人知的大手段 而这个手段 能让副本出现BUG 让陆川 获得非常多的好处 欧阳月惊呆了 如此逆天的东西 真的会存在吗 而且 还被斩天战神 交给了陆川 让其带入 禁魔之战中 可思来想去 这种可能性 真的非常大 裴与烟小队的出生点 欧阳修当 真是厉害 如果没有小统领的帮助 我未必能夺得 百效大比的魁首 裴与烟微微一笑 他现在的积分 高达620 0000 差一点 就是欧阳修小队的十倍了 如此大的优势 欧阳修拿什么来反超自己 此次百效大比的魁首 必然是稳了 而且 在620 0000 0000积分的滋养下 净化石像 发生了极大的蜕变 他的优势 可不仅仅是积分上的领先 明昌 净化石像 积分 620 0000 绑定队伍 裴与烟小队 技能 净化 等级反馈 净化光环 净化 净化魔兽残骸 从而获得积分 等级反馈 净化石像的等级 会等量 反馈给绑定队伍 净化光环 受到魔物侵蚀时 全属性提升60% 在净化石像的等级反馈下 我的等级达到了121 不过依旧是三转职业者 四维属性 只得到的量变 而不是质变 陆川细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这种属性暴涨的感觉 非常爽 一旁的坤鹏 同样得到了 净化石像的等级反馈 达到了141级 我们的等级 都提升了31级 再加上 净化光环的全属性增益 必然能轻而易举的 守护净化石像 完成第一次 玄幻书格 https 3w. sienhwanshuge.com 赵龙等人 皆是兴奋无比 第一次挑战正式开始 净化石像 将迎来魔兽的第一次报复 紧接着 一头A级区域BOSS 显化而出 正是刚找狼王 在刚找狼王的身旁 还有一头B级区域BOSS 和C级区域BOSS 三头区域BOSS 都有300头区域魔兽跟随 毫不犹豫地 对净化石像发起冲锋 在黑夜影响下 他们的魔化程度更加严重 全属性和攻击性 都提升了30% 看我的 赵龙的身躯 有10颗雷球环绕 犹如猛虎般扑杀而出 他现在的等级 高达114 再加上 和神领域 和圣光战甲的增益 全属性提升了310% 自然想大展拳脚 而且 区域BOSS的魔化程度很高 能触发净化光环 60%的全属性提升 刚好跟魔物侵蚀的 全属性降低抵消了 他本来就是 北京军校的顶尖学生 再加上等级上的优势 自然能应对最强的 刚找狼王 可恶 刚找狼王咆哮着 打算先将拦路的赵龙解决掉 他今早才跟赵龙交锋过 比起昆蓬毛 都算不上一根 可这样的角色 在进化10项的反馈下 已经能跟他一较高低了 陆川等人 究竟击杀了多少头魔兽 为何进化10项 会有如此惊人的蜕变 就连最强的刚找狼王 都打得如此狼狈 另外两个B级和C级区域BOSS 自然是不好受 一下子就被张彪 打入了第二阶段 完全就是碾压 赢得太轻松了 跟送魔兽残骸 没有任何的区别 区域BOSS和区域魔兽 全部暴毙后 众人乐呵呵地 捡起了魔兽残骸 成功抵挡魔兽的 第一次暴覆 可做出以下选择 1.完成第一次挑战 2.迎接魔兽终极的暴覆 同时应对9头A 及区域BOSS 9头B及区域BOSS 9头C及区域BOSS 选项2的难度太大了 竟然要我们同时应对 27头区域BOSS 而且这27头区域BOSS 应该跟刚刚三头一样 还自带300头区域妖兽 赵龙和张彪 皆是愣住了 只要完成了 禁魔之战的最高难度 就相当于将所有击杀的魔兽 重新击杀一样 将获得海量的积分 只不过27头区域BOSS 一起出现 风险真的太大了 如果进化石像 被其中一个BOSS摧毁 他们就会直接出局 所有的优势 都会荡然无存 小统领 我们选哪个 裴羽烟将目光看向陆川 陆川的地位极高 再加上 实力是众人之中最强的 哪怕他身为队长 也依旧对陆川言听计从 当然是选二 陆川没有任何的犹豫 陆军灵 见到圣体 非常厉害 能同时装备10个剑类武器 并且 剑类武器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全都提升50% 当获得10把神剑时 属性加成是非常惊人的 能让陆军灵的属性 远超同镜 如此强大的被动技能 并非SSS级 九剑仙自带的 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竞争性副本 蜕变出来的 陆军灵的实力极强 大二就参加百笑大别 大三 大四接着参加 总共参加了三次 这三次的百笑大别 每一次都让 剑到圣体 发生蜕变 让陆军灵的实力和潜力 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因此 禁魔之战的积分 自然是越高越好 能让他得到非常厉害的被动技能 而且 以他和昆鹏的实力 就算27头区域BOSS联手 也能在保护好 净化10项的情况下 将其通通弄死 小统领 我们现在的等级 确实是很高 可同时应对27头区域BOSS 风险真的太大了 确实 27头区域BOSS 和8100头区域魔兽 同样发起进攻 真的太乱了 玄幻输格 https 3w.shinhuanshuge.com 而且每个区域BOSS 都有三个阶段 万一在疏忽之下 净化10项被破坏 我们所有的优势 都会荡然无存 小统领 我们的收获足够大了 没必要冒这样的风险 张彪等人 纷纷劝说了起来 不必惊慌 净化10项的等级反馈 我的坤鹏 同样能享受得到了 陆川话音刚落 坤鹏将142级的气息 释放了出来 142级的战宠 没想到 坤鹏也能享受到 净化10项的等级反馈 坤鹏的实力 本来就强 在小统领的辅助下 能轻而易举地 调打A级区域BOSS 如今升到了142级 实力必然变得更高 就算同时应对 27头区域BOSS 也有很大概率完成挑战 众人皆是兴奋不已 静魔之战的积分越高 他们的好处也会越多 自然希望陆川击杀 更多的魔兽 没有意义 我就选2了 裴雨嫣作为队长 净化10项 都跟其一模一样 最终的决策权 自然在他身上 紧接着 27头区域BOSS 同时出现 还有8100头区域魔兽 真是自大 竟然选择魔兽的全面报复 是活腻了吗 同时 应对27头区域BOSS 不管你们的实力有多强 我们也必然能催化 净化10项 区域BOSS们皆是笑了起来 只要将净化10项击碎后 陆川等人会被淘汰 成功报仇雪恨 不过人数优势如此之大 完全可以 将陆川等人全部弄死后 再将净化10项击碎 坤鹏使用 北明赴天诀 陆川一声令下 坤鹏爆发出 无比璀璨的神光 浩浩荡荡的北明之水 犹如海啸一般 瞬间将27头区域BOSS淹没 这些北明之水 每一滴都极其沉重 27头区域BOSS 庞佛身处绞肉机制中 每一寸血肉 都承受着剧烈的痛苦 再加上 奈何领域100%的额外灵魂伤害 它们血量一下子就见底了 并且 北明赴天诀的范围 还非常大 那8100头区域魔兽 转瞬间就暴毙了 化作一份又一份的魔兽残骸 太离谱了 昆鹏一个技能 就将27个区域BOSS 达到了第二阶段 而且 8100头区域魔兽也没了 在声势浩大的 北明赴天诀面前 渺小的犹如蝼蚁一般 裴羽烟等人 全都目瞪口呆 以他们的势力 别说对付27头区域BOSS 就算同时面对8100头区域魔兽 也必然会手忙脚乱 8100的规模太大了 就犹如军队一样 就算在进化十项的反馈下 它们都有等级优势 可面对8100头区域魔兽的冲击 能自保就不错了 很难在混乱之中 将进化十项保护好 而陆川和昆鹏联手 不仅一招将27头区域BOSS 打到第二阶段 还顺便将8100头区域魔兽秒了 这特么是大一新生能做到的事情 如果让他们 来面对北明赴天诀 必然会全军覆没 嗡嗡嗡 九道暗紫色的光柱 腾无而来 分别映照在9头A级区域BOSS的身上 一分钟过去 27头区域BOSS 全都进入了第二阶段 全属性提升了30% 什么情况 我们27头区域BOSS联手 竟然被一招秒了 昆鹏的实力太强了 刚刚的技能威力大就算了 范围还如此之广 这还怎么打 血黄色的河水 也极其诡异 我们身处其中所有伤害 都会增加100% 而且全部都是灵魂伤害 疼得我魂都要飞了 27头区域BOSS 全都惊恐无比 昆鹏输出能力太强了 再加上 奈何领域100%的额外灵魂伤害 有两亿滴血 也依旧被一招秒了 这血黄色的河水很诡异 我们得尽快摆脱出去 如果我们27头BOSS联手 也依旧让他们完成挑战 必然会被其他BOSS耻笑 昆鹏的实力确实很强 还好我们的获胜方式 并不是战胜昆鹏和这五个人类 只要将他们的进化石像毁掉就行了 等会我们将昆鹏拖住 让8100头魔兽 同时对进化石像发起进攻 只要有一头魔兽 接近进化石像 我们就赢了 说得对 他们只有五人一兽 而我们足足有8127兽 凭借着如此大的数量优势 必然能毁掉进化石像 A级黄金巷王 准备使唤自己的小弟 可当扭过头后 整个人都愣住了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血淋淋的魔兽残骸 根本没有一个活物 我们的手下全都死了 A级黄金巷王 瞳孔巨战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广seuge.com 怎么可能 其他区域BOSS 纷纷扭过头去 可看到遍地的魔兽残骸后 又不得不认清这个现实 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的时间 只有一分钟 难不成他们短短一分钟 就叫我们所有的手下杀了 区域BOSS们全都猛了 坤鹏的实力 强得让人绝望 不必惊慌 坤鹏的 北冥富天爵 应该只能用一次 属于消耗极大的大招 我们还有赢的机会 A级黄金巷王 在稳定军心 可他话音刚落 坤鹏的第二发 北冥富天爵 便到了 而且 威力比起低发 丝毫不差 卧槽 威力和范围 都这么大的技能 坤鹏竟然还能用第二次 而且 血黄色的河水 追得太紧了 就算我高达100级 也无法将其甩掉 27头区域BOSS 再次被 北冥富天爵 淹没 九道暗紫色的光柱 再次映照在 九头A级区域BOSS的身上 小统领和坤鹏的实力太强了 我们连出手的机会 都没有 一个大一新生 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 碾压27头区域BOSS 顺庙8100头区域魔兽 若是这个消息 被其他国家知道了 华夏和小统领 必然会成为众矢之地 裴羽烟等人 震撼无比 还好陆川是华夏的人 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天才 他们光是想想 就觉得可怕 过分了 威力这么强 范围这么大的技能 你竟然还能用第二次 别慌 昆鹏能用出第二次 不一定能用出第三次 只要我们合力攻向 进化石像 依旧有赢的希望 进入第三阶段 27头区域BOSS的全属性 增幅达到60% 一起施展 魔化 后 全属性增幅 直接达到100% 紧接着 他们一起用出最强的技能 同时攻向进化石像 去BOSS进入第三阶段后 会有60%的全属性增幅 施展 魔化 全属性增幅 直接达到了100% 如今一起用出最强的技能 同时攻向进化石像 小统领和昆鹏 该如何挡下来的 裴羽烟等人 皆是紧张了起来 他们都不是防御型职业 而且以他们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挡下 27头区域BOSS的最强一击 若是硬着头皮去抵挡 跟躺臂挡车 没有任何区别 只会白白送死 挑战最高难度 终究是太冒险了 若是稳扎稳打 我们必然能有更大的收获 裴羽烟摇头一笑 觉得有些可惜 昆鹏 使用北明护身印 挡下他们的攻击 陆川发号施令的同时 还对昆鹏施展了 元素化 让其免疫70%的物理伤害 而昆鹏的 北明护身印 能让所有伤害免疫50% 并且让伤害来源 降低60%的攻击速度 行动速度和施法速度 如果对手没有破免型的技能 昆鹏能直接无视所有物理伤害 再加上昆鹏的血量 本就高达480亿 升到141级后 血量更是达到800亿 如此强的防御手段 和百亿级别的血量 挡住27头区域BOSS的最强一击 必然不是问题 人类 你的昆鹏 确实是皮糙肉厚 在单挑的时候 我根本无法伤到他 可同时面对27头BOSS的权力一击 你的昆鹏 还能撑得住吗 A级黄金巷王 冷冷一笑 而昆鹏依旧是不闪不闭 在体型放大之后 犹如城墙一般 将进化石像 护得死死的 这下该怎么办 昆鹏的实力 确实是强 不过27头BOSS的权力一击 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扛下来的 风险太大了 可是27头区域BOSS的目标是 进化石像 如果不将这些技能挡下 我们必然会被淘汰掉 这是BOSS们的阳谋 裴宇燕等人心急如焚 周宇作为辅助型职业 想要全力以赴地帮助昆鹏 可昆鹏的等级 比起他高太多了 百分比的增幅技能 全部都是失效 只能施展普通的防御型技能 而普通的防御型技能 在这种规模的大战中 完全就是杯水车星 轰隆隆 27头区域BOSS的权力一击 同时落下 方圆万里都颤动了起来 犹如地震一般 而昆鹏 依旧如城墙一般 互在净化十项身前 身上的轻伤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你竟然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 27头区域BOSS全都猛了 他们的权力一击 竟然连重伤昆鹏都做不到 而且在北明护身硬的影响下 他们的身躯覆盖上一层寒霜 施法速度 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全都降低60% 玄幻输格HTTPS 3W.xuansewge.com 接下来 无论是进攻还是躲闪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就这 昆鹏冷冷一笑 再度施展 北明赴天爵 27头BOSS的权力一击 确实很强 可在元素化 北明护身硬 和800亿的血量面前 根本就不算什么 卧槽 昆鹏不仅抗下了 我们的权力一击 还用出了第三发 北明赴天爵 27头区域BOSS 全都惊恐无比 北明赴天爵 的范围本来就大 被北明护身硬 降低60%的移动速度后 他们连躲闪的希望 都没有 瞬间就被淹没了 在北明之水的碾压下 他们很快 就变成了27份BOSS残骸 成功完成魔兽们的 终极报复 等到其他人 完成挑战后 将发放排名奖励 小统领 凭借着一己之力 战胜了27头区域BOSS 和8100头区域魔兽 太逆天了 昆鹏跟小统领一样 都是输出能力 和防御能力 都非常顶尖的存在 裴雨烟等人 皆是震撼无比 他们一点忙 都没帮上 陆川和昆鹏 就完成了 不可能完成的终极挑战 整整27头区域BOSS 和8100头区域魔兽 就算欧阳修小队 五行小队 和陈修小队联手 也不能将进化 十项守住 而陆川之身一人 就完成了 并且击杀27头区域BOSS之后 昆鹏只是受了点轻伤 陆川还是毫发无损的状态 27头区域BOSS的权力一击 都只能让昆鹏受轻伤 若想将昆鹏击杀 那得多么惊人的伤害量 才能做到 在同一层次中 昆鹏和陆川 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此战的收获很大 小统领帮我们击杀 27头区域BOSS 和8100头区域魔兽 这收集BOSS残骸 和魔兽残骸的事情 就由我们来吧 陈俞烟一声令下 众人立马行动了起来 这些魔兽残骸 和BOSS残骸 全都血淋淋的 确实是很恶心 可以想到这些脏东西 能变成积分 让此次 禁魔之战的收获 变得更大 众人 赴天绝的消耗太大了 一连施展三次后 就连昆鹏都累了 陆川抚摸了一下 昆鹏的脑袋 让其很是享受 他并没有让人 恢复法力值的手段 不过以昆鹏的恢复能力 只需休息一个小时 法力值就满了 对于第二天的刷怪 没有任何影响 裴雨烟 为何你们的出生点 会有如此多的魔兽残骸 突然间 寒天现身了 他看着遍地的魔兽残骸 羡慕得双眼发亮 大家都是北京军校的学生 刚刚那一战的动静极大 为了不被波及到 他特意来探查了一下 结果刚刚过来 就看到了堆积如山的魔兽残骸 若是将这些魔兽残骸都净化了 必然能收获非常多的积分 寒天 这些都是我们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乱来 大家都是北京军校的学生 我可不想内讧 裴雨烟警告一句后 目光死死地盯着寒天 这一战的收获太大 30份BOSS残骸和9000份魔兽残骸 跟现实世界的金山银山 没有任何的区别 若是被定力差的人看到了 必然会失去理智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荒anshuge.com 哪怕寒天跟他一样 都是北京军校的学生 他依旧会防疫手 裴雨烟 我们都是同学 我自然不会抢你们的东西 我只是想知道 你们是如何得到这么多魔兽残骸的 寒天不傻 自然不会跟裴雨烟为敌 裴雨烟的实力 本就比他强 在刚刚的大战之中 还完全没有出手的机会 正处于全胜状态 贸然对这位SSS及桃花剑仙出手 必然会吃大亏 甚至是提前处局 这些都是小统领平实力弄来的 裴雨烟如实说着 寒天笑道 裴雨烟 你就别说笑了 你作为队伍中的最强者 能在全胜状态下 收获入如此多的魔兽残骸 和BOSS残骸 必然是发现了 禁魔之战的Bug 大家同为北京军校的学生 只要你将Bug告诉我 我队伍必然能成为 禁魔之战的第二名 碾压陈修小队 欧阳修小队和五行小队 到时候 我北京军校独占第一和第二 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北京军校的队伍 出生点都极其接近 完全可以互相扶持 甚至我们北京军校 霸占此次禁魔之战的前50 都是有可能的 只不过Bug被这么多人利用 被天道修复的风险会非常大 十大名校的保送名额 只有四个队伍 不过百校大比 有390只队伍 能无视学校的名额限制 纯粹以自身实力来争取 而北京军校 作为十大名校之一 能在其中读书的 都是同龄人的佼佼者 再加上优质的教学资源 参加近魔之战的队伍 多达54只 若是都能利用着Bug 必然能霸占近魔之战的榜单 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培育烟道 寒天 你的想法确实很好 不过这些魔兽残骸 都是小童领平实力刷出来的 跟Bug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了Bug 看在同校的份上 必然会告诉你 真是可惜 我还以为你们掌握了Bug 寒天心口不一 并不相信裴羽燕的话 可裴羽燕不愿说 她就算强行逼问 也是毫无意义的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离开 让大家都体面些 她回到出生点后 另外四个队友 立马就赢了过去 队长 刚刚的动静是怎么回事 裴羽燕的出生点 似乎就在这个方向 裴羽燕的队伍优势极大 积分远超第二名的欧阳修小队 如果裴羽燕小队被淘汰了 我们北京军校就无法夺得魁首了 进化石像在绑定队伍后 会变化成队长的样子 因此他们都知道 裴羽燕的出生点就在隔壁 放心吧 裴羽燕他们好得很 而且优势会变得更大 寒天摇头一笑 有些后悔了 她是北京军校的第二强者 如果不跟裴羽燕竞争选拔赛的第一 必然能加入裴羽燕的队伍 享受到Kabug的快乐 张二和问道 究竟怎么回事 为何刚刚的大动静 会让裴羽燕小队的优势变得更大 他们找到了 静魔之战 The Bug 我过去的时候 遍地都是魔兽残骸和Boss残骸 其中还有十个是A级Boss残骸 若是将这些残骸都进化了 至少能得到500多万分 若是我们得到500多万分 必然能免压第二名的欧阳修小队 只可惜 裴羽燕是我们的同学 我们不可能在百孝大比中内斗 而且 以陆川和裴羽燕的实力 就算他们是其他学校的 我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无法将这些魔兽残骸占为己有 寒天溃然一探 裴羽燕和陆川本来就强 再加上Boss必然能碾压其他队伍 实现断崖式的领先 张二和问道 队长 同为北京军校的学生 说不定裴羽燕会将Boss告诉我们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乎anshuge.com 你过去探查情况的时候 有没有尝试过 寒天道 尝试过了 他们并不打算告诉我 Boss使用的次数越多 被天道修复的可能性变越多 可能他们想获得更多的积分 建立更大的优势 对于裴羽燕的做法 他完全理解的 并不会因此心生不满 同学并不是多么亲近的身份 别人凭本事 找到了Bug 又不欠自己什么 自私一点 是完全没问题的 所有人已完成第一次挑战 即将发放今日的排名奖励 第一名 裴羽燕小队 积分 1208 3000战绩 击杀石头A及区域Boss 石头B及区域Boss 石头C及区域Boss 3000头A及区域魔兽 3000头B及区域魔兽 3000头C及区域魔兽 通关速度 16分钟27秒 评分 SSS 奖励 100万积分 第二名 欧阳修小队 积分 10101300 战绩 击杀一头A及区域Boss 两头B及区域Boss 一头C及区域Boss 通关速度 6小时58分 评分 SSS 奖励 80万积分 第三名 陈修小队 积分 96300 战绩 击杀一头A及区域Boss 一头B及区域Boss 一头C及区域Boss 通关速度 6小时34分 评分 SSS 奖励 70万积分 第四名 五行小队 积分 92300 评分 SSS 奖励 60万积分 排名公布后 所有人都得到非常丰厚的奖励 哪怕是店底的队伍 也有安慰奖 只不过跟第一名的奖励比起来 连根毛都算不上 裴与颜小队的战绩 是怎么回事 明明是进化10项的第一次挑战 竟然将所有区域的Boss都刷了一遍 还击杀了9000头区域魔兽 而且所用的时间太短了 击杀30头区域Boss和9000头区域魔兽 只用了16分钟 这个数据太不正常了 应该跟队长所说的Bug有关 不然裴与颜小队 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 击杀如此多的区域Boss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了 整整30头区域Boss 就算是前四的队伍一起应对 也不可能互助进化10项 张二和等人全都震撼不已 第一名的奖励太丰厚了 整整100万积分 应该得击杀两头A及区域Boss 才能得到这么多积分 寒天羡慕不已 玄幻书格https 3w.xhwanshuge.coma及区域Boss 唯有SSS及职业者领队 才能十拿九稳的击杀 除此之外 唯有配合极好的五行小队 才能在没有SSS及职业者的情况下 击杀A及区域Boss 因此 他的队伍并没有击杀A及区域Boss 在第一次挑战中 只能击杀一头C及区域Boss 和五头B及区域Boss 在第一次挑战的积分获取上 跟前四的队伍根本就没法比 若是裴羽燕将 禁魔之战的Bog告诉我 这二名的80万积分 就是我的了 他觉得很是可惜 五行小队的出生点 太可惜了 生成区域Boss的前提是 击杀300头区域魔兽 而我们得联手 才能发挥出全部实力 一旦分头行动 就无法跟裴羽燕 和欧阳修的队伍相提并论 不然以我们的实力 必然是第二名 五行小队的人 很是不服 他们有五胞胎组进而成 分别叫胡金 胡木 胡水 胡火 胡图 还好第一次挑战的难度 跟白天击杀的魔兽有关 并且 不同区域的魔兽 最多出现300头 不然以我们的刷怪能力 必然会落后 其他队伍更多的积分 胡金摇了摇头 在规则的限制下 他感觉以SS级之身 力压一种SS级的计划 多半是行不通了 第一次挑战的难度 确实跟白天击杀的魔兽有关 只不过裴羽烟小队的战绩太异常了 A级 B级和C级的魔兽区域 都只有10个 而他们在第一次挑战时 击杀了30头区域BOSS 难不成他们在白天的时候 将所有区域都刷通关了 胡木很是疑惑 在挑战开始之前 裴羽烟小队的积分 就达到了620 0000 确实得将所有区域都刷通关 才有可能做到 可A级区域BOSS的血量极高 足足有2亿滴血 再加上三个阶段 得造成6亿才能击杀 哪怕是我们 也得6-7个小时 才能击杀A级区域BOSS 短短一天的时间 裴羽烟小队 怎么可能将所有区域BOSS都击杀掉 而且 赶路需要时间 满足区域BOSS的生成条件 也需要时间 这么计算下来 时间就更加不够 五行小队的人 面面相去 他们是大四中的佼佼者 夺得百孝大笔魁首的热门人选之一 大家都是大四的学生 裴羽烟的队伍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比他们强这么多 而且 裴羽烟的队伍之中 还有一位大一的新生 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如此短的时间 就算是当年的斩天战神 也无法升到三十 更别说在一群大四的学生中 发光发热了 陈修小队的出生点 太离谱了 仅仅一天的时间 裴羽烟小队 就达到了1308万3000分 第二名的欧阳修小队 只有901300分 而裴羽烟小队 领先了12181700分 就算裴羽烟小队 休息一天 其他队伍也不可能夺得 禁魔之战的魁首 这优势真的太大了 陈修的队友 皆是震撼不已 第一次挑战的排名奖励 对于他们是无比巨大提升 甚至他们的总积分 都没有第三名的排名奖励多 而裴羽烟小队 作为第一名 明明奖励是最丰厚的 可在八位数的总积分面前 这七位数的排名奖励 连让积分提升百分之十的做不到 第一次挑战的难度 跟白天所击杀的魔兽有关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huanshuge.com 而裴羽烟小队 能在第一次挑战时 将所有区域boss都击杀一遍 很有可能将所有魔兽区域都通关 可如此惊世骇俗的事情 真的是大四的学生能做到吗 就算是无转职业者组建而成的队伍 也不可能完成如等壮举 陈修整个人都愣住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且在第一次挑战中 裴羽烟小队 只用16分钟 就击杀30头区域boss 和9000头区域魔兽 这难度 比一天通关所有魔兽区域还要大 光是想想就令人绝望 他击杀一头A级区域boss 就得6-7个小时才能完成 而裴羽烟小队 16分钟 就击杀30头区域boss 同为大四的学生 队伍中 都有SSS级的职业者 为何自己的队伍 会跟裴羽烟的队伍 有如此大的差距 而且不仅仅是他 就连欧阳修小队 和五行小队 也跟裴羽烟小队 有无比巨大的差距 这差距大到让人心生绝望 根本就无力追赶 裴羽烟小队的出生点 第一名的排名 奖励有100万积分 相当于进化了两份 A级boss残骸 这排名奖励太丰厚了 比很多队伍的总积分还要高 若不是小统领 神通广大 我们现在积分 应该跟欧阳修小队差不多 根本不可能断崖式的领先 裴羽烟等人皆是欣喜无比 陆川只身一人的贡献 比他们四个人加起来还要大 甚至在打boss的时候 他们出不出手都没关系 并不能让击杀速度快多少 他们最大的用处 就是在分头行动的时候 刷小怪 尽快满足区域boss的生成条件 不过张彪和赵龙 只有在和神领域 240%的全属性增幅下 才能秒杀A级区域的魔兽 若不是陆川的辅助能力强 他们连小怪都刷不快 明昌 净化石像 积分 1308 3000等级 66 绑定队伍 培育烟小队 技能 净化 等级反馈 净化光环 净化 净化魔兽残骸 从而获得积分 等级反馈 净化石像的等级 会等量反馈给绑定队伍 净化光环 受到魔物侵蚀时 全属性提升160% 得到1308 3000积分后 净化石像升到了66级 在他的等级反馈下 我的等级达到了156 坤鹏的等级达到了176 在属性上 得到了无比巨大的提升 而且在 静魔之战中 魔物的侵蚀 无处不在 只要离开出生点 必然会享受到 净化光环的增益 全属性提升160% 鲁川捏了捏拳套 细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有了如此惊人的等级优势 接下来的战斗 必然会更加轻松 小统领 我觉得队长之位能者居之 而你是队伍中最强的存在 我想将队长之位让给你 裴宇燕一脸认真地说着 卧槽 队长竟然要让出队长之位 听着裴宇燕的话 周瑜等人很是惊讶 在 静魔之战的排行榜中 只会显示队长的名字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eelch.com 因此队长绝对是 静魔之战最威风的存在 尤其是排名靠前的队长 而裴宇燕将队长之位让出 陆川的名字 必然会出现在排行榜上 被所有参赛选手铭记 队长往往是队伍中的最强者 或者是队伍中的领头人 而陆川不仅实力强 还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小统领 具备极强的领导能力 哪怕裴宇燕是北京军校最强的学生 也依旧在实力和领导能力上 输给了小统领 周瑜在短暂地思考后 明白了裴宇燕的做法 对于队长而言 队友太过耀眼了 并不是一件好事 当两人的意见出现分歧时 其他队友不知道该听谁的 会当场乱套 而且在禁魔之战中 裴宇燕一直都在听陆川的话 队长之位早就名存实亡了 还不如直接让出去 念及于此 他当即附和道 小统领 你就答应吧 你的实力是队伍中最强的 贡献也是队伍中最大的 名利是大一的新生 却能让我们四个大四的学生躺赢 这队长之位非你莫属 陆川摇了摇头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必了 现在的进化实相挺好看的 没必要换 进化实相的气质 太过圣洁 就像无欲无求一般 他可不想进化实相 变成自己的样子 而且 裴宇燕作为北京军校的校花 长相和身材都极其出众的 就犹如月宫仙子一般 进化实相 变成裴宇燕的样子 绝对是非常养眼的事情 而且队长之位 并不会让 禁魔之战的奖励 变得更多 只能让名声变得更大 因此 他对华而不识的队长之位 没有任何的兴趣 这 裴宇燕掖住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进化实相的相貌和身材 跟他一模一样 陆川夸进化实相好看 不就是变相夸他好看吗 我把队长之位让给你了 你反手就撩我一下 这是什么操作 念及于此 他的俏脸浮现两朵红云 作为北京军校的校花 这些夸赞的话语 他听到耳朵都起茧了 不过也要看夸赞的人是谁 陆川作为斩天战神之后 人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容貌 实力 潜力 背景皆是无可挑剔的 他又不是尼姑 面对如此完美的少年 要说一点想法都没有 绝对是假的 不过 陆川嘴上说着撩人的话 实际上的态度 却随意的狠 让他不好判断陆川的真实想法 小统领竟然拒绝了队长之位 张彪很是惊讶 如果裴雨嫣将队长之位让给他 他必然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哪怕得不配位也没关系 等百孝大比结束之后 他的队伍成为魁首 身为队长的他 必然会万众瞩目 被认为有领导才能 得到北京军区的重视 而陆川竟然因为 进化实相的长相 毫不犹豫地 拒绝了队长之位 这是什么样的操作 不过 陆川作为北京小统领 根本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 增加影响力 这队长之位 确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而且 陆川的实力 跟年纪严重不符 如果被其他国家知道了 必然会引起非常大麻烦 低调也是应该的 静魔之战 得运气成分 并没有 寄灵之战这么大 不过 我依旧能用暗流涌动 获取一些路费 让其他人在 静魔之战中 得到更大的收获 实现双赢 陆川在60级的时候 便能同时维持 4999个激流面板 如今 成了三转职业者 还升到了90级 同时维持 4995个激流面板 自然不是问题 而且 在进化实相的反馈下 它的等级达到了156级 为所有人提供传送服务 对接下来的行动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在副本地图中 进化实相的位置 都是公开的 并且前往 C级魔兽区域 B级魔兽区域 和A级魔兽区域 的路程 都是相同的 它只要让所有人的出生点 都出现传送景 就能跟所有队伍达成交易 为了以最快速度 获得别人的信任 它打算跟 激灵之战 10一样 伪装成 静魔之战 的设定之一 在 和神领域 奈何领域 爱河领域 的三重配合上 此次的 激流面板 在色彩上更加丰富了 S级魔兽区域 已刷新 净化S级 Boss残骸 和魔兽残骸 将获得大量积分 S级魔兽区域 刷新了 不过在 暗流涌动 连通之前 我们先在 A级魔兽区域 刷下怪 路川一声令下 众人纷纷 跳入传送景 短短几个喘息的时间 众人就来到了 A级钢爪狼区域 欧阳修小队的出生点 这是什么东西 看着突然出现的传送景 欧阳修等人很是疑惑 玄幻书格 https 3w.xhwanshuge.com 当他们接近传送景时 激流面板 当即浮现而出 传送功能已解锁 前往C级魔兽区域 消耗50份C级魔兽残骸 前往B级魔兽区域 消耗50份B级魔兽残骸 前往A级魔兽区域 消耗50份A级魔兽残骸 前往S级魔兽区域 消耗50份S级魔兽残骸 猪魔兽残骸不足时 可进行一次贷款传送 若不支付贷款 将失去传送功能 静魔之战竟然有传送功能 为何我之前没听说过 欧阳越歪了歪脑袋 静魔之战 是天道孕育而出的副本 有所变化是正常的 欧阳修笑了笑 这传送功能是我们的优势 只要利用得当 我们的收获会比之前的大四学生 都多一些 传送功能的收费 是50份魔兽残骸 跟赶路的时间比起来 确实不算什么 而且 何必将时间浪费在低级的魔兽区域之中 欧阳越两眼发亮 前往高级魔兽区域的路上 不得不经过低级魔兽区域 若不是为了性价比 他都不想将低等级的区域boss召唤出来 进去吧 在没有魔兽残骸的情况下 传送功能有一次贷款的机会 哪怕我们的魔兽残骸 都让进化十项进化了 也能直接传送到A级魔兽区域 至于S级魔兽区域 还处于未开通的状态 我们得等一等才行 在欧阳修的带领下 众人跳入了传送井之中 类似的一幕 在各大队伍中发生 所有人都对新出的传送功能 很是喜爱 让陆川收获了大量的魔兽残骸 S级雾影风区域 暗流涌动 连通S级魔兽区域 后 陆川等人立马传送了过来 在此之前 他们还击杀了一头A级区域boss 这里的雾气好重 魔物之中掺杂着迷雾 很难看到二十部之外的情况 赵龙左右看了看 不由皱起眉头 S级雾影风区域 到处都是参天巨树 再加上如此厚重的魔物和迷雾 无论是赶落还是爪怪 都会困难许多 So 细微的破空声响起 一根长如利剑的风刺 攻向陪语烟的后脑勺 而陪语烟反应极快 一个转身就躲开了 雾影风出手了 他放眼望去 结果除了浓雾以外 什么都看不到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明昌 雾影风 以魔化 等级 95 技能 雾影射击 脸西术 魔化 雾化 石骨毒素 雾影风的面板显示出来了 可这片魔兽区域的雾气很重 再加上雾影风的雾化 技能 很难判断出 具体位置在哪里 张彪有些头疼 周语差异倒 张彪 你的职业是机枪手 掌握着洞察类技能 阴眼 就算每秒射出数百颗子弹 也能精准地 落在目标身上 按理来说 你的阴眼 应该能是破雾影风的伪装才对 张彪苦笑道 一进入这片区域 我就施展了 阴眼 可雾影风的雾化 极其高明 以我的能力 根本无法识破 而且 这片区域的迷雾 跟魔物混杂在一起 哪怕施展了 阴眼 我也观察不了太远的情况 赵龙道 张彪的职业是机枪手 并不是狙击手 在侦察能力上 只是比寻常的职业要强 并不是最顶尖的 如果让狙击手 伸出这片区域 应该能识破雾影风的伪装 培育烟道 小统领 我们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可以我们换个 S级魔兽区域 物影风的伪装能力很强 如果找不到具体的位置 只能用大范围的群弓技能 才能伤到它 而这种技能 对于法力值的消耗很大 若是物影风受伤后 不叫几声 我们有没有打中都不清楚 在刷怪阶段 就消耗大量的法力值 不利于我们获取更多的积分 赵龙负荷道 以暗流涌动的传送速度 去其他S级魔兽区域 用不了多少时间 完全可以将S级物影风区域 放在最后刷 陆川笑道 不必转移 我有应对物影风的方法了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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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 细碎的破空声再度响起 十三根风刺激势而来 还闪烁着墨绿色的幽灰 这是物影风的物影射击 加石骨毒素 这次的攻击不仅威力更大 数量还增加了许多 陆川走在众人身前 果断施展奈何版水龙盾 咚咚咚 金属碰撞之声响起 十三根风刺 磅磅牙签扎在铁板上 瞬间就崩裂了 紧接着 奈何版水龙盾100%反伤触发 虫蛇和鬼魂 犹如利剑般射出 分别攻向十三只物影风 灵魂伤害触发后 物影风疼的气息都混乱了 难以专心致志地维护 物化技能 暴露在众人的眼中 物影风现身了 张标面怒喜色 手中机关枪扫射出大量的子弹 在净化十项的等级反馈下 他的等级达到了149级 而这群物影风等级都在95左右 只要位置暴露出来 他必然能瞬间秒杀 击杀300只物影风 将会生成区域boss 当前击杀进度为13只 小统领竟然有反伤型技能 一下子就找出了13只物影风的位置 而且 这个技能的反伤 全部都是灵魂伤害 是所有伤害中最折磨人的 紧紧一下 旧藤的13只物影风神志不清 最拿手的物化都难以维持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anthuge.com 赵龙等人皆是欣喜不已 寻常的反伤技能 只能100%反弹近战伤害 想要反弹远程伤害 必然会受到距离的影响 若是找不到出手之人的位置 或者出手的人距离太远 就算技能有反伤效果 也无法生效 而陆川的奈何版 水龙盾打破了这个限制 就算不知道物影风的位置 也依旧能反弹物影风的远程伤害 物影风是魔化妖兽 攻击欲望比起寻常妖兽会强很多 在水龙盾的保护下 只要物影风发动攻击 就能立马将其找出来 陆川意念一动 每个人的身旁 都悬浮着三面奈何版水龙盾 有小统领在 就算身处S级物影风区 我们依旧能分头行动 众人皆是兴奋不已 净化十项的等级反馈高达66 再加上净化光环160%的全属性提升 和神领域240%的全属性提升 和圣光战甲70%的全属性提升 我的等级不仅提升到了149节 还全属性提升了470% 只可惜S级魔兽区域的魔物极其浓厚 让我的全属性降低了70% 不过全属性的提升依旧有400% 赵龙的实力得到如此大提升 自然想要一展拳脚 他一连跑出数万米 很快就把被十几只物影风盯上了 这些物影风发动攻击后 立马就被奈何版水龙盾暴露位置 让他得以瞬间秒杀 在奈何版水龙盾的帮助下 原先困难重重的S级物影风区域 变得极其简单 众人刷怪的效率非常高 很快就满足了区域BOSS的生成条件 成功击杀300头物影风 区域BOSS生成中 呼呼呼 大地涌现狂风 魔物和浓雾 犹如沙尘暴般席卷四方 短短几个喘息 方圆百里 就变得伸手不见五指 鸣昌 物影风王 魔化 等级 100 血量 3亿 技能 魔物射击 脸西术 魔化 物化 石骨魔咽 BOSS面板出来 可物影风王的隐藏能力更强 众人根本无法看到他的身影 而且 物影风王现身之后 周围的可见度变得更低了 根本无法看清五部之外的情况 魔物太重了 我们周围环境都看不清楚 更别说跟队友配合了 普通的物影风 就具备极强的隐身能力 BOSS级别的物影风王 必然隐身能力更强 物影风王隐身能力强就算了 血量还非常多 足足有3亿滴 若想将其击杀 必然会非常费劲 裴羽燕等人皆是严阵以待 物影风王是近魔之战 最难缠的S级区域魔兽 必须具备非常强的侦察能力 才能击杀可能 而侦察能力强的职业 非常携手 因此物影风王 已经300年没被击杀过了 若是他们能击杀物影风王 必然能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终于能透气了 物影风王畅快无比 果断施展魔物射击 一根大腿粗细的毒刺 犹如烟雾蛋般射出 所过之处魔物涌动 让环境变得更加恶劣 让我来 照龙的身躯 旋立着三面奈何板 水龙盾 毫不犹豫地 将物影风王的攻击接了下来 奈何板 水龙盾的强度 跟陆川有关 而陆川在净化石像的反馈下 高达156级 再加上 净化光环 核神领域 圣光战甲的全属性提升 奈何板 水龙盾 能抵挡非常多的伤害 哪怕 物影风王 是S级区域魔兽 高达110级 他依旧对陆川的 水龙盾 充满信心 动 晶石交际之声响起 魔物射击 猛地落在奈何板 水龙盾上 反伤效果触发后 大量的虫蛇和鬼魂 犹如暴雨般冲出 而昆鹏顺着这些鬼魂的指引 一下子 就找到了物影风王的位置 水机三千 昆鹏化身为昆 巨大的尾巴 犹如群山碾腋来 一瞬间 便将物影风王 打入了奈何领域之中 这些鬼魂 竟然能找到我的位置 物影风王有些梦了 作为S级区域BOSS中 最难缠的存在 他对于自己的实力 是非常有信心的 哪怕是SSS级的侦察型职业 也不可能一下子 就找到他的位置 而奈何板 水龙盾的反伤效果 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而且 昆鹏的血脉 层次非常高 哪怕他有BOSS光环 也自愧不如 再加上昆鹏的等级 高达176 还在 河神领域 和 净化光环的辅助下 全属性提升了400% 仅仅一个 水机三千 就造成了一亿五千万点伤害 让他没了一半血 死 昆鹏施展 逍遥游 犹如流星赶月般一般 一下子就逼近了 刚刚坠地的雾影蜂王 咔咔咔 骨头崩裂之声响起 昆鹏再度施展 水机三千 并且 奈何领域100%的 额外灵魂伤害 也触发了 如此高的伤害量 直接让雾影蜂王血量见底 正在进入第二阶段 与此同时 欧阳修小队 恰好传送到了 S级雾影蜂区域 哥 这里的屋太浓了 应该是所有 S级魔兽区域中 最难通关的 S级雾影蜂区域 而我们的队伍中 并没有侦察型的职业 就连刷怪都成问题 只能前往其他的 S级魔兽区域 欧阳俞撇了撇嘴 很是不爽 使用半流涌动的传送功能 是要消耗魔兽残骸的 而 S级雾影蜂区域 是他们第一个前往的 S级魔兽区域 如果不使用贷款功能 他们根本无法传送到这里 可偏偏 S级雾影蜂区域的魔兽 极其难刷 如果不凑齐50份 S级魔兽残骸 偿还所有贷款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onshuge.com 他们将无法使用 传送功能 只能用以走路的方式 前往下一个 S级魔兽区域 欧阳修道 不必惊慌 按照之前的规律 S级魔兽残骸 应该价值1000积分 50枚便是5万积分 只要我们将价值相同的 魔兽残骸 投入传送警钟 应该能偿还所有贷款 突然间 一道暗紫色的光柱 快速移动着 映照在雾影蜂王的身上 瞬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暗紫色的光柱出现了 这是区域BOSS 进入下一阶段的象征 暗紫色的光柱 出现在S级雾影蜂区域 意味着有人将雾影蜂王 打到了第二阶段 甚至是第三阶段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欧阳月惊诧道 BOSS级雾影蜂王的 隐身能力非常强 血量和输出能力 比起另外九个S级区域BOSS 还差不了多少 绝对是最难缠的S级区域BOSS 而S级魔兽区域的开通时间 连一小时都不到 就有人将雾影蜂王 打到了第二阶段 欧阳修道 这支队伍一定具备 非常强的侦察能力和输出能力 哪怕身处最难通关的 S级雾影蜂区域 也能在一小时之内 击杀300只雾影蜂 并且将雾影蜂王 打到第二阶段 在百效大比的所有参赛队伍 他都看过一眼 根本没有SSS级的侦察型职业 至于SS级的侦察型职业 根本没有SSS级职业者的带领 在这个时间点 应该所有参赛队伍 都不具备击杀S级区域BOSS的能力 可暗紫色的光柱在 S级雾影蜂区域映照着 这是区域BOSS 进入下一阶段的象征 而且光柱映照的地方 魔物和迷雾浓郁了近千倍 这是雾影蜂王出现的象征 在此次百效大比之中 有一支队伍 能在一小时之内 击杀300支雾影蜂 并且至少将雾影蜂王 打到了第二阶段 太离谱了 我们刚刚才通关一个 A级魔兽区域 而这支队伍 已经将最难缠的雾影蜂王 打到了第二阶段 同样是大四的学生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欧阳岳目瞪口呆 对这支强大的队伍 很是好奇 不过 S级雾影蜂区域 的迷雾太重了 以他们的侦察能力 想要找到这支强大的队伍 无异于大海捞针 而且 禁魔之战 是竞争型副本 他们不可能将时间 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真相上 嗡嗡嗡 暗紫色的光柱 在短暂离开后 再度回到了 S级雾影蜂区域 由于昆鹏和陆川的实力太强 哪怕第二阶段的雾影蜂王 全属性提升了30% 依旧连两分钟都撑不住 血量很快就见底了 暗紫色的光柱 怎么又回来了 欧阳越猛了 就再度回到S级雾影蜂区域 难不成短短两分钟 雾影蜂王就从第二阶段 进入到了第三阶段 欧阳修难以淡定 光柱的行动是有规律的 只有高等级boss 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 才会出现 可光柱的出现频率太异常了 参加百校大比的人 全部都是大四的学生 而在大四之中 不应该有如此强大的存在 放眼整个人族史 也从未出现过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雾影蜂王的声音 响彻整个S级雾影蜂区域 明明说着最狠的话 叫声却极其凄惨 哪怕欧阳修等人不在现场 也知道雾影蜂王被打得很惨 我要杀了蛋 四分钟后 凄惨的叫声戛然而止 欧阳修等人再度被震撼到了 卧槽 雾影蜂王被打死了 这才过去多久 短短四分钟 雾影蜂王最强的第三阶段 就被打爆了 两分钟打完第二阶段 四分钟打完第三阶段 这输出能力太强了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都死得这么快 雾影蜂王最弱的第一阶段 必然死得更快 他们击杀雾影蜂王的时间 可能连八分钟都不到 雾影蜂王明明是最难击杀的 S级区域boss 竟然被大四的学生 轻而易举地击杀了 欧阳修苦笑道 别想这么多了 静魔之战 是竞争型副本 我们得尽快前往下一个 S级魔兽区域 他将价值五万积分的魔兽残骸 投入传送警中 传送功能很快便恢复了 小统领太强了 短短七分钟就击杀了雾影蜂王 雾影蜂王 作为最难缠的S级区域boss 已经三百年没被击杀过了 而小统领不仅完成了击杀 击杀的时间还非常低 裴雨烟等人皆是兴奋无比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earch.com 按照以往的规律 净化S级boss残骸 能获得五百万积分 而露川击杀物 影蜂王的效率如此之高 将所有S级区域boss都击杀一遍 暗流涌动已经连通所有S级魔兽区域 我们接着收集S级魔兽残骸 在露川的带领下 众人跳入传送颈中 来到了另一个S级魔兽区域 跟之前一样 众人的时间主要浪费在找怪上 只要满足区域boss的生成条件 露川和昆鹏就能在七分钟之内击杀boss 效率非常惊人 欧阳修小队和五行小队 六七个小时都难以通关的S级魔兽区域 露川等人三十分钟就通关了 这种碾压的感觉太爽了 短短五个小时 我们就通关了所有S级魔兽区域 张彪兴奋不已 大量击杀九十多级的魔兽 让他经验获取的速度非常快 短短一天的时间 就从83级升到了85级了 而赵龙和周宇同样升了二级 这种升级速度 只有在进化十项的反馈下才能做到 不然以他们原先的实力 很难击杀九十多级的魔兽 静魔之战确实是个升级的好地方 只可惜我的升级速度太快了 一天不到就从六十级升到了九十级 必须要四转之后 才能继续获取经验 而昆鹏的等级太高了 所需要的经验非常多 就算将所有S级魔兽区域都通关了 距离升级还非常遥远 只有静魔之战解锁更加高级的魔兽区域 昆鹏才有升级的可能 露川暗暗想着 接下来他们前往A级魔兽区域和B级魔兽区域 短短五个小时就全通关了 至于C级魔兽区域 他们懒得去刷 一份C级BOSS残骸价值5000积分 五份S级魔兽残骸同样价值5000积分 与其在C级魔兽区域找怪刷怪 还不如在S级魔兽区域多刷几个小怪 夜晚将至 净化石像即将面临第二次挑战 请各位参赛选手 尽快来到净化石像的身边 助净化石像渡过难关 提示 若是净化石像被摧毁 将会直接出局 第二次挑战即将开启 我们得多刷一些魔兽残骸 所有参赛队伍都在全力刷怪 换作之前 他们必须要火急火燎地赶回去 不过在暗流涌动的帮助下 他们无需将时间浪费在赶路上 晚一些回去也关系 培育烟小队的出生点 今天的收获非常大 必然能获取非常多的积分 众人回到出生点后 迫不及待地将魔兽残骸拿了出来 S级Boss残骸十份 A级Boss残骸十份 B级Boss残骸十份 S级魔兽残骸六千份 A级魔兽残骸三千份 B级魔兽残骸三千份 如此多的魔兽残骸堆积在一起 浓郁的血腥味 瞬间笼罩整个出生点 让原先神圣的地方变得极其恐怖 彭佛魔域一般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suge.com 而这些魔兽残骸 并不是众人的所有收获 随着路川意念移动 传送井涌现出大量的魔兽残骸 S级魔兽残骸 三百五十份 A级魔兽残骸 十四万份 B级魔兽残骸 四万五千份 C级魔兽残骸 八百份 这些魔兽残骸的数量非常惊人 而且大多数是 A级魔兽残骸 一份价值一百积分 十四万份 A级魔兽残骸 便是1400 0000积分 而他们现在积分只有1308 3000 仅仅是 暗流涌动 赚取的 A级魔兽残骸 就能让他们的积分翻一倍 A级魔兽残骸 有十四万份 看来大多数的队伍 都能在 A级魔兽区域 刷怪 路川很是欣慰 静魔之战 的运气成分 并没有 技灵之战 这么大 不过 暗流涌动 获取了大量的积分 而且还造福了 所有的参赛选手 小通理 为何传送井 会喷出如此多的魔兽残骸 裴雨嫣很是好奇 如此惊人的数量 绝对不是刷怪 就能做到的 路川必然做了 不为人知的事情 这些都是路飞 路川微微一笑 路飞 裴雨嫣冰雪聪明 一下子 就反应了过来 小通理 原来 你每隔一万米 就制造一个传送井 是有原因的 只要传送井的数量 足够多 哪怕多个队伍 同时传送到一个魔兽区域 碰面的可能性 也非常小 能避免非常多的冲突 再加上 暗流涌动 能省去大量赶路的时间 只要好处必付出大 其他队伍必然能接受 周宇问道 小通理 你的暗流涌动 跟多少只队伍 达成了合作关系 光是路费 就赚了如此多的魔兽残骸 合作的队伍 应该很多吧 路川道 我跟所有队伍 都达成了合作 你们信吗 所有队伍 这怎么可能 静魔之战 终有一千只队伍 同时给一千只队伍 提供传送服务 这得多么惊人的运算能力 才能做到 我觉得 信息的传递 才是最大问题 静魔之战 无法使用通讯设备 如何建立信任 如何达成交易 如何让别人知道 暗流涌动的使用规则 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在刷怪的时候 我们一直处于 分头行动的状态 难不成小统领 是在分头行动的时候 跟其他人建立联系的 在简单的交流后 周宇等人 皆是震撼不已 这是激流面板 只要伪装成 静魔之战的设定之一 就能轻而易举地 取得别人的信任 路川意念一动 激流面板浮现而出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传送功能已解锁 前往C级魔兽区域 消耗50份C级魔兽残骸 前往B级魔兽区域 卧槽 这激流面板太精致了 换作是我 也必然会上当 误认为小统领的 暗流涌动 是静魔之战的设定之一 什么叫上当 小统领只是以这样的方式 取得别人信任 而且 小统领的定价非常合理 以暗流涌动的传送速度 只要交易达成了 必然是双赢的局面 赵龙等人 对路川更加崇拜了 周宇道 用面板在维持信息传递 对运算能力的要求 似乎更高 如果 激流面板不够精准 或者时不时出现异常 就无法伪装成 静魔之战的设定之一 更加让人心生戒备 裴宇烟附和道 确实如此 而且为所有队伍提供服务 小统领至少得维持 999个激流面板 在维持这些激流面板的时候 小统领和昆蓬的刷怪效率 还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精神力和运算能力 真的太强了 小统领在各方各面 都碾压了所有大学生 在众人讨论之间 净化石像 犹如太阳一般 散发出无比神圣的光环 让所有的魔兽残骸 都如冰雪般消融 明昌 净化石像 积分1475713800等级 130绑定队伍 培育烟小队 技能 净化 等级反馈 净化光环 净化 净化魔兽残骸 从而获得积分 等级反馈 净化石像的等级 会等量 反馈给绑定队伍 净化光环 受到魔物侵蚀时 全属性提升400% 卧槽 净化石像 都升到130级了 小统领的刷怪效率 本来就高 就算是难度最大的 S级魔兽区域 也能在30分钟之内通关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onseuge.com 再加上 暗流涌动 跟所有队伍都达成了交易 光是今天获取的魔兽残骸 就价值1475713800积分 直接让我们的总积分 提升了100多倍 净化石像 能有如此惊人的蜕变 完全在常理之中 裴宇烟等人 皆是兴奋无比 在净化石像的等级反馈下 他们都得到130的临时等级 就算是等级最低的周语 临时等级也达到了213 再加上 净化光环 400%的全属性提升 所有人的实力 都得到了无比巨大的提升 虽然这130的临时等级 只能让他们的实力量变 没法像三转 四转一样得到质变 不过 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是变相的质变 以他们当前的实力 就算陆川和昆鹏不出手 也能轻而易举地通关 S级魔兽区域 近魔之战的积分越高 最终结算的奖励便越大 仅仅是第二天 我的积分就达到 1475713800 必然能蜕变出 非常强大的被动技能 陆川捏了捏拳头 细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这种全属性大幅度增长的感觉 他无论体验多少次 都不会腻 一旁的昆鹏 同样是无比愉悦 他的等级本来就高达110级 在进化实相的反馈下 直接达到了240级 再加上 进化光环 和神领域 640%的全属性提升 一个普攻就能击杀S级区域boss 陈修小队的出生点 今天的收获很大 在队长的带领下 我们通关了两个S级魔兽区域 很有可能会超越欧阳修小队 成为第二名 哥们 能不能有点自信 我们都通关两个S级魔兽区域 超越第一名的裴羽烟小队 也是有可能的 你在想辟吃 裴羽烟是当年的高考状元 就算队伍中有大一的新生 也具备通关S级魔兽区域的能力 就算我们通关了两个S级魔兽区域 培育烟小队 只通关了一个S级魔兽区域 也没有成为第一个的可能 众人 皆是愧然一叹 觉得有些可惜 他们通关一个S级魔兽区域 要六七个小时 若不是路川的暗流涌动 根本不可能通关两个S级魔兽区域 不过在往期的百孝大比中 就算有SSS级职业者领队 也只能在第二天通关一个S级魔兽区域 而他们能第二天通关两个S级魔兽区域 确实有很大概率成为第一的 可培育烟小队的积分优势太大了 就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一般 让人只能仰望 陈修道 不必灰心 静魔之战没这么快结束 只要我们的实力足够强 付出足够多的努力 依旧有成为魁首的可能 不过传送功能是静魔之战的设定之一 其他队伍也有很大概率解锁 他崛起于威莫 不会小瞧任何人 自己的队伍能通关第二个S级魔兽区域 欧阳修小队 五行小队 裴宇燕小队 应该也能 而且积分越多 进化十项的反馈便越大 可谓是一步先步步先 再加上裴宇燕小队的积分优势非常大 想要成为第一名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名 裴宇燕小队 积分 1475713800 第二名 欧阳修小队 积分 1107 0000 第三名 陈修小队 积分 1100 0000 第四名 五行小队 积分 1060 0000 排行榜出现后 陈修等人全都愣住了 裴宇燕小队 竟然有14亿 比第二名多了两位数 而且 欧阳修小队 和五行小队的积分 跟我们差不多 看来他们在 传送功能的帮助下 也在一天之内 通关了两个S级魔兽区域 欧阳修小队 和五行小队的积分 我可以理解 毕竟这两只小队 是夺魁的热门人选 可裴宇燕小队的积分太一场了 整个人族史也从未出现过 S级魔兽区域开放后 众人获取积分的速度 都得到了质变 不过人的精力都是有限 为了击杀更多的区域boss 只要满足区域boss的生成条件 就不会在当前区域的魔兽上 浪费时间 因此通关 S级魔兽区域的积分 往往在500万左右积分 而裴宇燕小队的积分 达到了14亿 就算将10个 S级魔兽区域都通关了 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积分 甚至裴宇燕小队 将所有魔兽区域都通关了 积分也不可能达到14亿 14亿的积分 裴宇燕小队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完全不符合常理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xuge.com 就算六转职业者 来到 禁魔之战 也不可能在两天收获 14亿积分 陈修百思不得其解 欧阳修小队的出生点 欧阳月经呼道 哥 裴宇燕小队的积分 达到了14亿 比我们多了100多倍 明明我们通关了两个 S级魔兽区域 获取了1107万的积分 可跟裴宇燕小队的差距 反而越来越大了 裴宇燕小队的积分太异常了 就算将所有魔兽区域都刷完 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积分 欧阳修眉头紧锁 大家都是大四的学生 都有SSS级职业者领队 差距不应该如此之大 而且 他的职业是SSS级龙穴全师 欧阳月的职业是SS级龙穴牧师 就算两兄妹的配合非常好 能达到1加1大于2的效果 依旧无法通关第三个S级魔兽区域 在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 欧阳月道 想要将所有的魔兽区域通关 就算是难度最大的S级魔兽区域 也得在半小时之内通关 而且 S级魔兽区域中 还有一个300年都无人能通关的 S级物影风区域 裴宇燕小队 跟我们一样 都是大四的学生 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 通关所有魔兽区域 欧阳修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提醒道 妹妹 你还记得物影风王凄惨的叫声吗 这只300年都无人能击杀的 S级区域boss 两分钟被打到第三阶段 四分钟被彻底打死 击杀时间加起来 可能连八分钟都不到 而欧阳修小队 和五行小队的击分 跟我们差不多 应该只通关了两个 S级魔兽区域 不可能在八分钟之内 就击杀了最难缠的物影风王 欧阳月恍然大悟 哥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那只在八分钟之内 击杀物影风王的队伍 正是第一名的培育炎小队 魔兽残骸唯一的作用 就是在净化之后 转换成积分 如果有一只队伍 能在八分钟之内 击杀物影风王 这只队伍的积分 必然是名列前茅的 而在前四只中 第二 第三 第四的积分都差不多 那么能在八分钟之内 击杀物影风王的队伍 必然是稳居第一的 培育炎小队 欧阳修道 S级物影风区域 是最难通关的 S级魔兽区域 而培育炎小队 能在八分钟之内 击杀物影风王 通关其他S级魔兽区域的 这速度 很有可能会更快 可培育炎小队的积分 依旧多得不正常 就算他们真的能在一天之内 通关所有的魔兽区域 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积分 除非他们建一个抢 把别人的积分 也得弄到手 可整整14亿积分 他们得抢多少人才能得到 静魔之战 的面积非常大 遇到另一支队伍的概率 非常低 就算培育炎小队 不择手段地获取积分 也不应该达到14亿 一名队友问道 队长 培育炎的实力 有这么强吗 八分钟都不到 就击杀了最难缠的 雾影风王 在当年的高考之中 你比起培育炎之 差了五分 同为SSS级职业者 你俩的潜力 应该是差不多了 培育炎的师父 是斩天战神 你的师父是雷龙战神 和狂蛮战力 在两位战神的教导下 你的实力 应该比培育炎 更胜一筹才对 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差距 欧阳羞苦笑道 这一点我也疑惑 明明培育炎的队伍中 还有一位大一的新生 却在积分上 胜过我们一百多倍 玄幻书格 https 3w.shanhewansealge.com 培育炎的 另外三个队员 他都有所了解 赵罗 张彪和周宇 在SS级的职业者中 确实是佼佼者 可跟SSS级的职业者 是完全没法比的 不可能辅佐培育炎 获得如此多的积分 至于陆川 他的了解非常少 很多信息 都被北京军区封锁 查都查不到 可陆川作为大一新生 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身处 静魔之战中 能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帮培育炎小队 获得14亿积分 在八分钟之内 击杀雾影蜂王 寒天小队的出生点 队长 短短两天的时间 培育炎小队的积分 达到了14亿 整整14亿积分 就算是六转职业者 也可能弄到这么多 他们掌握的 Bug真的太逆天了 队长 你再去争取一下吧 哪怕付出一些代价也行 同为北京军校的学生 如果培育炎小队 将Bug告诉我们 我们在 静魔之战的收获 必然会非常巨大 排行榜出现后 众人羡慕的 眼睛都红了 好 我再去争取一下 不过小统领 和培育炎的实力 都在我之上 如果他们不想给 我也没法办法 寒天打算再去尝试一番 他跟培育炎竞争了很久 对方的实力有多强 自然是非常清楚 而陆川 作为大义新生 就算有战胜自己的实力 在时间的限制下 再怎么强 也比起培育炎 强不了多少 因此 培育炎小队 能在第二天 获取14亿积分 必然跟Bug有关 只要将这个Bug弄到手 他必然能一飞冲天 寒天 第一次挑战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过来干什么 寒天的出现 让培育炎很是意外 张二和的防御能力很强 撑一段时间是完全没问题的 而且以我的速度 很快就能赶回去 寒天道 培育炎 能否将卡Bug的方式告诉我 你有什么要求 可以尽管提 我一定全力满足 培育炎摇头一笑 我们没有掌握Bug 这14亿积分 都是小统领品本事弄到的 寒天道 不可能 就算将所有魔兽区域都通关了 也不可能有14亿积分 在不卡Bug的情况下 没有人能获取如此多的积分 培育炎 你就告诉我吧 只要你告诉我 无论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没有就是没有 我没法告诉你 培育炎的态度 依旧很坚决 这下该怎么办 培育炎是斩天战神的弟子 北境军校最强者的学生 在修炼资源上 比我还多 就算我掏心掏肺 把一切都给他 他也未必看得上 寒天很是头疼 第二次挑战正式开始 进化石像 将迎来魔兽的第一次暴富 提示声响起 三头区域Boss同时出现 分别是S级 A级 B级 这三头区域Boss 还率领分别率领着 300头区域魔兽 同时对进化石像 发起了冲锋 初级挑战 就有一头S级区域Boss 寒天微微一惊 作为北境军校 第二强的学生 他自然挑战过 S级区域Boss 为了通关一个 S级魔兽区域 他的队伍 耗费了一整天的时间 根本无法刷 第二个魔兽区域 而陆川等人的初级挑战 就要同时面对 三头区域Boss 和900头区域魔兽 等到终极挑战时 区域Boss 和区域魔兽的数量 必然会更加惊人 陈宇燕在白天的时候 一定通关了非常多的 魔兽区域 不然初级挑战的难度 不会如此之大 寒天没有急着回去 想看看陈宇燕等人的实力 有多强 我不需要经验 这些区域Boss 和区域魔兽 就由你们来吧 陆川没有出手的想法 他们的积分高达14亿 进化石像 都升到130级了 在130级的等级反馈 和进化光环 400%的全属性增幅下 以张彪和赵龙的实力 完全能通过魔兽的 第一次报复 小统领 你累了一天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张彪迫不及待地 掏出机关枪 对着S级区域Boss 就是疯狂扫射 凭借着215级的等级优势 和进化光环 400%的全属性提升 S级区域Boss的血量 一下子就被打空了 张彪 给我留点 赵龙争先恐后地冲了出去 他的实际等级 只有85级 击杀这些高等级的 区域Boss和区域魔兽 能获取大量的经验 自然想多刷一些管 卧槽 S级区域Boss的血量 一下子就被打空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uge.com 寒天震撼不已 换作是他 同时 应对三头区域Boss 和900头区域魔兽 必然会非常头疼 而张彪等轻轻松松就解决了 他们的积分高达14亿 净化十项的等级反馈 必然非常高 凭借着极高的等级反馈 就连赵龙和张彪 都拥有了秒杀 S级区域Boss的能力 这哪里是魔兽的报复 完全就是在送快递 寒天很是羡慕 他作为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只要开口 必然能加入裴玉燕的队伍 享受到如此大的好处 只可惜 一切都晚了 早知道加入裴玉燕小队的好处 如此之大 他不可能自己创建一个队伍 成功抵挡魔兽的第一次报复 可做出以下选择 1.完成第一次挑战 2.迎接魔兽终极的报复 同时应对9头S级区域Boss 19头A级区域Boss 19头B级区域Boss 10头C级区域Boss 多少 寒天再度被震撼到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裴玉燕做出选择后 57头区域Boss和17100头区域魔兽浮现而出 浩浩荡荡的魔物 有如暴风一般 瞬间笼罩整个出生点 好在净化石像高达130级 散发出来的光辉 能驱散这些魔物 只要身处净化石像的旁边 就不会被魔物影响视线 卧槽 裴玉燕小队的终极挑战 竟然是57头区域Boss 而且还是9头S级的 寒天人都傻了 在魔物的影响下 他全属性降低了400% 就算触发了净化石像的 净化光环 依旧变成了废人 四维属性全部都清空了 自己连反抗都做不到 更别说保护净化石像了 净化石像的难度 跟净杀的区域Boss 和区域魔兽有关 而裴玉燕小队的终极挑战 能同时应对57头区域Boss 和17100头区域魔兽 他们这两天净杀的魔兽 必然比这更多 如此夸张的净杀量 绝对不是卡巴克就能做到的 难不成裴玉燕没有说谎 他们能有如此多的积分 确实跟卡巴克没关系 寒天庞佛被雷劈了一样 整个都僵住了 将初级挑战和终极挑战的区域Boss加起来 陆川等人两天时间 通关了60次魔兽区域 而且每种区域Boss 每天只能生成一次 陆川等人能在终极挑战时 同时应对57头区域Boss 恐怕在第一天的时候 就已经通关30个魔兽区域了 之所以今天也通关了30个魔兽区域 而不是40个 必然是看不上C级Boss残骸 打算在S级魔兽区域 多刷些小怪 短短两天的时间 裴玉燕小队 就通关了如此多的魔兽区域 这是人能做到的 而且第一天的时候 传送功能都没有解锁 就算他们通关魔兽区域的速度非常快 也不应该在第一天 就通关30个魔兽区域 第二次终极挑战 竟然出现了57头区域Boss 连我们昨天击杀的区域Boss 也算上了 还有17100头区域魔兽 这数量多得跟兽巢一样 57头区域Boss联手 魔物的全属性降低 直接达到400% 直接抵消了 净化光环400%的增益效果 赵龙等人震撼不已 他们在净化10项的等级反馈下 达到了200多级 可这200多级只是量变 并不是四转 五转之后的质变 若是让他们抵挡57头区域Boss 和17100头区域魔兽 是不可能将净化10项守住的 必须要路川出手才行 裴玉燕太颠了 终极挑战会面对多少头区域Boss 副本面板是提示过的 可他连犹豫都没有 直接选择了终极挑战 如今 要面对57头区域Boss 和17100头区域魔兽 他们该如何守住净化10项 而且300年都无人能击杀的雾影蜂王 也在57头区域Boss之中 这根本不是人能通关的挑战 寒天整个人都骂了 想尽快逃离这里 不过在魔物的影响下 他全属性降低了400% 四维属性直接就清空了 明明是91级的狂战士 此刻却跟凡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以他当前的速度 根本就逃不掉了 很有可能会死在 57头区域Boss的冲杀之中 完了 早知道裴羽炎小队的挑战难度如此之大 我就不来看戏了 寒天欲哭无泪 他是队长 自然是队伍中的最强者 倘若他被淘汰了 对于接下来的积分获取 必然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 在他不出手的情况下 队友们能不能通过第二次挑战 都是个问题 玄幻书格 https 3w.xf1search.com 真是狂妄 明明击杀了60头区域Boss 竟然还敢接受魔兽的终极报复 当真是活腻了 我们57头Boss联手 光是魔物的全属性降低 就达到了400% 再加上17100头区域魔兽的协助 横推所有净化石像都不成问题 仅仅毁掉一尊净化石像 不过是小儿科罢了 这头大肥鱼呢 赶紧把它放出来了 我要啃它的脑僵 57头区域Boss极其嚣张 魔物伴随着杀意不断扩散着 让环境越来越恶劣 他们都被陆川和昆鹏虐杀过 如今强强联手 自然要报仇血恨 小统领 57头区域Boss太多了 得你出一下手才行 万一在这些魔兽的冲击下 净化石像有所闪失就不好了 裴雨烟将目光看向陆川 寒天诧异的 什么意思 难不成小统领能应对57头区域Boss 他现在很乱 明明裴雨烟是北京军校最强的学生 可在言语之间 就好像陆川更强一样 而且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陆川跟裴雨烟一样 两人都具备战胜他的实力 可陆川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再怎么强也比起裴雨烟强不了多少 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同时应对57头区域Boss 和17100头区域魔兽 坤鹏 使用北冥赴天诀 陆川一声令下 坤鹏的身躯爆发出无比璀璨的神光 浩荡的北冥之水 犹如海啸般拍击而出 转瞬之间便将57头区域Boss 和17100头区域魔兽淹没其中 坤鹏在 静魔之战的第一天 就能一招将9头区域Boss 打到第二阶段 如此在净化10项等级反馈下 临时等级达到了240级 就算是S级区域Boss 都能一招秒杀 假的吧 小统领竟然有如此强的战宠 一招就秒杀了17100头区域魔兽 并且将57头区域Boss 打到了第二阶段 寒天人都骂了 S级区域Boss的血量 都在30亿左右 而北冥赴天诀 一下子就造成了30亿的群体伤害 而且 北冥赴天诀的范围 还非常惊人 直接笼罩了所有魔兽 陆川的实力 真的太恐怖了 就算所有参赛选手 都绑在一起 也不可能是他一人的对手 这才是小统领的真正实力吗 在选拔赛时 小统领连战宠都没召唤 就击败了我 寒天震撼不已 难不成裴宇燕没有说谎 这14亿积分 真的是陆川平本身弄到手 嗡嗡嗡 十道暗紫色的光柱 疼魔而来 57头区域Boss 全都进入第二阶段 全属性提升30% 继续 陆川一声令下 昆鹏再度使用北明复天诀 57头区域Boss的血条 瞬间清空 十道暗紫色的光柱 还没走远 就重新折了回去 第三阶段的区域Boss 全属性的提升 达到了60% 攻击性也变得更强 可他们看向昆鹏 和陆川的目光 依旧充满了恐惧 不过在魔化的影响下 他们依旧如死士般 发动了攻击 这特么是什么怪物 我可是100级的Boss级魔兽 血量高达30亿 正常人想要战胜我 就算有SSS及职业者领队 有净化十项的反馈 也得耗费六七个小时 而只大肥鱼 竟然一下子就把我们秒了 还一连秒了两次 明明只有大四的学生 才能进入静魔之战 为何我们会遇到 如此逆天的存在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uanshuge.com 57头区域Boss 皆是惊恐无比 陆川做一个人类 何得何能让如此强大 妖兽臣服 紧接着 第三发 北明复天诀 到了 57头区域Boss 彻底暴毙 化作57份Boss残骸 成功完成魔兽们的终极报复 等到其他人完成挑战后 将发放排名奖励 卧槽 57头区域Boss 和17100头区域魔兽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寒天震撼的下巴都要脱旧了 如此离谱的事情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而完成此等壮举的人 不是大四的学生 仅仅是大一的新生 大风收到了 赵龙和张彪 兴奋不已 就像抢黄金一样 疯狂收集的魔兽残骸 寒天问道 裴雨嫣 你们昨天的魔兽残骸 也是这么弄出来的 昨天的终极挑战 跟今天的一样 我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小统领之身一人就解决了 裴雨嫣如实说着 难怪 你能在全胜状态下 收获到如此多的魔兽残骸 可惜我昨天来晚了一些 没能看到小统领的绝世风采 寒天摇头一笑 周宇提醒道 寒天 第二次挑战开始了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提前出局就不好了 来得及 你们通关第二次挑战的时间 连十分钟都不到 以张二合的防御力 完全撑得住了 寒天笑了笑 连忙赶回自己的出生点 张二合问道 队长 你终于回来了 有没有将Bug弄到手 裴雨嫣小队 能用Bug弄出十四亿级分 只要我们掌握了Bug 必然能成为 静魔之战的第二名 他的防御能力 确实很强 自身一人 就能挡住一头B级区域BOSS 和C级区域BOSS 算十分钟过去了 依旧毫无压力 寒天摇头一笑道 这是一个误会 裴雨嫣小队根本没有Bug 这十四亿级分 是他们平本身弄到手的 张二合咒没道 队长 你这是在自嘲吗 裴雨嫣不掌握Bug 怎么可能短短两天 就获得十四亿级分 比第二名多一百多倍 寒天道 我没有自嘲 只是在说一个事实罢了 裴雨嫣小队的终极挑战 要同时应对 57头区域BOSS 和17100头区域魔兽 他们在白天的时候 必然通关了很多魔兽区域 而且小统领的实力非常强 一招就秒杀所有区域魔兽 并且将所有区域BOSS 都打到了第二阶段 面对不可能完成的终极挑战 小统领仅仅三招就搞定了 小统领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短短两天弄到十四亿级分 很奇怪吗 张二合苦笑道 队长 你别开玩笑 小统领是大义新生 觉醒职业者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怎么可能一招就秒杀所有魔兽 培育炎小队不愿说出BUG就不说吧 没关系的 反正其他队伍也无BUG可卡 就当是公平竞技了 寒天正色道 我是认真的 小统领的实力真的很强 是人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可他的话 没有一个人相信 因为太过离谱了 若不是他亲眼见识到了陆川的实力 也不会相信如此离谱的事情 玄幻书格 https 3w.x1c.com完了 队长这是受刺激了 早知道如此 就不让队长去尝试了 张二和等人皆是溃然一探 寒天也懒得再解释 认真应对禁魔之战的第二次挑战 由于他们通关了一个S级魔兽区域 因此在终极挑战时 要应对一头S级区域BOSS和300头S级区域魔兽 为了完成终极挑战 他们打了十多个小时 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 S级区域BOSS太难打了 队长还说 小统领一招就秒杀了17100头区域魔兽 并且将57头区域BOSS打到了第二阶段 这纯粹就是在扯淡 再度感受到S级区域BOSS的强大 张二和等人更加不相信寒天的说辞了 所有人已完成第二次挑战 即将发放今日的排名奖励 第一名 裴语烟小队 积分 1540426800 战绩 击杀10头S级区域BOSS 20头A级区域BOSS 20头B级区域BOSS 10头C级区域BOSS 3000头S级区域魔兽 6000头A级区域魔兽 6000头B级区域魔兽 3000头C级区域魔兽 通关速度 9分钟47秒 评分 SSS 奖励 1000万积分 第二名 欧阳修小队 积分 2407 0000 战绩 击杀两头S级区域BOSS 一头A级区域BOSS 两头B级区域BOSS 一头C级区域BOSS 通关速度 8小时48分 评分 SSS 奖励 800万积分 第三名 陈修小队 积分 2200 0000 战绩 击杀两头S级区域BOSS 一头A级区域BOSS 一头B级区域BOSS 一头C级区域BOSS 通关速度 9小时34分 评分 SSS 奖励 700万积分 第四名 五行小队 积分 2100 0000 评分 SSS 奖励 600万积分 排行榜的出现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卧槽 裴雨淹小队的战绩太离谱了 加起来有60头区域BOSS 和18000头区域魔兽 挑战的难度跟白天刷的怪物有关 难不成裴雨淹小队 短短两天的时间 就通关了60个魔兽区域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浮王suge.com 这是人能做到的 就算一天通关30个魔兽区域 平均下来也得半小时通关一个 张二和等人全都骂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每个S级区域BOSS的血量都多达30亿 再加上三个阶段 得造成90亿伤害才能通关 这短短半小时 裴雨淹小队 不仅要击杀300头区域魔兽 还要对区域BOSS造成90亿的伤害 而且这10头S级区域BOSS 还有一头是300年 都不曾有人击杀的雾影蜂王 难不成裴雨淹小队的侦查能力 还非常强 就连最难缠的S级雾影蜂区域 都能在半小时通关 寒天道 好好看看裴雨淹小队的战绩 好好看看他们的通关时间 我刚刚说的话 可没有一句是假的 卧槽 难不成队长所言非虚 小统领真的一招就秒杀了 17100头区域魔兽 将57头区域BOSS打到第二阶段 张二何不傻 自然能感受得到 寒天话语间的认真 而且 一个人再怎么自嘲 也不可能自嘲如此之久 一个大肆的学生 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面对57头区域BOSS 竟然能一招一个阶段 仅仅三招 就通关了终极挑战 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 小统领能在选拔赛时 以单挑的方式 胜过队长 已经是人族有史以来 最强的天才了 可谁能想到 小统领在 静魔之战的表现 竟然更加亮眼 我们击杀一头 S级区域BOSS 和300S级区域魔兽 就耗费了是十几个小时 而小统领仅仅三招 就彻底击杀了 57头区域BOSS 我们明立是大四的师兄 却跟小统领 有如此大的差距 比人跟狗的差距还要大 队友们皆是震撼不已 早知道陆川的实力如此之强 他们必然要 跟着寒天去交涉 一赌三招通关 终极挑战的绝世风采 欧阳修小队的出生点 欧阳月经呼道 哥 裴雨嫣小队的积分 达到15亿了 这个积分看起来多 可比起挑战前 只多了1亿的积分 太不正常了 第二次挑战的难度 跟通关魔兽区域的 总数和难度有关 基本上通过多少个魔兽区域 就会出现多少头区域BOSS 正常队伍在完成挑战时 积分上的提升 都会达到90%甚至更多 而且 裴雨嫣小队 完成了第二次挑战 击杀了60头区域BOSS 和18000头区域魔兽 积分上的提升 竟然连百分之十都没有 这个问题真的太大了 这意味着裴雨嫣小队 90%以上的积分 并不是以刷怪的方式获取的 裴雨嫣小队的积分 太异常了 就算将所有魔兽区域 都刷一遍 并且在第二次挑战时 将所有击杀过的区域BOSS 再刷一遍 他们的积分 也不可能超过3亿 可裴雨嫣小队的积分 不仅超过了3亿 还达到了15亿 整整十多亿的积分 他们究竟是如何获取的 欧阳修难以理解 就算裴雨嫣小队 把前50的队伍都打结了 也不可能有15亿积分 而且前50的队伍 他一直都在观察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这意味着 裴雨嫣小队的14亿积分 并不是来源于打结 至于这无法解释源头的积分 他只能归功于BOSS 陪雨嫣小队的实力本来就强 能在8分钟之内 击杀最难缠的雾影蜂王 如今还靠BOSS 获得了十多亿的积分 看来 静魔之战的魁首 注定跟我无缘了 不过以我的实力 稳住第二必然不是问题 玄幻书格 HTTPS 3W.xhwanshuge.com 欧阳修 溃然一探 陪雨嫣小队的出生点 太爽了 第一名直接奖励了1000万积分 让我们的积分达到了16亿 静魔之战 的排名太重要了 我们在第二次挑战 击杀了60头区域BOSS 也就获得了1亿多的积分 而第一名的排名奖励 直接就有1亿了 这个排名奖励确实是多 不过跟小统领的 暗流涌动 还是没法比的 小统领光是 暗流涌动 和激流面板 就获取了十多亿的积分 正常职业者 不管实力有多强 也不可能在第二天 获取15亿积分 裴雨嫣等人 皆是欣喜不已 陆川不仅实力强 赚取魔兽残骸的能力 还非常强 哪怕不刷怪 就呆在出生点露营 他们的积分 也会达到了十多亿 打破所有的记录 明昌 净化十项 积分 1640426800等级 150 绑定队伍 裴雨嫣小队 技能 净化 等级反馈 净化光环 净化光环 受到魔物侵蚀时 全属性提升500% 不错 净化十项升到了150级 全属性提升 直接达到了500% 在净化十项的等级反馈下 我的临时等级 达到了240级 在接下来的 静魔之战中 必然会更加轻松 而且 昆鹏完成中级挑战后 也成110级 升到了111级 再加上净化十项 150级的等级反馈 临时等级都达到261级了 陆川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尤其是昆鹏 在等级上的提升 昆鹏的等级太高了 每升一级 都需要大量的经验 而S级区BOSS 只有110级 跟昆鹏的实际等级相同 因此 获取经验的速度并不理想 SS级魔兽区域已刷新 净化SS级BOSS残骸 和魔兽残骸 将获得大量积分 当一支队伍通关所有SS级魔兽区域时 将自动解锁SSS级魔兽区域 可生成终极BOSS 只要前往SSS级魔兽区域 就能打 静魔之战的终极BOSS 陆川对 静魔之战的终极BOSS 很感兴趣 出发吧 尽快通关所有的SS级魔兽区域 好的小统领 周瑜等人兴奋不已 在陆川的带领下 全都跳入了传送井中 陆川现在的临时等级 达到了240级 因此 暗流涌动的流动速度 非常惊人 能直接到达SS级魔兽区域 这里的魔物更浓了 能让全属性降低60% 不愧是SS级魔兽区域 不过跟进化光环 500%的全属性增益比起来 这60%的全属性削弱 根本就不算什么 陆川左右望了望 很快便发现一只SS级区域魔兽 明昌 孔爪熊 以魔化 等级 115 技能 熊豹 孔爪碎石 魔化 肌肉硬化 让我来 赵龙的身旁 环绕着10颗雷球 迫不及待地 扑向孔爪熊 他在进化十项的等级反馈下 临时等级达到了215级 再加上进化光环 500%的全属性提升 一招就将孔爪熊秒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shinhuansewch.com 击杀300只孔爪熊 将会生成区域boss 当前击杀进度为一只 爽 击杀高等级的魔兽太爽 赵龙很是陶醉 他的实际等级 只有85级 击杀115级的孔爪熊 能获取大量的经验 我们继续分头行动 陆川一声令下 众人迫不及待地执行下去 他们的积分优势太大了 足足有16亿 净化石像都升到130级 除了周瑜以外 所有人都有秒杀孔爪熊的能力 而孔爪熊的等级非常高 再加上惊人的刷怪效率 这SS级魔兽区域 跟经验圣地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里的魔兽 比起昆鹏都要高几届 昆鹏获取经验的速度 应该会快很多 陆川施展 水龙弹 5000米之外的孔爪熊 当场暴毙 而昆鹏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化身城鹏后 杀怪和爪怪的效率都非常高 因此短短15分钟 孔爪熊就刷到了300头 成功击杀300头孔爪熊 区域BOSS声称中 一头巨熊缓缓浮现 它的身躯极其魁梧 足足有千米之高 每一根爪子 都犹如小山一般 每踏出一步 整个魔兽区域都会颤抖起来 名昌 孔爪熊王 魔画 等级 130 血量 食意 技能 熊豹 魔爪碎石 魔画 魔熊咆哮 肌肉硬化 昆蓬 使用江河吐息 路川一声令下 浩浩荡荡的北冥之水 犹如天河奔涌一般 就算孔爪雄王高达千米 也被瞬间淹没 紧接着 一道暗紫色的光柱 映照在孔爪雄王的身上 这是进入第二阶段的征兆 等级优势太大了 就算孔爪雄王的血量 多达一百亿 也被昆蓬一招秒了 路川满意一笑 昆蓬的实际等级 只有111级 击杀一百三十级的孔爪雄王 应该能获得非常可观的经验 而且见识到一百三十级的boss 他更加明白 自己在寄灵之战 得收获有多大 就算没有进化十项的等级反馈 昆蓬血量也多达485亿 而孔爪雄王 作为一百三十级的区域boss 血量连昆蓬的四分之一都没有 这还是111级的昆蓬 等昆蓬跟孔爪雄王等级相同时 血量差距必然会更加悬殊 与此同时 陈修正骑着巨龙 在SS级孔爪雄区域刷怪 嗡嗡嗡 突然间 整个区域都颤抖了起来 他放眼望去 一道暗紫色的光柱 竟然在当前的区域降临了 声势极其浩大 假的吧 SS级魔兽区域的开通时间 连16分钟都不到 而SS级的孔爪雄王 就已经被人打到第二阶段 陈修整个人都梦了 区域boss的生成条件 是击杀300头区域魔兽 而短短16分钟 就有一支队伍 击杀了300头SS级区域魔兽 并且将SS级区域boss 打到了第二阶段 这个通关效率太惊人了 哪怕他是SS级的职业者 也无法与之相比 玄幻书格 https 3w.shuangshuge.com 难不成是培育炎小队 陈修的心中有了猜测 毕竟欧阳修小队 和五行小队的积分 跟他差不多 不可能有如此惊人的通关效率 嗡嗡嗡 孔爪雄王 进入第二阶段后 再度被昆蓬秒杀 光柱刚刚离开片刻 就再度折了回来 卧槽 孔爪雄王刚进入第二阶段 就被秒了 陈修更加震撼了 第二阶段的孔爪雄王 都能击杀得如此之快 第一阶段的击杀速度 必然会更快 再加上传送功能的存在 培育炎小队 必然能迅速通关所有 SS级魔兽区域 开放SSS级魔兽区域 而路川的通关速度 也确实如他所料 平均20分钟一个SS级魔兽区域 连4小时不到 所有SS级区域boss 都被昆蓬杀了一遍 培育炎小队 已通关所有SS级魔兽区域 SSS级魔兽区域已开放 决战即将开始 净化十项得到强化 可远程净化魔兽残骸 并且觉醒初心技能 神之庇护 副本通告响起 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 卧槽 SS级魔兽区域的开放时间 连4小时都不到 培育炎小队 已经将所有SS级魔兽区域通关 这通关效率太离谱了 平均20分钟一个SS级魔兽区域 20分钟 我连击杀100头 S级区域魔兽都很难做到 而培育炎小队 已经通关SS级魔兽区域 SS级火焰犬区域五行小队 正在全力应对火焰犬王 他们的实力很强 施展五行大阵 后就算火焰犬王高达130级 也依旧能稳战上风 SS级区域boss太肉了 血量高达100亿 再加上三个阶段 我们得造成300亿 才能彻底击杀 若不是有进化十项的反馈 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130级的boss 兄弟们 再加把剑 我们的实际等级都是90多 只要将火焰犬王击败了 必然能获得大量的经验 他们皆是火力全开 想在一天之内 通关两个SS级魔兽区域 不过火焰犬王的血量太厚了 三个小时过去 他们才勉强打到第二阶段 若想彻底将火焰犬王弄死 必须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突然间 副本通道响起 他们皆是震撼不已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假的吧 我们苦战了三个小时 才勉强将SS级火焰犬王 打到第二阶段 而裴羽烟小队 已经通关所有SS级魔兽区域了 太离谱了 这特么是人能做到的事情 不过新开放的SS级魔兽区域 所有人都能进入其中 这是我们赶超先贤的机会 SS级魔兽区域开启后 所有净化石像 都能远程净化魔兽残骸 只要刷怪的效率高 净化石像的无时无刻都在变强 而且 净化石像的新技能 非常厉害 是专门用来应对终极boss 神之庇护 当受到致命伤时 可满血复活 每拥有十万积分 净化石像便可发动一次神之庇护 这 在神的庇护下 参赛选手不会在禁魔之战死亡 只会淘汰出局 神之庇护太强了 我们积分多达2700万 这意味着 我们能复活了270次 并且随着我们通关 SS级魔兽区域 积分还会水涨船高 复活次数也会变得更多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uangshuge.com 进化石像提前进化 再加上新出的传送功能 就算我们不是禁魔之战的第一名 最终的奖励 也跟之前的第一名差不了多少 五行小队的人兴奋不已 火焰犬王掉血的速度 都快了一些 太爽了 进化石像得到强化 能远程进化魔兽残骸了 我们的收获很大 4小时不到 就收获了10枚SS级BOSS残骸 和3400枚SS级魔兽残骸 等进化石像 将这些魔兽残骸进化了 我们的积分 必然会疯狂暴涨 裴雨烟等人 即使兴奋不已 将收集到的魔兽残骸 堆积在一起 紧接着 一道神圣无比的金光落下 所有魔兽残骸 都如冰雪般消融 第一名 裴雨烟小队 积分 2140746800 第二名 欧阳修小队 积分 3237 0000 第三名 陈修小队 积分 2930 0000 第四名 五行小队 积分 2730 0000 四小时不到 我们就获取了5亿积分 让总分达到了21亿 裴雨烟等人 皆是两眼发亮 神之庇护 每拥有10万积分 便能复活一次 而他们拥有21亿积分 能复活2万多次 如此多的复活次数 就算每秒死一次 也得五个多小时 才能消耗殆尽 陆川道 我们的复活次数很多 可以直接去 SSS级的魔兽区域 而且 我们的积分 多达21亿 进化石像的增益非常强 就算 SSS级魔兽区域 是难度最大的地方 也能轻松应对 好的小统领 你去拿我们就去啊 在陆川的带领下 众人跳入传送颈中 很快就来到了 SSS级魔兽区域 放眼望去 此地没有任何的生计 连一株草都看不到 而且每一寸土 都在散发着魔物 光是全属性降低 就达到了100% 赵龙感慨道 这便是最终的 SSS级魔兽区域吗 当真是诡异 其他魔兽区域 都有10个 而SSS级魔兽区域 作为 静魔之战的终极之地 只有一个 若是没有 净化光环的增益 任何人来到这里 都会变成凡人 而他没有任何惧怕 只觉得非常刺激 净化石像的增幅太强了 有绝对的实力在身 自然无惧任何挑战 抵达SSS级魔兽区域 可接受净化石像的 第三次挑战 第三次挑战 SSS级魔兽区域 连小怪都看不到 生成区域BOSS的规则 必然有所不同 应该跟第三次挑战有关 念及于此 陆川将目光 看向裴语焰 接受挑战吧 好 裴语焰点了点头 果断接受挑战 紧接着 大地涌现魔物 凝聚成70头区域BOSS 其中有10头 还是SS级的 并且每一头区域BOSS 还率领着300头区域魔兽 加起来便是21000头 玄幻书格 https 这边是第三次挑战吗 感觉不怎么样 陆川笑了笑 昆鹏 实用北冥赴天爵 好的主人 昆鹏的体表 爆发出无比璀璨的神光 浩荡的北冥之水 犹如海啸一般 瞬间将70头区域BOSS 和21000头区域魔兽 淹没其中 他的实力很强 在净化石像和陆川的增益下 一招就能造成100亿伤害 让SS级区域BOSS的血条 瞬间见底 如今用出最强的 北冥赴天爵 自然是一招一个阶段 仅仅三招 就完成了第三次挑战 完成第三次挑战 终极BOSS即将降临 咔咔咔 大地崩裂之声响起 一头高达2000米的魔兽 破土而出 他的长相极其抽象 由亿万魔兽残骸 和BOSS残骸拼接而成 能在其身上 看到所有区域BOSS的特性 鸣昌 魔化支援 终极BOSS 血量 等级 200 技能 魔物射击 石骨魔咽 魔爪八连戒 终极魔化 这终极BOSS强得过分 SS级区域BOSS 只有130级 而他直接就是200级 血量 还是三个问号 终极BOSS的技能 蓝好长 比所有区域BOSS 加起来还要长 准确来说 终极BOSS掌握了 所有区域BOSS的技能 并且还有独属于 自己的技能 周瑜震撼不已 终极BOSS的强大 出乎了他的预料 难怪净化石像 会掌握神技 一个 神之庇护 就能让人满血复活 面对如此强大的存在 就算所有参赛队伍都联手 也必然会复活次数耗尽 张彪到 别慌了 我们的进化石像 高达140级 临时等级 比终极BOSS还要高 再加上2万多次的 神之庇护 就算站着让终极BOSS杀 终极BOSS 也得用大量的时间 才能淘汰我们 终极BOSS的压迫感 确实是很强 不过有2万多次的复活 他只想冲上去大干一场 我先上了 你们随意 赵龙笑了笑 果断施展最强的技能 冲向终极BOSS 而终极BOSS的输出能力 非常强 施展魔爪拍击 后 一个技能 就将赵龙拍成了血泥 负1000亿 惊人的伤害数值 吓了众人 一个技能 就打出1000亿的伤害 就算SS及区域BOSS 都会被一招秒杀 更别说赵龙 好在赵龙并不是吃素的 在临死之前 打了不少输出 爆出了200份 A级魔兽残骸 紧接着 进化石像 施展 神之庇护 血泥犹如回光反照般 重新凝聚成赵龙的样子 假的吧 我的临死等级 高达227级 终极BOSS一招就把我秒了 复活后的赵龙 有点猛 裴羽烟提醒道 终极BOSS是200级的六转魔兽 而你只是227级的三转职业 终极BOSS自然能一招秒你 赵龙道 我的临死等级 高达227级 哪怕不是防御型职业者 凭借着等级优势 防御能力 也能远胜其他人 就连我都被一招秒 其他人同样撑不了一招 裴羽烟道 终极BOSS的伤害太高了 随便一招就能造成1000亿的伤害 就算SS几区BOSS都会被一招秒 在终极BOSS面前 任何的防御都是毫无意义的 必须要尽可能地躲闪 玄幻输格 https 3w.xfwanshuge.com 若是遇到范围大的技能 只能用一命换命的战术 在临死之前打出最高的输出 反正我们复活次数非常多 耗死终极BOSS 队长说得对 众人很认可裴羽烟的说法 这确实是最好的战术 他们的复活次数多达2万次 在不刻意送死的情况下 必然能造成大量的伤害 收获大量的魔兽残骸 而且神之庇护 每拥有10万积分就能复活一次 只要每条命都能换取10万积分 能处于不死不灭的状态 一直跟终极BOSS耗下去 稍等片刻 路川施展 爱河传说 十二只爱河之剑凝聚而出 其中六只射向终极BOSS 另外六只分别向自己和队友 舔狗契约生效后 终极BOSS变成了五人一兽的舔狗 小同理啊 这是什么东西 裴羽烟翘脸发烫 爱河之剑 由爱河之水凝聚而成 钻入他体内的一瞬间 脑海会浮现些情情爱爱的东西 若不是身处战场之中 他还以为被吓药了 路川想对自己图谋不轨 这个技能名为爱河传说 签订舔狗契约后 终极BOSS对我们造成的所有伤害 都会转换成等量治疗效果 就算没有神之庇护 我们也能将终极BOSS活活耗死 路川简单讲解了一番 神之庇护确实能让人满血复活 并且复活的次数还多达两万次 不过复活的过程中 就像BOSS进入下一阶段一样 是需要时间的 正好爱河传说 能同时建立六份契约 他们没必要将时间浪费在复活上 直接对着终极BOSS疯狂输出就行了 将所有伤害转换成等量治疗 小统领 你是认真的吗 裴语音整个人都梦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而事实胜于雄变 路川打算以实战的方式 证实爱河传说的逆天之处 昆鹏 我们上 路川在河神领域的配合下 犹如炮弹般冲击而出 深海套装 套装效果 能让他在水中的移动速度增加3000% 而昆鹏的施展 逍遥游后 移动速度更加惊人 转瞬间就来到了终极BOSS的身前 就算他的体型非常庞大 60级以下的职业者 也无法用肉眼捕捉到他的身影 死 终极BOSS的杀心非常重 施展魔爪八连击 后 双手快出了残影 八道触目惊心的爪痕 叠加在一起 犹如大网一般 而昆鹏只攻不防 直挺挺地撞在魔爪八连击上 加200亿 加200亿 八道伤害数值同时浮现 终极BOSS一瞬之间 就打出了1600亿的伤害 如此惊人的伤害量 就算昆鹏的血量非常高 防御力非常强 也依旧撑不了几下 不过在 爱河传说的影响下 终极BOSS的所有伤害 都转换成了等量治疗效果 这1600亿的治疗量 落在身上 爽得昆鹏浑身愉悦 庞佛在温泉里按摩一样 与此同时 昆鹏的 浩海撞击 也落在了终极BOSS的身上 一份SSGBOSS残骸 爆了出来 再配合净化10项的远程净化 众人的积分 直接加了5000万 卧槽 终极BOSS一个技能 造成了1600亿伤害 而昆鹏 依旧跟个没事人一样 昆鹏在净化10项的反馈下 临时等级达到了262级 比终极BOSS还要高 可他终究是4转妖兽 并没有经历 5转和6转的蛻变 按理来说 这1600亿的伤害 落在身上 昆鹏必然是撑不住的 可为何他一点事都没有 赵龙等人皆是震撼不已 昆鹏在打终极BOSS的时候 就连防御型技能都没用 这是何等的自傲 注意看 这1600亿的数值 是加号 而不是减号 这意味着终极BOSS的 魔爪八连机 并没有对昆鹏 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让昆鹏 恢复了1600亿的血量 裴雨嫣提醒了一句 众人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还真是 终极BOSS明明想弄死昆鹏 可既能落在昆鹏身上 全都转换成了等量的治疗效果 太逆天了 小统领的爱河传说 比神之庇护还要牛逼 只要爱河传说 能一直持续下去 终极BOSS就不可能伤到我们 我们全部都是无敌的存在 谈论至此 众人皆是激动不已 争先恐后地杀向终极BOSS 不管终极BOSS如何输出 都伤不到他们分毫 甚至在千亿级别的治疗下 每个人都爽得非常非济 就像受虐狂一样 恨不得终极BOSS打出更高的输出 太爽了 反正有爱河传说 我治疗技能都没有用武之力 还不如跟着大家上阵杀敌 周宇身为辅助型职业者 却跟战士一样 追着终极BOSS疯狂砍 玄幻书格HTTPS 3W.玄幻suge.com换做平常 他不可能这么做 毕竟辅助型职业者 输出能力不强 这么做 只会让自己身处危险之中 必大于力 不过在 爱河传说的影响下 挨揍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他跟中级BOSS贴脸肉搏 并不是为了打出多少输出 而是为了享受更多的治疗效果 体验这种爽的升天 在六人共同努力下 每一分钟都能增长1亿5000积分 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再加上进化实相的远程进化功能 他们刷输出的能力 还会变得更快 五个小时过去 欧阳修小队终于通关了一个 SS级魔兽区域 当他们打开排行榜后 当场就傻眼了 第一名 裴雨嫣小队 积分360亿 第二名 欧阳修小队 积分15707000 第三名 陈修小队 积分145000000 第四名 五行小队 积分12800000 通关了SS级魔兽区域 我们的积分达到了1亿5000万 不过裴雨嫣小队的积分 变得更多了 直接达到了360亿 是我们的300多倍 欧阳越震撼不已 这积分增长的速度 是人能做到的 欧阳修到 裴雨嫣小队 四小时不到 就通关了所有SS级魔兽区域 此刻必然在SSS级魔兽区域 而他们 能在五小时 从21亿积分 涨到360亿 必然跟SSS级魔兽区域有关 为了增加获取积分的效率 我们也得前往SSS级魔兽区域 欧阳越点头道 哥哥说的对 裴雨嫣小队五小时 就获取了339亿积分 这是在SS级魔兽区域 无论如何也刷不到 众人意见非常统一 支付50万积分的魔兽残骸后 很快就来到了SSS级魔兽区域 卧槽 裴雨嫣小队 已经在打终极 BOSS了 终极BOSS在受到伤害时 会源源不断地爆出魔兽残骸 难怪他们的积分增长速度 会如此之快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魔化支援 作为200G的终极BOSS 压迫感是非常强的 而裴雨嫣小队 面对如此强大的存在 竟然每一个 都打得兴高采练 没有任何的惧怕 甚至周雨身为辅助型职业 都在跟终极BOSS贴身输出 完全没有稳居后方的想法 太离谱了 周雨明明是辅助型职业 竟然跟战士一样 冲到最前面了 不过裴雨嫣小队的积分非常多 360亿积分 能触发30万次复活 以他们积分增长的速度 终极BOSS根本就杀不过来 奢侈一点也是应该的 可一个辅助型职业 能造成多少输出 有必要挨终极BOSS的毒打吗 众人皆是疑惑不已 轰隆隆 昆蓬的攻击是大力尘 就算终极BOSS的体型非常庞大 也在他的攻伐下颤抖了起来 如此惊世骇俗的一幕 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谁的战宠 竟然如此勇猛 终极BOSS高达200级 已经是六转魔兽了 而这头战宠 竟然能打得终极BOSS颤抖 兜起来 这得多么高的输出才能做到 这头战宠的输出能力 竟然比裴雨嫣还要强 究竟是谁的本事如此之大 竟然能让如此强大的妖兽 成为战宠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打算尽快完成第三次挑战 跟陆川等人并肩战 终极BOSS跟世界BOSS一样 是由所有参赛选手一起打的 只不过在完成第三次挑战之前 决战之地会被无形屏障隔绝 他们无法伤到终极BOSS 终极BOSS也无法伤到他们 紧接着 陈修小队和五行小队也传送了过来 正在接受第三次挑战 陈修小队和五行小队也来了 我得尽快完成挑战 加入到最终决战之中 欧阳修每次挥动拳头 体内的龙血犹如会沸腾起来 响起阵阵龙银 而陈修的巨龙跟坤鹏一样 都能享受到进化十项的等级反馈 因此输出非常强 就算欧阳修和欧阳月有配合 也没有落后多少 第三次挑战不用找怪 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分头行动 可以尽情地打配合 五行小队干劲十足 五行大阵一出 明明没有SSS及职业者领队 在输出能力上 却比陈修小队要强上一些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欧阳修.com这一刻 三只队友的好胜心 都被激发出来了 想做第二个完成挑战的人 让我来帮你们一把 陆川施展 河神领域 清脆的河水 有如惊涛般冲击而出 只要将奈何领域覆盖终极boss 终极boss在受到伤害时 将承受100%的额外灵魂伤害 因此 他的输出量必然是所有人的总和 欧阳修等人 尽快完成第三次挑战 就能尽快帮他打工 获取更多的积分 这是什么鬼东西 欧阳修的戒备心很重 下意识地躲闪 河神领域 不过 河神领域的蔓延速度太快了 再加上第三次挑战 要对抗SS级区域boss 他根本就无法躲闪 不应该啊 裴与烟小队的积分优势 如此之大 夺得 静魔之战 的魁首 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陆川为何要多此一举 突然对我们动手 欧阳修很势不解 紧接着 所有人在 河神领域 的浸泡下 全属性提升 240% 全属性提升 240% 陆川竟然是如此强大的 辅助型职业 欧阳修 微微一惊 连忙将目光 看向陆川 陆川这个辅助型职业 竟然掌握着输出型技能 正对着终极boss 疯狂输出 而且 陆川的每一个技能 都声势好大 看起来输出能力非常高 跟裴羽燕都有的一比了 欧阳月惊诧到 仅仅一个照面 就让我们全属性 提升240% 陆川作为大义新生 竟然掌握着 如此强大辅助型技能 他的职业是龙血牧师 同样是辅助型职业 当他施展 龙羽赐福 是 能让目标全属性 提升70% 跟周羽的增益效果差不多 不过 当他对龙族施展技能时 会额外提升50%的技能效果 因此 他对欧阳修施展 龙羽赐福 时 全属性的增益效果 会达到105% 可即便如此 他的增益效果 依旧连陆川的一半都没有 他可是大四中 数一数二的辅助型职业 而陆川作为大义新生 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仅仅一个照面 就将他比下去了 而且 陆川的人品还非常好 在非亲非故的情况下 竟然给他们提供 240%的全属性增益 有了如此大的实力提升 他们完成 第三次挑战的速度 必然会更快 这时间 真是英杰无数 陆川作为大义新生 竟然是 静魔之战中 最强的辅助型职业 了不起 当真是了不起 陈修由衷地夸赞着 陆川不仅实力强 还帮了他一把 让他对其更加的敬佩 不过 和神领域 得增益如此之大 对于法力值的消耗 应该非常惊人 他得借此机会 尽快将 第三次挑战 通关 不然 等增益效果结束了 他会打得非常吃力 本以为陆川是拖后腿的 就算裴宇烟 是当年的高考状元 也未必能成为 静魔之战的魁首 可谁想到 陆川仅仅一个技能 就让人全属性 提升240% 拥有如此强的辅助能力 任何队伍 都会争着跟陆川组队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uge.com 陆川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不到 就拥有此等实力 若是等气彻底成长起来 成就必然会在斩天战神之上 五行小队 同样是震撼不已 对陆川的看法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在 和神领域的帮助下 三支队伍要10个小时 才能完成的第三次挑战 短短两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假的吧 和神领域不仅增益效果强 持续时间还如此之久 哪怕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240%的全属性增益 依旧很稳定 从头到尾 连一点波动都没有 欧阳岳震撼不已 陆川的辅助能力太强了 就算他 龙羽赐福的增益效果 没这么强 也没法做到如此稳定 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地方 若是被影响了注意力 技能效果 难免会出现波动 而辅助型职业者 作为两军交战的首要击杀目标 为了保命自身性命 技能效果出现波动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而陆川不一样 明明是辅助型职业者 却跟裴羽赐和赵龙一样 对着终极boss疯狂输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陆川的河神领域 依旧平稳地跟古井一般 一点波动都没有 完全不符合常理 这得多么惊人的心性和定力 才能完成此等壮举 本以为要经历一场苦战 没想到在陆川的帮助下 我们两个多小时就通关了 陆川的辅助能力太强 再加上裴羽赐是当年的高考状元 难怪积分获取的速度如此之快 五行小队感慨不已 由于终极boss已经出现 因此他们完成第三次挑战后 并不会生成新的终极boss 而是直接加入到大决战之中 能打终极boss冲冲冲 欧阳岳兴奋无比 不过作为辅助型职业 他不可能像周宇和陆川一样 冲在最前线作战 只能催促众人往前冲 而他的队友也没让他失望 刚刚完成第三次挑战 就全速冲向终极boss 在和神领域240%的全属性增益下 所有人都热血沸腾 想一展拳脚 曲曲蝼蚁 终极boss怒吼着 施展魔气纵横 后一道气境 犹如冲击波般激荡而出 让所有人都承受了千亿级别的伤害 欧阳修等人 还没伤到终极boss 就全部暴毙了 不过在神之庇护的作用 破碎的身躯 犹如时间逆流一般 很快就复活了 卧槽 这终极boss的伤害太高了 我们刚刚跑过来就被一招秒了 而且 这个技能的范围非常大 覆盖方圆白脸 没有任何的死角 每当终极boss用出 魔气纵横 所有人都会损失一次复活的次数 众人面露凝重之色 终极boss是200级的六转魔兽 跟世界boss一样 是让所有队伍一起打的 而其他队伍 并没有完成第三次挑战 还无法加入到决战之中 不过打终极boss 是风险和收益都很高的事情 为了获得更多的积分 就算终极boss强得离谱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退缩 随着跟终极boss的距离越来越近 众人逐渐发现了 陆川等人的神异之处 不管终极boss如何输出 陆川等人都没有躲闪的想法 要知道 终极boss是200级的六转魔兽 随随便便 就能打出千亿级别的伤害 可这些技能 一次又一次地 落在陆川等人身上 陆川等人 依旧跟个没事人一样 如此惊世骇俗的一幕 把欧阳修等人 全都看猛了 假的吧 面对终极boss千亿级别的输出 陪羽炎小队 全都是毫发无损 而看起来还有些愉悦 太不正常了 陪羽炎小队 获取积分的速度非常快 就算每秒死一次 终极boss 也无法将其淘汰出局 可 神之庇护得复活 我们全都体会过 跟区域boss 进入下一阶段一样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而陪羽炎小队 硬抗了终极boss 如此多技能 输出依旧没有半分停顿 这绝对不是神之庇护 能达到的效果 众人越想越心惊 难不成陪羽炎小队的 防御能力非常强 就算终极boss的输出 达到了千亿级别 也能随便抗 可现实不是游戏 就算陪羽炎小队 能抗住千亿级别的输出 也绝对不可能面不改色 更别说露出愉悦的表情了 而且千亿级别的输出 就算是SS及区域boss 也扛不住 玄幻输格 https www.shuenhuangsewch.com 陪羽炎小队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无视千亿级别的输出 奇怪 为何终极boss的伤害数值 全都是加号 而不是减号 陈修很是疑惑 胡晶晶岔道 减号代表伤害数值 而加号代表治疗数值 终极boss的技能 落在陪羽炎小队的身上 冒出来的 全都是治疗数值 这意味着终极boss 一直在给陪羽炎小队回血 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此话一出 众人更加猛低了 终极boss的杀心非常重 只要见到人类就行 将其大卸八块 怎么可能反过来给敌人不断回血 而且终极boss施展的技能 每一个都凌厉无比 杀意滔天 跟治疗技能完全大不上边 可偏偏这些技能 落在陆川等人身上 全都变成了治疗效果 而且是千亿级别的 跟终极boss的输出能力一样强 如此诡异的一幕 放眼整个人族史都从未出现过 施展这个技能的人是谁 竟然能让终极boss的所有伤害 统统转换成等量的治疗效果 神之庇护绝对能称之为神技 而培育炎小队掌握着比 神之庇护还要厉害的技能 神之庇护是所有人攻伐终极boss的依仗 若是没有神之庇护 没有人敢面对终极boss 而培育炎小队连用都用不上 真的太离谱了 众人在短暂的震撼后 全部施展出最强的技能 而终极boss身处奈何领域之中 将额外承受100%的灵魂伤害 因此 纵纸增长的速度变得更快了 不过终极boss在 静魔之战的设定之中 是由1000支队伍同时讨伐的世界级boss 因此 攻击范围非常大 就算欧阳修等人 再尽可能躲闪攻击 依旧每三分钟就得暴毙一次 而神之庇护得复活 得半分钟才能完成 这断断续续的感觉 让他们很是不爽了 并且每次暴毙的痛苦 他们都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复活次数一多 人都有些麻木 再对比裴羽炎小队 不管终极boss如何输出 也不会承受任何的痛苦 能将心思全都投入到攻阀之中 无论是实力 还是输出环境 他们都没法跟裴羽炎小队相提并问 欧阳月大喊道 小统领 你们是如何将伤害转换成治疗效果的 能不能让我们也享受一下 等静魔之战结束了 必有重爆 陆川能平白无故地帮助自己 必然是心地善良的人 只要厚着脸皮开口了 说不定陆川会再度帮助自己 念及于此 他还在百忙之中 调整了一下发型 想以自身的美貌 加大此事的成功率 若是我跟裴羽炎一样 能无视终极boss的技能 放开手脚的输出 积分获取的输出 必然会更快 欧阳修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目光灼灼地看向陆川 陆川道 我的爱河传说 只能对六个人生效 没法照顾到你们 他自行领悟的技能 都是无消耗的 若是爱河传说 能同时建立的契约多一些 他并不介意帮一下 欧阳修等人 让爱河领域 能打出更高的输出 可惜了 等等 难不成比 神之庇护 还要强的神技 是你施展出来的 欧阳岳整个人都骂了 陆川的 和神领域 能让四肢队伍全属性 提升240% 已经足够逆天了 可谁能想到 这个让伤害 全部转换成治疗效果的手段 也是陆川的技能之一 陆川的 爱河传说 太逆天了 只要施展出来 敌人连伤到他都做不到 更别说战胜他 陈修震撼不已 爱河传说 能对一人生效 就足以称之为神技 而陆川的 能同时对六人生效 这谁顶得住呀 就算终极boss 是200级的六转魔兽 也未必顶得住 欧阳修惊诧到 陆川明明是大义新生 可其实力 却在所有大四学生之上 他作为SSS 及龙穴全师 双战神之徒 为了拥有当前的实力 努力了三年多的时间 马上就要四年了 而陆川 作为后起之秀 两个月都不到 就超越了他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相信的 不惊道 陆川的 爱河传说 比 神之庇护 还要强 对于法力值的效果 必然非常庞大 再加上他的 爱河传说 正对六个目标生效 并且自身 还在对终极boss 疯狂输出 应该维持不了多久 胡沐复道 法力值该如何利用 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我若是陆川 只会对输出能力 最强的昆蓬 和裴语音 施展爱河传说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浮王search.com 至于其他人 用神之庇护 复活就行 唯有如此 才能将利益最大化 不过陆川觉醒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若不是北京军校 提前开学 他连大一新生 都不算了 能在 禁魔之战 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已经非常不错的 等其学习了 更高深的武道知识 所发挥出来的作用 必然会更大 由于 和神领域 不消耗法力值 因此 陆川一直让其蔓延着 已经覆盖了整个 SSS 紧魔兽区域 所有来到这片区域的队伍 全都享受到了 和神领域 240%的全属性加成 卧槽 我刚刚来到了这里 就全属性提升了 240% 这是什么情况 有了这240%的 全属性提升 我们必然能轻松应对 第三次挑战 迅速加入到大决战之中 这个增益效果名为 和神领域 施展这个技能的人 很有可能是和神 谈论至此 所有人都有些梦了 同为大四的学生 并且能进入 静魔之战中 当年都是一起 谈加高考的 若是有如此牛逼的和神 当年高考的时候 不应该岌岌无名才对 带着这样的疑惑 众人接受了 第三次挑战 在和神领域的增益下 所有队伍的通关速度 都很快 并且 以极好的状态 加入到了大决战之中 哗啦啦 破浪声响起 昆蓬一个水击三千 将终极boss 打得微微低头 而陆川的水龙斩 响起震天汗地的龙吟之声 每一次落下 都能造成大量的输出 惊呆了无数人 对于欧阳修和裴玉燕 这样的强者 他们都极其了解 可陆川的强大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卧槽 这人是谁啊 为何在当年的高考之中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是北京小统领陆川 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据我所知 还是限制非常多 潜力非常低的河神 河神 难不成 河神领域 就是陆川弄出来的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陆川只用一个技能 就让五千人全属性 提升百分之二百四十 这特么是人能做到的 加入决战的人越多 欧阳岳便越是心惊 他是大四中 数一数二的辅助型职业者 而陆川的 河神领域 在增益效果和增益数量 都碾压了他 如此逆天的辅助效果 就连郑国第一神剑 天子剑都做不到 而且 陆川维持如此之久的 河神领域 为整整五千人 提供百分之二百四十的 全属性增益 依旧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还能对终极BOSS 疯狂输出 魔气纵横 终极BOSS怒吼一声 浩荡的魔气 有如冲击波般 抵挡而来 方圆百里的所有人 都承受了千亿级别的伤害 如此高的伤害量 就算是防御型职业 也得瞬间暴毙 不过在 神之庇护的作用下 所有人都满血复活了 再度加入到讨伐之中 随着加入决战的队伍 越来越多 终极BOSS施展清场技能的频率 也越来越高了 陆川微微皱眉 每当终极BOSS施展清场技能 除了他的队伍以外 所有人都要经历 半分钟的复活期 对获取魔兽残骸的速度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玄幻书格 https www.xuanfuansearch.com 念及于此 他果断施展 奈何传说 奈何之水 神不知鬼不觉地 钻入终极BOSS的体内 让其随机遗忘7个技能 若是遗忘的技能不满意 他还会不断刷新 直到满意为止 而终极BOSS的清场技能 只有5个 陆川刷新了24次后 终于让终极BOSS遗忘了 所有清场技能 运气不错 陆川满意一笑 终极BOSS所掌握的技能太多 比所有区域BOSS 加起来还要多 他仅仅刷新24次 就能让其遗忘所有清场技能 魔器纵 终极BOSS的技能用到一半 突然间愣住了 在奈何传说的影响下 他遗忘了 魔器纵横 甚至连技能的名字都忘记了 什么情况 我都做好复死的准备了 为何终极BOSS的技能用到一半 突然间停下来了 注意看终极BOSS的技能栏 魔器纵横突然间消失了 不仅仅是魔器纵横 终极BOSS所有的清场技能都消失了 这是BOSS吗 如此奇怪的事情 在之前的 静魔之战中 可从未发生过 众人微微一愣 欧阳修开口道 在我的观察之中 终极BOSS的遗忘技能一直都在变化 直到其遗忘了所有清场技能才停下来 这绝对不是BUD该有表现 而是一个人的手段 一个技能 让终极BOSS随机遗忘七个技能 若是不满意 还能刷新到满意为止 卧槽 这个技能强得离谱 究竟是谁施展出来的 欧阳月惊呼出声 和神领域和爱河传说 都是陆川的技能 而且每一个都无比逆天 能瞬间扭转战局 这个让终极BOSS 都遗忘七个技能的大手段 会不会也是陆川用出来的 陈修下意识地看向了陆川 想证实自己的猜测 终极BOSS突然间遗忘七个技能 所有人都震撼之中 而陆川始终面不改色 彭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实锤了 让终极BOSS遗忘七个技能的人 就是陆川 而欧阳修和五行小队 也是心思敏锐之人 观察了一下周围的人反应后 很快便发现了陆川的异常之处 所有人加入决战之后 积分增长的速度确实是变快了 不过进化石像升到200级后 就不再升级了 似乎达到了静魔之战的极限 难不成天道在设计 静魔之战的时候 就没想到 有人的积分会达到800亿吗 陆川很是苦恼 在800亿积分之前 进化石像的等级一直在提升 可当进化石像的等级 跟终极BOSS相同时 就无法获取经验了 庞佛到达了静魔之战的顶点一半 连一丝进步的空间都看不到 明昌 进化石像 积分8740426800等级 200 绑定队伍 培育烟小队 技能 进化 等级反馈 进化光环 进化光环 受到魔物侵蚀时 全属性提升800% 等级反馈达到200级 并且全属性提升800% 这个增益确实很高 不过在 静魔之战的积分越多 结算时的奖励便越多 陆军灵的 剑道圣体 能同时装备九把剑类武器 跟三次进魔之战 有非常大的联系 若是能让积分增长的速度 变得更快 陆川必然不会错过 我升到90级了 只要完成四转转职任务 我就是四转职业者了 赵龙兴奋地嗷嗷直叫 寻常的区域BOSS 只有击杀 才能获取经验 而终极BOSS 只要造成一定的伤害量 就能获取大量的经验 在进化石像 和陆川的双重辅助下 他的输出能力非常强 因此在大决战中 获取了大量的经验 已经升到90级了 赵龙 我也升到90级了 若不是小统领 我们不可能短短三天 就从83级升到90级 我在候选赛时 只有81级 再过一个小时 也能升到90级了 赵龙和周宇 皆是兴奋无比 在陆川的帮助下 升级速度非常快 由于终极BOSS的血量非常高 裴宇烟和昆鹏 在造成大量伤害后 升级速度同样很快 前者升到了108级 输出能力越来越强 玄幻输格 HTTPS 3W.玄和王Search.com 后者升到了120级 自行刷新了无转转值任务 明昌 昆鹏 等级 120 血量 600亿 力量 60万 敏捷 60万 精神 60万 体质 60万 技能 通声 逍遥游 北明护身翼 北明赴天爵 大力危机 江河土系 浩海撞击 水击3000 水流甲 无转转值任务 击杀魔化之源 妖兽跟人族不同 人族得去转值神殿 接取转值任务 并且任务的形式千奇百怪 而妖兽的转值任务 会在相应等级时自动发放 并且全都是狩猎型的 只要击杀指定的目标就行 非常简单粗暴 只不过 昆鹏的狩猎目标太离谱了 竟然是击杀 击魔之战的终极boss 魔化之源的血量 是三个问号 放眼整个人族史 也从未被击杀过 难不成 昆鹏要被转值任务卡一辈子 终生止步于120级 路川微微一惊 职业者的潜力越高 转值任务的难度便越大 而昆鹏的血脉 层次非常高 相当于潜力非常大的职业者 因此 转值任务的难度 也是非常大的 只不过 这难度大的离谱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等等 净化石像升到200级后 就达到了极限 无法再获取经验 而终极boss的血量 会不会跟净化石像的等级一样 也存在一个极限 只要我打破了这个极限 就算终极boss的血量 是三个问号 昆鹏依旧能将其击杀 路川两眼一亮 觉得可行性非常大 不过 禁魔之战 存在时间限制 就算在 爱河传输的作用下 他们能一直跟终极boss号下去 也得有足够强的输出才行 并且终极boss的血量 是三个问号 要造成多少输出 才能击杀 没有人说得准 为了加大转制任务的成功率 他必须得全力以赴 尽可能让终极boss 承受更多的伤害 为昆鹏创造击杀的机会 该施展 和神传说 和神传说 能同时复制20件物品 并且复制出来的装备效果 和装备加成 是原版的4倍和5倍 只要让队友们的装备 变得更好 终极boss必然会承受更多的伤害 至于为欧阳修和陈修复制装备 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们的净化石像 高达200级 达到了 静魔之战的极限 增益效果非常惊人的 只要身处 静魔之战中 张彪和赵龙的输出能力 绝对在欧阳修和陈修之上 裴雨嫣 赵龙 张彪 把你们的装备给我 陆川大喊着 如此莫名其妙的要求 瞬间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欧阳岳诧意道 陆川究竟想干什么 没有装备 他们的输出能力 必然会受到影响 欧阳修同样很疑惑 赵龙还好说 他是近战法师 就算没有装备 也没有多大影响 可裴雨嫣是桃花剑线 张彪是机枪手 若是没有合适的装备 输出能力 必然会大打折扣 太奇怪了 难不成陆川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手段 小统领 这是为何 张彪有点梦了 他的职业是机枪手 所有的技能 都跟手中的机关枪有关 若是没有机关枪 他的输出能力 比起周宇 强不了多少 相信小统领的决策 只要他下达了命令 我们执行就行了 裴雨嫣无条件地相信陆川 就算不清楚 陆川要做什么 依旧交出了手中之剑 确实是把好剑 能提升三万点力量和精神 而且施展剑类技能时 还能提升百分之三十的威力 陆川查看了一下 没影剑的面板 当即施展和神传说 年轻的裴雨嫣 你掉的是这把 鸡 没影剑 还是这把 鸣 没影剑 没影剑呢 吟唱结束 金银没影剑的装备效果 和属性加成 全都翻倍 灵力的剑气 犹如风暴般抵挡而出 还伴随着梅花纷飞的异响 绝美之中 蕴含着无尽杀意 小统领复制出来的 金银没影剑 竟然比原版还要强 裴雨嫣两眼发亮 连忙喊道 小统领 这把 金 没影剑是我的 接好了 陆川施展 激流 金 没影剑 犹如流星感月般 落入裴雨嫣的手中 金 没影剑明明是 小统领复制出来的装备 可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全都是原版的5倍 裴雨嫣震撼不已 越是依赖装备的职业 得到好装备的提升 便越大 而 金 没影剑能让他的力量和精神 都提升15万点 并且施展剑类技能时 还能提升150%的威力 小统领 这是我的机关枪 小统领 这是我的奥数拳套 剑是道 和神传说得厉害之处 张彪和赵龙连忙将手中的装备 交给陆川 紧接着 金 机关枪和 金 奥数拳头 落入了两人的手中 让他们的输出能力 大大提升 卧槽 短短一个喘息 陆川就将三件装备 复制出一金一银 并且 金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全部都是原版的5倍 欧阳修目瞪口呆 复制装备的技能 往往出现在锻造师的身上 不过复制品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跟原版是完全没法比的 还存在时间限制 属于非常鸡肋的技能 而陆川 作为和神 竟然在复制装备上 比巴掌的锻造师还要厉害 裴羽燕问道 小同理 你还能复制几件装备 陆川道 十二件 小同理 这是我的套装 裴羽燕将身上的套装地 给陆川 还带着淡淡的体香 一套套装中 有五件装备 将占用和神传说 五件复制名额 而他作为斩天战神的弟子 北京军校最强的学生 身上的装备 自然是张彪和赵龙没法比的 优先级非常高 因此 陆川毫不犹豫地 复制出一金一银 让裴羽燕的输出能力 大幅度提升 小同理 这是我的套装 能不能帮我也复制一下 以我的输出能力 不会让你失望的 玄幻书格 https www.xdx.com张彪 连忙将身上的套装脱下 生怕落后于赵龙 和神领域 得复制名额 只剩七个了 不足以支撑两套套装的复制 而他跟赵龙 都是输出型职业 这第二套 金 套装 自然是先到先得 小同理 我作为近战职业 在无需防御的情况下 输出能力 自然比张彪要强上一些 应该复制我的套装 赵龙不甘落后 同样将身上的装备 递给陆川 别慌 我还有 银 深海套装 只要伸出水中 能提升2400%的移动速度 和治疗效果 陆川将 银 深海套装拿得出来 虽然在无需防御的情况下 这两个套装效果不算什么 不过深海套装 作为90级的传说套装 就算张彪和赵龙的套装是金的 再属性加成 也无法与之相比 银 深海套装 看来陆川早就将身上的装备 复制出一金一银了 三套套装 三件武器 陆川至少复制了18件装备 而且 复制出来的装备 还非常逆天 是原版的4倍和5倍 质量和数量都非常惊人 能跟培育燕组队的人 必然大肆中的佼佼者 在装备上是不会差的 而陆川 复制了如此多强大的装备 依旧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彭佛法力无穷无尽一般 太离谱了 至于剩下的两个复制名额 陆川打算用在五雷天心服上 五雷天心服是 消耗型装备 使用者的等级越高 威力便越大 就连底蕴最深厚的北京军区 也只有九雷 好在他有 和神传说 能将五雷天心服复制出 一金一银 只要一直使用五雷天心服的复制品 不仅能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还能随意挥霍 不必担心 用一枚就少一枚 年轻的自己哦 你掉的是这把 金 五雷天心服 还是这把 银 五雷天心服 还是这把普通的五雷天心服呢 银唱结束 金银五雷天心服的装备效果 全部翻倍 轰隆隆 陆川将内力度入 金 五雷天心服中 浩荡的雷霆 犹如群龙乱舞一般 打得终极 BOSS都颤抖了起来 卧槽 这些雷霆 是谁弄出来的 竟然比鲲鹏的输出还要高 太特么吓人了 这好像是帝都雷家的五雷天心服 没想到 有人在大决战中用出来的 众人全都傻眼了 五雷天心服是 帝都雷家的最高杰作 只有雷家家主 才能打造成功 并且要耗费大量天才地宝 静魔之战的积分 再怎么重要 也不应该用出此等之宝 五雷天心服的威力 跟使用者的等级息息相关 而陆川一个五雷天心服 就打出了如此高的伤害 难不成净化十项的等级反馈 也能提升五雷天心服的威力 雷青衣目瞪口呆 作为帝都雷家敌女 五雷天心服有珍贵 他是最清楚的 就连底蕴最深厚的北境军区 也只有九枚五雷天心服 而陆川 作为北境小统领 明明能毫无悬念地夺得 静魔之战的魁首 却莫名其妙地 将五雷天心服用了 如此败家的行为 陆川就不怕被陆军领打屁股吗 轰隆隆 五雷天心服的轰炸 还在继续 在陆川和昆蓬的强强联手下 终极BOSS被打得节节败退 就连发动技能的频率 都降低了很多 而雷青衣 一直在数着五雷天心服的使用次数 眼睛瞪得越来越大 整个北境军区 都只有九枚五雷天心服 陆川是怎么甩出三十枚的 每一枚五雷天心服都极其珍贵 唯有雷家家主才能打造 因此 每一枚五雷天心服的去处 他身为雷家嫡女 都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 陆川一连用了三十枚五雷天心服 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四十枚 七十枚 九十枚 一百一十枚 陆川是怎么用出 一百二十枚五雷天心服的 就算把我雷家抢了 没有这么多啊 准确来说 全华夏都没有如此多的五雷天心服 而陆川短短一分钟 就用了这么多 难不成北境军区 盗取了五雷天心服的炼制之法 并且有人的炼制速度 比我爹还要快 雷青一人都傻了 作为帝都雷家的嫡女 实力自然是有的 事关雷家的抵御 为了弄清 这一百二十枚五雷天心服 是怎么回事 他连积分都不在意了 正全力向陆川的方向挤着 陆川 你这一百五十枚五雷天心服 是从哪弄来的 在他接触陆川的过程中 陆川又用了三十枚五雷天心服 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五雷天心服 作为帝都雷家最核心的东西 如今被别人用得跟石子一样随意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复制出来的 陆川施展 和神传说 当着雷青一的面 复制出了一金一银 复制出来的 五雷天心服的 作为消耗性装备 制造难度和不稳定性 都非常大 你竟然能随手复制出来的 雷青一震撼不已 帝都雷家 因为血脉的原因 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是炼骑士 自然清楚 复制五雷天心服的难度有多大 烧又不慎 而陆川的复制速度 快得跟流水线一样 每一秒都能甩一枚 精英五雷天心服 并且每一枚的威力都非常大 稳定性还跟原版差不多 如此逆天的复制型技能 放眼整个人族史 都从未出现过 陆川却当着他的面展示了出来 拿去玩吧 陆川施展 激流 将一枚 因 五雷天心服送到雷青一的手中 他不傻 自然清楚 雷青一找上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五雷天心服作为帝都雷家最核心的东西 是万万不能泄露的 为了避免没必要的误会 他不介意让雷青一了解的多一些 这个复制品是纯银的 结构非常单一 真的能发挥出如此大的威力吗 雷青一将法力度入 因 五雷天心服 浩荡的雷霆 犹如游龙一般 重重地落在终极BOSS的身上 卧槽 这复制品的效果 竟然是原版的四倍 陆川的复制型技能 竟然如此逆天 旋幻书格 https www.xdx.com 而且比起 因 五雷天心服 陆川更乐意用金的 这证明 金 五雷天心服的威力 必然会更大 雷青一人都傻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绝对不相信 这世上有如此逆天的技能 而陆川证明完清白后 继续火力全开 每秒都能甩出一对金银 五雷天心服 打出大量的输出 为了让其他队伍 能更好的输出 他催动五雷天心服的时候 还施展了爱河版 水龙弹 五彩缤纷的水龙 犹如炮弹般 轰在终极BOSS的身上 瞬间让其双目迷离 被硬控了两秒 紧接着 便是1.8秒 1.6秒 1.4秒 等爱河版 水龙弹 得控制效果失效了 终极BOSS 已经被控制了11秒 众人安然无恙地 打出了大量伤害 就算是终极BOSS 也被陆川硬控了11秒 这也太离谱了 陈修再度被震撼到了 终极BOSS 是200级的六转魔兽 面对他们 这群三转四转的职业者 跟虐菜 终极BOSS的抗性还非常高 就算所有人一起施展控制性技能 也无法对其行动 产生任何的影响 而陆川随便用的技能 就将终极BOSS 硬控了11秒 让所有人都能全力以赴地 输出一段时间 一个大义新生 掌握如此多的神技 其他的职业还用完吗 若是这样的人 出生于其他国家 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五雷天心服作为消耗型装备 不管击杀多少怪物 对终极BOSS 造成多少伤害 都无法获取经验 好在我和坤蓬的经验条都满了 本来就无法获取经验 只要集结所有能利用的力量 并且全力以赴地输出 击杀终极BOSS的概率 就会不断放大 陆川的双眼中 有战役之火 熊熊燃烧 在他的努力下 积分犹如做火箭一般 很快就达到了3000亿 而终极BOSS的状态 越来越差 肉身犹如落地玻璃一般 到处都是暗紫色的裂痕 庞佛下一刻都会崩裂 终极BOSS应该撑不住了 坤蓬 实用北冥赴天诀 好的主人 坤蓬激动不已 浩荡的北冥之水 犹如天河宣泄一般 就算终极BOSS的体型极其庞大 也能尽数淹没 扑斥 扑斥 咔咔咔 血肉撕裂之声 和骨头崩裂之声 犹如木骨沉中一般 响彻整个SSS 及魔兽区域 短短几个喘息 终极BOSS的身躯 犹如落地西瓜般炸开 将北冥之水都染成了血红色 终极BOSS已阵亡 即将结算 禁魔之战的最终奖励 卧槽 终极BOSS被打死了 假的吧 终极BOSS的血量 是三个问号 怎么可能被打死的 终极BOSS的死 让所有人都梦了 陆川为他们创造了 如此好的输出环境 他们自然是想多刷一回 获取更多的积分 可谁能想到 终极BOSS突如其然就阵亡了 如此怪异的事情 放眼整个人祖史 也从未出现过 第一名 裴羽炎小队 积分 3500亿 第二名 欧阳修小队 积分 1142 5000000 第三名 五行小队 积分 109000000 第四名 陈修小队 积分 10800000 卧槽 裴羽炎小队的积分 竟然达到了3500亿 比第二名 多了400多倍 若不是终极BOSS 被打死了 积分差距必然会更大 排行榜公布后 所有人都震撼不已 一场大决战 裴羽炎小队的积分 从21亿变成了3500亿 这得造成多么惊人的伤害量 才能做到 难怪终极BOSS 会被活活打死了 终极BOSS被打死了 我们无法再获取魔兽残骸了 不过在 传送功能 和陆川的帮助下 我们的积分 跟去年的魁首差不多 此次 禁魔之战 的收获 依旧很大 欧阳修 哭笑不得 陈修小队 和五行小队的情况 也差不多 若不是陆川的帮助 他们很难获取 当前的积分 只可惜 终极BOSS的血量 并非无限的 不然他们的积分 必然会更多 远超以往的魁首 此次大决战 持续13个小时 而陆川的 和神领域 从头到尾都没断过 一直为5000人 提供240%的 全属性增益 这也太持久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浮王suge.com 这世上 为何会有如此持久的男人 欧阳岳对陆川增加敬佩了 和神领域 效果强 范围大 持续时间还非常长 绝对是人族 有史以来最强的 增益型技能 不仅仅是 和神领域 陆川的 爱河传说 也一直在维持着 不管终极BOSS 如何输出 也伤不到他们一分一毫 无敌了13个小时 按理来说 增益效果越强的技能 对法力值的消耗变越大 可陆川同时施展多个神剂 并且围持了十多个小时 却连汉都没有出异地 庞佛法力值 无穷无尽一般 太特别变态了 五行小队 同样是敬佩不已 而且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观察 他们自然能察觉到 奈何领域的逆天之处 终极BOSS在 奈何领域受到伤害时 将额外承受100%的灵魂伤害 因此 奈何领域的伤害量 是所有人的总和 培育燕小队的 3500亿积分 有1750亿是 奈何领域弄出来的 而如此逆天的技能 陆川同样维持了 十多个小时 若不是终极BOSS死了 这些神技的维持时间 必然会更长 以终极BOSS的实力 还无法让他们观察出 陆川的长短 主人 我要五转了 昆蓬的五转一向显化 浩荡的北冥之水 犹如天河逆流一般 短短几个喘息 就笼罩整个副本 卧槽 这头战宠 竟然叫陆川主人 而且看这架势 马上就要五转了 这五转一向太吓人了 明明 禁魔之战 是超大型地图 就算5000人在其中探索 也很难碰面 可陆川的战宠 短短几个喘息 就改变了整个副本的环境 陆川不仅掌握着 非常多的神技 还驯服了一头 高达120斤 血脉层次 还非常高的战宠 以陆川的实力 就算只身一人 参加竞魔之战 也必然能获取 千亿级别的积分 众人再度被震撼到了 以陆川的实力 就算他们所有人联手 也无法跟其抗衡 裴玉燕 作为当年的高考状元 竟然被大一的新生带飞了 而且陆川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这是何等惊人的成长速度 欧阳修摇头一笑 明昌 昆鹏 等级 120 五转 血量 6000亿 力量 600万 敏捷 600万 精神 600万 体质 600万 技能 童生 逍遥游 北明护身翼 北明赴天爵 大力尾姬 江河吐溪 浩海撞击 水姬3000 水流甲 五转之后 昆鹏的每一项属性 都达到600万 若是再打一次终极BOSS 击杀速度 必然缩短5-6个小时 陆川很是满意 SS级区域BOSS 只有100亿的血量 而昆鹏的血量 多达6000亿 比前者多了60倍 而且 昆鹏的 童生 能跟陆川达成血量共享 别人若想杀他 必须先将昆鹏的 6000亿血量耗尽 如此惊人的防御能力 哪怕他站着不动 五转的职业者 也很难击杀 若是在施展 元素化 和北明护身印 必须要六转职业者出手 才有击杀他的可能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onsearch.com 排名奖励发放 恭喜宿主 获得核神圣体 核神圣体 身处河水之中 全属性提升1000% 恢复效果提升1000% 技能效果提升50% 可打造混合合育 最多混合三种不同的合育 这次 静魔之战的收获很大 只要身处河水之中 就能得到无比巨大的提升 陆川捏了捏拳头 细细体会着 全属性提升1000%的感觉 再加上 核神领域 240%的全属性提升 就算他离开了 静魔之战 也能在一念之间 得到1240%的全属性提升 而且身处河水之中 恢复效果 还能提升1000% 再加上深海套装的套装效果 只要他身处河水之中 恢复效果的提升 达到了4000% 昆蓬只需消耗1万点血量 就让他恢复5万点血量 别人若想击杀他 至少要造成3万亿的伤害 而这并不是 核神圣体最厉害的地方 最后面的两条才是 技能效果提升50% 可打造混合核域 最多混合三种不同的核域 有了 核神圣体 他所有的技能 都达到了无比巨大的提升 核神领域 可让人全属性提升360% 核神传说 复制出来的银装备 是原版的6倍 金装备是原版的7.5倍 元素化 让人免一百分之一百零五的物理伤害 若是没有破免型技能 物理攻击根本就伤不到他 奈何领域 让敌人额外承受 百分之一百五十的灵魂伤害 奈何传说 让敌人随即一望十个技能 运气好时 会一望十一个 爱河领域 让敌人的技能 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概率失效 爱河传说 的治疗效果 达到伤害量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不仅仅是破线级的技能 核神的鞭挞 水龙弹 水龙斩 暗流涌动 通通提升了百分之五十的技能效果 奈何领域和爱河领域 都是通过核神领域 转化出来的 因此 核域之间是存在冲突的 无法同时 对一个目标生效 而有了 核神圣体 我能打造混合核域 只要将 爱河领域 奈何领域 混合在一起 敌人不仅要额外承受 百分之一百五十的灵魂伤害 施展技能时 还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概率失效 而且 我在 静魔之战 夺得了魁首 完成了四转的转值任务 等我四转之后 执掌新的核流 实力必然会变得更强 陆川激动不已 此次 静魔之战 得提升太大了 只要伸出水中 它就能全属性 提升了十一倍 并且所有技能效果 都提升百分之五十 张标道 我觉醒了 枪到圣体 只要手中有枪 就能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一千 增加百分之一千的攻击速度 并且装备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提升百分之五十 照龙道 我觉醒了 魔法战体 只要身处战斗状态 就能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一千 增加百分之一千的防御力 和百分之五十的技能效果 并且免疫百分之六十的近战伤害 有了 魔法战体 我就能跟战士一样 能抗能打 周语道 我觉醒了 光辉圣体 只要心地善良 就能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一千 增加百分之一千的治疗效果 对别人施展治疗技能时 还会套上等量的护盾 三人皆是欣喜不已 有了如此强大的被动 他们的潜力 比SSS及职业者还要高 而SSS及职业者 只要能彻底成长起来 是必然能成为战神的存在 若不是陆川 获取了三千五百亿积分 他们根本不可能 有如此惊人的蜕变 这是再造之恩 是他们穷极一生 都无法回报的 念及于此 周语正色道 小统领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 不管你叫我干什么 我都不会有半分犹豫 哪怕上刀山 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张彪道 俺也一样 小统领 大家都是男人 都喜欢做对方的父亲 你若是不嫌弃 我可以拜你为义父 赵龙扑通一声 就跪了下来 卧槽 张彪微微一惊 连忙道 俺也一样 小统领 我也可以 周语的脸 莫名其妙地红了 感觉有些羞耻 你们想跟我混可以 不过任义父就免了吧 陆川的嘴角抽了抽 他作为北境小统领 拉拢一些亲信 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日后的权力对抗中 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张彪 赵龙 周语都是北境军校的佼佼者 对北境军区的归属感 本来就强 结算 静魔之战的奖励后 潜力比SSS级的职业者还要大 等三人彻底成长起来 有很大概率 成为华夏的新战神 而自己让三个未来的战神 做手下 确实是件不错的事情 小统领 我觉醒了 剑到圣体 拥有九个剑类装备篮 并且属性加成和装备效果 全都提升50% 只要手中有剑 就能全属性提升1000% 裴宇燕觉醒 剑到圣体 哦 双眼犹如神剑一般灵力 气质变得更好了 他作为陆军灵的弟子 跟陆川本来就是一伙的 没必要说效忠的话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王search.com 不过 他能拥有如此强的技能 跟陆川有非常大的关系 若是有机会 或者陆川有什么需求 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回报对方 九个装备篮 装备效果和属性加成 提升50% 并且全属性提升1000% 卧槽 裴宇燕的 剑到圣体 竟然跟我爹的 剑到圣体一模一样的 陆川哭笑不得 陆军灵的 剑到圣体 是在一次又一次 竞争型副本中 蜕变出来的 光是静魔之战 就参加了三次 而裴宇燕 只参加了一次静魔之战 就拥有了跟陆军灵一样 强大的被动技能 酸了 看来选择比努力要重要 寒天欲哭无泪 早知道跟着陆川的好处如此之大 他根本不可能 自己创建队伍 落阴山脉 50万大军 能参加百销大比的人 必然是大肆中的佼佼者 为了避免这些天才 在离开秘境时 遭受其他国家的袭击 他们一刻都不敢松懈 此次百销大比的竞争 极其剧烈 光是SSS级职业者 就有三个 并且出资不同的大学 也不知哪支队伍 能夺得 静魔之战的魁首 我觉得 裴宇燕小队 有很大概率夺魁 有道理 裴宇燕作为当年的高考状元 应该能继续保持第一 裴宇燕作为斩天战神的弟子 当年的高考状元 人气自然是很高的 一聊到 静魔之战的魁首是谁 不少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了他 尤其是北京军区的人 有道理个屁 欧阳修是双战神之徒 在当年的高考中 只落后于裴宇燕五分 而且 欧阳修的职业是龙穴全师 妹妹的职业是龙穴牧师 当两人联手时 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裴宇燕自身一人 怎么可能是欧阳修和欧阳岳的对手 看好欧阳修的人 当即发表了意见 他们出自东境军区和西境军区 自然会站在欧阳修这边 你这是什么话 百霄大比试团队赛 难不成裴宇燕就没队友了 裴宇燕确实是强 可她经常独来独往 并没有固定的队伍 很难打出配合 而欧阳修和欧阳岳 是俩兄妹 除了洗澡 睡觉之外 近乎寸步不离 裴宇燕小队 如何与之相比 而且 裴宇燕的队伍之中 还有一位大一的新生 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如何在 静魔之战中发挥作用 此次百霄大比的魁首 必然属于西境军区 和东境军区 欧阳修 作为双战神之徒 一人代表着二大军区 自然有一堆人帮其说话 而他们的话 确实有道理 让北境军区的人 陷入沉默之中 不知该如何反驳 百霄大比是团队赛 配合确实是很重要 而论起配合 没有一支队伍 能跟五行小队相比 五行小队是五胞胎 在焚天战神的培养下 能用出合击绝技 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而欧阳修 只跟欧阳岳有配合 就算有一人是 SSS级职业者 也无法跟五行小队相比 说得对 此次百霄大比的魁首 应该属于南静军校 陈修也很不错 是SSS级的御龙师 只可惜 觉醒的时间短了一些 还跟队友没什么配合 很难夺得魁首 不过以他的实力 稳住前四应该不成问题 众人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着 此次百霄大比的魁首是谁 而他们看好的队伍 往往跟自身有一定的关联 第一名 裴羽燕小队 积分 三千五百亿 第二名 欧阳修小队 积分 1142 5000000 第三名 五行小队 积分 109000000 第四名 陈修小队 积分 108000000 大家快看 排行榜出来了 众人很是诧异 玄幻书格 https 3w.xfwx.com 静谋之战 持续五天 数百年来 都是在结算时 才公布排行榜 而这次的 静谋之战 才第三天 就公布了排行榜 太一场了 而且 第一名的积分 极其夸张 高达3500亿 放眼整个人组史 都从未出现过 如此离谱的分数 静谋之战 存在了数百年 第一名的积分 往往在8万和12万之间 而裴羽燕小队的积分 直接达到了3500亿 这是什么情况 离谱 裴羽燕小队的积分 比以往的所有魁首 加起来还要多 如此多的积分 就算每一天 都通关了所有的魔兽区域 也不可能有如此高的积分 裴羽燕小队 是如何做到的 西境军区和东境军区的人 全都猛了 裴羽燕的队伍中 有一个大一的累赘 而欧阳修的实力 跟裴羽燕差不多 还能跟欧阳岳打配合 按理来说 此次静谋之战的魁首 应该属于欧阳修小队 可裴羽燕小队 不仅夺得了 禁魔之战的魁首 还领先了第二名 3489亿积分 完全不符合常理 好在欧阳修小队的收获 也非常大 让他们好受了一些 这才第三天 欧阳修小队 就有11亿积分了 若是在禁魔之战 再待两天 必然能超越之前的所有魁首 五行小队 和陈修小队的积分 也丝毫不差 全都达到了10亿积分 马上就要11亿 等两天之后 前四的队伍 都会超越之前的魁首 紧接着 副本传送门出现 所有人参赛队伍 都从其中走了出来 见此一幕 军方的人全都猛了 卧槽 怎么所有队伍都传送出来了 看来 禁魔之战的流程变短了 之前都是五天结束 而这一次才第三天就结束了 好在大家的积分 都跟以往的差不多 并没有因为天数变短 而产生影响 可惜了 我还以为前四的队伍 都能破纪录 众人的目光 全都集结在裴玉燕身上 想弄清楚 这三千五百亿积分 是如何刷出来的 轻一 为何此次 禁魔之战 才第三天就结束了 雷家家主雷千乐 很是疑惑 他很宠女儿 因此 参与到了百孝大笔的守护之中 雷轻一道 爹 禁魔之战 得终极BOSS 被陆川打死了 雷千乐差一道 终极BOSS的血量 是三个问号 怎么可能被打死 而且 陆川是大一新生 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若不是走后门 陆川连参加百孝大笔的资格都没有 就算终极BOSS 能被人打死 也不应该是他 他作为了一家家主 华夏唯一一个 能炼制五雷天心服的人 当年自然是参加过百孝大笔的 雷轻一正色道 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无法相信 可终极BOSS 就是被陆川打死了 而且 裴玉燕小队的三千五百亿积分 最起码有九成 是陆川弄出来的 真的假的 雷千乐皱起了眉头 雷轻一所说的话太过离谱 他根本无法相信 第二 陆川光是战宠 就达到了120届 能轻而易举地 碾压裴玉燕和欧阳修 就算他自身一人 进入静魔之战 也能轻而易举地 得到千亿级别的积分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UCH.com 而且 他掌握着人族有史以来 最强的复制性技能 就算是我们雷家的五雷天心服 也能每秒复制出两枚 雷轻一一脸认真地解释着 天雷天心服是雷家的最高杰作 唯有我一人能制作 而陆川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怎么可能一秒钟复制出两枚 雷千乐笑着摇了摇头 天雷天心服太过玄奥 就算他是八转制服师 也无法复制出来 更别说陆川这个毛头小子了 雷轻一道 爹 陆川不仅复制的速度快 复制品的威力 还比原版要强很多 你若是不相信 可以查看投影服 投影服的作用 跟录像差不多 能在禁用通讯设备的情况下 录制自己想要的画面 我看看 雷千乐将法力度入符字之中 很快便被震撼到了 银 五雷天心服的威力 是原版的四倍 银 五雷天心服 是威力是原版的五倍 卧槽 陆川明明是大一的心声 竟然掌握着如此逆天的神迹 在录像中 陆川把五雷天心服用得 跟石子一样随意 一丢就是八九个小时 连一丝停顿没有 庞佛法力值 无穷无尽一般 而且 每一枚复制品都极其稳定 威力全都是原版的四倍和五倍 如此惊人的壮举 就算他身为八转制服尸 也无法做到 而陆川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却轻而易举地完成了 五雷天心服的威力 本来就大 再加上120级的战宠 难怪终极BOSS会被活活打死 雷千乐震撼不已 他的得意之作 被别人随意地复制出来 确实是不好受 不过五雷天心服 只有落入陆川的手中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若是陆川能成长起来 必然会将五雷天心服的威名 响彻整个世界 这是帝都雷家 发扬光大 名流千使的机会 南进军区 凤天阁 此地是凤天战神 安置弟子的地方 跟斩天战神的斩天剑宗 差不多 因此 百孝大笔结束后 五行小队第一时间 便回到了这里 师兄 你们有没有拿下 百孝大笔的魁手 徐洛侠一脸好奇地问着 没有 只拿了第三名 胡金尴尬地挠了挠头 师妹 这真的不怪我们 静魔之战 得击杀三百头区域魔兽 才能生成区域boss 而我们在分头行动时 是无法跟欧阳修小队 和裴雨言小队 相提并论的 胡沐道 哥哥说得对 如果只用打boss 不用刷小怪 我们的积分 必然在欧阳修之上 不过有陆川在 其他队伍连争夺魁手的希望都没有 唯一能争的 也只有第二名了 果然 徐洛侠并不意外 陆川在 寄灵之战 得收获非常大 光是昆蓬 就高达110级 就算等级跟不上 所有百分比技能 都出现了递减效果 也必然能在 百效大比中 发挥出无比巨大的作用 师妹 你竟然一点都不意外 你傻呀 师妹曾跟陆川参加过 寄灵之战 自然对陆川有所了解 陆川能凭本事在 寄灵之战 就获取了370亿级分 自然能以大一的身份 参加百效大比 玄幻书格 HTTPS 3w.shuangshuge.com 本以为陆川是 裴雨淹小队的累赘 可谁能想到 他竟然是 百效大比最粗的大腿 就算裴雨淹 是当年的高考状元 也依旧被陆川带飞了 五行小队的人 感慨不已 徐洛霞问道 陆川哥哥 在 静魔之战 的积分是多少 我惊到 3500亿 而且这个积分 至少有九成 是陆川的弄出来的 3500亿 徐洛霞惊呼出声 静魔之战 存在了数百年 第一名的积分 一般在8万到12万之间 陆川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将积分 刷到3500亿 陆川的技能 确实是厉害 百分比的增益效果 非常强 可他作为大一的新盛 在等级上 必然跟不上大四的学生 所有的百分比技能 都会出现递减效果 不应该 有如此惊人的表现 凤天战神 徐浩天现身了 作为华夏四大战神之一 五感自然是非常得得的 哪怕相隔五千里 也能将徐洛霞 和五行小队的对话 通通听入耳中 胡金道 师傅 我们并不清楚 陆川的等级 不过在 静魔之战中 陆川的 和神领域 就能让五千人 全属性 提升百分之二百四十 并且持续了十多个小时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二百四十 连一个月不到 陆川哥哥 就有了如此惊人的提升 徐洛霞目瞪口呆 诶 寄灵之战 是 陆川的 和神领域 能让所有人 全属性 提升百分之一百六十 而在 静魔之战时 陆川的 和神领域 已经能让人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二百四十了 参加 静魔之战 对然 全都是大四中的佼佼者 等级在75到95之内 而陆川 作为大一的学生 竟然能为 四千九百九十九名 大四学生 提供百分之二百四十的 全属性增益 难不成两个月都不到 他的等级 就跟上了大四的学生 并没有让技能 出现递减效果 或者说 就算出现了递减效果 他依旧能让所有人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二百四十 焚天战神震撼不已 湖水道 师父 陆川 还有四个神技 魔化之源 是高达二百级的 终极BOSS 随随便便 就能打出千亿级别的伤害 在大决战中 没有人能抗得住 只要被终极BOSS碰一下 就会当场暴毙 而陆川的 爱河传说 能让终极BOSS的伤害 通通转换成治疗效果 并且 能对六个目标生效 爱河传说 陆川哥哥 竟然掌握着如此逆天的技能 徐洛霞目瞪口呆 魔化之源 是高达二百级的终极BOSS 而陆川哥哥的 爱河传说 依旧能生效 难不成他的等级在二百级左右 短短两个月不到 就升到了二百级 这也太离谱了 还有一种可能 陆川的 爱河传说 是破线级的 焚天战神 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破线级技能 只会出现在百分比技能上 并且 是级别最高的技能 放眼整个人族史 都屈指可数 而陆川才十八岁 就掌握了破线级技能 这是何等惊人的事情 而这样的神迹 湖水还有三个没有讲出来 不惊到 陆川的另外三个技能 我们并不清楚 名字叫什么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oncuch.com 不过我们 能将作用说出来 在大决战中 终极BOSS随机 遗忘了七个技能 若是遗忘的技能不满意 还会不断变动 直到陆川满意为止 徐洛霞惊诧道 让终极BOSS随机遗忘七个技能 封印技能的手段 他有所了解 可让人直接遗忘技能的手段 还是第一次听到 能对终极BOSS生效 这必然跟爱河传说一样 也是一个破线级技能 焚天战神目瞪口呆 破线级技能极其罕见 而陆川年仅十八岁 就掌握了两个 这也太离谱了 胡惊道 在大决战中 还出现了一条血黄色的河水 终极BOSS在其中受到伤害时 还要额外承受100%的灵魂伤害 因此 我们的输出越高 陆川积分获取的速度便越快 这也是陆川的神迹之一 徐洛霞恍然大悟道 在寄灵之战 的大决战时 同样出现了血黄色的河水 这确实是陆川的技能 焚天战神道 能对终极BOSS生效 这是陆川的第三个破线级技能 太特么离谱了 胡惊道 在大决战时 陆川每秒复制出 一对五雷天星符 并且持续了八九个小时 就算终极BOSS的血量 是三个问号 也被陆川活生生炸死了 据雷轻一所说 陆川的复制品 比原版还要强 并且强了四五倍 终极BOSS都被炸死了 难怪陆川哥哥 能得到三千五百亿积分 徐洛侠人都骂了 陆川太优秀了 就算同为战神之后 他依旧觉得 自己配不上对方 好在配得上陆川的同龄人 压根就不存在 只要陆川 想找同龄人传宗接代 洛英山庄 妈 百孝大比结束了 我此次的收获非常大 赵龙正用特殊的讯息设备 跟自家母亲赵连岳对话 在比赛结束后 裴玉燕小队 并没有急着回北进军校 而是在旅馆中休息一晚 赵连岳差一道 这次静魔之战 怎么第三天就结束了 会不会对你最终的收获有影响 赵龙笑道 自然有影响 若不是小统领 将终极BOSS打死了 我也无法获得三千五百亿积分 通过这次静魔之战 我蜕变出了魔法战体 只要身处战斗状态 就能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一千 真棒 有了魔法战斗 你的潜力比寻常的SSS 及职业者还要大 赵连岳夸张一句后 突然间话锋一转 儿子 你有兴趣作卧底吗 妈 是去窝国作卧底吗 赵龙有些兴奋 赵连岳是华夏安 插在窝国的卧底 因为身份太过敏感 母子俩见面的机会非常少 就连聊聊天 都得用特殊的通讯设备 不然被窝国的人 截取到通讯信息 赵连岳就玩完了 如果他也去窝国作卧底 两人就能经常见面 不过想取得窝国的信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得好好研究研究 该如何做一位卧底 赵连岳道 不去窝国 就在华夏 妈 你是假戏成真了吗 竟然有做卖国贼 赵龙很势不解 赵连岳语重心肠道 儿子 你知道九转之上是什么境界吗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enghuangsewch.com 九转之上是半神 是所有人族 都从未踏足过的境界 而窝国之中有 神明遗迹 并且窝国天皇 在三个月前 获得了一枚神格碎片 只要他将神格碎片彻底融合 就会成为人族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 十转职业者 到时候 就算所有的战神联手 也会被窝国天皇 只身震杀 没有任何的悬念 儿子 未来是属于窝国的 若是站在华夏这边 日后必然会成为奴隶 赵龙道 妈 你有没有将这个消息 告诉北京军区 只要四大战神联手 必然能在窝国天皇 融合神格碎片之前 将其震杀 而且占领了窝国之后 神明遗迹 就属于华夏了 赵连岳溃然一探倒 窝国天皇的神格碎片 已经融合到一半了 就算四大战神联手 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只会暴露我卧底的身份 儿子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唯有将卧底的身份做好 我们才有活命的机会 赵龙陷入了沉默之中 突然间 一道慵懒的欲解音 从手机中响起 窝国的神明遗迹 存在限制 只有神武天皇的后人 才能进入其中 而你妈无法进入 神明遗迹 华夏的血脉 早就被暴露了 若不是你妈有几分姿色 并且 能讨我的欢心 早就变成一具尸骨了 窝国天皇 我CNM 赵龙血压上来了 当即就骂了一句 窝国天皇 作为窝国的领袖 其声音和长相 自然会在网络之中 因此 在对方开口的一瞬间 她就认出了 对方的身份 哈哈 你也是耍耍嘴皮子罢了 而我是真的这么干了 你妈在我手里 若想让她活命 什么能干 什么不能干 你应该清楚 看在你有 魔法暂体的份上 只要你将卧底做好 我可以将你收为一子 窝国天皇 肆意地笑着 气得赵龙目自欲炼 妈 我先静一静 滴滴滴 两久之后 赵龙挂掉电话后 庞佛被抽空了 所有的力气 她很想跟 窝国天皇对骂 骂到对方怀疑人生 反正隔着条网线 窝国天皇一时半会 也奈何不了自己 可自家母亲 就在对方手中 若是真把对方骂几眼了 自己的妈也就没了 对骂是为了守护亲骂 而不是失去亲骂 她不可能做出 如此冲动的事情 我妈能在窝国天皇面前 透露出如此隐秘的消息 必然是得到了 窝国天皇的默许 这代表着 窝国天皇 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就算华夏四大战神联手 也不是她一人的对手 并不怕消息泄露出来 念及于此 赵龙陷入了纠结之中 若是她将消息泄露了 不仅华夏四大战神会死 她的母亲也会死 可不泄露的话 相当于放任 窝国天皇变强 等其成为实转职业者后 华夏连姻的希望都没有了 不对 华夏还有希望 小统领是人族 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不仅成长速度快 还有层出不穷的神迹 只要小统领达到九转 所有百分比技能 都能参与到顶尖的战斗之中 就算窝国天皇 成为了实转职业者 华夏也有赢的希望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和anshuge.com 赵龙激动不已 以她现在的身份 只要做好墙头草的角色 不管最终的圣者是谁 她都可以活命 不过作为炎皇子孙 她自然希望 圣者是华夏 而不是玷污了她老妈的窝国天皇 北境军区 北境军校 裴与烟小队 夺得了百孝大笔的魁首 校长自然要开一个表彰大会 以此激励所有学生 而陆川刚刚回到北境军区 就被迫罚站了数个小时 脸上 还得一直带着微笑 都想找个替身演员了 3500亿分 我儿当真是了得 陆军林欣慰不已 这是陆川的表彰大会 她作为父亲 自然会参加 等到表彰大会结束后 她当即就来到了陆川身边 儿子 你的积分 多达3500亿 此次百孝大笔的收获 必然是人族有史以来最大的 夏老感慨道 小统领的积分真的太离谱了 领先第二名300多倍 就算把所有魁首的积分加起来 也达不到3500亿 人族高层们 紧随其后 都对陆川的收获 很是好奇 我觉醒了 和神圣体 只要伸出水中 就能全属性提升1000% 恢复效果提升1000% 技能效果提升50% 并且 能打造混合合域 最多混合三种不同的合域 陆川意念一动 和神领域 奈何领域和爱河领域 给混合体浮现而出 混合合域之中 三种不同的合水 犹如群龙万物一般 无时无刻都在相互征辉 换作平常 必然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 合域之间会互相转换 互相吞噬 不过在 和神圣体的作用下 三种不同的合域 犹如阴阳相生相克一般 能在陆川的控制下 一起生效 和神领域 是清澈的 奈何领域 是血黄色的 而 爱河领域 是五彩缤纷的 在小统领控制下 三种不同合水 都在呈现自己的特点 并没有像颜料一样 一落入水中 就会彻底融为一体 下老两眼发亮 经过一番测试后 众人更加明白了 混合合域的可怕之处 只要身处混合合域之中 不仅要额外承受 150%的灵魂伤害 施展技能时 还会有75%的概率失效 并且 混合合域能无比精准地分辨出 敌军和友军 就算跟敌人缠斗在一起 也能时刻享受到 360%的全属性加成 这此效笔掌之下 华夏将士能轻而易举地 以一敌十 甚至是以一敌百 小统领的神迹非常多 随便另一个出来 都能起到扭转战局的效果 而 合神圣体 不仅能让小统领全属性 提升11倍 治疗效果提升11倍 还能让小统领的技能效果 提升50% 如此大的提升 比完成一次转值也要大 只可惜终极boss 被小统领活生生打死了 不然小统领的收获 必然会更大 可能在天道在设计 静魔之战的时候 根本没想到 有人能获取3500亿积分 说得对 寻常魁首的积分 都在8亿到12亿 哪里有人像小统领这么变态 小统领第一次进入 静魔之战 就获取了3500亿积分 把天道设计的极限都打破了 人族高层们 皆是欣慰不已 陆军临孝道 我在大二时候 就能跟大四的学生一较高低 因此参加了三次百孝大比 而陆川才大一 就碾压了所有的大四学生 能参加四次百孝大比 若是每一次的百孝大比 五尔都能获取3500亿积分 河水胜体 所有的效果都会提升四倍 等五尔大学毕业了 只要身处水中 就能全属性提升4000% 治疗效果提升4000% 技能效果提升200% 陆川的潜力太大了 光是想想 就让他笑得合不拢嘴了 静魔之战 是团队副本 小统领的另外四位队友 应该也得到了非常惊人的收获 中脑的话 让所有人族高层两眼发亮 齐刷刷地看向裴羽烟 裴羽烟 作为北京军校第二强的学生 潜力仅次于陆川 自然是他们关注的对象 我觉醒了 剑道圣铁 拥有九个剑类装备篮 并且属性加成和装备效果 全都提升50% 只要手中有剑 就能全属性提升1000% 裴羽烟一年一动 九把剑游如莲花一般 以他为中心 缓缓旋转着 剑道职业者 非常依赖剑类装备 因此 他有很多备用的剑 只不过品质比起常用的剑 要差上一些 玄幻书格 https 3w.x1c.com 裴羽烟的 剑道圣体 竟然跟斩天战神的一模一样 太特么离谱了 拥有九个装备篮 便意味着 能享受九把剑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对于实力的提升 是非常大的 再加上 剑道圣体 能提升剑类装备 50%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在实力上的提升就更大了 斩天战神 你收了一位好弟子呀 裴羽烟才20多岁 就拥有了跟你一样强的 剑道圣体 等日后成长起来了 潜力未必会比你低 人族高层们 皆是兴奋无比 前辈们说笑了 这3500亿积分 至少有九成是小统领弄出来的 若不是小统领 我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被动技能 裴羽烟很是谦虚 陆军灵孝道 好徒儿 我儿帮你获得了如此强大的被动技能 你打算如何回报她 裴羽烟道 师父 小统领的实力在我之上 再加上她身份高贵 完全不缺修炼资源 我不知该如何回报 不知如何回报 就以身相许吧 陆军灵挑眉一笑 她马上就要150岁了 若是突破不了传说之中的实转 再过100多年 就会老死 而裴羽烟才20多岁 只要不半路夭折 必然能和自己一样 成就战神之位 拥有300年的寿命 到时候 就算她死了 裴羽烟也能用 见到圣体跟陆川的 河神传说打配合 发挥出天子剑最大的作用 她这么做 不仅仅是为陆川好 还在为华夏的未来做考虑 师父 你在说什么 裴羽烟的脸 瞬间就红了 陆川的长相 背景 潜力和实力 皆是无可挑剔的 她自然愿意嫁过去 而且 陆川执掌 爱河领域 后 魅力还提升了十倍 在近距离的接触下 没有哪个女的 能忍受住如此大的诱惑 只不过陆军临太直接 还当着一众人族 高层们的面说出来 让她很不好意思 展天战神的算盘 打得真香 不过展天战神 终究老去一天 而陆川和裴羽烟 就是她最好的接班人 两人若是能走到一块 必然发挥出 天子剑最大的作用 更好的接管北京军区 人族高层们 露出乙母校 非常看好这门婚事 张彪 赵龙 周瑜 把你们被动也呈现出来 让大家见识见识 陆川感觉气氛有些尴尬 连忙岔开话题 好的小统领 周瑜意念一动 身躯犹如太阳一般 散发着无比柔和的光辉 我的光辉圣体 只要心地善良 就算全属性提升1000% 增加1000%的治疗效果 对别人施展治疗技能时 还会套上等量的护盾 有光辉圣体在 周瑜的潜力和辅助能力 比大多数的SSS 及辅助型职业还要强 等其彻底成长起来 华夏必然会多一位战神 陆军零点了点头 对周瑜的评价非常高 展天战神 我的家境和实力 都不如小童脸 不知该如何回报 这再造之恩 周瑜一脸期待地说着 翘脸红扑扑的 怎么 你也想以身相许 陆军零微微一愣 而周瑜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脸变得更红了 他相貌仅次于裴宇烟 绝对是北京军校的 四大校花之一 觉醒 光辉圣体 每一寸肌肤 都变得晶莹剔透 犹如羊之美玉一般 确实有资格对陆川以身相许 展天战神 这是一件好事呀 战神之后 有很高概率继承父母的 SSS级职业 因此 战神的子嗣越多 一个国家的SSS级职业者 便越多 小统领 作为人族有史以来的最强天才 若是能跟裴宇烟和周瑜 再造出几个SSS级合神来 华夏的国力 必然会得到无比巨大的提升 人族高层们 皆是两眼发亮 有戏 周瑜激动不已 有了人族高层们的支撑 就算裴宇烟的战友欲很高 他也有很大的概率成功 夏老宇重心尝道 展天战神 你明明是华夏的最强者 却是四大战神中子嗣最少的 为了华夏的未来 你也得多多努力呀 说得对 焚天战神 狂蛮战神 雷龙战神 都有二十多个孩子 而你只有一个 真的太少 战神作为人族的战力天花板 生出来的孩子 有40%的概率继承 SSS级职业 因此 另外三个战神 都有八九个SSS级的孩子 而SSS级职业者 只要能成长起来 就有很大概率成就战神之位 若是展天战神 不多生一些 北京军区 迟早被另外三大军区反超 对于这件事 人族高层们 劝说过很多次了 陆军聆听的耳朵都齐俭 等等 刚刚还在聊玩的婚事 怎么突然间扯到我身上了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inhuanseuch.com 陆军聆 很是无奈 儿子 我这人比较专一 若是你妈不回来 恐怕没法让你多个弟弟 在未来 北京军区能否稳住 第一军区的位置 可就看你了 放心吧 老殿 我会努力 陆川又不是和尚 自然不会拒绝此事 而且多生几个孩子 确实有利于华夏的发展 他这么做 都是为了华夏 而他的话 让裴玉燕和周宇俏脸发红 想知道 陆川会有多努力 赵龙提醒道 小统领 以你的成长速度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华夏的第五战神 而只有战神 才能让孩子 有40%的概率继承 SSS即职业 在此之前 万万不可沉迷于美色 卧国天皇 正在融合神格碎片 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人族的 第一位十转职业者 若想跟十转职业者抗衡 让华夏免受卧国的奴役 陆川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 成为九转职业 让所有百分比技能 都能参与到最顶尖的战斗之中 唯有如此 华夏才有获胜的希望 此言有理 陆川点了点头 他早点成为九转职业者 华夏就能早点一统人族 孰轻孰众 他自然是拎得轻的 而且 他才18岁 有大把的时间传宗接代 没必要急于一时 这赵龙疯了吗 为何要坏我的好事 周宇捏了捏拳套 恨不得将赵龙当众揍一顿 不过他的人设是淑女 为了给陆川留个好印象 万万不能做出如此野蛮的事情 接下来 赵龙和张彪 分别展示了 魔法战体 和枪道圣体 让人族高层们赞不绝口 有了 魔法战体 赵龙能跟战士一样 能扛能打 完美弥补了近战法师的短板 张彪的枪道圣体 也很强 对于输出能力的提升太大了 还有50%的物理吸血 只要造成的伤害 比受到的伤害多一倍 他会一直处于满血状态 将敌人活活耗死 最好的攻击 便是最好的防御 这个枪道圣体 太适合了输出型职业者了 此次 静魔之战 小统领让另外四个队友 得到了无比惊人的蜕变 就算是SS级职业者 在日后也能成就战神之位 人族高层们 皆是激动不已 陆军领导 我还大一 还能参加三次百校大比 就算接下来的队友 都是SS级职业者 也能在我的培养下 拥有成为战神的潜力 而其他天才为了更进一步 必然会争扎 加入到北京军校 壮大我北京军区的实力 形成良性循环 爹 我的战宠升到了120节 陆川意念一动 当即将昆鹏召唤了出来 昆鹏的血脉层次非常高 五转之后 就犹如神铁胶筑而成 每一寸肌肤和羽毛 都散发着幽蓝色的光辉 极其神意 五转了 陆军灵练露喜色 当即对昆鹏施展了探测数 每一项属性都达到600万点 而且血量达到了6000亿 五转之后的昆鹏 竟然如此厉害 赵龙惊呆了 玄幻书格 https 他作为90级职业者 四维属性加起来 也就36万点 而昆鹏的每一项属性 都达到了600万 比他的总属性还要多 就算他在 魔法战体的作用下 进入战斗状态时 全属性会提升11倍 并且增加11倍的防御力 免100分之60的近战伤害 也会被昆鹏一招秒掉 而四维属性 并不是昆鹏最逆天的地方 血量才是 120级妖兽 就算有BOSS光环的加持 血量也很难突破50亿 而昆鹏 作为120级的战传 血量达到6000亿 比同等级的BOSS多了100多倍 真的太离谱了 昆鹏有个技能叫 共生 能跟小统领共享血量 别人若想暗杀小统领 必须先将昆鹏的 6000亿血量耗尽 再加上 核神圣体和深海套装 能提升4000%的治疗效果 敌人至少要造成 3万亿的伤害 才能击杀小统领 小统领 有如此强的保命能力 再加上我们的保护 必然能彻底成长起来 率领华夏一统人族 人族高层们 皆是激动不已 好了 我该去转职神殿四传了 陆川对自己的第四条河 很是期待 小统领 我们一起吧 正好我要接取四传的 转职任务 周宇奄然一笑 小统领 我们也升到九十节 可以一起去转职神殿 张彪和赵龙也开口了 陆川潜力极高 必然能引领华夏一统人族 只要能跟陆川打好关系 他们必然不会错失良机 转职神殿 小统领好 前台小姐姐看到陆川后 当即行了个军礼 陆川到 四转任务完成了 带我去四转的转职大阵 两个月都不到 小统领就从一级升到了九十级 并且完成了四转任务 这个升级速度真的太离谱了 前台小姐姐在短暂的震撼后 连忙为陆川领路 跟之前一样 只要陆川手放在觉醒时上 转职一试就会自动开始 一试也来到了一处未知空间之中 放眼望去 有成千上万条河流 正悬空流淌着 每条都神异无比 蕴含着无穷伟力 无法追溯源头 也无法推断 会流向何处 而他的身旁 有三条不同的河流 以自己为中心盘旋着 犹如三条神龙共尊一主 正是 河神领域 奈河领域 爱河领域 恭喜宿主四转成功 执掌血河全柄 哗啦啦 新红的血河流淌来 犹如一条涅龙一般 有无数的尸骸在其中翻滚 伴随着滔天的诡异和不祥 血河 这便是我的第四条河吗 陆川轻浮着涅龙的身躯 让整条血河都颤抖了起来 庞佛在欢呼 在雀跃 姓名 陆川 等级 九十 职业 河神 四转 力量 九十万 敏捷 九十万 体质 九十万 精神 九十万 恭喜宿主河神领域升级成功 河神领域 破限界 开启河神领域时 以自己为中心 自成水域 并且不断对外扩张蔓延 身处水域之中的所有有方单位 可得到百分之二百八十的全属性加成 恭喜宿主河神传说升级成功 河神传说 破限界 当物品掉入河神领域时 可复制出一精一银 银的装备效果是原物品的五倍 精的装备效果是原物品的六倍 可同时复制二十件物品 恭喜宿主元素化升级成功 元素化 破限界 可让河神领域中的有方目标进入元素化状态 免疫百分之九十的物理伤害 当元素化目标受伤时 可消耗河神领域 为其迅速恢复伤势 恭喜宿主奈何领域升级成功 奈何领域 破限界 可将河神领域自由转化成奈何领域 身处奈何领域的敌人 受到伤害时 可让其额外受到百分之一百三十的灵魂伤害 恭喜宿主奈何传说升级成功 奈何传说 破限界 奈何领域钻入敌区 可让其随机遗忘十项技能 恭喜宿主奈何传说升级成功 魅力提升二十倍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inhuanshuge.com 奈何领域 破限界 可将河神领域自由转化成奈何领域 身处奈何领域的敌人 施展技能时 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失效 当敌人的技能因奈何领域失效时 可追加两秒的控制效果 恭喜宿主奈何传说升级成功 奈何传说 破限界 奈何领域射出真爱之剑 签订真爱契约或者舔狗契约 可让目标的伤害转换成等量治疗效果 可同时建立九份契约 恭喜宿主执掌血和权柄 并领悟新技能 血和领域 破限界 可将河神领域自由转换成血和领域 敌人身处血和领域之中 可让其所有治疗效果转换成等量的伤害值 当敌人受到持续伤害时 可让此伤害一直持续下去 血和传说 破限界 血和领域建立血和契约 可让两个目标共享一个技能 可同时建立三份契约 四转之后的提升非常大 我每一项属性都达到了九十万点 提升了十倍 而且跟之前一样 我的每一个技能都得到了提升 河神传说也再次发生了质变 能复制更强的天子剑 鲁川捏了捏拳头 仔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河神圣体 能让他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一千 只要伸出水中 总属性就会达到三千九百六十万点 若是算上装备的属性加成 河神领域的全属性增益 还会变得更高 而且 河神圣体能提升百分之五十的技能效果 能让他所有的技能 都得到无比惊人的提升 河神领域提供百分之四百二十的全属性加成 河神传说 复制出来的银装备 是原版的七点五倍 金装备是原版的九倍 奈何领域让敌人额外承受 百分之一百九十五的灵魂伤害 奈何传说 让敌人随机遗忘十五项技能 爱河领域让敌人的技能有75%的概率失效 并且追加三秒的控制效果 血河领域让敌人的治疗效果 转换成等量伤害值 并且让这个伤害值提升百分之五十 当敌方受到持续伤害时 可让此伤害提升百分之五十 并一直持续下去 至于河神圣体能不能提升 血河传说的技能共享 他无法做出准确的猜测 得找人族高层们稍微测试一下 血河传说技能效果非常逆天 如果我将河神领域共享给昆鹏 当两个河神领域同时施展时 哪怕昆鹏无法让技能效果提升百分之五十 也能让一群人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七百 如果我将奈何领域共享给昆鹏 当两个奈何领域同时施展时 敌人将承受百分之三百二十五的额外灵魂伤害 如果我将爱河传说共享给昆鹏 就能同时建立十八份舔狗契约 让十八人单挑无敌 陆川越想越兴奋 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转值神殿 同时转值神殿外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血和异象犹如聂龙一般盘踞九天 星红色的河水之中 有一万段之残骸在其中沉浮着 无时无刻都散发着滔天的血煞之气 短短一瞬之间 刺鼻的血腥味就弥漫了方圆千里 犹如末日降临一般 卧槽 这特么是谁的转值异象 竟然如此可怕 我感觉这不是转值异象 而是一头世界boss要降临 血和异象太过可怕 让不少人陷入了恐慌之中 不过转值神殿 作为北京军区的核心建筑之一 是必然有重兵把守 这些将士察觉到转值神殿的异常后 当即就赶了过去 刚刚小统领走入了转值神殿 这条涅龙一般的血和 很有可能是小统领的四转异象 仰望着盘踞九天的血和异象 夏宇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唐幽道 血和也是和 这很合理 短短两个月不到 小统领已经升到九十级 并且完成四转了 而我只升到了二十二级 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柳如烟溃然一叹 她来到北京军校 就是为了追求陆川 结果来了之后 见到陆川的机会都非常少 更别说跟其接触了 再加上两人在实力上的差距 哪怕她是帝都柳家的嫡女 SSS及青秋神使 也依旧会心生挫败之感 如烟 我们可以乐观一样 小统领才大一 还可以参加三次百孝大比 只要我们的实力足够强 必然能跟小统领参加百孝大比 获得非常大的好处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唐优早就看出柳如烟的小心思了 说得对 等我跟小统领 一起参加百孝大比的时候 必须有很多深入交流的机会 柳如烟捏了捏拳头 再度充满了斗志 小统领在百孝大比 获取了3500亿积分 必然得到非常强大的被动技能 而以小统领的成长速度 在之后的百孝大比中 说不定能获取更多的积分 这是我们愉悦为龙的机会 夏宇冰玩耳一笑 同样期待着之后的百孝大比 他在寄灵之战 见识过陆川的实力 自然明白 这3500亿积分 都是陆川平本身弄出来的 这么多人 另一边 陆川刚刚走出转职神殿 就看到了十万位 全副武装的军人 小统领小心 这片区域 很有可能会降临世界级boss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浮王suge.com 如果不及时撤离 很有可能会受到波及到 一位军团长提醒卓陆川 不必紧张 这只是我的转职意想 陆川招了招手 血和涅龙 犹如球摸摸小狗一般 屁颠屁颠地盘踞在他身旁 等他将血和液象收入体内后 体内的气息变得更加稳固 弥漫方圆千里的血腥味 也随之消散 庞佛从未出现过 卧槽 小统领的转职意想 竟然如此可怕 我还以为世界级boss要降临了 马不停蹄地就赶了过来 可谁能想到 如此惊人的动静 竟然是小统领的转职意想 将士们全都惊呆了 恭喜小统领成功四传 周瑜等人 接取转职任务后 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在转职神殿的门口 等待着陆川 尽早完成转职任务 你们也能成为四转职业者 陆川笑了笑 好的小统领 周瑜等人点了点头 迫不及待地离开了 他们在陆川的帮助下 觉醒了非常强大的被动技能 必然能轻松完成转职任务 用不了一两天 他们也能成为四转职业者 北京大会堂 这便是小统领的四转意想吗 当真是可怕 哈哈 就连那片区域的守军都被惊动了 误以为世界boss要降临了 人族高层们皆是笑了起来 血河意向惊天动地 就算转职神殿跟北京大会堂相隔甚远 他们依旧能感受得到 咚咚咚 清脆的敲门声响起 陆川回来后 人族高层们立马就迎了上去 小统领 快让我们监视一下你的血河 好 陆川当即施展 血河领域 星红的河水 很快便淹没了众人的双脚 身处血河之中 所有治疗效果都会转换成等量伤害 若是有敌人受到持续伤害时 我还能让此伤害一直持续下去 陆川根据技能描述 简单地讲解了一番 所有治疗效果转换成等量伤害 冯老刚好事八转的辅助型职业者 当即对众人施展 沐浴回春 一万五千 一万五千 翠绿色的雨水滴落后 众人身上浮现大量的伤害数值 原先让人如沐春风的雨水 血河领域都要作用下 变成了能腐蚀皮肉的酸雨 在我的控制之中 每一滴雨水都恢复一万点生命 而在血河领域的影响下 这一万点的治疗量 不仅转换成了伤害 还提升百分之五十 冯老目瞪口呆 这个技能太克制治愈型职业了 只要敌人身处 血河领域之中 血量就只会减少 不会增加 无论是小型队伍 还是大型战业 辅助型职业的地位 都是非常高的 若是没有辅助型职业者 大多数职业者的血量 会随着战斗一直降低 得不到丝毫的补充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幻onsuge.com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管这个职业者有多强 都会被人海战术活活耗死 而陆川的血河领域 能废掉敌人的所有治疗技能 让敌人的血量 一直处于降低的状态 得不到丝毫的补充 如果敌人对血河领域不了解 施展了一个非常强的治愈型技能 很有可能被活活奶死 这是 让敌方痛击自己的神迹 若是在战场之中出现 说不定会引发内讧 血河领域 不仅仅能限制敌方的治疗型技能 还能让我方的辅助型职业 转换成输出型职业 打出非常高的伤害 卧槽 一个辅助型职业 又能奶 又能输出 正常的输出型职业 可以靠边站了 小统领的血河领域 能大大提升辅助型职业的地位 刚好周宇的光辉圣体 能增加1000%的治疗效果 若是治疗效果转换成了等量伤害 再提升50% 必然能打出非常高的伤害量 人族高层们越想越兴奋 正好周宇想对陆川以身相许 只要两人走到一块了 必然有很多配合的机会 血河领域的第二条描述 也非常有意思 竟然能让持续伤害 一直持续下去 也不知再脱离 血河领域后 这个效果会不会随之消失 终毛取出一把剑 轻轻地割了一下自己 这把剑有流血效果 造成伤害时 能让目标每秒损失5000点生命值 并且持续一分钟 非常适合打游击 只要它每分钟 被敌人造成一次伤害 这把剑的装备效果 就能让敌人 流失30万点生命值 7500 7500 在 核神圣体的作用下 这个持续伤害增加50% 血河领域的作用下 这把剑的流血效果 提升了50% 而且 我在 血河领域中待了10分钟 流血效果便持续了10分钟 并没有任何衰减的迹象 换做平肠 一分钟就结束了 肿毛走出了 血河领域 可流血效果在持续着 7500 7500 7500 嗯 我都脱离 血河领域 10分钟了 这些流血效果 依旧在持续着 并且伤害非常稳定 没有任何的波动 肿毛微微一惊 卧槽 若是脱离了 血河领域 这个伤害 还能一直持续下去 就算敌人捡回了一条命 也迟早会被持续伤害耗死 有点离谱了 不过任何一支队伍 都会存在辅助型职业者 而流血效果 处于负面效果的一种 是可以被技能驱除的 这一招 只能对单打独斗的战斗型 职业生效 比如说暗杀者 冯老笑了笑 当即对钟老施展 进化之余 可雨水落下后 流血效果依旧存在着 连伤害都没有降低一点 什么情况 冯老一连施展五次 进化之余 依旧无法解除流血效果 冯老作为八转辅助型职业 竟然无法解除 血河领域的持续效果 就连冯老都解除不了 其他的八转辅助型职业 必然也解除不了 就算脱离了 血河领域 持续伤害 依旧会持续下去 并且无法被进化型 技能解除 小统领的 血河领域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 人族高层们皆是心头一惊 这血河领域 真是有趣 陆川微微一笑 每秒七千五百点的生命流失 对于八转的终老不算什么 可这个伤害 一直持续下去 并且无法被解除 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水滴石川之下 哪怕这个伤害量并不高 终老也会被活活耗死 而终老想要活命 身旁就必须得有辅助型职业者 并且持续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直到其彻底受缘耗尽 若是受到了非常强的持续伤害 再配合 血河领域 得另一个效果 将治疗全部转换成伤害 就算神仙来了 也就不了 而且 每秒七千五百的生命流失 对于人的精神 也是一种折磨 就像体内有一只无时无刻 都在吞噬血肉的寄生虫一样 若是时间长了 还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精神迟早会崩溃 得找一头等级高的妖兽 测试 血河领域的持续效果有多长 下脑的速度很快 短短几分钟 就带来了一头六十级的银月羊 造成了每五秒减一点生命值的持续伤害 以银月羊的血量 每三天治疗一下就行了 非常省心 钟老问道 下脑 这头银月羊 是不是测试过 奈何传说的持续时间 是的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幻oncoge.com下脑点了点头 马上就要两个月了 这头银月羊 依旧没有将遗忘的技能响起来 而这并不是 奈何传说的极限 不出意外的话 奈何传说 这持续时间还会更久 如果血河领域和奈何传说的持续时间一样 对于敌人将是无比痛苦的折磨 我还有一个技能叫血河传说 能让两个目标共享一个技能 陆川意念一动 血河领域射出二发血剑 分别对准自己和斩天战神 正在建立血河契约 请选择共享的技能 琳琅满目的技能栏中 记载着陆川和陆军灵的所有技能 包括 合神圣体和剑刀圣体之类的被动技能 就连被动技能都能共享 陆川微微一愣 当即共享了陆军灵的剑刀圣体 剑刀圣体 只要手中有剑 就能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一千 若是他在身处水中 再触发 合神圣体 全属性提升将达到百分之两千 共享被动技能 对于个人的实力提升 是非常巨大的 儿子 你共享的技能是什么 陆军灵很是好奇 哦爹 接剑一样 陆川手中有剑 全属性当即提升百分之一千 并且装备十把剑类武器后 这十把剑庞佛拥有生命一般 正以它为中心旋转着 犹如剑连一般 你共享了 剑刀圣体 陆军灵微微一惊 他作为 剑刀圣体的拥有者 自然能一眼看出 陆川共享的技能是什么 卧槽 小统领的 血河传说 竟然能共享被动技能 斩天战神 和裴语烟的剑刀圣体 是一样 若是两者共享技能后 会不会两人 都能同时装备 二十件剑类武器 并且得到百分之两千的 全属性提升 人族高层们的呼吸 都急错了几分 陆军灵 作为华夏的最强者 若是其实力能提升二十二倍 必然能大大增加 华夏的底蕴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陆川同样很好奇 他的职业是河神 跟陆军灵的九剑仙 八杆子都打不着 自然没有同名的技能 若是共享了两个 相同名称的技能 说不定能让这个技能 直接提升一倍 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人族高层们 当即将裴语烟叫了过来 小统领的 血和传说 竟然能共享一个技能 了解情况后 裴语烟目瞪口呆 血和意向惊天动地 他自然是看到了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陆川的四转技能 竟然一如既往的逆天 好好感受自身的变化 陆川施展 血和传说 两只血剑分别射向陆军灵 和裴语烟 成功了 当我手中有剑时 全属性提升2000% 陆军灵两眼一亮 剑到圣体得增幅非常大 能让一个SS级的职业者 拥有成为战神的潜力 而陆川的血和传说 直接让两人的 剑到圣体提升了一倍 这是何等惊人的事情 拥有20个剑类装备篮 并且所有剑类武器的 属性加成和装备效果 全都提升100% 裴语烟激动不已 如果他装备了20把上好的剑 对于自身实力 必然是无比巨大的提升 和神圣体 能提升50%的技能效果 而血和传说 作为我的技能之一 应该也能生效 陆川意念一动 裴语烟和陆军灵的 剑到圣体 再度发生蜕变 我的 剑到圣体 变得更强了 不仅能装备30把剑类武器 手中有剑时 还能全属性提升3000% 陆军灵难以淡定 小统领的 血和传说 太强了 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呀 越依赖指定装备的职业 掌握指定装备后 对实力的提升便越大 而斩天战神 能同时装备30把剑类武器 并且全属性提升了31倍 绝对是华夏有史以来 最强的战神 掌握了如此强的 剑到圣体 就算焚天战神 狂蛮战神和雷龙战神联手 也会被斩天战神轻松碾压 裴语烟也掌握了 如此强的 剑到圣体 等其成就战神之位 至此人族高层们全都激动不已 呼吸都急错了几分 裴语烟 你试试我的 核神领域 路川施展 血河传说 将核神领域 共享给了裴语烟 而裴语烟施展 核神领域后 他当即感受到了 420%的全属性提升 裴语烟并没有 核神圣体 可他的 核神领域 竟然在技能效果上 跟我一模一样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和雷龙hugh.com 不过在共享技能之后 我的 核神领域 在技能效果上 再度提升了50% 能给人提供 560%的全属性提升 经过刚当的测试 路川明白了 核神圣体 和血河传说的机制 他的 核神传说 能让人全属性提升 280% 同享给裴语烟后 裴语烟自然也能让人 全属性提升 280% 而在 核神圣体的作用下 核神领域 共享给裴语烟后 提升50% 因此 裴语烟的 核神领域能提供 420%的全属性加成 由于 血河传说的技能共享 是根据技能名称来的 共享之后的技能 得到50%的提升 路川同样能享受到 这意味着 在 核神圣体的配合下 他共享出来的技能 还会得到50%的提升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而裴语烟和陆军灵的 见到圣体 是同名的 属于彼此同享技能的状态 因此 两人共享出去的技能 都得到了 核神圣体 50%的提升 这两个50%加起来 便是100% 因此 在他施展 血河传说后 陆军灵和裴语烟 都能同时装备 30把剑类武器 而不是25把 离谱 太特么离谱了 裴语烟的 核神领域 能提供420%的全属性提升 而小统领的 核神领域 能560%的全属性提升 当两者叠加时 我们的全属性 提升了980% 这个全属性增益太可怕了 普通版的天子剑 能让方圆十万里的人全属性 提升100% 就足以称之为 华夏第一神剑了 而小统领施展 血河传说 后 能让一大群人全属性 提升980% 人族高层们 皆是震撼不已 见到圣体 能为我提供 3000%的全属性增益 再加上双重 核神领域 980%的全属性增益 我的全属性能 在一瞬之间 提升3980% 陆军灵孝的都合不拢嘴 紧接着 他将天子剑递给了陆川 儿子 你在四传之后 核神传说 应该也得到了质变 该复制出更强的天子剑了 复制天子剑 裴羽烟难以置信 小统领的 核神传说 竟然连华夏第一神剑 都能复制出来 年轻的老爹妖 你掉的是这把 金 天子剑 还是这把 银 斩天剑 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 陆川施展 核神传说 璀璨的金光和荧光 当即从河水中 涌现而出 当吟唱结束后 金银天子剑的属性 和装备效果 全部被增 真的复制出来了 裴羽烟 目瞪口呆 不过天子剑 作为华夏第一神剑 就算小统领 真的能复制出来 也难免会出现 递减效果 应该不会像我的装备一样 直接就提升四五倍 斩天战神 赶紧试试新版的 金银天子剑 在终老的催促下 陆军临将 银 天子剑握在手中 银 天子剑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是原版的七点五倍 能让方圆十万里的 所有有方单位 全属性提升 百分之七百五十 它催动装备效果后 在场之人 全都享受到了 百分之一千五百的 全属性提升 我的 剑到圣体 当真是厉害 能提升百分之一百 的装备效果 直接让 银 天子剑的全属性 增益到了百分之一千五百 玄幻书格 HTTPS 3W.XLUANSUGE.COM 紧接着 陆军临相 金 天子剑握在手中 再度被震撼到了 金 天子剑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是原版的九倍 能让方圆十万里的 所有有方单位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九百 剑到圣体 的增益下 金 天子剑的属性加成 达到百分之一千八百 当三把天子剑 同时施展装备效果时 众人的全属性增益 达到了百分之三千五百 若是加上 陆川和裴羽燕的双重 河神领域 众人的全属性增益 达到了百分之四千四百八十 百分之四千四百八十的 全属性提升 这特么太离谱了 而且 这是破县级的大范围增益 若是第六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其他国家 只有被我们吊打的份 短短两个月不到 小统领就为华夏的国力 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提升 当真是国之动量 人族高层们激动不已 再加上 见到圣体 百分之三千的全属性提升 我的全属性增益 都达到了百分之七千四百八十 就算一大群战神联手 我也能一见斩之 陆军灵孝的都合不拢嘴了 恨不得现在就向其他国家宣战 不过 陆川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等其彻底成长起来 必然能以最小的代价 一统人族 而且 以陆川的成长速度 他完全等得起 不必急于一时 小统领不仅复制出了 金银天子剑 属性加成和装备效果 还是原版的七点五倍和九倍 裴羽烟双眼发亮 对陆川更加崇拜了 接下来 陆川将另外几个神迹展示出来 将众人震撼的下八都要脱臼了 四转之后的小统领 当真是逆天 奈何领域 让人额外承受 百分之一百九十五的灵魂伤害 就差一点 就达到百分之二百 好家伙 额外伤害比原先的伤害还要高 施展 奈何领域 哼 哪怕小统领在一旁看系 输出量也必然是所有人的两倍 奈何传说 遗忘的技能达到了十五个 再加上超长的持续时间 就算对方逃出升天了 实力也会受到无比巨大的影响 若是遗忘了所有的核心技能 实力降低百分之五十 也是有可能的 钟老缩了缩脑带到 小统领的 爱河领域 也变得更加可怕了 只要身处爱河之中 技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概率失效 如果那个人跟我一样 喜欢救济玉族殿的苦难少女 技能的失败率会达到百分之一百 而且 技能在失败之后 还会追加三秒的控制效果 真的太克制我了 吓老笑道 小统领的 爱河传说 也变得更强了 能同时建立九份 舔狗契约 让九个人 追着窝国天皇打 等小统领彻底成长起来了 爱河传说 说不定能同时建立二十多份契约 让我们所有人 都追着窝国天皇打 人族高层们 越聊越兴奋 儿子 在边境之处出现了两个探索型副本 你可以带着裴雨嫣去历练一下 陆军林将有关副本的信息 发给了陆川 这两个探索型副本 处于三个国家的交界之处 只有35岁以下的职业者 才能进入其中 而以陆川和裴雨嫣的实力 绝对是30岁以下最强的职业者 必然能以最快的速度 通关探索型副本 让另外两个国家只能喝点汤 这两个探索型副本 确实是不错 陆川点了点头 将这件事答应了下来 这两个探索型副本的级别很高 哪怕是边缘区域 也存在100级妖兽 而越往深处走 妖兽的等级便越高 如果将这两个探索型副本通关了 不仅能获得丰厚的通关奖励 还能让它获取大量的经验 小通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探索型副本的通关奖励 非常丰厚 陈修的SSS及转值卡 就是从探索型副本中弄出来的 不过探索型副本在通关之后 就会自动消失 另外两个国家的人截足先登 我们得尽快赶过去 裴羽嫣嫣然一笑 主动牵起了陆川的手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他发现 陆川是个很被动的男生 别说是跟女生接触 就连一句暧昧的话都不会说 为了让两人的关系 进展得快一些 他不管再害羞 也要主动起来 好 而陆川捏了捏裴羽嫣柔 若无骨的御手 便老老实实地跟着对方走了 斩天战神 你这图儿可以啊 人族高层们 皆是露出了乙母笑 玄幻书格https 3w.xfwanshuge.com 划下边境 两道传送口 高达500米 犹如拱桥一般屹立着 由于这两个探索型 逆境身处三个国家的交界之处 为了防止动漫发生 三个国家的将士 都在一旁驻守着 一号探索型赋本身处 辉雄国和哈萨国的交界之处 跟你们划下没关系 如果你们敢踏入其中 就是向我哈萨国宣战 哈萨国的将士 驻守着一号副本的传送口 死死地防范着华夏之人 神气什么 二号探索型赋本身处 华夏和辉雄国的交界之处 跟你哈萨国可没什么关系 你们若是敢踏入其中 同样是向我华夏宣战 华夏的将士 同样是目光如炬 不会放任任何一个哈萨国人 进去其中 而辉雄国就爽了 两个探索型赋本都能进 若是运气好能一连通关 两个探索型赋本 获得非常丰厚的通关奖励 先把二号探索型赋本通关了 再将一号探索型赋本抢到手 陆川暗暗想着 而一旁的华夏将士 也是这样的想法 这个世界以武为尊 当实力足够强时 个人甚至能凌驾于规则之上 因此 一号探索型赋本 身处哪个国家并不重要 只要我的实力足够强 我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是我的 不服就来干一架 而在已知的信息之中 两个探索型赋本 就像双胞胎一样 内部的情况 都是极其相似的 通关奖励 应该也差不多 他打算先将二号探索型 逆境赋本通关了 再考虑一号探索型赋本 没必要自己碗里的都没吃完 就去抢别人碗里的 小统领 我们走吧 裴雨嫣依旧牵着陆川的手 当两人进入赋本后 很快便闻到了香甜的气息 有点像水果 也有点像香水 而这股香味的来源 并不是某个女人 而是一条淡红的河流 放眼望去 一支华夏的军团 正在全力倾较 赋本中的妖兽 刀剑碰撞的声音 此起彼伏 探索型赋本 作为通关之后 就会立马消失的赋本 妖兽并不会按时间刷新 而是像动物一样 以繁衍的方式增长 因此 在探索型赋本中 妖兽的生成速度 往往跟不上击杀的速度 只要能一直消耗 这些妖兽的数量 成功通关 必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不过在二号探索型赋本中 有数十条淡红的药盒 只要饮用其中的河水 就能解除身上的负面效果 并且迅速恢复伤势 而这些和留身处战场之中 每当妖兽身负重伤时 就能通过药盒 迅速恢复血量和法力值 让副本的通关难度 大大提升 好在华夏的将士 也能饮用药盒中的河水 能跟这些妖兽持续对抗 一直消耗下去 还挺甜的 路川施展 激流 后 药盒之水 犹如灵蛇一般 主动钻入了他的嘴中 确实很甜 而且恢复效果非常强 副本后 药力就会迅速挥发 变成平平无奇的糖水 裴雨烟同样是喝了一点 如果我将药盒污染了 必然能大大加快 探索型副本的通关速度 路川施展 血河领域 新红色的河水当即 跟药盒融为一体 为了不被妖兽们察觉到 他特意将 血河领域的颜色变淡 让其看起来 跟药盒差不多 与此同时 华夏的将士们 依旧在攻伐着妖兽 为了尽快通关 他们恨不得将 吃奶的劲都用出来 药盒的治愈效果太强了 这些妖兽一枚血了就喝水 击杀难度提升了好几倍 而且 这些妖兽极其聪明 就算物种不同 也能配合得非常默契 当一只妖兽 进入残血状态时 状态好的妖兽 便会掩护其撤退 而在药盒的帮助下 残血状态的妖兽 能迅速恢复伤势 用不了多久 就会重新加入战斗之中 华夏的将士们 很是烦躁 药盒的治愈效果强就算了 妖兽之间的配合 还非常好 好不容易将妖兽打残了 还难以进行击杀 得眼睁睁地 看着妖兽恢复血量 放弃吧人类 我们在神术的阴导下 万众一新 你们是不可能通关的 一头110级铁甲鱼 冷冷一笑 随便摆动一下身躯 就能击倒三四位 华夏将士 他的防御能力 本来就强 身处合中 还能一直享受到 药盒的治愈效果 同等级的职业 击杀了 这铁甲鱼太恶心了 必须要让军团长出手 不然以我们的输出能力 很难将其击杀 只会白白浪费法力 华夏将士们 一边躲闪着铁甲鱼的攻击 一边攻击着 其他种类的妖兽 奇怪 为何我不会血了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inhuanseuch.com 铁甲鱼 突然间愣住了 他能追着三四位 华夏将士打 靠的便是药盒的 恢复效果 而药盒在 血核领域的污染下 所有的治疗效果 都转换成了等量伤害 并且这个伤害在 核神圣体的作用下 还提升50% 之前的他 哪怕处于残血状态 也能在20分钟之内 回到满血 可现在 短短10分钟 就被药盒乃死了 嗯 这铁甲鱼 怎么突然间暴毙了 明明我们没有打他 这条药盒出问题了 妖兽喝了水之后 血量流失的速度非常快 就连铁甲鱼 也在5分钟之内暴毙了 卧槽 我刚刚才喝了一口河水 为何我一点事都没有 管那么多干嘛 只要还活着 就赶紧杀妖兽 华夏的将士们 欣喜不已 原先难以攻破的防线 突然间变得极其简单 卧槽 这河水被下毒了 大家都别喝了 一头妖兽中招后 连忙提醒着其他妖兽 可他们对药盒的 依赖心太强了 在作战的过程中 一有机会 便会喝一口 等他出言提醒时 在场的妖兽 早就中招了 由于药盒是持续恢复 被转换成等粮伤害后 自然是持续型伤害 只要路川意念一动 就能让此伤害 一直持续下去 哪怕妖兽们 不再饮用河水 也依旧会被药盒活活奶死 扑通 扑通 落水声此起彼伏 短短十分钟 所有妖兽就 全部死光了 卧槽 所有的妖兽 都被毒死了 这药盒的毒性太强了 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 华夏将士 皆是木凳口呆 就在这时 路川出现了 你们不必紧张 药盒只会伤到妖兽 不会伤到你们 若是血量不足了 可以尽情地喝水 而他的话 将不少华夏将士逗笑了 小通灵 你可别害我们 这些一百多级的妖兽 一下子就被毒死了 而人的毒免 往往比妖兽要低 若是喝了污染的河水 恐怕会死得更快 白宁兵正色道 大家相信小通灵 我刚刚便喝了药盒的河水 不仅一点事都没有 还恢复了大量的生命值 他作为双叶军团的团长 曾跟路川刷过 盐骄秘境 在盐骄秘境之中 路川展示了非常多的神迹 将他震撼的人都骂了 因此 不管路川说出来的事情 有多离谱 他都会下意识地相信 而且 在其他妖兽中毒的时候 他被一群妖兽击倒在地 不小心喝了一口药盒之水 预料中的毒发身亡 并没有发生 药盒在他口中 依旧跟之前一样 能恢复大量的生命值 真的假的 白团茶 这种事情 可开不得玩笑 见白宁兵说得如此认真 不少人都愣住了 当然是真的 正好我流失了一些血量 打算用药盒补充回来 白宁兵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喝了口河水 紧接着 大量的治疗 竖直在他的身上浮现 把所有人都看待了 卧槽 难不成小统领的话 都是真的 这药盒只会伤害妖兽 不会伤害我们 玄幻书格 https 3w.shenghuangsewch.com 药盒 明明是副本中的资源 应该帮助副本中的妖兽才对 为何会莫名其妙地帮助我们的 难不成药盒中的毒 是一个人的技能 这个技能 不仅能分辨敌军和友军 还能在20分钟之内 击杀妖兽 谈论至此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这个探索型副本 存在限制 只有35岁以下的职业者 才能进取其中 而一个35岁以下的职业者 竟然在20分钟之内 攻破了妖兽的第一道防线 这是何等惊人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位高人帮助 再给他们三个星期的时间 也未必能攻破妖兽的第二道防线 小同理啊 这个技能叫什么 究竟是什么人施展出来 有人一脸好奇地问着 陆川能第一个说出药盒的情况 必然对出手之人有一定了解 这个技能名为血核领域 只要身处血核之中 所有治疗效果 都会转换成等量伤害 并且提升50% 为了让接下来的副本攻略 更加顺利 陆川并不打算藏着掖着 好强的技能 难怪这些妖兽 会突然间流失如此多的血量 原来所有的治疗效果 都被转换成了等量伤害 并且提升了50% 血核领域有个核 而小同理的职业便是核神 并且刚好来到了这里 难不成这血核领域 是小同理用出来的 卧槽 这个可能性很大 血核领域 本来就是小同理用出来 他自然对技能效果极其了解 太离谱了 小同理觉醒职业的时间 连两个月都不到 竟然在20分钟之内 攻破妖兽的第一道防线 华夏的将士们 皆是震撼不已 药盒秘境的最深处 存在着一棵高达千米的古树 这棵古树长着一张人脸 树纹就犹如羽毛一般 无时无刻都在滴落着 鲜红色的树浆 正是这树浆 形成了遍布整个副本的药盒 第一道防线竟然被攻破了 古树微微皱眉 它的树根遍布整个副本 因此能感知到极远处的情况 这个手段太诡异了 明明我的药盒 能让手下们 恢复大量的生命值 形成难以攻克的防线 可在一对少年少女出现后 药盒的恢复效果 直接就失效了 古树的眉头越皱越紧 它的手下 在引用药盒后 不仅治疗效果失效了 还受到大量的伤害 这个伤害 还正好是治疗量的1.5倍 而且在它的感知之中 华夏的将士 也引用了药盒 可并没有像妖兽一样受到伤害 依旧能享受到应有的治疗效果 如此怪异的情况 绝对不是独能做到的 而是某种技能 这个副本 在天道的限制下 只有35岁的职业才能进去 不应该有如此强大的存在 而且在我的感知之中 这对少年少女的年纪 在20左右 不应该在20分钟之内 攻破难免的第一道防线 念及于此 它不再低落树浆 打算让药盒的治疗效果 变得越来越微弱 反正在血和领域的影响下 药盒的治疗效果 也不会生效 它还不如节省一些体力 亲自应对这些入侵者 有四支军团 在进攻我的领土 不过在我的感知之中 这四支军团 穿着三种不同的衣服 应该属于三种不同的势力 如果我将被污染的药盒 引向另外两个势力 应该能实现借刀杀人 古树冷冷一笑 当即引导药盒的走向 这两个探索型副本 都是它制造出来 一分别有两个分身坐镇 只要它想 自然能在 一号药盒秘境 影响到 二号药盒秘境的情况 它打算将被污染的药盒 通通调动到东方和西方 祸害灰雄国和哈萨国的人 与其同时抗衡三个国家 它还不如跟华夏单挑 而血河领域 人蔓延速度非常快 能完美跟上它的引导 很快就跨越到 一号药盒秘境 一号药盒秘境 哈萨国的将士 正在全力攻略副本 必须快一点 等华夏将 二号药盒秘境攻略了 很有可能会抢我们的 一号药盒秘境 而我们的实力 是无法跟华夏抗衡的 必须要在华夏 或者灰雄国通关 二号药盒秘境之前 将一号药盒秘境通关 一位军团 长大吼着 击杀怪物的速度非常快 它名为吉尔西 哈萨国 35岁以下的最强者 职业是SSS级的暗月刺客 凭借着极强的实力 被它盯上的妖兽 全都是一招秒杀 而它有一个技能 名为狩猎领域 能让方圆一里的 所有敌方单位 降低80%的恢复效果 因此 哈萨国的攻略速度非常快 马上就要攻破 妖兽的第一道防线了 吉尔西团长的 狩猎领域 完美克制 药核秘境的妖兽 我们哈萨国 必然是第一个 通关药核秘境的国家 玄幻书格 https www.xfwanshuge.com 哈哈 在狩猎领域的影响下 药核对我们的作用非常大 而这群妖兽 作为地头蛇 却只能享受到 20%的治疗效果 比起我们差远了 哈萨国的将士 皆是兴奋不已 华夏的实力 确实是强 可他们未必有克制 药核秘境的手段 而灰雄国 同时攻略两个探索型副本 兵力直接就除以二了 通关速度 必然受到极大的影响 正所谓 贪多嚼不烂 灰雄国根本就不足为虑 拼了 我就算死 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妖兽在古术的引导下 不存在撤退这一说 因此 他们都跟狂战士一样 血量越跌 攻击性便越强 当哈萨国彻底攻破 第一道防线时 不少人都身负重伤 甚至有近百个人 直接就死了 药核的恢复效果非常强 喝完河水之后 我们继续攻略药核秘境 杰尔西下达命令后 开始大口大口地 饮用着河水 这河水非常甘甜 就像糖水一样 哪怕没有治疗效果 他也愿意多喝几口 怎么有股血腥味 杰尔西微微皱眉 不过并没有在意 妖兽的数量多达十万 将其屠戮殆尽后 其血液必然会影响 药核的味道 不过 为了加快通关 药核秘境的速度 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依旧在暴风吸入 让药核都掀起了小漩涡 啊 一声惨叫后 一个士兵当场就暴毙了 他本来就身负重伤 唯有药核才能救命 可他刚刚喝下去的河水 正好被血河领域污染了 药核的治疗效果 本来就强 在这个 当效果 转换成等量伤害 并且在提升百分之五十后 直接救了他的老命 卧槽 我得赶紧喝水才行 不然 药核就在旁边 就因为喝得不够快暴毙 未免也太可惜了 一个人的死亡 让其他的人产生恐惧 激发了更强烈的求生欲望 为了能活下来 身负重伤的将士 不顾一切地喝着河水 有些人的伤势太重了 一旁的将士 还会亲自喂进去 战友情非常深厚 而他们在饮用河水后 全部都暴毙了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不少人心惊胆战 这是什么情况 药核的恢复能力非常强 为何这些伤员在饮用之后 反而暴毙了 这些药核被下毒 伤员在饮用河水之后 并没有浮现治疗数值 而是伤害数值 还好我累着了 打算泄一些再河水 不然我也会遭罪 卧槽 我刚刚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 我该死呀 哈萨国的将士 全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卧槽 老子也中招了 吉尔西心如刀脚 右手用立地捏着胸膛 恨不得将所有的疼痛都揪出来 他喝的河水非常多 因此血量流失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 药核生效的速度非常快 他想吐都吐不出来 只能硬撑 血量流失的速度太快了 短短五分钟 我就没一半血了 而且 伤害数值的浮现非常稳定 并没有任何的衰竭 似乎能将我活活折磨死 吉尔西心头一惊 连忙喊道 亲爱的 快对我施展 净化之光 治愈之光 好的老公 我这就来救你 戴希的职业是 SS级圣光牧师 是哈萨国35岁以下 最强的辅助型职业 由他出手 吉尔西很放心 可他的 净化之光 不仅没有生效 治愈之光 的治疗效果 还转换成了等量伤害 并且再提升50% 这一下 差点把吉尔西给送走了 让其喷出了一大口血 老公 你没事吧 戴希荒了 还以为毒性 比他的治疗效果还要强 打算继续施展 净化之光 和 治愈之光 如此一幕 吓得吉尔西魂 都要丢了 亲爱的助手 这药何有古怪 只要身处其中 所有的治疗效果 都会转换成伤害 并且提升50% 你如果再对我施展 治愈之光 我的命可就没了 卧槽 我差点把自家老公杀了 戴希荆出一身冷汗 连忙问道 老公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药何的毒性很强 若是放任不管 你会死的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uangseuch.com 吉尔西道 你是哈萨国35岁以下 最强的辅助型职业 就连你都救不了我 在场的辅助型职业 必然也救不了我 唯有脱离 药何秘境 向更强的辅助型职业 寻求帮助 我才有一线生机 好的老公 我这就使用传送符 戴希将吉尔西抱在怀中 转瞬之间便消失了 药何的毒性太强了 就连戴希都解决不了 必须要向更强的辅助型职业 寻求帮助 我们也赶紧撤离吧 不然都会死在这里 没中毒的人 尽可能多救几个 千万不要两手空空地跑了 人命关天 哈萨国将士 全部都在撤裂 根本没心思攻略 药何秘境 哈萨国边境 吉尔西中毒了 快让更强的辅助型职业救他 传送完成后 戴希连忙向身旁的人求救 好的 我们这就去安排 一位军官发出求救信号后 目光定格在吉尔西的身上 药何秘境 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吉尔西是我哈萨国 35岁以下的最强者 不应该受此重伤 戴希到 攻破第一道防线后 药何突然间变异了 原先的治疗效果 转变成了伤害效果 并且还提升50% 而我对老公施展 治愈之光时 也被转换成了更强的伤害效果 若是再用一次治愈之光 我老公直接就被我送走了 军官到 戴希 你所交代的信息 我会以录像的方式 发给伊莲大人 等伊莲大人赶来了 必然能以最快的速度 对症下药 不过伊莲大人的速度 没这么快 以吉尔西团长的流泻速度 未必赶得上 亲爱的 我们已经脱离了 药何秘境 你的治疗效果 应该不会被转换成伤害了 吉尔西气喘吁吁地说着 就像溺水之人 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好的老公 戴希点了点头 二道不同的光辉 同时映照在吉尔西的身上 净化之光 一如既往的失效了 不过 治愈之光的治疗效果 并没有变成伤害效果 有救了 戴希面露喜色 只要吉尔西能恢复血量 他必然能拖到伊莲大人赶过来 而伊莲大人 是七转辅助型职业者 若不是转职任务的难度太大了 早就成为八转职业者了 由伊莲大人出手 必然能抹除药何的毒性 戴希 接下来便交给我吧 五分钟后 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妇现身了 正是众人口中的伊莲大人 他做事非常果断 一登场便施展了治愈之光 让杰尔西的血量迅速恢复了上来 可当他施展净化之光 想解除药何之毒时 依旧是失效了 杰尔西还在掉血 这怎么可能 伊莲皱了皱眉 伊莲施展十多发净化之光 可药何的持续伤害 依旧在继续着 甚至连衰减的迹象都没有 伊莲大人 你可是七转辅助型职业 为何连你都解不了杰尔西的毒 戴希猛逼了 我也不清楚 可我真的经历了 伊莲窥然一探 杰尔西的流血速度太快 在持续伤害消失之前 是无法攻略药何秘境的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search.com 我们只能守在杰尔西身旁 直到持续伤害消失为止 而且 持续伤害的来源是药何 大多数的将士 也跟着中招 我们的攻略 进度地停滞一段时间 杰尔西是哈萨国 35岁以下的最强者 SSS 即暗月刺客 等其成长起来了 有很大概率成为战神 不管治愈的难度有多大 他都会将杰尔西救下来 只要是持续伤害 就必然会存在持续时间 在我们的照顾下 老公必然能挺过这一劫 戴西笑了笑 如释重负 伊莲指挥道 赶紧打探灰雄国和华夏的情况 看下他们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好 军官点了点头 立马行动了起来 两个小时后 他再度来到了伊莲的身边 伊莲大人 灰雄国的人中招了 情况跟我们一模一样 而华夏的人一点事都没有 依旧在攻略药盒秘境 伊莲皱眉道 为何华夏的人没事 军官道 灰雄国的人 同时探索两个药盒秘境 因此 只有一半人出事了 而华夏从未进入过 伊耗药盒秘境 因此一点事都没有 看来 伊耗药盒秘境出问题了 可恶 为何我哈萨国如此倒霉 伊莲很是气愤 军官道 伊莲大人 华夏没有进入过 伊耗药盒秘境 应该对其中的情况不太了解 反正 伊耗药盒秘境 也出问题了 还不如将华夏的将士放进去 错一错他们的锐气 伊莲大人 为何两个小时过去 我老公的持续伤害 依旧存在着 甚至连衰减的迹象都没有 戴希很是焦虑 杰尔西被持续伤害 折磨了两个多小时 精神都有些萎靡了 伊莲道 我也不清楚 按理来说 这持续伤害 早就该结束 而且不仅仅是杰尔西 所有中招的将士都是如此 必须有辅助型职业 时刻照顾着 若是放任不管 用不了多久就会身亡 杰尔西到 伊耗药盒秘境 得危险程度非常高 等华夏的将士进入其中 也必然会元气大伤 到时候 华夏的将士们 跟我一起受苦 我应该会好受一些 戴希点了点头 好的老公 我这就开放 伊耗药盒秘境 允许华夏的将士进来 二耗药盒秘境 在路川的帮助下 华夏的将士 已经攻破第三道防线了 紧接着 哈萨国开放 伊耗药盒秘境的消息 也传了他们的耳中 哈萨国是怎么回事 刚刚还放着狠话 禁止我们进入 伊耗药盒秘境 为何突然间 就允许我们进入了 可能伊耗药盒秘境 的攻略难度太高了吧 他们自知无法通关 便以此 跟我华夏交好 不应该啊 哈萨国的杰尔西是 SSS级暗月刺客 当其施展 狩猎领域 时 能降低敌人80%的治疗效果 完美克制 药盒秘境的妖兽 按理来说 哈萨国是有很大希望 通关伊耗药盒秘境的 不应该平白无故地让出来 难不成哈萨国在 伊耗药盒秘境 布下了什么陷阱 就等着我们钻进去 华夏的将士 皆是疑惑不已 不仅仅是哈萨国 就连灰熊国 也向他们开放了 伊耗药盒秘境 如此看来 很有可能是 伊耗药盒秘境 出问题了 伊耗药盒秘境 不能随便探索 我们得先将哈萨国 和灰熊国 开放副本的原因 将碗里的肉吃进嘴里 众人在短暂的商议后 继续向副本的深处推进 小统领 你在笑什么 裴雨嫣很是疑惑 在这个消息传来时 陆川的脸上 一直带着坏坏的笑 药盒秘境 的终极boss 很有意思 他将被污染的药盒 引到了一号药盒秘境 而哈萨国和灰熊国的将士 在引用药盒后 所有治疗效果 都转换成了伤害 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陆川倒出了原油 将药盒污染后 他自然也能引导药盒的走向 只不过他很好奇 终极boss会将药盒 引到什么地方 便没有任何的阻止 而终极boss的做法 也非常有趣 竟然要记住他的血盒领域 灭掉灰熊国和哈萨国的将士 面对这样的要求 他自然不会拒绝 当即就发动了 血盒领域的技能效果 为了让灰熊国和哈萨国的人 主动开放 一号药盒秘境 他并没有对 二号药盒秘境的 灰熊国将士动手 玄幻书格https 3w.玄幅anshuge.com 反正有他在 灰熊国的通关速度 是必然比不上华夏的 因此 灰熊国和哈萨国的人 都以为问题出在 一号药盒秘境 而不是华夏身上 还打算用开放副本的方式 坑一坑华夏 难怪灰熊国和哈萨国会开放 一号药盒秘境 原来想借助血盒领域 来坑我们 不过 血盒领域 是你的技能之一 又怎么会伤到我们 裴语言很是惊喜 在终极boss的帮助下 陆川不仅轻而易举地 重创了灰熊国和哈萨国的将士 还能兵不血刃地进入 一号药盒秘境 小统领的血盒领域 非常强 妖兽在引用药盒后 二十分钟就全部死光了 而灰熊国和哈萨国的将士 也引用了被污染的药盒 必然会跟妖兽一样 死伤非常惨重 这么说来 我们可以放心地进入 一号药盒秘境 灰熊国和哈萨国的人 还得非常欢迎我们 华夏的将士们兴奋不已 药盒秘境的最深处 古树正在细细 感知着副本中的情况 将被污染的药盒 引到一号药盒秘境后 灰熊国和哈萨国的军队 死伤惨重 直接就放弃了攻略 不过华夏的人有些奇怪 明明灰熊国有两支军队 为何只祸害一支 而且 华夏的攻略 速度太快 若是放任不管 很快就会杀到我这来 古树面色凝重 为了百分百屠戮的华夏将士 他开始施展 以蓄力的方式 让全属性得到大幅度提高 蓄力的时间越长 全属性的提升变越大 并且无上限 考虑到华夏的通关速度过快 他打算用些许奖励 拖延华夏的通关速度 刷刷刷 一道道紫光冲天而起 二号药盒秘境 凭空降临了20个宝箱 为了吸引华夏的将士 每一个宝藏 都存放着一件史诗级装备 并且推荐等级 都在100到130之间 妖兽生死之后 有概率爆出装备和材料的 而古术作为药盒秘境 的神 执掌此地 足足有500年之久 见证着非常多妖兽的生命 自然能掏出20件史诗级装备 在他的引导下 想要获取20个宝箱 必须要围着药盒秘境 走一圈 能为他争取非常多的蓄力时间 史诗级宝箱已发放 每一个宝箱 都能爆出史诗级装备 当药盒秘境通关后 史诗级宝箱将自动消失 嗯 还有这种好事 回雄国的人全都猛了 操 我在一号药盒秘境 差点就把小命丢了 而在二号药盒秘境 不仅药盒随便喝 还降临了20个史诗级宝箱 华夏的运气太好了 早知道 一号药盒秘境如此凶险 我绝对不会进去 突然降临了20个史诗级宝箱 还有这种好事 华夏的将士们 皆是两眼发亮 史诗级装备 仅次于传说级装备 自然是非常稀有的 而且 药盒秘境的妖兽 都在100级以上 这些史诗级装备的 试用等级 应该也在100级以上 若是将这些史诗级宝箱 全部开启 此次 药盒秘境的收获 必然会更大 白宁兵问道 小统领 我们还要速通药盒秘境 根据副本的提示 在通关药盒秘境后 20个史诗级宝箱 就会自动消失 不过 药盒秘境的最终通关奖励 必然是更加丰厚的 若是因为20个史诗级宝箱 让辉雄国率先通关了 药盒秘境 可就得不偿失了 军人极其看重实力和贡献 而陆川的实力是最强的 贡献也是最高的 哪怕没有北京小统领的身份 也能自然而然地 成为众人的主心骨 因此 在白宁兵发问后 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刷刷地看向陆川 陆川道 继续推进就行了 这些史诗级宝箱无需你们操心 血河领域 蔓延速度很快 已经将所有的药盒污染了 而药盒遍布整个药盒秘境 他自然能轻而易举地 找到史诗级宝箱的位置 只要他使用暗流涌动 就能将20个史诗级宝箱 全部传送过来 小统领说得对 万万不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白宁兵点了点头 率领将士们 攻向夭寿的第四道防线 在陆川的帮助下 第四道防线 30分钟就攻破了 非常轻松 紧接着 哗啦啦的水流声响起 众人放眼望去 一个又一个史诗级宝箱 就像泉水般涌现而出 两个 四个 六个 八个 二十个 短短30分钟 所有的史诗级宝箱 都被暗流涌动 传送了过来 卧槽 为何这些史诗级宝箱 会从土里冒出来的 难不成 药盒秘境的 BOSS看上我们了 你是不是傻 我们作为入侵者 药盒秘境的BOSS 怎么可能善待我们 这应该是小统领的手段之一 小统领牛逼 短短30分钟 就把20个史诗级宝箱 弄到手了 众人欣喜不已 白宁兵感慨到 20个史诗级宝箱的位置 确实在副本地图中 显示了出来 不过只有大概位置 并没有精确的坐标 就算能时刻参考地图 一时半会也无法找到 而小统领 一直在我们身边 根本没有离开过 却能无比准确地找到 20个史诗级宝箱 并且通通传送过来 真的太离谱了 小统领开箱吧 这些都是你弄来的 快让我们过过眼影 匠师们很是兴奋 而陆川也不墨减 很快便将 20个史诗级宝箱开完了 每一个史诗级宝箱 都能开出一件史诗级装备 50件稀有级装备 100件精良级装备 200件普通级装备 并且 这些装备的试用等级 都在100到130级 奖励非常丰厚 为了加快 药盒秘境 的通关速度 调动匠师们的积极性 陆川开始论功行赏 玄幻书格 https 3w.sianfuanshuge.com 至于没有分道装备的将士 也没有任何的怨言 等离开了 药盒秘境 华夏会以军功的方式 发放奖励 没必要给予一时 语焉 这十件史诗级装备 有四把史剑 并且试用等级 都在130级 非常适合你 陆川一身的传说级装备 这些史诗级装备 自然是看不上的 多谢小统领 陪语焉玩耳一笑 毫不犹豫地 将装备收下了 他的 剑到圣体 能同时装备 十把剑类武器 而军库的传说级剑类装备 并没有这么多 自然需要一些史诗级装备 见此一幕 华夏的将士们 也没有任何的意见 这些史诗级宝箱 都是陆川弄来的 陆川自然是想怎么分 就怎么分 另一边 该死 为何我们来到了宝箱区域 却始终找不到宝箱 灰熊博的将士 越找越烦躁 不少人已经在破口大骂了 军团长尼克很是苦恼 我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二遍 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古术为了拖延更多的时间 每个宝箱区域都安插防线 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 当他们来到一号宝箱区域时 驻守此地的妖兽 皆是全胜状态 一点战斗的痕迹都没有 因此 一号宝箱区域的宝箱 不可能被华夏的人提前弄走 而且 华夏攻略 药和秘境的出生点 跟他们极其遥远 就像南极和北极一样 就算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偷走史诗级宝箱 也不应该有如此夸张的跑图能力 尼克团长 我们为了寻找史诗级宝箱 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如果继续在这耗着 华夏必然能率先通关 二号要和秘境 一位军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尼克苦笑道 放弃 我也想放弃 可我们都在一号宝箱区域 消耗这么多时间了 如果半途而废 之前的时间不就白白浪费了吗 算了 最终的通关奖励 必然比这史诗级宝箱丰厚 我们继续向深处推进吧 吸取教训之后 他打算一个宝箱都不碰 要和秘境的最深处 卧槽 短短三十分钟 华夏的军队 就将所有史诗级宝箱弄到手了 古树木凳口呆 为了拖延更多的时间 所有史诗级宝箱都身处 要和秘境的边缘地带 并且有大量的妖兽助手 想要收集所有的史诗级宝箱 必然要围着副本跑一圈 而华夏的军队 一直往最深处推进着 根本没有一个人 前往边缘地带 可这二十个史诗级宝箱 就是被华夏的军队弄到手了 完全没有起到拖延的作用 并且 华夏的军队 在开启宝箱后 不少人都换上了更好的装备 在对付他时 能打出更多的输出 他这波操作 纯粹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无所谓了 我本身的实力 就非常强 若不是出于稳健 根本不需要拖延时间 古术摇头一笑 继续用树林真身 蓄力 马上就要打最深处了 大家先调整一下自身状态 根据副本地图的提示 那颗直插云霄的古术 很有可能是 药核秘境的终极boss 白宁兵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在恢复自身的血量和蓝梁 在外面歇着干嘛 进来坐坐呀 古术的声音 犹如木头摩擦而成 无比清晰地传入众人的耳中 紧接着 众人所处的大地犹如圆盘一般 向他的方向迅速挪动着 鸣昌 人面树妖boss级 等级140 血量 20亿技能 穷江树叶 树林真身 万木穿刺 大地牵引 卧槽 刚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就要打最终boss 这boss高达140级 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 华夏将士的心理素质很强 短短一个喘息 就进入了战斗状态 数之不尽的技能 攻向了人面树妖 而人面树妖的血量非常多 直接无视了众人的攻击 当他施展 万木穿刺 后 成千上万的木毛 犹如狂风骤雨般 激射而出 好在防御型职业非常给力 犹如城墙一般 将这些木毛 尽数挡了下来 让输出型职业 能放心地输出 培育燕道 小统领 这人便树妖 让我来吧 我想试试强化版的 剑道圣体 为了测试出 血和领域的持续时间 陆川并未解除 他跟陆军灵的技能共享 因此 他的剑道圣体 能同时装备三十把剑 并且提升百分之一百的 属性加成和装备效果 当手中有剑时 还能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三千 对于实力的提升 非常恐怖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huangseuch.com 正好我也想看看 强化版的 剑道圣体 有多强 陆川点了点头 呼呼呼呼 培雨烟一面一动 惊人的剑气 如暴风般呼啸而出 三十把飞剑 以她为中心旋转着 犹如一朵凌厉的剑帘一般 绝美之中 蕴含着无尽杀鸡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丫头 竟然让我感受到了恐惧 人面竖腰 眉头紧锁 山脉般的树枝猛地 向裴雨烟拍去 刷 一道寒光闪过 山脉般的树枝 当即被斩断 紧接着 裴雨烟 如天外飞鲜般冲击而出 直接洞穿了 人面竖腰的身躯 五一 卧槽 裴雨烟一招 就造成了五一点伤害 这特么太夸张了 仅仅一招 就让终极boss 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血量 她自身一人的伤害 比我们加起来还要高 华夏的将士们 全都震撼不已 仅仅一招 就让我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血量 绝对不能放任她输出下去 人面竖腰施展 巨木抽击 后 近百根树枝 如巨蟒般抽击而出 而裴雨烟不闪不闭 继续施展 天外飞仙 都是皮筋一般 咔咔咔 木头崩裂之声 如鞭炮般响起 人面竖腰的攻击 都还没落在裴雨烟的身上 就被三十把飞剑斩碎 这特么是什么怪物 人面竖腰心头一惊 她的 树林真身 依旧处于蓄力状态 不过她并不急着用 裴雨烟的实力太强了 就算她在第一阶段施展了 树林真身 也未必能赢 若想百分百取得胜利 必须要在最强的第三阶段 施展 树林真身 念及于此 她果断施展 穷江树叶 这个技能是要何的来源 治疗效果 必然是非常惊人的 不过裴雨烟的输出能力太强 她恢复伤势的速度 根本就跟不上 当裴雨烟用出第六剑时 人面竖腰的身躯 被拦腰斩断 正在进入第二阶段 卧槽 二十一滴血的人面竖腰 被裴雨烟六剑 就打到第二阶段了 裴雨烟跟小统领一样离谱 明明才二十多岁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而裴雨烟很清楚 自己能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跟陆川有非常大的关系 若不是陆川 她不可能拥有 剑道圣体 更不可能在 血和传说的作用下 获得强化版的 剑道圣体 若想一直享受到 血和传说的技能效果 她必须要对陆川中真不二 百英必求 雨烟 让我也体会一下 见到职业者的快乐 陆川施展 血和传说 跟裴雨烟共享了 剑道圣体 剑气风暴 和天外飞仙 由于一个名称的技能 血和传说 只能共享一次 因此 裴雨烟的 剑道圣体 受到了削弱 从装备三十把剑 变成了十五把剑 不过陆川的 剑道圣体 能享受到 核神圣体的技能效果加成 能同时装备二十三把剑 并且 剑类武器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提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五 小通灵 接剑 裴雨烟意念一动 二十三把飞剑 悬浮在陆川身旁 玄幻书格 https 3w.scu.com 当陆川装备 二十三把剑类武器后 全属性得到了 无比巨大的提升 有如即将出鞘的神剑一般 剑道圣体 果然是厉害 若不是 血和传说 我根本体会不到 剑道职业者的快乐 陆川手握没引剑 细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什么情况 小通灵的职业 明明是和神 为何裴雨烟 要将剑给他 好奇怪 不过小通灵的眼神极其伶俐 就像年轻时的 斩天战神一样 难不成小通灵 真的会用剑 会用剑又怎么样 小通灵 有很大概率 成为剑道职业者 斩天战神 自然会教其剑术 可小通灵的职业是和神 根本无法掌握剑道的技能 不管对剑的理解有多深 也只能处于凡人的层次 永远无法达到 剑类职业者的高度 将士们面露怪异之色 无法理解陆川的行为 好 人面树妖 陆川的身躯 环绕着23把飞剑 犹如天外飞仙般 冲击而出 咔咔咔咔 木头崩裂之声响起 人面树妖的身躯 竟然被陆川洞穿了 好强的剑道天赋 小通灵 不愧是斩天战神的孩子 裴羽烟震撼不已 光掌握技能是不够的 还得有技能熟练度 而陆川第一次施展 天外飞仙 就能发挥出如此大的威力 绝对能称之为剑道奇才 什么情况 小通灵的职业 明明是河神 为何能用出 如此强大的剑道技能 而且 裴羽烟锁给23把剑 小通灵全部都装备上了 能同时享受 23把剑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太逆天了 就算是斩天战神 也只能同时装备10把剑 而小通灵能 同时装备23把 卧槽 你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裴羽烟刚刚装备了30把剑 是斩天战神的三倍 太离谱了 难怪裴羽烟能一招 让人面树妖 损失25%的血量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假的吧 如此强大的剑道职业者 华夏竟然有两位 而且 年纪都在20岁左右 人面树妖慌了 为了给树林真身 争取更多的蓄力时间 开始像缩头乌龟一样 只手不攻 可露川的伤害量太高 短短三分钟 就让他损失了一半的血量 就算穷江树叶 得恢复效果非常强 也依旧跟不上露川的输出 事与烟的 剑气风暴 露川意念一动 23把飞剑 以它为中心 高速旋转着 掀起浩浩荡荡的 剑气风暴 咔咔咔 在 剑气风暴的摧残下 人面树妖 被一次又一次地洞穿 木屑飞的到处都是 若不是 穷江树叶 得恢复能力非常强 再加上 BOSS光环的血量加成 早就暴毙了 小统领的实力太强了 感觉 我们出不出手 都无所谓啊 太离谱了 明明人面树妖 是140级的BOSS 可小统领和裴玉烟 都具备单刷的能力 小统领的技能 跟裴玉烟一模一样 难不成小统领的职业 也是SSS 及桃花剑仙 众人目瞪口呆 短短5分钟 露川就将人面树妖 达到了第三阶段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uge.com 小统领 为了体验见到职业者的快乐 只施展了 血和传说 共享出的技能 并没有施展 奈何领域 之类的神技 不然 他击杀人面树妖的速度 必然会变得更快 裴玉烟对陆川更加崇拜了 该使用树灵真身 第三阶段的人面树妖全属性 提升了60% 当他施展 树灵真身 耀眼的绿灰 犹如大日降临一般 全属性的提升 达到了460% 并且攻击速度和恢复能力 提升了300% 人面树妖 作为140级的BOSS 思维属性本来就高 施展 树灵真身 还得到了460%的全属性提升 这一下该怎么打 还好有小统领和裴玉烟 不然 我们必定会全军覆没 谈论至此 众人的恐惧感 缓解了几分 不过以人面树妖输出能力 若是有人被伤到了 很有可能会瞬间暴毙 为了完胜 他们并不打算继续看血 纷纷对人面树妖 发动了攻击 见到职业者 跟法师一样 都是高宫低房的脆皮职业 只要我以最快的速度 击杀这两个见到职业者 依旧有机会守住二号药和秘境 人面树妖猙獰的笑着 每一节树枝 都犹如群山横压而出 要陆川拍成血舞 小统领啊 我们一起施展 剑气风暴 裴玉烟对剑道的造诣非常高 再加上两人的 剑气风暴 同根同源 很快便融为了一体 爆发出无比巨大的威力 咔咔咔 横压而来的树枝 全部被绞成了粉末 脆弱的犹如陶瓷一般 当陆川和裴玉烟 一起施展 天外飞仙 人面树妖的身躯 当即破开了两个大洞 在两人的混合霜打下 就算人面树妖全属性 提升了460% 也依旧落入了下风 速战速决吧 陆川施展 奈何领域 后 人面树妖在受到伤害时 还要承受195%的灵魂伤害 再加上 他跟裴玉烟的输出能力非常强 人面树妖的血量 很快便见底了 人面树妖已阵亡 二号药和秘境通关成功 卧槽 太强了 若不是他跟裴玉烟强强联手 我们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华夏的将士们皆是兴奋无比 短短一个星期没见 小统领的实力 就得到了如此巨大的提升 这成长速度 真的太离谱了 不愧是人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白宁兵感慨不已 他曾跟陆川刷过 兵屑秘境 自然见识过陆川的奈何领域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奈何领域 得额外伤害 就达到195% 哪怕陆川施展奈何领域 后什么都不做 输出量也必然是众人的两倍 四转装备升阶卡X3 可让装备的适用等级提升30 只能对三转的装备使用 竖影剑 传说级装备 适用等级120 竖影全杖 史诗级装备 适用等级120 竖影头盔 史诗级装备 适用等级120 人面竖腰身王 爆出了大量的装备和材料 让众人的呼吸都集错了积分 玄幻输格 一件传说级装备 十件史诗级装备 还有一大堆珍贵材料 二号药盒秘境 不愧是探索性副本 这通关奖励 比起正常的副本高太多了 这十件史诗级装备 有六件的前缀式树影 能完美触发套装效果 若是穿在身上 必然会得到无比巨大的提升 众人欣喜不已 二号药盒秘境 得收获越大 他们的战功便越多 不过 他们能如此顺利地通关 二号药盒秘境 跟陆川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此 陆川和裴雨嫣的战功 必然比他们 加起来还要多 甚至多好几倍 树影剑是120级的装备 而我的等级只有98级 暂时还用不了 而裴雨嫣在静魔之战 获取了大量的经验 马上就要升到118级 等将另一个药盒秘境通关了 应该能符合树影剑的等级要求 陆川没有客奸 将所有通关奖励 收入了储存空间之中 对他而言 最具吸引力的并不是传说级装备树影剑 而是三张装备升接卡 深海套装 套装效果 非常契合他 只要伸出水中 就能提升3000%的移动速度和治疗效果 不过 深海套装最绝适用等级是90 当他超出这个等级时 深海套装在百分比增益 就会出现递减效果 而装备升接卡 能让深海套装最绝适用等级 变成120级 避免百分比增益 出现递减效果 深海套装 总共有五件装备 只有三张 四转装备升级卡 是不够的 我还得再收集两张 若是一号药盒秘境 报不出来 我只能去北京军库拿了 人面束腰已阵亡 副本即将关闭 副本通告响起时 灰熊国的军队正在攻略第一道防线 人面束腰已阵亡 副本即将关闭 这是什么情况 探索型副本都是一次性的 一旦有人通关了 就会彻底消失 难不成 二号药盒秘境已经被人通关了 假的吧 我们连第一道防线都没突破 华夏怎么可能通关 灰熊国的将士 全都猛了 药盒的治愈能力很强 再加上妖兽之间有配合 他们估计要二三个星期 才能突破第一道防线 二号药盒秘境 对面积非常大 足足有六道防线 若想彻底通关 他们最起码要耗费三四个月的时间 而华夏军队一天不到 就将整个副本通关了 这让他们如何能接受 太离谱了 短短一天的时间 就算没有任何妖兽的阻拦 我们也无法走到终极boss的面前 而华夏直接就通关了 这特么是人能做到的事情 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撤离二号药盒秘境 不然等副本关闭了 我们永远也无法回到现实之中 灰熊国的将士们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副本 哈萨国边境 戴西道 伊莲大人 华夏和灰熊国的军队 全部从二号药盒秘境 传送出来了 一天不到就传送出来了 看来二号药盒秘境 也出问题了 伊莲坏坏地笑着 在药盒出问题之前 两个药盒秘境的通关难度差不多 他自然不觉得 华夏和灰熊国的军队 能在一天之内通关药盒秘境 华夏的人应该也中毒了 所有进入药盒秘境的国家 都没有好下场 吉尔西畅快地笑着 肉体上的折磨都缓解了几分 等等 怎么 二号药盒秘境的传送口 在逐渐消散 难不成 二号药盒秘境已经被通关了 戴西坐不住了 不应该啊 药盒秘境的通关难度 尼克道 华夏通关了 二号药盒秘境 至于具体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不过 华夏能在一天之内通关 就算有投机取巧之法 也必然具备非常强的实力 而我们向华夏开放 一号药盒秘境 若是他们被药盒毒死了 我们可就赚大了 一连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 等会我们一起 将华夏的人引进去 游戏融合现实后 各国之间的较量 便从未停止过 只要华夏被削弱了 就相当于其他国家变强了 这自然是他乐意看得到的事情 戴希道 一连大人 华夏的军团 打算进入 一号药盒秘境 要我们哈萨国的将士放行 玄幻书格 https 3w.xf1search.com 来得正好 既然他们急着送死 我就成全他们 一连冷冷一笑 哎 也不知药盒的毒核时能结束 戴希溃然一叹 血核传说 能让持续伤害 一直持续下去 因此 杰尔西被折磨十多个小时 并且那持续伤害 连衰减的迹象都没有 让他很是头疼 按理来说 一个持续伤害 能持续半个小时 已经非常持久了 可药盒的毒 硬是持续了十多个小时 并且不管他和伊连 如何施展进化型技能 也依旧是无济于事 一号药盒秘境 在路窜的帮助下 华夏的军队短短十小时 就来到了BOSS区域 名称相同 等级相同 看来这两个 药盒秘境 确实是双胞胎 路窜施展 天外飞仙 一瞬之间 便洞穿了人面树腰的身躯 可恶 竟然这么快 就杀过来了 两个副本的人面树腰 都是分身 自然是记忆共享的 为了给本体 拖延更多的时间 他正在拼死反抗着 不过路窜和裴雨燕的 输出能力太强 就算他每一个阶段 人面树腰以阵亡 一号药盒秘境通关成功 一号药盒秘境的通关奖励 跟二号药盒秘境 差不多 都是三张装备生洁卡 一件传说级装备 十件史诗级装备 还有一大堆珍贵材料 不错 又爆了三张装备生洁卡 路窜很是满意 深海套装 总共有五件装备 而六张装备生洁卡 足以让深海套装 使用等级达到120级 并且刚刚爆出的 传说级装备名为 产生联动效果 名昌夜影剑品质 传说等级要求 120力量加40000 精神加40000 装备效果 力量提升40% 所有攻击附带一道夜影剑器 跟树影剑并肩作战时 可跟其共享此效果 名昌 树影剑品质 传说等级要求 120力量加40000 精神加40000 装备效果 精神提升40% 获得10%的吸血效果 跟夜影剑并肩作战时 可跟其共享此效果 夜影剑和树影剑的属性加成 和装备效果 都非常出色 而我的 剑到圣体 能让剑类武器的属性加成 提升了112.5% 等我升到120级了 光是这两把剑 就能让我的力量属性 和精神属性 提升了170万点 再加上装备效果 也能提升112.5% 这两把剑 还能让我的力量属性 和精神属性 提升85% 路川两眼一亮 隐藏挑战已开启 击杀人面树药 真是可获得海量奖励 紧接着 一道黑洞般的传送门 浮现而出 没想到 在1号药盒秘境 之中 还有一个隐藏副本 根据提示 这隐藏副本 应该存在着 人面树药的真身 这么说来 我们所击杀的人面树药 不过是分身罢了 光是分身 就有如此强的实力 本体必然会更加可怕 华夏的将士们 皆是心头一惊 若不是路川和裴雨燕 他们连人面树药的分身 都打不过 更别说击杀人面树药的真身了 白宁宾问道 小统领 我们要进去吗 自然要进 路川 斩钉 截铁道 人面树药光是分身 就能爆出传说级准备 击杀真身的奖励 必然会更加丰厚 小统领说得对 只要将人面树药的真身击杀了 必然能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 我们的实力 确实是差了些 不过小统领 和裴雨燕的实力 是真的强 就算人面树药 分身是140级的 BOSS 也能吊起来打 击杀人面树药的真身 应该也不是问题 众人战役 瞬间被点燃了 打算会议会 人面树药的真身 进入传送门后 一颗直插云霄的古树 瞬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明昌 人面树药真身 BOSS级 等级 150 玄幻书格 HTTPS 3W.XUGE.COM 血量 300亿 技能 穷江树叶 树林真身 万木穿刺 大地牵引 150级 人面树药真身 竟然是六转的 BOSS妖兽 光是血量 就达到了300亿 若是没有小统领 和裴语烟 我们连通关的希望 都没有 众人 皆是严阵以待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别看人面树药真身 只比分身多了十几 可这十几 让人面树药 从五转妖兽 变成了六转妖兽 在生命层次上 得到了蜕变 挺果断的 竟然毫不犹豫的 就进来了 人面树药冷冷一笑 全力防守 白宁兵一声令下 一面又一面的巨盾 拼接在一起 犹如一座钢铁堡垒 可人面树药 作为六转的 BOSS妖兽 输出能力真的太强了 短短几个喘息 就有防御型职业者 颤抖了起来 难以抵挡这些 狂风咒语一般的木毛 人面树药的输出能力 太强了 如果华夏的将士们 被伤到了 必然会瞬间暴毙 念及于此 陆川一连施展四个神迹 和神领域 让所有有防单位 全属性提升420% 奈何领域 让人面树药 额外承受 195%的灵魂伤害 奈何传说 让人面树药 随机遗忘15个技能 爱河领域 让人面树药的技能 有75%的概率失效 并且追加三秒的控制效果 太爽了 小统领的 和神领域 直接让我们全属性 提升420% 华夏的将士们 兴奋不已 有了如此大的全属性提升 防御型职业 自然能挡下人面树药的攻击 奇怪 为何我突然间 遗忘了15个技能 人面树药猛了 只有人类才能使用技能树 因此 妖兽的技能 都是通过等级提升 自行领悟的 而自行领悟出来的技能 就跟于一生下 就会游泳一样 早已融入了本能之中 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遗忘的 可他作为高智商的 BOSS级妖兽 竟然在突然间 遗忘了15个技能 并且连这些技能的名字 都想不起来 这是何等离谱的事情 而且 这些技能之中 有一个技能名为 树林真身 能以蓄力的方式 让他的全属性 得到无比巨大的提升 出于谨慎 他在路川通关 二号药和秘境的时候 就已经在施展 树林真身 可他连用都没用出来 就遗忘了这个技能 之前的蓄力 全部都白费了 不管这么多了 反正我的技能非常多 就算遗忘了15个 也应该关系不大 人面树妖 很快便正做了起来 再度施展出 万亩穿刺 可他一连施展三次 万亩穿刺 后不仅一个都没生效 还被爱河领域 控制9秒之9 这人面树妖 是怎么回事 明明技能前 摇都出来 为何一点后续都没有 应该跟小统领的爱河有关 就算人面树妖 身处水深火热的战斗之中 也依旧在想些 情情爱爱的东西 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 将士们震撼不已 在他们的注视下 人面树妖 每施展四个技能 就有三个是失效的 技能失效率 都达到75%了 而且 人面树妖在技能失效时 那张人面 还会一脸陶俊地翻白眼 就像被玩坏了一样 玄幻书格 https 3w. 玄和onsealge.com光是 散落出来的花粉 就让整片天地朦胧了几分 操 让我一望15个技能就算了 还让我的技能 有75%概率失效 这一下该怎么打 人面树妖气的 都要吐血了 昆鹏 施展 北冥复天绝 陆川将昆鹏召唤了出来 浩荡的北冥之水 宣泄一般 就算人面树妖的身躯非常庞大 也依旧被淹没其中 哗啦啦 咔咔咔 江河翻涌之声 和木头崩裂之声 同时响起 昆鹏作为120级四转妖兽 输出能力本来就强 再加上 河神领域和 奈何领域的帮助 人面树妖被打得节节败退 血量流失的速度非常快 紧接着 陆川和佩玉岩也出手了 两人一起施展 天外飞仙 一次又一次地洞穿了 人面树妖的身躯 短短五分钟 人面树妖就被打死了 正在进入第二阶段 卧槽 短短五分钟 小统领和裴玉岩 就将人面树妖 达到了第二阶段 人面树妖作为六转boss 及妖兽 血量多达300亿 也依旧会被小统领吊打 无敌 太特么无敌了 小统领不愧是 人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华夏的将士们 震撼不已 就算人面树妖 进入第二阶段后 全属性提升了30% 也依旧改变不了 被吊打的命运 七分钟击杀第二阶段 十分钟击杀第三阶段 明明人面树妖 是血量高达300亿的 六转boss及妖兽 可陆川和裴玉岩 短短22分钟 就将人面树妖 彻底击杀了 人面树妖 真身 以阵亡 成功完成隐藏挑战 人面树妖身亡后 爆出了大量的装备 SSS 及职业生洁卡 可让SS 及职业 成为SSS 这通关奖励 真的太丰厚了 不仅有一套 120级的传说及套装 还有一张 SSS 及职业生洁卡 人面树妖的实力非常强 若不是小统领 和裴玉岩 我们必然会全军覆没 这通关奖励丰厚一些 也是应该的 华夏的将士们 兴奋不已 人面树妖 真身 在阵亡之后 直接就爆出了一套 传说级套装 不愧是两个探索型副本的 终极boss 陆川满意一笑 将通关奖励 全部收入了 储物空间之中 传说级套装 是非常稀有的东西 放眼整个华夏 只有SSS级的战神之后 才能在毫无战功的情况下获取 而120级的传说级装备 就算是底蕴最深厚的 北境军区 一段职业是SSS级的 在120级之后 也未必能分到传说级套装 而这传说级的 树影套装 并不是最珍贵的东西 SSS级职业生洁卡 才是 SSS级职业及其稀有 把艺人都未必会出现一个 等其彻底成长起来 有很大概率成为一尊战神 而SSS级职业生洁卡 能让一个SS级职业者 直接成为SSS级 其作用仅次于成修的 SSS级转制卡 这张SSS级职业生洁卡 该给谁用 陆川陷入了纠结之中 静魔之战 之后 赵龙 张彪 周宇都得到了 无比强大的被动技能 就算职业是SS级 也有概率成就战神之位 若是让这三人的职业 变成SSS级 潜力必然会变得更大 只可惜 SSS级职业生洁卡 只有一张 他只能让一个成为 SSS级职业者 这种事情竟然要犹豫 裴雨嫣微微一愣 连忙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小统领 我觉得SSS级职业生洁卡 给周宇比较好 他想对你一身相许 必然是信得过的 而且 他的光辉圣体 能提升1000%的治疗效果 你的血和领域 能让敌人的治疗效果 转换成等量伤害 并且提升50% 只要你俩配合起来 周宇的输出能力 未必比张彪和赵龙差 陆川点了点头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他的保命手段非常多 有没有奶妈都无所谓 不过他不需要 并不代表华夏的将士不需要 等周宇成为了SSS级职业者 必然能对华夏 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而且 周宇想跟法师一样 拥有非常强的输出能力 就必须要跟他的 血和领域配合 他能以此 来掌控对方 让其背叛的概率 变得更低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hoangsewge.com 哈萨国边境 伊莲大人 都过去了26个小时了 我老公的持续伤害 依旧没有衰减的迹象 这下该怎么办 戴希哭的剃泪横流 明明是辅助型职业者 却眼睁睁地看着 吉尔西被折磨了26个小时 这让他很是自责 哎 我也没有办法 明明过去了26个小时 可我的 净化之光 依旧无法生效 只能继续等望 伊莲溃然一叹 吉尔西作为哈萨国 35岁以下的最强者 不管耗费多么大的精力 他都会将其救下来 他打算一直守到 吉尔西的身边 直到血和领域 的持续伤害消失为止 多谢伊莲大人 戴希好受了一些 亲爱的 华夏的人有没有中招 吉尔西有气无力地问着 他被持续伤害 折磨了26个小时 若不是戴希的鼓励 早就精神崩溃 十多个小时过去了 可华夏的人 依旧在 一号药和秘境 并没有出来 戴希如实说着 华夏的人实力强一些 应该能前往更深的区域 而更深的区域 必然有着更多的危险 他们很有可能 全军覆没了 吉尔西好受了一些 他只是被持续伤害 折磨了26个小时 而华夏的人 全部都丢掉了小命 伊莲大人 华夏的军队 从一号药和秘境出来了 而且 每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 似乎连伤亡都没有 因为军官 时时汇报着华夏的情况 戴希差一倒 一号药和秘境的 毒性极强 就算强如我老公 也得在伊莲大人的照顾下 才能活命 华夏的军队 怎么可能毫发无损都走出来 为了坑华夏 哈萨国和灰熊国 都没有将药和中的毒泄露出去 而华夏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是必然会和药和的 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难不成华夏的辅助型职业 能解除药和的持续伤害 吉尔西到 亲爱的 如果华夏真有如此强的进化能力 请让他们救一下我 我真的不想受折磨了 一连摇了摇头道 药和秘境 只有35岁的职业者 才能进入其中 在年龄的限制下 没有任何一个辅助型职业 能达到七转 就连我都无法解除你的持续伤害 华夏的辅助型职业 必然也无法解除 我觉得 华夏并不是能解除药和的毒 而是没有喝其中的河水 我们哈萨国 多半出内鬼了 等等 一号药和秘境 的传送门消失了 连两天都不到 华夏就通关了两个探索型副本 看着逐渐消失的传送门 戴希的心态彻底崩了 本想着坑一坑华夏 让华夏的将士们 也被持续伤害 折磨20多个小时 可谁能想到 华夏竟然能在 毫无伤亡的情况下 通关一号药和秘境 华夏竟然通关了 华夏凭什么通关 杰尔西被持续伤害 折磨了26个小时 本来就处于崩溃的边缘 得知这个消息后 直接就昏死了过去 北京大会堂 他好了 本该一百多天才能通关 药和秘境 小统领两天不到 就全部通关了 药和本该是妖兽的优势 而在血和领域影响下 反而成了我华夏的优势 人族高层们 得知边境的情况后 皆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钟老疑惑道 有点奇怪 为何哈萨国和灰雄国会 主动向我们开放 一号药和秘境 探索型副本的奖励非常丰厚 按理来说 哈萨国和灰雄国 就算不是华夏的对手 也应该反抗一下 不应该如此感慨地让出副本 药和秘境的boss非常有趣 竟然将我的血和领域 引到了一号药和秘境 而哈萨国和灰雄国的将士 在引用被污染的药和之后 全都受到了大量的持续伤害 只要我不取消 血和领域的技能效果 他们所受到的持续伤害 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原来如此 钟老恍然大悟 药和的恢复效果非常强 被血和领域转换成伤害后 还会提升50% 若是这个伤害 一直持续下去 哈萨国和灰雄国的将士 就算神仙来了 也就不了 而哈萨国和灰雄国的人 在一号药和秘境 吃了这么大的亏 自然要拉华夏下水 只不过 一号药和秘境的变故 都是陆川造成的 也怎会伤到华夏的将士 逢老道 探索型副本非常重要 因此参与攻略的人 必然是灰雄国和哈萨国 在35岁之下的佼佼者 而血和领域 的技能效果非常强 就算我是八转辅助型职业 也无法解除这个持续伤害 等时间长了 哈萨国和灰雄国的 辅助型职业撑不住了 这两个国家 必然会损失非常多的人才 连两天都不到 我而不仅通关了 两个探索型副本 还重创了哈萨国 和灰雄国的根基 不愧是人族 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陆军林欣慰不已 儿子 你此行的收获如何 快让大家开开眼 好 陆川点了点头 将此行的收获 全部都展示了出来 一颗SSS 即职业生结果 七件传说级装备 四十件史诗级装备 六张四转装备生结卡 此行的收获 真的太大了 人族高层们两眼发亮 中老道 小统领 这SSS 即职业生结果 一定要给周宇实用 在血脉传承上 SSS 即职业者 是无法跟 SSS 即职业者相提并论的 只不过能成就 战神之位的人 一般都是 SSS 即职业者 基本没有SS级 因此才有 战神之后 有40%的概率 成为SSS 即职业者的说法 若是没有 SSS 即职业生结果 就算周宇成就了 战神之位 也只能让孩子 有40%的概率 成为SS 即职业者 夏老夫喝道 小统领 若是周宇 也成了SSS 即职业者 等你们成就了 战神之位 孩子将有80%的概率 成为SSS 即职业者 80%的概率非常高 相当于每五个孩子 就有四个孩子是 SSS 即职业者 若是产量大一些 陆川 能跟裴雨嫣 和周宇量产 SSS 即职业者 一想到自己能有 如此多SSS 即的孙子 陆军 灵果断 趁热打铁 儿子 双战神之后 是极其少见的 为了华夏的未来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放心吧 老店 我会努力 陆川点了点头 他本来就打算将 SSS 即职业生结果 给周宇 经过人族高层们的劝说后 决心变得更加坚定了 玄幻书格 https 3w.shanfranseuge.com 北京军校 小统领一回来 就要跟我见一面 他的心里果然有我 周宇兴奋不已 为了接下来的见面 还特意穿了条黑丝 赶紧吃吧 这是SSS 即职业生结果 陆川将拳头大小的果实 掏了出来 人族高层们 为了推进二人的关系 这赠送果实的事情 自然要他亲自来做 小统领 这生结果太珍贵了 而我并没有什么战功 不应该受此恩惠 周宇查看物品描述后 当即被吓到了 而陆川 不懂什么花言巧语 满脑子都是如何变强 如何让华夏变得更强 直接将量产SSS 即职业者的计划 说了出来 这 周宇的翘脸 红得发烫 放心吧 小统领 等我成为战神了 一年生一个 都不是问题 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这本来就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自然没理由拒绝 许下沉默之后 他也不客气 果断将SSS 及职业生结果 吞入腹中 紧接着 他的生命层次得到了蜕变 每一个技能 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周宇道 小统领 我今早完成了四转 不如我们一起进入虚神塔吧 虚神塔总共有100层 是每一个四转职业者 都会去的地方 若是将虚神塔彻底通关了 无时无刻都能享受到了 200%的全属性加成 可以 陆川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紧接着 他带着裴羽烟和周宇 来到了虚神塔之中 请输入你的逆称 裴羽烟提醒道 小统领 虚神塔有排名功能 排名越高 经验加成变越高 第一名的经验加成 直接就达到了100% 如果不想暴露自己的性命 输入虚拟逆称 是最合适的 相当于网名吗 陆川陷入了纠结之中 这个逆称 是用来占据排行榜的 输入一个高逼格的逆称 应该是最合适的 不过这个逆称 不能跟自身有太大的关联 万一被人认出来就不好 先看看别人的逆称 是什么曲 他一时半会没有头绪 打算先参考一下 其他人的逆称 虚神天骄榜 第一名 380洗头包吹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56层 第二名 第二名是猪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55层 第三名 阿三手抓火锅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53层 好沙雕的名字 陆川微微一愣 在全员沙雕的情况下 如果他取得高逼格的名字 必然会显得格格不入 甚至被误认为 有中二病 裴语焉笑道 小通理 虚神塔总共有七座 分别对应人族的七大洲 能让各州的职业者 同时在其中历练 因此 虚神塔的排名 并不是什么秘密 哪怕跨越一个大洲 也能轻而易举地打探出来 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 避免遭受其他国家的针对 所有人的昵称 都非常随便 很难猜测 出现时钟是谁 具体属于哪一个国家 甚至一些人 会冒充其他国家的人 将其他国家 推到风口浪尖之中 就比如说 第三名的阿三手抓火锅 就算他的昵称中 有阿三二子 也未必是阿三人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平行世界的蓝星 面积是之前的数万倍 华夏的人口 自然也提升了近万倍 足足有九万亿人口 因此 每一年 都有百亿高考生 在这百亿高考生之中 总有一两个觉醒 SSS级的职业 并且战神之后 有40%的概率成为 SSS级职业者 除了展天战神以外 另外三个战神 都有六七个 SSS级孩子 按理来说 这些SSS级职业 只要成长起来 就必然会成为战神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华夏只有四位战神 大多数SSS级职业 都在中途夭折了 没法彻底成长起来 倒不是说 华夏的保护做得不到位 而是其他国家的刺杀 失败无数次都没关系 只要成功一次 因为未来的战神就夭折了 再也无法挽回 而虚神塔 只有四转和五转的职业者 才能进入其中 正好处于即将成长起来的阶段 因此 其他国家的人 会格外照顾这个阶段的职业者 而虚神塔的进入条件 正好处于这个阶段 因此 能进入虚神塔人 都非常低调 不会让任何人猜出 自己的真实身份 你说得对 看来 我也得取个沙雕点的昵称 陆川点了点头 作为人族 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若是他的潜力和实力 被曝光了 第六次世界大战 必然会立马爆发 玄幻书格 https 3w.xuangsearch.com 为了以最小的代价一统人族 在彻底成长起来之前 他自然要低调一些 念及于此 让自己的昵称变成了 爹 爹 周宇微微一愣 小统领 你这昵称嘲讽度拉满了呀 在虚神塔中 所有人都会隐藏自己的身份 因此 会以塔中的昵称来互相称呼 而陆川取这样的名字 岂不是任何人想跟其交涉 都必须要喊一声爹 不管了 嘲讽度高就高吧 反正小统领的实力强 若是遇到看我们不顺眼的 直接弄死就可以了 为了取个情侣名 增进跟陆川的感情 他将自己的昵称 我们先组个队 裴雨嫣早就成为四转职业者了 因此 在虚神塔闯荡了一些时间 不过 为了陪在陆川身边 尽早更进一步 他并不介意重新刷一次 百亿少年的梦 向你发起组队邀请 陆川的嘴角抽了抽 当即加入了裴雨嫣的队伍 虽然以裴雨嫣的容貌和实力 确实能称之为 百亿少年的梦 可这种称号 由他本人说出来 直接就变位了 不过每个人的名字 都如此沙雕 裴雨嫣放飞一下自我 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进入第一层后 三人很快就看到了一群 长着铁脚的巨蚁 鸣昌 铁脚蚁 等级 救食 技能 大力夹击 铁脚冲撞 速战速决吧 紧早梦的排名出来 陆川施展 水龙弹 一下子就击杀了数千只铁脚蚁 凭借着极高的刷怪效率 和移动速度 三人很快杀到了BOSS区域 并且三招秒了BOSS 铁脚蚁王以阵王 可前往第二层 通关第一层后 陆川和周宇 还获得了一层虚神印记 虚神印记 全属性提升1% 增幅很小 不过 等彻底通关了虚神塔 这个全属性增益 就会变得非常可观 陆川果断进入了第二层的传送门 三个小时过去 他们从第二层 刷到了第40层 通关速度非常惊人 获得40道虚神印记 能让全属性提升40% 而他们每次通关一层 都会刷新当前的通关记录 将不少人看待了 第30层 3分45秒通关 第34层 4分26秒通关 第37层 5分钟通关 这三人是怎么回事 短短两个小时 就将前40层的通关记录刷新了 并且通关时间都在4分半左右 要不我也组个队试试 组队的通关时间 说不定会快一些 千万别组队 队伍的人越多 虚神塔的难度便越大 光是寻找怪物 就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因此 虚神天骄榜上 全部都是个人 根本没有队伍 说得对 队伍必然要有非常高的配合 才能实现 1加1大于2的效果 不然通关能力是比不上个人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西右智.com 各国的人 议论纷纷 与此同时 阿三手抓火锅 也在观察着通关记录的变化 这三人能有如此快的速度 应该是刚刚进入虚神塔的 无转职业者 而无转职业者 无法登上 虚神天骄榜 不会对我第三名的位置 产生任何影响 虚神天骄榜的奖励非常丰厚 第一名拥有100%的经验加成 第二名拥有90%的经验加成 第三名拥有80%的经验加成 而他占据第三名的位置 足足有一个月之久 在80%的经验加成下 很快就能升到120节 去接取无转转职任务 可在半个小时后 他突然发现 路川三人的昵称 出现在了虚神天骄榜中 第八名 爹 战舰 通关虚神塔第46层 第八名 百亿少年的梦 战舰 通关虚神塔第46层 第八名 娘 战舰 通关虚神塔第46层 假的吧 这三人明明是四转职业者 竟然能以五转职业者的速度 通关虚神塔 阿三手抓火锅慌了 一路川三人的通关速度 必然能占据前三的位置 让他从第三名调到第六名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第六名的经验加成 只有50% 比起第三名 少了30% 我该如何阻止这三个人 阿三手抓火锅 很是头疼 虚神塔第50层 凭借着极快的通关速度 陆川三人 很快就打到了 BOSS区域 明昌 血影暴王 BOSS级 等级120 五转 血量 武艺技能 血影冲击 血影八连爪 嗜血撕咬 小统领 让我来录一手吧 周宇捏了捏锈拳 眼中有战役之火 熊熊燃烧 他作为辅助型职业 哪怕升到了94级 依旧一个输出型技能都没有 自然想体会一下 输出型职业的快乐 好 陆川点了点头 血河领域 很快就淹没了 血影暴王的双脚 紧接着 周宇施展 圣玉之光 蕴含着无限生计的光辉 很快便映照在了 血影暴王的身上 这人类在干什么 明明我是50层的 手官BOSS 他竟然对我用 治疗戏技能 血影暴王扑痴 一声笑了出来 没想到在这三人小队中 竟然有一个二五仔 看在周宇给他回血的份上 他打算留在最后杀 不过 当血河领域 发动后 他很快就笑不出来 周宇作为SSS级的光辉牧师 治疗效果本来就强 而光辉圣体 能让他全属性提升1000% 并且治疗效果提升1000% 当这个治疗量 被血河领域 转换成伤害后 一下子 就让损失了20%的生命值 这特么是什么怪物 明明是94级的辅助型职业 可输出能力 比120级的输出职业 还要离谱 玄幻书格 HTTPS 3w.懸浮onthuge.com 血引爆王立马 就慌了 以周宇的输出能力 只要再用四次 圣域之光 就能将他 打到第二阶段 爽 周宇欢呼一声后 继续施展 圣域之光 明明血引爆王 是120级的boss 可他打起来 就像小怪一样轻松 很快便打到了第二阶段 这三人是什么怪物 仅仅一个技能 就造成了一亿点伤害 阿三国的泰拉尔 被吓到了 虚神塔 相当于100个 不断刷新的野外副本 时不时就会遇到其他人的 泰米尔问道 哥 你觉得 这三人属于哪一个国家 泰拉尔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在虚神塔的保护下 所有人的容貌和身躯 都会被迷雾所笼罩 必须要进入组队状态 才能无视掉这些迷雾 因此 他只能以观察技能的方式 推测出周宇等人的身份 可周宇的技能效果太奇葩了 明明一直在用治疗型技能 可施展出来的效果 却跟输出型技能一样 而且仅仅五招 就将血影暴王 打到了第二阶段 如此离谱的一幕 放眼整个人族史 都从未出现过 他自然无法通过观战 猜测周宇在现实中的身份 两分钟过去 血影暴王进入第三阶段 五分钟过去 血影暴王彻底身亡 紧接着 通往第五十一层的传送门 浮现而出 路川三人 很快就离开了第五十层 这就通关 泰拉尔更加震撼了 虚神塔的第五十层 被称之为 四转之夜者的极限 只要没有五转 哪怕升到了一百二十级 也未必能通关 而他作为一百一十八级的 SS级职业者 自然清楚 第五十层的难度有多大 大多数职业者 都是在五转之后 才通关第五十层的 至于 虚神天骄榜中 能以四转之身 打到五十多层的人 必然是SSS级的职业者 泰米拉惊诧道 队伍中的人越多 挑战的难度便越多 而他们的队伍中 有三个人 血影暴王的实力 直接就提升了三倍 可即便如此 另外两个人 依旧没有出手的意思 让一个辅助型职业 单杀了血影暴王 操 我死活都无法通关的 第五十层 这支三人小队 竟然轻而易举都完成了 泰拉尔愧然一叹 当他查看 虚神天骄榜 后 发现路川三人的通关记录 从四十九层 变成了五十层 难不成这三人就是 虚神天骄榜中的 爹 羊 本以为路川三人的实力 如此之强 应该是五转的职业者 可谁能想到 路川三人 竟然能登上四转职业者的 虚神天骄榜中 这意味着 一个四转职业者 在八分钟之内 单杀了强化三倍的血影暴王 这是何等离谱的事情 哥 虚神塔出现了如此离谱的存在 我们必须要上报阿三国 泰密尔面色凝重之色 光是四转 就有如此离谱的实力 若是放任路川三人 成就战神之位 阿三国的命运 必然会落入其他国家的手中 你说得对 我们得尽快上报阿三国 泰拉尔点了点头 果断离开了虚神塔 阿三国 玄幻书格 https www.xfwanshuge.com 东京大会堂 泰拉尔 你是认真的吗 一个四转的辅助型职业 在八分钟之内 单杀了强化三倍的 第五十层手关boss 阿三国的战神 皱眉紧锁 感觉自己被戏弄了 强化三倍的血影暴王 就算是 虚神天骄榜 前三的存在 也不可能在八分钟之内击杀 更别说 一位四转的辅助型职业了 泰拉尔正色道 龙树战神 我所说的话 句句属实 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无法相信 如此离谱的事情 泰米拉附和道 龙树战神 你可以去查看 虚神塔的通关记录 就算你不相信我哥的一面之词 也应该相信虚神塔的数据 好 我这就去看看 龙树战神来到虚神塔旁 很快便见到了 陆川三人的通关记录 第五十层十五分钟通关 第五十一层十四分钟通关 第五十二层十六分钟通关 这通关记录太异常了 就算是无转职业者 也未必能做到 而这三人 不仅通关的速度快 还登上了虚神天交榜 龙树战神难以淡定 泰拉尔道 龙树战神 虚神塔能隐藏现实中的身份 我们没法判断 这三人属于哪一个国家 若想让其半路夭折 必须要在虚神塔中动手 你说得对 我们可以在虚神塔中动手 龙树战神点了点头 陆川三人 属于哪一个国家 并不重要 只要不属于阿三国 就绝对不能让其成长起来 不过陆川三人的实力 就算是无转职业者 也未必对付得了 他必然要谨慎对待 虚神塔第五十六层 第二名 爹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五十五层 第二名 百亿少年的梦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五十五层 第二名 娘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五十五层 第二名 第二名是猪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五十五层 排行榜刷新后 第二名是猪 当场就愣住了 这三人是怪物吗 竟然这么快 就通关五十五层了 以他们当前的通关速度 应该很快就会通关五十六层 到时候 我就不是并列第二了 而是第五名 第二名 能享受到了百分之九十的经验加成 就算他的昵称 把自己给骂了 依旧愿意占据第二名的位置 可根据陆川三人的通关速度 自己多半是惹不起的 就算想阻止 也阻止不了 第二名是猪 我们合作吧 三百八洗头包吹 现身了 若是放任陆川三人 成就第一名 他将失去百分之一百的经验加成 这自然是他不愿看到的 别逗了 组队的人数越多 通关的难度便越多 这三人 能以如此快的速度通关 恐怕每一个人的实力 都在我们之上 第二名是猪 摇了摇头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三百八洗头包吹 道 跟我组队 我带你去五十七层 玄幻书格 https www.xfwancu.com 我能用腐化之息 将五十七层的boss进化成 腐化藤妖 当腐化藤妖 进入第三阶段的一瞬间 所有挑战者 都会进入五秒的残血状态 只要我们在这五秒内 击杀了 爹 羊 就能继续占据第一名 和第二名的位置 第二名是猪 微微一惊 你竟然找到了腐化之息 腐化之息 是非常珍贵的材料 掉落率跟史诗级装备差不多 若是击杀 腐化藤妖 能必定爆出一件传说级装备 而 三百八洗头包吹 为了对付陆川三人 竟然连传说级装备都不要了 换作是他 必然会等实力足够的时候 再让五十七层的手关BOSS 进化成腐化藤妖 这三人的昵称 我查过了 并不属于我的国家 如果能借助腐化藤妖的力量 将这三人弄死 区区传说级装备算什么 三百八洗头包吹 笑里藏刀 正在偷偷施展蓄力型技能 如果第二名是猪 拒绝了他的邀请 便证明 对方跟陆川三人是一伙的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不会给对方通风报信的机会 你说得对 比起传说级装备 这三人的性命 自然是更加重要的 第二名是猪 点了点头 果断向三百八洗头包吹 发起了组队邀请 两人早就有过合作了 虽然并不清楚 对方在现实中的身份 但配合起来非常有默契 爹 通关速度很快 我们得尽快前往五十七层的BOSS区域 若是去迟了 可就没有机会了 三百洗头包吹 一面一动 前往五十七层的传送门 很快便浮现而出 虚神塔第五十七层 陆川三人正向BOSS区域推进着 路上所遇到的妖兽 全部都是一招秒 第二名的经验加成 高达百分之九十 若能维持下去 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升到120 接取五转转值任务 周宇捏了捏锈拳 激动的浑身发抖 按理来说 等级越到后面就越难提升 可他在陆川的帮助下 九十级之后的升级速度 反而变得更快了 裴宇燕笑道 第二名的奖励确实很好 就是这第二名是猪 等昵称太欠揍了 不过以我们的实力 用不了多久 就能成为并列第一 第二名是猪 就算想骂我们 也只能骂十多分钟 等将第一名拿下了 经验加成 就能达到了百分之一百 杀一只妖兽 相当于杀两只 升级速度 必然会变得更快 还生笑语之中 三人来到了57层的BOSS区域 这里的空气极其湿润 彭佛无时无刻 都在下毛毛细雨 而一条长达千米 宽达百米的藤蔓 犹如蛇般的挺立 身躯上长着鼠枝不尽的道刺 鸣昌 荆棘藤妖 BOSS级 等级 125级 血量 武艺 技能 荆棘缠绕 荆棘抽击 荆棘球龙 他们到BOSS区域了 赶紧使用腐化之息 在第二名是猪的催促下 三百八洗头包吹 果断使用了腐化之息 紧接着 荆棘藤妖的气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围的环境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败着 玄幻书格 HTTPS 3w.xianhuanshuge.com 原先随处可见的沼泽地 对 腐化之息 影响下 变得像胃叶一样 若是有妖兽 落入沼泽之中 会在喘息之间 变成一滩液体 鸣昌 腐化藤妖 BOSS级 等级 130级 血量 30亿 技能 腐化缠绕 腐化抽击 腐化球龙 竟然腐化了 周宇孝道 小统领 虚神塔的BOSS 有一定几率出现变异 而击杀变异的BOSS 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奖励 裴语焉提醒道 小统领 荆棘藤妖变异的几率很低 应该是有人使用了 腐化之息 而 腐化藤妖 在进入第三阶段时 能让所有的挑战者 进入5秒的残血状态 如果荆棘藤妖的变异 并非偶然 暗中使用 腐化之息的人 应该想借助 腐化藤妖弄死我们 不过在脱离战斗之后 守官BOSS 就会重新刷新 我们将错过一件传说级装备 陆穿道 继续打吧 没必要浪费一件传说级装备 虚神塔 只有四转和五转的职业者 才能进入其中 就算有什么阴谋诡计 以我们的实力 也能轻松应对 好 裴语焉点了点头 15把飞剑 犹如闪电般 刺向了腐化藤妖 为了不被认出来 她并不会施展 SSS 及桃花剑仙的专属技能 只会施展大多数 剑道职业者 多会的技能 不过同时装备 15把的剑手段 她隐藏得很好 从未向其他国家展示过 因此可以放心地使用 勇气可嘉 明知我进入了腐化状态 依旧敢向我发动攻击 腐化藤妖冷冷 一笑 数十条荆棘 犹如鞭子般抽击而出 扑斥 血肉撕裂之声响起 仅仅一个照面 坚韧如钢筋的荆棘 便被斩断了 紧接着 15把飞剑 扎在腐化藤妖的身上 犹如针筒一般 注射大量的剑气 这些剑气极其凌厉 犹如群龙乱舞一般 短短几个喘息 就搅碎了大量血肉 你们不过是四转职业者 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破开 我的防御 腐化藤妖很是惊恐 虚神塔在50层之后 可都是五转的难度 只有SSS级的职业者 才能以四转之身 通关50层之后的关卡 可即便是全亚洲 最强的四转职业者 380洗头包吹 也无法战胜普通状态的他 而陆川三人 以组队的方式发起挑战 他的全属性提升了三倍 再加上腐化之息得之变 按理来说 应该是无敌的存在 绝对不是四转职业者能对付的 可裴玉烟明明是四转职业者 竟然轻而易举地 破解了他的荆棘腾 并且将十五把剑 尽数刺入他的体内 这是何等离谱的事情 一个四转职业者 竟然能同时装备十五把剑 这特么是什么妖念 第二名是猪猛猛 就算是战天战神陆军灵 也只能同时装备十把剑 而眼前之人 随手就调动了十五把剑 仅仅四转 就有此等实力 等其彻底成长起来了 必然会成为 人族最强的战神 三百八洗头包吹的双眼 有杀翼之火 熊熊燃烧 为了自己的国家 为了保住虚神天交榜的第一名 他必须要将陆川三人铲除 腐化缠绕 腐化腾腰大喊一声 数之不尽的腾曼 犹如海啸般冲击而出 凭借着极高的力量属性 大地脆弱得跟豆腐一样 转瞬之间 便被他的荆棘腾碾碎了 见到职业者 跟法师一样 都是高宫敌防的 只要他在身亡之前 将裴玉烟击杀掉 依旧有获胜的机会 腐化树药都发起反击了 那个百亿少年的梦 竟然连防守的想法都没有 依旧在维持着技能 第二名是猪 很是诧异 在他的注视下 陆川手捏剑指 二十三把飞剑 犹如游龙般席卷而出 短短一个喘息 那如海啸般的荆棘腾 便被禁术斩断了 并且 这二十三把飞剑 庞佛拥有生命一般 以极高的频率 落在腐化藤妖的身上 让其掉血的速度 变得更快了 同时装备二十三 把剑到武器 这特马还是人吗 三百八洗头 包吹 破口大骂 裴玉烟能同时装备十五把剑 已经足够逆天了 而陆川竟然同时装备了二十三把剑 如果这二十三把剑的质量都非常好 必然能增加非常多的属性点 轻而易举地实现 逆境乏上 紧接着 周瑜也出手了 血和领域 这配合下 他的所有治疗效果 都转换成了更高的伤害 其输出比四转巅峰的法师还要高 而且 他的 圣域之光 似乎有辨别敌我的能力 落在敌人身上是输出 落在自己人身上是治疗 相当于辅助型职业 和输出型职业的集合体 玄幻输格 https 3w.xuansearch.com 这三人的实力太强 一人装备15把剑 一人装备23把剑 一人能乃能输出 数值还高得离谱 难怪他们 能以四转之身 碾压强化三倍的腐化树腰 不过腐化树腰 在进入第三阶段时 会让所有挑战者 都进入残血阶段 如此恶心的机制 就算是无转职业者 也有翻车的可能 只要我们 在其残血的时候动手 必然能将其击杀 300把洗头包吹 冷冷一笑 果断施展 苍流斩 苍流斩是SSS 及水月武士的专属技能 蓄力的时间越长 威力和范围便越大 若是在打boss时 提前用苍流斩 蓄力 必然能起到极好的压制效果 不过这一招太有特点了 很容易被人猜出 他在现实中的身份 若不是为了十拿九稳的 击杀路穿三人 他绝对不会在虚神塔 用出这一招 300把洗头包吹 你身份竟然是窝国皇子 第二名士猪 震撼不已 窝国天皇确实是百合 不过 为了窝国的未来 他并不介意 跟另外一位窝国战神结合 以80%的概率量产 SSS职业者 而 380洗头包吹 就是窝国天皇的第17位皇子 名为三上水月 三上水月道 这三人的实力有多强 你应该也看到了 如果放任期成长起来 我们所处的国家 必然会有灭顶之灾 你说的对 第二名士猪 点了点头 塞帮子孕育着无穷烈焰 犹如气球般鼓了起来 这个技能名为 阎龙吐息 跟苍流斩差不多 蓄力的时间越长 威力和攻击范围 便越大了 崔正辉 SSS及阎龙法师 当真是有趣 三上水月 饶有兴致地笑了起来 道出了第二名士猪 的真实身份 为了百分百的击杀 陆川三人 两人都用出了蓄力型技能 我还有机会 等我进入第三阶段时 能让所有挑战者 都进入五秒的残血状态 只要我在五秒内 击杀这三人 我依旧能守住57层 腐化藤妖 正在进入第三阶段 大量的腐化之气 犹如沙尘暴般席卷而出 而陆川三人 为了不脱离战斗状态 只能默默忍受 腐化之气的侵蚀 血量流失的速度好快 周雨施展 圣玉之光 三人的血量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可三十分钟过去了 腐化藤妖 依旧没有进入第三阶段 犹如沙尘暴的腐化之气 庞佛无穷无尽一般 三上水月冷笑道 真是天真 竟然想用治疗技能 对抗腐化藤妖的腐蚀之力 腐化藤妖 在进入第三阶段时 所有挑战者 都必须进入残血状态 如果有一个挑战者的血量 始终大于两点 腐化藤妖 就会一直释放腐化之气 永远不进入第三阶段 催症挥道 这辅助型职业者的治疗效果 确实是强 就是对腐化藤妖的机制 不太了解 等其法力值耗尽了 腐化藤妖 正好进入第三阶段时 就是我们动手的时候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三十多分钟过去了 腐化藤妖 依旧没有进入第三阶段 周瑜很是烦躁 腐化藤妖 在进入第三阶段的过程 会源源不断地释放腐蚀之气 无时无刻 都会造成大量的真实伤害 为了让三人的血量 处于巅峰状态 他一直维持着 圣誉之光 对法力值的消耗非常大 裴羽烟提醒道 周瑜 你可以歇一歇了 腐化藤妖的机制 极其恶心 必须要所有的挑战者 进入残血状态 才会进入第三阶段 啊 你怎么不早说 周瑜一脸忧怨 若是早点知道 腐化藤妖的机制 他绝对不会浪费 自己的时间和法力值 裴羽烟笑道 你的光辉圣体 在造成治疗效果时 能给目标套上等量的护盾 而腐化藤妖的腐蚀之气 全部都是真实伤害 能无视防御和护盾 因此 在你三十多分钟的努力下 我们三人的护盾 叠得非常多 就算有人想借助 腐化藤妖的机制 对我们动手 也必然会大败而归 腐化藤妖的机制 极其恶心 若是没有护盾技能 就算是无转职业者 都有翻车的可能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哪怕腐化藤妖 是随机变异的 它也会给让周瑜 维持三十多分钟的 圣域之光 原来如此 周瑜恍然大悟 任由腐化藤妖 降低三人的血量 圣域之光 和光辉圣体 的治疗效果非常强 每分钟能生效 五百万的治疗效果 因此 在他三十多分钟的努力下 三人都套上了 一万八千万的护盾 羽恶真是谨慎 硬是让我们的护盾 达到一万八千万 才喊停 陆川哭笑不得 不过 小心驶的万年船 对于裴羽恶的做法 他也是非常认同的 毕竟手关BOSS 编译的概率非常小 而他第一次 进入虚神塔 就遇到变异BOSS 很有可能会遭到别人的暗算 确实应该谨慎一些 玄幻书格 https www.xfuansearch.com 的法力值 多半是耗尽了 不然以他的性格 应该会跟腐化树妖 一直耗下去 崔正辉 阴冷一笑 等腐化藤妖 进入第三阶段时 他当即施展出了 炎龙吐息 轰隆隆 爆裂的火焰 犹如海啸般冲击而出 瞬间便封死了 陆川三人的退路 果然有埋伏 裴羽烟的双眼 闪过一抹剑芒 十五把飞剑 犹如剑连一般 盘旋在三人的身旁 而崔正辉的 炎龙吐息 犹如惊涛拍案一般 一下子就被弹开 这人的实力 比当年的斩天战神还要强 不过我的 炎龙吐息 蓄力了半个多小时 能连续喷吐十分钟 再加上腐化藤妖 和三上水月 也会出手 他们必然会撑不住 崔正辉冷冷一笑 继续维持着炎龙吐息 好时机 腐化藤妖施展 腐化大手艺 浩浩荡荡的腐化之气 犹如一座山脉横压来 而陆川眼疾手快 随手一指 便让二十三把飞剑交汇在一起 将腐化藤妖的攻击 尽数挡了下来 该我出手了 三上水月施展 苍流斩 锋利无比的刀翼 犹如天河宣泄一般 瞬间落在了陆川三人的身上 打中了 崔正辉兴奋不已 在腐化之气的腐蚀之下 陆川三人的血量 必定是一点 并且在五秒之内 所有的治疗效果都会失效 因此 在诛杀这三人时 威力大不大并不是重点 攻击范围和出招的速度 才是重要的 而三上水月的 苍流斩 便是一个快如雷落的蓄力型技能 当裴雨烟和陆川 被牵扯心神时 三上水月的技能 直接就打中了 好快的速度 周宇被吓了一跳 他的血量只有一点 若不是身上的护盾 高达一万八千万点 必然会被三上水月一招秒杀 且没死 三上水月同样被吓了一跳 连忙施展 苍流巴士 刷刷刷刷 这个技能的 出招速度很快 八道寒芒 瞬间便落在了陆川三人的身上 可陆川三人 依旧跟个没识人一样 彭佛三上水月在打下赛 三上水月 你在搞什么费劫 这三人在腐化之气的侵蚀下 都只有一点血 难不成你连一点伤害 都打不出来吗 崔正辉破口大骂 感觉自己被掩了 你别急 这三人一定是施展了 极强的护盾技能 只要我用出 苍流破甲 必然能让他们禁数诛杀 三上水月施展 苍流破甲 后 手中的武士刀 爆发出极其丰锐的水之刀气 犹如电钻一般 攻向了陆川 这个技能 附带真实伤害 而真实伤害 能无视防御和护盾 只要这一招落在陆川三人身上 必然能完成击杀 水龙盾 陆川意念一动 爱河版 水龙盾 犹如城墙一般 将三上水月的攻击 尽数挡了下来 紧接着 爱河的控制效果触发 三上水月 直接被控制了三秒 眼睛都冒出爱心了 三上水月 你肯定发什么蛋 赶紧动手呀 崔正辉大喊着 想将三上水月叫醒 玄幻书格 https 3w.xenfuanseuge.com 可爱河的控制效果 是破限级的 就算是战神级别的强者 也无法破解 就算他将喉咙喊破了 也不可能唤醒三上水月 水龙弹 路川意念一动 爱河版水龙弹 犹如导弹一般 一瞬间便落在了 崔正辉的身上 哗啦啦 爱河的控制效果触发 崔正辉的肋骨 断了十多根 并且被强行控制了三秒 紧接着 那蓄力了三十多分钟的 炎龙吐息 戛然而止 而裴羽炎的十五把飞剑 犹如油龙般冲击而出 瞬间洞穿了崔正辉的身躯 这特么是什么怪物 腐化腾腰心头一颤 本以为在三人合击之下 必然能轻而易举地 打出一点伤害 抹杀陆川三人 可谁能想到 他们在强强联手之下 竟然连一点伤害都打不出来 并且三上水月和崔正辉 一下子就被陆川和裴羽炎解决了 扑斥 血肉撕裂之声响起 周宇的 圣玉之光 在血和传说的配合下 直接将三上水月乃炸了 紧接着 崔正辉在十五把飞剑的绞杀下 很快便化作了血舞 爽 周宇捏了捏绣拳 很是痛快 三上水月和崔正辉 分别是乌国和炮菜国最强的四转职业者 等其彻底成长起来 必然会成为战神 而他们将乌国和炮菜国未来的战神杀了 必然能有利于华夏一统人族 这两人的装备不错 身亡之后 直接爆出十二件传说级装备 比击杀腐化藤妖的收获还要大 陆川鸣嘴一笑 将三上水月和崔正辉的装备收入囊中 这两人是乌国和炮菜国最强的四转职业者 身上的装备自然是极其顶尖了 不过传说级装备太过稀有了 很少有重复的 如果出现在现实之中 他在虚神塔的身份很有可能被猜出来 速战速决吧 接下来 三人一起对付腐化藤妖 就算腐化藤妖 在第三阶段全属性提升百分之六十 并且血量多达三十亿 依旧连五分钟都撑不住 很快就爆出了一个金闪闪的腐化宝箱 腐化藤妖已阵亡 可前往五十八层 通关之后 陆川又获得了三层虚神印记 虚神印记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七十四 虚神塔的前五十层 在初次通关时 能获得一层虚神印记 而在五十层之后 初次通关能获得三层虚神印记 等他将虚神塔彻底通关了 无时无刻都能享受到 百分之二百的全属性增益 这个增益比起 和神圣体 见到圣体 确实是差很多 不过对于寻常的职业者 绝对是无比巨大的增益 若是有职业者 不刷虚神印记 必然打不过同一层次的对手 因此 虚神塔是所有四传和五传职业者 都必须会去的地方 小统领 腐化树妖 必定爆出传说级装备 快开箱吧 周宇催促了一句 好 陆川点了点头 果断打开了腐化宝箱 腐化之剑 传说级装备 适用等级一百三十级 腐化头盔 史诗级装备 适用等级一百三十级 腐化之靴 史诗级装备 适用等级一百三十级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大堆珍贵的材料 腐化之剑的装备 效果很强 对敌方造成伤害时 可将百分之二十的伤害 转换成真实伤害 而真实伤害 能无视防御和护盾 非常克制防御型的职业者 见到圣体 得增一下 这个装备效果 还会得到 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五的提升 能将百分之四十二点五的伤害 转换成真实伤害 只可惜 腐化腾腰的等级太高 爆出的装备 都是无转的 我暂时还用不了 不过以我的升级速度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能享受到腐化之剑的装备效果 陆川满意一笑 将三件腐化装备 收入囊中 卧国 皇宫 天皇 虚神天交榜上出现了三位 极其强大的四转职业者 他们连一天都不到 就以组队的方式 就通关了五十六层 马上就要超过十六皇子了 卧国大臣归田太郎 火急火燎地来到皇宫之中 以组队的方式 超越水月 这怎么可能 在虚神塔之中 组队的难度 可比单刷要难多了 卧国天皇眉头紧锁 连忙查看虚神塔的通关记录 可当他的目光 看到虚神天交榜 后 整个人都愣住了 第一名 第二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五十九层 第一名 百亿少年的梦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五十九层 玄幻书格 https 3w.懸浮王suge.com 第一名 娘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五十九层 第四名 阿三手抓火锅 战戒 通关虚神塔第五十三层 三个并列第一 这三人很有可能是组队了 而以他们四转之身 既然组队通关了五十九层 卧国天皇震撼不已 作为窩国千年来的资质最强者 他在窩国的地位 相当于华夏的 斩天战神路军灵 可即便如此 他在四转之时 依旧止步于虚神塔的六十一层 而以路川三人的通关速度 用不了多久 便会超越他 等等 怎么 三百八喜头包吹 不见了 窩国天皇心头一颤 三上水月的昵称消失 只有两个可能 一 三上水月死了 二 三上水月成为了五转职业者 可他作为三上水月的母亲 自然对三上水月的升级进度 极其了解 三上水月在三天前 才升到一百一十九级 就算有百分之一百的经验加成 一时半会 也无法升到一百二十级 再加上五转之前 还得完成五转转职任务 因此 三上水月以五转之身 脱离虚神天交榜的概率非常低 念及于此 他将目光看向龟田太郎 似乎想抓住最后的希望 水月是不是升到一百二十级 并且成功完成五转了 天皇请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查 五分钟后 龟田太郎失魂落魄地回来了 根据出入虚神塔的记录 十六皇子在虚神塔待了十七天 根本没有离开过 三上水月 连虚神塔都没离开过 自然无法去转职神殿转职 因此 三上水月的死 已经被证实了 把凶手查出来 我要他血债血偿 沃国天皇恼怒不已 三上水月 是沃国的四传最强者 身上还有着六件传说级装备 而在其生死之后 这一切都没了 沃国不仅损失了一位未来的战神 他还永远失去了一个孩子 驻守虚神塔的倭寇道 天皇 三百八洗头包吹 是跟第二名士猪同时消失的 而在两人身亡之后 爹 娘 百亿少年的梦 很快便通关了五十七层 我感觉十六皇子的死 跟这三人有非常大的关系 毕竟十六皇子在五十七层卡了很久 很有可能在对付BOSS时 被这三人暗算了 龟田太郎很是气氛 天皇 这个可能性很大 十六皇子 本来就难以通关五十七层 若是遭到人的暗算 必然是活不了的 以这三人的通关速度 通关六十五层都不成问题 提前召集无转职业者 在六十五层的BOSS区域埋伏 等他们在打BOSS时 即刻将其震杀 窝国天皇下达命令后 窝国的五转职业者 很快就行动了起来 一路穿三人的实力 是不是杀人凶手 已经不重要 只要不属于窝国 就必须要抹杀 万万不可能让其成长起来 虚神塔地一百层 在两位五转职业者的强强联手下 一百层的守关BOSS 轰然倒地 这次的通关时间 是十四小时三十四分钟 比起上一次进步了许多 继续努力吧 用不多久 我们就能成为虚神速通绑的并列四 享受到75%的经验加成 这两人的昵称 分别是拳打静老院和脚踢幼儿园 在虚神速通绑上 他们是唯一一支 以组队的方式 名列前茅的强者 若是两人联手 就算是虚神速通绑的第一名 也有极大的把握镇压 郑辉弟弟的昵称 骂了自己一个多远 也不知他有没有将 虚神天交绑的第一名拿下 拳打静老院和脚踢幼儿园 相视一笑 两人是崔正辉的姐姐 自然对崔正辉极其在意 可当他们看到 虚神天交绑 后 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奇怪 为何正辉弟弟的名字消失了 崔正辉只有118级 至少要一个月多的时间 才有可能无转 如今 崔正辉的名字消失了 很有可能死在了虚神塔之中 姐姐 你觉得正辉弟弟 是谁杀的 脚踢幼儿园的对眼中 有杀意之火 熊熊燃烧 我不清楚 不过正辉弟弟的昵称 跟 三百八洗头包吹 同时消失 应该是被其他国家的人刺杀了 而 虚神天交绑 的前三名 明明战绩更加耀眼 竟然一连事都没有 很有可能对正辉弟弟下手的人 跟着 虚神天交绑 的前三名 是一伙的 拳打静老院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必须报复回去 他们敢杀正辉弟弟 我们便杀了他们最强的三个天才 两人很快便行动了起来 虚神塔第65层 天皇的猜测是对的 以这三人的通关速度 通关65层 都不成问题 沃国的职业者 在BOSS区埋伏着 打算坐收渔翁之力 刷刷刷 刺耳的剑名 响彻天地 犹如木骨沉中一般 只见陆川和裴羽烟手 捏剑指 三十八把飞剑 犹如游龙般冲击而出 就算65层的手关BOSS 高达130级 依旧被打得节节败退 这实力太离谱了 仅仅四转 就能同时装备 待会动手的时候 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作为五转中的佼佼者 若是被四转的职业者反杀了 必然会受到其他人的吃消 沃国的五转职业者 皆是严阵以待 这三人的实力很强 确实值得我动手 三上冰月 饶有兴致地笑了起来 他是SSS级冰龙武士 虚神速通榜的第三名 正所谓 杀鸡烟用牛刀 若不是陆川三人 杀了他的弟弟 三上水月 他连前往65层的兴趣都没有 可经过十多分钟的观察后 陆川三人的实力 得到了他的认可 他打算会一会这杀地仇人 亲自为三上水月报仇雪恨 啊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和王search.com 首官boss哀嚎着 在陆川三人的火力压制下 血量很快变见底了 正在进入第三阶段 boss要进入第三阶段了 我们赶紧动手吧 不然等他们彻底击杀了首官boss 将获得三道虚神印记 全属性增加3% 沃国的五转职业者 一起发动了攻击 成千上万的技能 犹如狂风骤雨般冲击而出 又有埋伏 陆川微微皱眉 爱河版 水龙盾 犹如城墙一般 试图将这些技能 全部挡下来 可出手的职业者太多 足足有一百多位 而且全部都是五转中的佼佼者 在技能的狂轰烂炸下 爱河版 水龙盾 只支撑了一分钟 就如落地玻璃般崩裂了 好在爱河版 水龙盾 在抵挡攻击时 还会触发控制效果 因此 这些五转职业者 很难打出持续性的压制 什么情况 为何我被控制了 我国的职业者 破口大骂 由于爱河的控制效果 是破限级的 因此 技能落在爱河版 水龙盾 上的人 全部被硬控了三秒 若是好色之人 硬控时间 还会达到4.5秒 紧接着 周语施展 守护之光 整个人的气质和容貌 都得到了无比惊人的蜕变 背后更是浮现六翼须影 庞佛天使降临一般 在守护之光 被映照下 一道朦胧的屏障 浮现而出 将剩余的技能 全都挡了下来 响起咚咚咚的打铁声 真是有趣 仅仅两个四转职业者 竟然能挡下一百多位 五转职业者的攻击 三上冰月 将手搭在武士刀上 惊人的寒气 犹如暴风雪般 激荡而出 刷 一道寒光闪过 武士刀伴随着 长达千米的冰龙 转瞬之间 便落在了周宇的 守护之光上 咔 清脆的崩裂声 响起 仅仅一个照面 周宇的 守护之光 就被打破了 小心 这人是 虚神速通膀的第三名 裴雨烟连忙提醒了一句 十五把飞剑 犹如游龙一板 攻向三上冰月 而三上冰月的速度极快 明明手中只有一把武士刀 竟然能让二十多道寒芒 同时浮现 枪枪枪 惊石交际之声响起 裴雨烟的十五把飞剑 都被弹开了 双流斩 三上冰月成胜追击 凌厉的刀翼 犹如雪崩一般 直指裴雨烟的脑袋 见到职业者 跟法师一样 都是高宫敌防的职业 若是冰月皇子的技能打中了 百亿少年的梦 必然会身负重伤 冰月皇子 不愧是 虚神速通膀的第三名 仅仅三招 就能击杀一位四转的最强者 卧国的五转职业者 欢呼了起来 昆塔军团长 这三人便是 虚神天交榜的前三 与此同时 泰拉尔将阿三国的五转强者 引了过来 没想到 虚神速通膀的第三名 也出手了 昆塔饶有兴致地笑了起来 他是 虚神天交榜的第六名 在实力上 比起三上冰月要差一些 如今三上冰月出手了 他应该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只要看戏就行了 原来出手之人 虚神天交榜的第三名 难怪能支撑一人 压着三个人打 泰拉尔震撼不已 就连虚神天交榜的第三名 都出来了 陆川三人 必然会死在这里 别慌 陆川施展 河神领域 百分之四百二十的 全属性增益 很快便生效了 再来 培与烟交贺一声 十五把飞剑 再度振作了起来 无时无刻都爆发出 惊人的剑气 枪 惊石交际之声响起 三上冰月的 双流斩 被挡了下来 惊人的战斗余波 犹如海啸般冲击而来 让不少五转职业者 倒退三步 才勉强稳住身形 卧槽 百一少年的梦 竟然挡下了 冰月皇子的 双流斩 沃国的五转职业者 震撼不已 陪与烟光是四传 就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若是等七五传了 就算三上冰月是 虚神速通榜的第三名 也必然不是对手 不可能 三上冰月恼怒不已 随着他施展 双流连斩 一道又一道的寒霜刀意 近乎重叠在一起 犹如一张大网般碾压而出 作为五转巅峰的 SSS级职业者 竟然跟一个四转职业者 打得有来有回 绝对是非常丢脸的事情 因此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 震杀裴雨烟 可裴雨烟的 剑到圣体 能同时装备15把剑 再加上 河神领域 420%的全属性增益 就算三上冰月全力以赴 也难以将其镇压 刷刷刷 剑鸣声再度响起 陆川手捏剑指 23把飞剑 犹如群龙乱舞般冲击而出 在他和裴雨烟的 强强联手下 三上冰月 被打得节节败退 玄幻书格 https www.玄幻onshuge.com 不好 冰月皇子要翻车了 卧槽 冰月皇子 可是 虚神速通绑的第三名 竟然会在三位 四转职业者的身上翻车 赶紧支援冰月皇子 一位沃国军 团长大喝一声 成千上万的技能 犹如万剑齐发般冲击而出 守护之光 周宇施展技能后 朦胧的光辉再度浮现 将这些攻击 尽数挡了下来 在 和神领域 420%的全属性增益下 他的实力 得到了无比巨大的提升 因此 只身一人 就挡住了成千上万的技能 不过他的实力 比起陆川和裴雨烟 要差上一些 抵挡这些技能 对法力值得消耗非常大 撑不了多久 仅仅四转 就有如此强的实力 万万不能 让其成长起来 昆塔坐不住了 犹如猛虎一般铺击而出 他的职业是 SSS及降龙武僧 施展大力金刚掌 后 又掌犹如群山横跃而来 光是气静 就如大风一般 刮得不少无转职业者 双眼发疼 卧槽 这是 虚神速通榜的第六名 窝国的人 皆是警惕了起来 在虚神塔之中 所有人的身躯 都弥漫着一层浓雾 再加上毫无规律 可言的沙雕昵称 根本无法判断出 对方在现实中的身份 如果昆塔跟陆川三人 是同一国家的 必然会对他们动手 不必惊慌 我也是对付 叶 养 昆塔提醒一句后 一掌便将周宇的 守护之光打碎着 紧接着 成千上万的技能 鱼贯而入 全都攻向了周宇 好在 光辉圣体 在触发治疗效果时 能套上等量的护盾 因此 这些攻击并没有伤到周宇 只是让其发丝凌乱 看上去很是狼狈 又来一个 陆川意念一动 奈何版水龙弹 向昆塔建设而出 而昆塔不闪不必 将水龙弹拍碎后 直接就眼冒爱心 被应控1.5秒 紧接着 奈何版水龙弹 冲击而出 造成了大量的灵魂伤害 让昆塔倒退了近百步 才勉强稳住身形 刚刚发生了什么 为何我的脑子里 全都是些少而不移的东西 昆塔冷汗直流 他是辅导职业 在定力上 比起寻常职业者 会强很多 可面对奈何版水龙弹 依旧被应控了1.5秒 而且奈何版水龙弹 不仅伤害高 还是非常纯粹的灵魂伤害 而灵魂伤害 是所有伤害中 最折磨人的 因此 这两发水龙弹下来 打得他头脑 都有些不清醒了 不过作为 虚神速通绑 第六的存在 战斗意识自然是非常好的 在短暂的愣神之后 再度对陆川三人 发动了攻击 紧接着 一百位阿三国的 无转职业者 也发动了攻击 让陆川三人 应接不暇 还真是热闹 没想到 虚神速通绑的 第六名和第三名 都在对付 虚神天交绑的 前三名 拳打进老院 和脚踢幼儿园 也现身了 他俩的职业 分别是 SSS级暴风法师 和SSS级烈焰法师 当两人一起施展技能时 会触发元素反应 发挥出一加 一大于二的效果 因此 他俩 能以组队的方式 在 虚神速通绑上 名列前茅 呼呼呼呼 狂风呼啸之声 和烈焰燃烧之声 同时响起 震天旱地的 烽火之力 犹如天河奔涌一般 让整个BOSS区域 都炽热了起来 玄幻书格 https 3w.旋风 search.com 这什么情况 为何一大堆 职业者在内轰 手关BOSS 进入第三阶段后 整个人都梦了 不过这些 突然出现的职业者 都在帮他 对付挑战者 这自然是 他愿意看到的 离谱 怎么 虚神速通绑 可这两人的合击技能 比起三上冰月的 双流连斩 还要强 以多气少算什么本身 雄厚的声音 响彻天地 一把巨剑 犹如惊雷般落下 瞬间将昆塔 打入了大地之中 我CNM 三上冰月 瞬间就红温 出手之人的昵称叫 三上新月瘦的狗 而三上新月 正是他老妈的名字 因为这个嘲讽度 极高的昵称 他做梦都想将这个人杀掉 可他在针对 三上新月是我的狗 的时候 还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了 不然他所处的国家 会被暴露出来 你也就说说罢了 等有机会了 我真的会这么干 三上新月是我的狗 冷冷一笑 这人是谁 陆川将目光 看向裴雨淹 裴雨淹道 他名为夜天荒 是斩天剑宗的弟子 SSS 急霸剑仙 在 虚神速通绑 中排第四 原来如此 陆川恍然大悟 他作为北境小统领 人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 华夏自然不会放人不管 而夜天荒 便是他的第一个援军 虚神速通绑 的第四名 竟然跟 虚神天交绑 的前三 属于同一个国家 脚踢幼儿园 微微一惊 全打进老院 冷笑道 无所谓 速通绑第六皮 操肉后的 拖出速通绑第四 必然不是问题 而我们的合击技能 连速通绑第一 都难以挡下 必然能击杀这两人 轰隆隆 忽然间 数百道粗大如胶的 雷霆落下 他俩的合击技能 重重地撞在地上 焦黑的土块和碎石 冲天而起 犹如暴雨般 落在众人的身上 虚神速通绑 第二名 没想到他也来了 而且是站在 地 那边的 昆塔心头一颤 虚神速通绑 的第二名 第四名和 虚神天交绑 的前三 竟然属于一个国家 若是这五人 彻底成长起来 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这人是谁 陆川再度发问 裴与烟道 他名为虚灵风 焚天战神的后人 SSS级近战法师 虚神速通绑 第二名 不错 感觉 我们能在虚神塔 来一波大清洗 陆川微微一笑 能对他出手的职业者 必然属于其他国家 而身处虚神塔之中 他也不怕暴露自己的身份 可以尽情地 吐露其他国家的强者 得益什么 我俩的合击技能 就连速通绑 第一都难以挡下 全打进老院 脚踢幼儿园的法力 如江河般涌动 烽火浩劫 庞佛拥有生命一般 直挺挺地扑向徐灵峰 这下麻烦了 徐灵峰有点头疼 陆川三人 真的太高调了 进入虚神塔的时间 连一天都不到 就遭受一大群 无转职业者的围攻 其中有四人 还是虚神速通绑 前十的存在 玄幻书格 https www.xuge.com 不过陆川三人 能以四转之身 打到虚神塔第65层 其潜力和实力 必然是非常高的 就算陆川 没有北京小统领的身份 为了华夏的未来 他也必须将人保下来 劈里啪啦 他施展 雷凯 数千道粗大的雷电 交汇在一起 形成一副极其神物的铠甲 紧接着 他犹如炮弹般冲击而出 试图以一己之力 将烽火耗劫 击溃 哗啦啦 江河涌动之声响起 当 和神领域 淹没他双脚时 百分之四百二十的 全属性加成 很快便生效了 百分之四百二十的 全属性加成 这特忙是人 能用出来的技能 徐凌风目瞪口呆 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随着他双拳捏紧 雷霆之力 变得更加爆炼 烽火耗劫 变得跟蚯蚓一般 正在剧烈扭曲着 庞佛下一刻就会崩溃 假的吧 速通榜第二名 竟然能挡下了我们的 烽火耗劫 拳打进老院 脚踢幼儿园 皆是心头一颤 果断加大法力值的消耗 让烽火耗劫的威力 变得更大 可 和神领域 420%的全属性 增益太大了 直接让徐凌风的实力 提升了5.2倍 哪怕梁女全力以赴 烽火耗劫 依旧被打得破碎 速通榜第二是磕药了吗 竟然将我们的 烽火耗劫 击溃了 有这实力 她应该是速通榜第一才对 不应该是第二呀 梁女猛逼了 谁说的 就算她能击溃你俩的 烽火耗劫 也未必是速通榜第一 众人向生元处看去 只见一头庞然如山的古龙 遨游而来 无时无刻都散发着 凝如实质的死气 而古龙的头部 盘坐着一道轻瘦的身影 此人正是 虚神速通榜第一 SSS及死灵法师 卧槽 虚神速通榜第一也来了 速通榜第一 曾跟速通榜第二 大战过一场 两人必然不是同一国家的 虚神天交榜 前三的牌面真大 竟然将 虚神速通榜的第一名 都引出来了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有趣 有趣 当真是精彩 突然有人 癫狂地笑了起来 紧接着 一道大阵冲天而起 转瞬间 便笼罩了方圆千里 他是 虚神速通榜 第七 SSS及阵法师 困龙阵 此人是 虚神速通榜 第七 困龙阵 一出 虚神天交榜 前三连脱离虚神塔的资格 都没有 必然会死在这里 而且 困龙阵 有压制效果 只要他们不是六转职业者 就必然会全属性降低80% 卧槽 速通榜第八 第九和第十也现身了 这事早就商量好了吗 众人 皆是目瞪口呆 路川三人 才进入虚神塔第一天 就将 虚神速通榜 的前十 全部引出来了 完了 困龙阵 一旦建立 不仅我们无法出去 外面的援军也无法进来 叶天荒 很是头疼 其他国家有先手优势 华夏的增援速度 自然会慢一些 困龙阵 直接将这片空间封死了 山山来迟的援军 将无法参与到大战之中 无所谓了 就算是死 我也痛痛快快地战一场 徐凌峰捏了捏拳套 双眼有战役之火 熊熊燃烧 和神领域得增益效果太强了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体会到 420%的全属性增益 必须要在死之前 好好享受一番 玄幻书格 https 而速通榜第一 作为他的死对头 自然是首要攻击目标 轰隆隆 徐凌峰的力道极大 将大地都踩踏 整个人如窜天猴一般 直挺挺地攻向速通榜第一 而速通榜第一的反应极快 召唤出一百头 庞然如山的古龙 一起攻向徐凌峰 咔咔咔 骨头崩裂之声响起 徐凌峰一拳便打爆了一头骨头 可古龙的数量太多了 他刚刚击溃一个 就由99道龙溪席卷而出 这些龙溪能造成灵魂伤害 无视他的 雷凯 因此 他必须要小心谨慎 血河传说 陆川意念一动 将 和神领域 共享给周宇 当两人同时施展 和神领域时 众人的全属性增益 达到了980% 980%的全属性增益 徐凌峰震撼不已 实力再度得到了 无比巨大的提升 当他施展 雷霆冲拳 是 二十头古龙 瞬间被击碎 你的实力竟然变得更强了 速通膀第一 微微一惊 随后 将目光看向周宇 陆川 裴羽烟 夜天荒都是用剑的 而周宇作为 唯一的辅助型职业 徐凌峰能有如此巨大的提升 必然跟其有关 念及于此 他召唤出三百个骷髅法师 一起对周宇发动了攻击 呼呼呼呼 三百道明火之柱 冲击而出 犹如天河宣泄一般 向陆川三人的方向 席卷而去 虚神天骄榜 前三的辅助能力太强了 明明是四转职业者 竟然能让五转巅峰的 职业者全属性 提升百分之九百八十 必须要尽快诛杀 拳打进老院 脚踢幼儿园 施展出 风火浩劫 凌厉的暴风 和炽热的火焰 再度交汇在一起 犹如肆虐人间的巨龙一般 不好 徐凌峰想要阻拦 可还未冲出百米 就被静百头古龙拦了下来 他在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九百八十后 确实有战胜速通榜第一的实力 可速通榜第一 并不是什么土鸡娃狗 凭借着召唤物的数量优势 阻挡他一段时间是完全没问题的 你们好歹是 虚神速通榜 前十的存在 竟然围攻三个四转职业者 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叶天荒大骂一声后 打算将 风火浩劫 挡下 休想 昆塔施展 金刚罗汉身 转瞬变化作高达百米的巨人 犹如城墙一般 挡在了叶天荒的去路 凭借着极高的防御能力 就算叶天荒全属性 提升百分之九百八十 也阻挡一段时间 紧接着 速通榜的第七名 和第八名也动手 他们都想将陆川三人抹杀 这就是杀我弟弟的下场 三上冰月畅快地笑着 全力施展出最强的 双流连斩 该将昆鹏放出来了 陆川意念一动 昆鹏当即从传送阵中跃出 那展翅如云的庞大身躯 让整个BOSS区域都昏暗了几分 昆鹏 使用北冥护身印 陆川意声令下 北冥之水 犹如绸缎一般 覆盖在所有友方的身上 北冥护身印 所有伤害免疫百分之七十 当收到伤害时 可让伤害来源 降低百分之七十的攻击速度 移动速度 施法速度 一个四转职业者 竟然能召唤出五转战宠 全打进老院 微微一惊后 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烽火浩劫 不仅威力巨大 还有百分之五十的破免效果 当技能在昆鹏身上时 北冥护身印 百分之七十的伤害免疫 将被削弱成百分之二十 轰隆隆 刺耳的爆炸声响起 烽火浩劫 重重地落在昆鹏的身上 绽放出一朵 无比巨大火莲 可昆鹏的身躯 依旧屹立着 犹如一朵直插云霄的山峰一般 应接了我们的 烽火浩劫 这战宠 竟然连重伤的迹象都没有 脚踢幼儿园猛了 若是他知道 昆鹏的血量有多少 必然会更加猛 昆鹏的血量高达六百亿 再加上元素化 和北冥护身印的防御效果 就算虚神速通膀 前十的存在 也难以将其重伤 陆川满意一笑 用血和传说 共享昆鹏的北冥赴天绝 当一人一兽 同时施展北冥赴天绝时 浩荡的北冥之水 犹如千军万马奔涌而出 短短几个喘息 就挤满了整个boss区域 卧槽 这他们是四转职业者 玄幻书格 https 3w.玄幻onseage.com 这个技能的范围太离谱了 竟然能笼罩整个boss区域 把速通膀第七的 困龙阵都灌满了 哀嚎声此起彼伏 在双重 北冥赴天绝 等碾压下 实力差一些的无转职业者 转瞬间就化成了血舞 爆了一堆装备出来 爹 明明是见到职业者 为何能用出如此强的水道技能 三上冰月震撼不已 再度施展 双榴连斩 弓向陆川 竟然还能动 不愧是速通膀的第三名 裴羽烟不再隐藏身份 施展 天外飞心 一剑便将三上冰月 震退了数百步 北冥赴天绝 可攻击范围太大了 只要身处 困龙阵之中 血量流失的速度 就会非常快 必须要速战速决 速通膀第一施展 死灵陷阱后 体表有大量的血舞浮现 整个人气息 犹如做火箭般 节节攀升 死灵陷阱 每献祭一年的寿命 可让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三十 持续三十分钟 为了活下来 他直接献祭四十年的寿命 全属性提升了百分之一千二百 轰隆隆 天穷如珠网般裂开 浩浩荡荡的亡灵大军 被召唤了出来 阴森的死灵之光 将天地映照得 如人间地狱一般 操 这速通膀的第一 竟然隐藏着如此强大的技能 徐灵峰破口大骂 犹如雷神降临一般 再度攻向速通膀第一 可速通膀第一的实力 本来就在他之上 在施展死灵陷阱之后 浩浩荡荡的亡灵大军 磅仿抱走一般 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强呀 不愧是速通膀第一 有速通膀第一在 我们必然能灭掉 虚神天骄榜的前三名 众人兴奋不已 再度看到了获胜的希望 奈何传说 路川意念一动 奈何之水 犹如魂魄一般 钻入了速通膀第一的血肉之中 技能效果触法 速通膀第一 直接遗忘了15个技能 这是什么情况 速通膀第一猛了 他的职业是SSS 即死亡法师 遗忘15个技能后 对应的15种召唤物 当场就暴毙了 你的燃命之法 确实很强 可我的 奈何传说 更强 路川冷冷一笑 继续施展奈何传说 我的脑子是怎么了 为何一直在遗忘技能 速通膀第一 惊恐不已 他所遗忘技能 正在不断变化着 每当遗忘新的技能 对应的召唤物 就会当场崩溃 短短几个喘息 他的亡灵大军 就崩溃四分之一 而死灵献祭 是燃命之法 就算献祭了40年的寿命 也只能维持30分钟 若是在30分钟之内 没能解决战斗 他又得献祭40年的寿命 念及于此 他将双手死死地 刺入头皮之中 想以疼痛的方式 将遗忘的技能 通通想起来 奈何传说 是破献祭的技能 这种低级手段 又怎会有效果 这是什么情况 徐凌峰有些梦了 刚刚速通榜第一 还在压制他 可突然间 就像脑癌发作了一样 就连亡灵大军 都崩溃了四分之一 管这么多干嘛 只要当前的情况 对我有利就行了 徐凌峰不愿错失良机 果断向速通榜第一 发动了攻击 咔咔咔 骨头崩裂之声响起 那些拦路的亡灵大军 在他的冲锋下 脆弱得跟玻璃一样 基本上都是一碰就碎 可恶 速通榜第一 双眼发红 为了活下去 再度施展死灵陷阱 陷阱八十年寿命后 他的全属性增益 达到百分之两千四百 杀杀杀 亡灵大军的身躯 有黑烟冲天而起 每一个都得到 无比巨大的提升 瞬间将徐凌峰淹没 这特么是什么变态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一千二百就算了 你竟然还能全属性提升 百分之两千四百 徐凌峰全力防御着 雷凯 死死地包裹住每一寸肌肤 看上去就像机甲一样 可出手的汪灵太多了 再加上百分之两千四百的全属性增益 他的雷凯 一下子就出现了裂痕 所有人都得死 肃通榜第一 面目猙獰 就算是九转职业者 也只有三百年的寿命 而他一场大战 就消耗了八十年 短短几个喘息 就变得像七八十岁的老头一样 可不使用如此极端的手段 他连活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不愧是肃通榜第一 竟然连全属性提升 百分之两千四百的技能 都能用出来 三上冰月兴奋不已 玄幻书格 https 3w.懸浮onsearch.com 如此强大的增益效果 足以让速通榜第一单挑 另外九个速通榜前十的存在 而用如此强的手段 来对付陆川等人 必然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这个技能确实是很强 可我的奈何传说更强 陆川继续施展 奈何传说 速通榜第一所遗忘的技能 正在迅速变化着 当速通榜第一遗忘 死灵献剂时 百分之两千四百的全属性提升 当场就消失了 这就伪了 徐凌峰施展 雷电环绕 轻而易举地震碎了 将方圆百里的亡灵大军 不可能 不可能 速通榜第一 就像大脑荡击了一样 正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布满皱纹的双手 他为了获得胜利 献祭了八十年的寿命 可陆川的奈何传说 直接就让他遗忘了 死灵献祭 百分之两千四百的全属性提升 也随之失效 这八十年的寿命 全特么浪费了 曹 念及于此 他的心态当场就崩了 膝盖重重地跪在了鼓笼上 死 见此一幕 徐凌峰乘胜追击 一拳便打爆了速通榜第一的头 卧槽 速通榜第一 被速通榜第二打死了 太离谱了 速通榜第一的全属性增益 竟然连三分钟都坚持不了 众人皆是震撼不已 废物 三上冰月破口大骂 百分之两千四百的全属性增益 确实是强 可连三分钟都坚持不了 有个毛用呀 早知道速通榜第一如此之短 他也不会高兴得这么早 还好小统领让速通榜第一 遗忘了最强的手段 不然 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周宇对陆川更加崇拜了 他在 静魔之战 是 见识过陆川的 奈何传说 自然知道 速通榜第一 为何会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得赶紧解开困龙阵 速通榜第七 连忙解开自己的困龙阵 想要尽快逃离这里 想逃 哪有这个容易 徐凌峰 有如雷神将士一般 瞬间逼近速通榜第七 轰隆隆 速通榜第七 有如炮弹般 横飞而出 肋骨都断了数十根 可恶 本以为困龙阵 困住的是敌人 没想到是我自己 速通榜第七 苦笑连连 徐凌峰作为速通榜第二 实力自然是极强 再加上双重 核神领域 980%的全属性增益 他自然不是对手 因此 在速通榜第一身亡之后 徐凌峰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想杀谁 就杀谁 扑斥 扑斥 血肉撕裂之声 此起彼伏 在双重 北冥富天爵 的碾压下 实力弱一些的无转之业者 全都死了 而徐凌峰和叶天荒 只需屠露速通榜 前十的存在就行了 至于施展 困龙阵 得速通榜第七 他们打算最后一个杀 不然速通榜第七 在身亡之后 困龙阵 会自动消失 这样 他们很难 将敌人屠戮殆尽 想活命 就赶紧将速通榜第七杀了 唯有 困龙阵 解除了 我们才有逃出生天的机会 玄幻书格 https www.shuangsuage.com 三上冰月 很是烦躁 恨不得将速通榜第七的 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一遍 而徐凌峰和叶天荒 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察觉到他的意图后 直接就将其打死了 半小时过去 Boss区域遍地 都是断壁残骸 唯有华夏的人还活着 痛快 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而我们 将他们全部反杀了 叶天荒兴奋不已 成为速通榜前十的职业者 必然是一身传说级装备 因此 在此战结束之后 他们收获了六十多件 五转的传说级装备 首官Boss已阵亡 可前往六十六层 恭喜宿主 获得三道虚神印记 双重 北冥富天局 对攻击范围极大 因此 首官Boss也死在了 这场人族的内软之中 陆川 你年仅十八岁 就有如此强的实力 若是等你彻底成长起来了 必然会变得更强 徐凌峰拍了拍陆川的肩膀 对这位未来的妹夫 很是欣赏 他本是速通榜的第二名 在速通榜第一身亡之后 自然就成了新的速通榜第一 能享受到100%的经验加成 而叶天荒 成为了新的速通榜第二 能享受到90%的经验加成 若不是这场大战 让虚神速通榜大洗牌 他们很难达到当前的排名 叶天荒问道 刚刚速通榜第一的 全属性增益失效了 到底是谁干的好事 速通榜第一献祭80年寿命 全属性增益高达2400% 若不是突然间失效 他们必然会死在这里 陆川 我作为你的大舅子 刚刚还救你的命 你一定要告诉我 徐凌峰作为对抗速通榜第一的主力 自然对这个技能更加感兴趣 我有个技能叫奈何传说 能让随机遗忘15个技能 陆川道出了缘由 徐凌峰和叶天荒救了他的命 自然是信得过的人 他不介意透露一些实力